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七十四集 在王多多这个狗大户的帮助下 袁刚和冯小小两人直奔商场 配置了一套全面的探险装备 而王多多也没闲着 直接回公司传达了王有余的意思 按照王有余的说法 未来一个月那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月 公司的中心将围绕着王多多服务 只要撑过了这个月 天龙公司势必会再度崛起 等三人再度会合时 袁刚递给了王多多一个锦囊 如同在王有余病房中 毛仁义递给他的那个锦囊一模一样 这 嗨 我都差点忘了 刚哥 你直接帮我处理了吧 这我也不会弄啊 王多多看到这锦囊 顿时明白 这就是袁刚给他施展血咒的媒介 他一脸感动地朝着袁刚说道 他现在已经和袁刚兄弟相称了 这一点信任还是有的 他没有接过锦囊 而是让袁刚帮着处理了 哼 行 这个简单 直接用火点燃烧了就行 这血咒就算解除了 等这次回来 我再教你一个小绝招 以后有人对你下血咒 就没这么容易了 袁刚收起锦囊 一脸认真地朝着王多多说道 走吧 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有些偏僻 根本就没有机场 只能是坐火车到最近的县城 然后再过去找那户村民了 几十公斤的云铁 我们根本就用不了那么多 到时候啊 让它云一部分给我们就行 王多多扬了扬手机上的地图 向着袁刚和冯小小解释道 在生死危机压力下 三人的效率那是杠杠的 很快三人便坐在了 通往黑龙市的火车上 呃 刚哥啊 刚才群里那哥们告诉我 说是这事情在当时 也是上了新闻的 呃 事情闹得比较大 毕竟也是前年的事了 他也不确定 那块陨石是否还在农户手里 这个呀 只能是让咱们自己过去看了 不过他也说了 好像之前遇到的是流星雨 落到地上的 可不止那一块 应该还有许多农户上山寻找的 让我们多问一下当地人 应该能买到 王多多坐在座位上 脸上有一丝小尴尬的说道 之前信誓旦旦的表明 信心没有错 结果现在已经出现不确定因素了 哼 有消息总比没有强 既然下过流星雨 肯定还有残雨陨石碎片存在 咱们现在只能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要不然再耽搁下去 哪怕是有确切的云铁消息 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搜集了 咱们呀 到了那边看情况再说 对于这种天外来物 农户多少会剪些碎片珍藏着 我们也可以考虑从这方面入手 小碎片不起眼 价格也贵不到哪里去 也方便携带 只要遇到了 应该就能买得到 袁刚语气低沉地说道 现在 箭在弦上 容不得他们再迟疑 希望前年的陨石 现在还有残渣留存 要不然 他们这趟要白跑了 刚哥 你们别垂头丧气的 来 吃点水果呗 冯小小将精包装的水果盒打开 推到了袁刚面前 朝着袁刚安慰道 多多 传道桥头自然指 叔叔 吉人自有天相 相信啊 这次我们一定能收集 齐全这些材料的 来 多多 张嘴 吃点水果 冯小小先指 拿起水果块 直接递倒了王多多嘴边 他一脸热忱地看着王多多 行了 冯小小 你别自作多情了 我们是不可能的 王多多皱眉说道 说完 直接将冯小小伸到他嘴边的手给拨开了 哎呀 我知道 你这一路着急的样子 状态明显不对 后面收集材料 还需要很多时间的 你这样啊 很难坚持到最后呢 看到王多多不领情 冯小小也没生气 仍然一脸关心地说道 够了 要吃你自己吃吧 我现在没胃口 要不是刚搁要求 我真不想和你一起过来 我们是出来做事情的 又不是游山玩水 希望你后面的时间 能够端正态度啊 你这状态 很难帮到我们的 要是你觉得苦 我建议 下一站我们最好就分开 你呀 继续旅游 哪儿好玩呢 就去哪儿 哎 车旅费我给你报销 怎么样 王多多一脸嫌弃地 看着冯小小说道 她本就心急如焚 结果看到冯小小 居然随身携带着 切好的水果块 简直就是和那些 当红主播一样 哪怕外出 也是精致得不得了 想想她就气愤 她有些担心 冯小小怕是不止 拖后腿这么简单 这恐怕是要扯淡了 多多 我 我只是想关心一下你嘛 看着忽然变脸的王多多 冯小小 语气弱弱地说道 哎哟 谢谢你啊 我呀 无福消瘦 你们吃吧 我过去透一下气 这里太闷了 王多多看着冯小小 语气冰冷地说道 说完 直接起身离开座位 朝着后车厢走去 刚哥 你说 多多是不是嫌弃我了 我 看着王多多 毫不留恋地离去背影 冯小小 双眼通红地 向着袁刚问道 王有余 可是危在旦夕啊 王多多心里肯定着急 脾气暴躁点也正常 这种事情 你别往心里去 要不然 肯定要被气到的 袁刚 尝了一口 切好的哈密瓜 语气平缓地说道 刚哥 我悄悄地 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不是 精通奇门倒数吗 有没有办法 将我怀的这孩子 改变一下性别啊 这样的话 王多多对我 肯定就不是这种态度了 冯小小突发奇想地 朝着袁刚轻声问道 什么 改变未出生孩子的性别 嗨 这生男生女 都一样 袁刚听到冯小小这种问题 直接笑了 他懒得回答 都已经有孩子了 这是想当然的 想改就能改的吗 他不想和冯小小 争辩这个问题 因为争执到最后 他会稀里糊涂的 就输了 刚哥 是不是可以改变性别啊 哎 那等这次 收集完材料 你帮帮我呗 只要我怀上的是男孩 相信王家上下 就再也没有人反对了 到时候啊 我嫁给王多多 那不就是 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吗 刚哥 你别说了 我知道你们这一行 有些事情啊 是天机不可泄露的 这事儿 我懂了 冯小小看着 袁刚笑而不语的动作 他顿悟了 恍然大悟地 朝着袁刚说道 在他的潜意识里 袁刚的奇门本事 无所不能 肯定有办法 帮他将肚里的孩子 改变性别 啊 你懂啊 这 我什么都没说呀 你懂什么了 看着喜笑颜开的冯小小 袁刚心里 早就蒙圈了 不停地嘀咕着 冯小小 这自以为是的做法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七十五集 火车一路行驶 这是一辆直达黑龙省的长途火车 随着一路北上 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冷了 在东林市的时候 路上的行人还是短衣短裤的 而现在火车路过的地区 人们已经穿着秋衣了 袁刚他们自然不用担心 出发之前 他们就知道此行的目的地 那里的温度远远低于东林市 他们随身携带的装备里面 备有防寒用的冲锋衣的 一辆火车 前后就是那么十几节车厢 能活动的地方少之又少 没过多久 王多多便回到了座位上 而冯小小也懂事地 坐在一旁玩着手机 没有再像之前一样 对着王多多 进行无微不至的关怀 过之不及的道理 他还是懂的 对于和王多多之间的关系 不能抓得太紧了 要不然得不偿失 必要的时候 还是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让王多多看到他的优点 钢哥 你说我们此行 能否顺利收集到云铁呀 王多多望着窗外 飞逝而过的村庄 有些担心地问道 近人室听天命吧 这黑龙省九台室 我刚才根据这个地名 补了一挂 挂项显示 袁刚说到这里 停顿了下来 一脸凝重地看着王多多 钢哥 挂项显示 是好还是坏啊 你 你这表情 有点吓人啊 王多多看到 袁刚这表情 心跳都差点骤停了 一脸恐慌地 看着袁刚问道 哎呀 天机不可泄露 有钢哥在 你考虑这么多做啥 麻烦你有点脑子好不好 要是危险的地方 钢哥也不会带我们去呀 还没轮到袁刚说话 冯小小竟然有些嫌弃地朝着王多多说道 不是 你 王多多看到 他居然被冯小小嫌弃了 顿时勃然大怒想要开骂 但是在冯小小的提醒下 他也明白了袁刚的意思 这是给他开玩笑呢 下阵上根 这挂项显示生命薄发 挂意肯定是好的 但是这个过程会有些曲折 希望我们能够同心协力 坚持到最后 袁刚 微微一笑 向着两人说道 他们都已经在路上了 不管结果好坏 哪里还有撤退可言呢 至于挂项 只要让大家知道结果就行了 至于中间的过程 若是解释起来 那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特别是面对 好奇宝宝的两人 点到为止即可 三人不断闲聊中 气温也越来越低 夜幕降临了 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夜景 袁刚也失去了方向感 根本不知道 现在已经在哪里了 只能通过天上的星象 判定火车还在一路北上 哟 没想到这种小站 还有人上车呢 这种天气还外出 也是不容易啊 火车途经一荒村小镇 袁刚通过那昏暗的灯光 随着火车进站 看到一个只有百米长的月台 居然还有几个人登上火车 他不由得感叹道 哎呀 这老正常了 有些人是小贩 他们呢 要去县城里批发明天的接货 等明早上那火车呢 又给晕回来 白天呢 压根没有时间去进货 只能乘坐夜班火车去县城 袁刚不远处的座位上 有一名地道的东北人 听到袁刚的感叹 他不由得向着袁刚这几名外甥人解释道 哎 可不是嘛 为了生存下去 都不容易 不像某些人 生来就是锦衣玉食的 每天啊 就像养猪一样 睡醒了吃 吃饱了睡 冯小小偏头朝着站台望去 看到那几名小贩还背着大箩筐 不由得出声感叹道 言语之间夹杂着各种讽刺 然而王多多却浑然不知 直接懒得看一眼 冯小小 没过多久 火车又缓缓地动了起来 咦 这什么味啊 怎么还有一股老檀酸菜味的气息啊 王多多低头玩着手机 忽然嗅了几下 一脸疑惑地抬头看向袁刚 那边有刚上车的人 味道是那边传来的 这味道里没有面的香味 不像是有人在吃泡面啊 袁刚望了一眼王多多说道 眼神一条 示意王多多看向不远处的车门 嗯 好臭啊 哎呀妈呀 这几天没洗澡了呀 还没等王多多反应过来 临近车门的位置上 有人捂着鼻子 不满地叫嚷了起来 哎呀 这怪味 哎 这 这不会是那人身上传来的吧 哎呀 这都呛鼻子 嗯 这杀伤力也太大了吧 王多多抬头 看到车厌 看到车厢挂道里 一个皮肤有黑的老头 披着一件军绿大衣走来 所到之处 旁边的人 纷纷捂住鼻子 一脸嫌弃地看着这老头 哎 刚哥 你说 那人是不是乞丐啊 哇塞 这装扮 比前几年大火的犀利歌 还犀利呢 哎 你看那具奶衣 都变成黑色的了 已经都硬了 都能当盔甲使了 哎 还有那头发 那不就是最流行的脏辫发型吗 一柳一柳的 每一柳上都隐藏着许多小动物呢 再加上那枯稿的面容 这明显就是一个连续加班好几个月的一线工作者 你们俩是怎么辨别出是酸菜味的 冯小小瞟了一眼脏兮兮的老头 一脸打趣地朝着袁刚和王多多问道 你 这口味 行行 算你狠啊 王多多想要反驳冯小小 但最终还是忍住了 随着这肆意散发的气味越来越浓 继续玩手机的王多多实在忍不住了 连忙抬头 他发现那脏兮兮的老头居然就站在他身旁 老头转身 迎向了王多多吃惊的目光 一屁股坐在了袁刚旁边的空位上 老头 那边有空着的位置 哎 你去那边坐吧 你说你不注意个人卫生也就算了 你不能这样影响别人啊 哎 我说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你这味道怕是发酵了好久了吧 王多多放下手机 一脸生气地盯着老头说道 哎 多多 别出声 还你的手机就行了 人人也就过去了 听到王多多在碾人 袁刚连忙出声制止 这大半夜的 大家都不容易互相理解吧 多多 这才是社会 你整天待在别墅里是看不到的 多感悟一下 这才是人生百态 冯小小连忙伸手拉住王多多 语气意味深长地向着王多多说道 你 算了 你们坐着吧 我呀 去弄点宵夜吃 王多多看到袁刚和冯小小都出声制止他的行为 他顿时不高兴了 冷冷地向着两人说道 说完 朝着餐车车厢走去 刚哥 我去盯着点多多 他呀 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 我啊 去看着他点 冯小小连忙起身 朝着袁刚补充道 说完 也不管袁刚何种表情 小跑着 追上了王多多 两人一起 朝着餐车车厢走去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七十六集 看着两人往餐车车厢走去 袁刚顿时一脸无语的表情 这行为是什么呢 说好的同甘共苦呢 这转眼间就撒溜了 这以后还能指望 王多多和冯小小吗 袁刚看着两人 逐渐消失在过道里 他收回目光 眼神停留在了 这老头身上 袁刚很是好奇 这脏兮兮的老头 是不是故意的呀 旁边不远处就有许多空位 为何偏偏来和他们挤在一起呢 小伙子 老头子累了 能在你这里休息一下吗 脏兮兮的老头 伸手挠了一下 额头上几根 如同枯草一样的发辫 拨弄完 一脸憔悴地 看着袁刚说道 袁刚一争 感情这老头 不是哑巴呀 只是懒得 搭理王多多而已 刚才王多多 嫌弃老头那一幕 他都以为 这老头可能是哑巴 居然一声不吭 呃 那那你随意吧 袁刚强忍着不适 一脸同情地 向着老头说道 随着老头挠了几下头发 他发现那股酸臭味 越来越浓郁了 闻得他都有些上头了 但是出于礼貌 袁刚没有直接拒绝老头的 征求意见 而是往里面挪了下位置 同意了老头坐在他身旁休息 哎呀 这小伙儿不是一般人哪 这都能忍受得住 这老头哪人 这不像是出远门吧 就这大味儿 恐怕都进不了省城的 呃 你们聊着 我出去透口气去 哇 这味道太上头了 昨晚的饭我都差点吼出来了 随着老头坐定 袁刚旁边几个位置上的人 顿时炸开锅了 议论纷纷 甚至有些直接就调换座位 朝着远处的空位走去 老人家 吃东西吗 这大半夜的才上车 肚子恐怕是饿了吧 袁刚看到老头若无其事地 闭眼靠在座位上 完全无惧别人的议论 他出声朝着老头问道 这是压缩饼干 直接嚼着吃 还有这些水果 随便吃 看到老头睁开眼睛 袁刚将刚才缝小小摆在 小桌子上的零食 一股脑地推向了老头 示意他放心吃 老头也不客气 来者不拒 伸出有黑的手 直接拿起袁刚 推过来的压缩饼干和水果块 大块赌仪 全程没有一个谢谢 看得袁刚是一惊一乍的 难道他意会错了 刚才这老头 虽然没有理会王多多 但是准备坐他旁边时 还是很有礼貌地询问他了 而现在这狼吞虎咽的动作 完全就是连客套话都省了 也许是这老头饿了好几天了吧 先让他吃饱吧 对于老头这种无理行为 袁刚内心自我安慰着 也许真的是饿坏了 在饥寒交迫面前 这老头之前还能礼貌地征寻他的意见 已经很让他意外了 哥们儿 你别白费心了 这老头啊 十有八九就是蹭吃蹭喝的 不把你的东西吃完 他绝对不会走的 下次有东西啊 别直接摆这桌面上 一个年轻人路过袁刚附近时 一手掩鼻 善意地朝着袁刚提醒道 袁刚微笑点头致意 事已至此 他还能怎么办 难道从老头手里将干粮抢回来 奇怪啊 这老头不像是去批发货物的商贩啊 这都快到深夜了 还上车 这是有急事 看着老头如饿死鬼投胎般的模样 袁刚越发怀疑起他的身份来 这个年纪真有急事要去省城 怎么会连个亲人都不在身旁 这说不通啊 谢谢啊 我睡一会儿 就在袁刚思考的短短时间 老头已经风卷残云 很快消灭了袁刚推过去的食物 哪怕是剩余一点 也被他拿出一个白色的塑料袋 一起打包放进了君大衣的衣兜里 那疲惫的眼神恢复了一点神采 此刻正朝着袁刚感谢道 袁刚皱眉 这老头不会是真的赖上他了吧 若说一开始上车 他的目的就是食物 那现在吃也吃了 要是休息的话 前面那些空位子上 整个人躺平了睡 岂不是更舒服吗 诺 就是他 麻烦你们处理一下好吧 这个人在这里实在是影响别人的乘车体验了 你们难道不应该管一管吗 这里可是公共场所 车厢过道里面 一名戴着眼镜的青年指着袁刚旁边的老头 义正言辞地朝着城务员问道 先生 抱歉让您有不愉快的体验 这属于个人自由 我们尽量去处理 城务员彬彬有礼地对着眼镜青年回复道 顺着眼镜青年的指引 他将目光投向了袁刚这里 不得不说 现在的城务员服务素质还是很高的 对于弥漫在车厢里的这种味道 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满 而是保持微笑地向着袁刚的位置走过来 大叔 您能不能换个位置啊 我们后面的车厢还有空位 微微恭深 城务员一脸和蔼地向着老头问道 然而没有任何回应他的声音 老头闭着双眼 均匀的呼吸声响起 就像是陷入了深层睡眠中 大叔 大叔 城务员连续喊了两声 结果回应他的还是那均匀的呼吸声 他略带歉意地看向了袁刚 好 应该是睡着了 空着的座位那么多 不行您就帮别人换一下座位吧 袁刚望着城务员那求助的眼神 无奈地说道 因为他陡然发现一个事情 这个脏兮兮的老头自从上车以后 除了他 好像还没有理会过任何一个人 不管是王多多怒骂也好 还是同车厢乘客的冷嘲热讽 这老头根本就没有在乎过 也没搭理过任何人 不会吧 难道这老头是专门认定了我这个位置了 还是说 袁刚想到了一个可能 也许他遇到了怪人 这种怪人我行我素 根本不在乎世人对他的看法 做事全凭喜好 这注定不是普通人 别盯着老人了 年轻人受下委屈死不了 谁都有变老的时候 与人行善 就是给自己方便 看着乘务员还站在他身旁 袁刚和气地朝着他说道 听到袁刚的话语 乘务员微笑致歉 不再停留 他已经想好了 如何向眼镜青年解释 怪贼 这挂项显示过程曲折 难道这就是曲折的开端 这还没到九台市呢 这一路上岂不是还要经受 更多意外情况 袁刚偏头 看向了这名熟睡老人 心里已经隐约预感到 此行恐怕不是那么顺利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七十七集 若他没看错的话 刚才小站上上车的那几人 都是背着大箩筐的 几乎都是去进货的商贩 而这老头夹在其中 这本身就是很大的问题 当他听到王多多提醒时 他已经开始注意这老头了 因为相貌丑陋 以及这身上散发的阵阵异味 车厢里的人唯恐避之不及 很明显 这些人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哪怕是车厢中大部分都是本地人 显然 他们也根本不认识这老头 这也可以理解成 这老头不经常出门 毕竟只要大门一关 一个单元楼里 互不认识的人多的是 让他怀疑的是这老头的目的性 若是遇到久不外出的人 遇到这种情况 肯定会去空位上坐着 哪里会直冲他而来呀 他们这里四个位置 三个人占据了大半 要是换作一般人 看到那不大的空位置 除非是车厢里没有别的位置了 要不然根本不会挤过来 袁刚再次凝神盯着老头 看到他如同鸡窝的头发 都快要埋入了军大衣的衣领之中 伴随着均匀的呼吸声 袁刚确信 这老头是真的睡着了 袁刚不动声色地 从钥匙扣上 取下了那几枚破旧不堪的铜钱 将铜钱捏在手中 他对着拳头吹了一口气 然后摊开手 直接在桌上摆弄起铜钱来 天地玄宗 万气本根 云转太虚 一眼洞张 只见袁刚时而皱眉 时而沉思 时而呆呆地望着铜钱发呆 一次又一次地轻声念着各种道名 看其专注又迟疑的样子 明显没有获得他想要的结果 历经九次补挂 袁刚长舒一口气 无奈地收起了几枚铜钱 脸色凝重地 看向了熟睡中的老头 太奇怪了 为何褪色不出来呀 袁刚疑惑地自言自语道 他越来越看不懂身旁的老头了 对于刚才数次补挂的结果 他是十分震惊的 想通过奇门的手段 探查一下眼前这老头的跟角 毕竟一个陌生人忽然盯着他 任何人都会有警惕心的 可是没想到 这么一推眼 他发现问题大了 推测结果就是没结果 哪怕是有推测到一个坏的结果 袁刚都不会如此担心 最怕的就是未知 没有任何预兆 更谈不上预警 对于老头的目的 更是无法探寻 哎呀 这种情况有些麻烦呀 回想着刚才推算的结果 袁刚就是一阵头大 这让他想起了 之前遇到刘飞的那一幕 在去河西市的火车上 他遇到了学校的冰山美人刘飞 原本想着同学这么多年 帮对方推测下未来模样 也好做一个预警 结果不推测还好 一推测 他瞬间就昏迷过去了 从那以后 袁刚帮人策挂的时候 再也不敢用尽全力去推演 总要留意成精力备用 防止遭遇因算卦 而导致自己昏迷的情况 今天他就没敢出全力 用来推演 但是这推测结果 和推测刘飞的时候 是一样的 袁刚脑海中 慢慢地回想起了 奇门残卷中的注视 若是连续通过奇门手段 推演某件事或者人物 没有得到任何反馈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只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 那就是和他属于亲近关系的人 或者命运线路中 存在因果纠缠的人 这是不可能推测出来的 就像牙医不可能 给自己拔牙一样 而第二个原因 那就是自己能力有限 根本推算不出 实力比自己强的人的因果 以及未来 或者某件影响深远的事情 不管是事情或者人 只要因果远远超过 他的能力范围 他也是无法推演出来的 袁刚疑惑地看着这老头 心里左思右想 印象中不可能有这种亲戚存在啊 他已经跨入了风水师这道门槛 对于血脉感应的能力 多少掌握了点皮毛 而他在这老头身上 根本没有发现任何亲切感 也就说明老头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这不会是隐藏在民间的风水大宗师吧 袁刚不禁被他的猜测吓了一跳 他自从学习了奇门残卷以来 唯一接触到的风水师就是毛仁义 看到毛仁义的时候 他就知道对方不简单 这不用别人告知他 毛仁义是风水师 这是他们这一类人独有的共鸣感觉 而在这脏兮兮的老头身上 袁刚愣是没有找到任何能让他产生共鸣的地方 但是对于奇门残卷中的记载 他宁信其有 也不敢信其无 他这一身奇门本事都是通过这本书学来的 就目前而言 这种能力包治百病 就没有奇门道法解决不了的事情 真遇到了 那肯定是他本事还没学到家的原因 算了算了 不能再深究下去了 不然就是我自找不痛快了 袁刚收回目光 看着窗外一闪而逝的灯火 心里已经决定了 不管这老头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他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 难道还怕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不成 反正这老头也就是睡觉而已 虽然这酸臭味道有些上头吧 人人也就过去了 不管对方有何打算 他补挂都算不出来的存在 还是不要得罪的好 袁刚不再纠结于老头的事情 这才发现他周围的位置已经空了大半 剩下少数人都是因为行李太多 不方便搬运包裹的乘客 此刻这些人正在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他 我忍 尊老挨幼 画下传统美德 袁刚不断地自我安慰着 目光再次转移到了车外 看着远处那闪烁的星光 黑龙省 九台山 天外陨石降落在这个地方 这位置有些独特呀 会不会其中还蕴含着某些风水学问在里面 袁刚陷入到了沉思之中 自从学习了奇门残卷以后 他本能地会根据一个地区或者某些数字进行补卦 不断地学习强化着书本中的知识 而这黑龙省 九台山 他潜意识里就觉得这地方肯定特殊 凤凰不落无宝之地 这天外陨石更是如此 地球演变至今早已超过数十亿年的时间 有些地方的陨石坑多如牛毛 而有些地方却连陨石的痕迹都找不到 若按照科学的概率来计算 地球面积超过五亿平方公里 每平方公里上都应该被陨石击中过才对呀 然而 这些陨石就像是开了导航一样 只认准某些片区降落 至于原因 圆刚的能力还不足以推测出天体运行轨迹 这真是路漫漫而奇修远兮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七十八集 圆刚正在对此行的地址进行各种猜测的时候 他没在搭理的老头忽然一偏头 整个人都靠在了圆刚的肩膀上 紧接着 一股浓郁的如同生化武器的味道 瞬间通过鼻孔直冲脑门 将他的思绪拉回到了现实之中 我去 这 圆刚扭头 发现老头的君大衣 已经紧紧和他挨在了一起 那鸡窝一样的头发 整个黏在了他的肩膀上 甚至随着他扭头 还有些许干枯的头发 直接撩拨到了他的脸上 此刻的圆刚 心里已经无话可说了 道游心血 云转太虚 浩劫之初 复印无声 扎侠扎耳 或尘或服 听到耳边出来熟悉的语句 圆刚猛然一惊 直接看向了老头 他发现 就在刚才的一瞬间 之前还在沉睡中的老头 已经变得十分精神 正在看着他 缓缓地 说着他经常在心中默念的语句 啊 这是奇门残卷中的开篇语录啊 这老头怎么知道 圆刚再次被震撼住了 内心已经在怀疑 难道奇门残卷是大街货 怎么那么神奇的道法书籍 别人也知晓了 看着老头一字不差地 说着奇门残卷中的开篇语录 圆刚心里已经明白了 眼前这位也是一位风水师 而且还是段位比他还要高的风水大师 是因为他能力太弱了 根本无法和这位风水大师有共鸣 难道是风水大宗师 圆刚不由地一想到 按理说 风水师凭借奇门这门手艺 哪怕混得再差 帮人看个风水墓地 起个名字啥的 这些都能养活一大家子人了 怎么可能出现 穷困潦倒的局面呢 除非一些世外高人 想要寻求境界上的突破 比如眼前这位 已经确定是风水师无疑 而且实力还远远在他 或者毛人意志上 这种人怎么可能穷成这样 那就只有一个解释 红尘练心 百事轮回 这不是真让一个人轮回百事 而是泛指一个人 为了体验世间的万民感受 各行各业都会去体悟一番 以此来历练道心 争取达到更高的境界 若是没有接触过奇门残卷 袁刚肯定会不屑一顾 以为对方是真乞丐 但是随着他对奇门残卷的感悟 越来越深 他发现这个世界上的另外一扇大门 向他打开了 他能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世间百态 这位大师 我是从东霖市那边过来的 您是 袁刚语气尊敬地向着这老头说道 无形之中 心态的变化也是巨大的 之前他是抱着尊老爱幼的想法 所以才能容忍这老头的各种行为 然而现在 袁刚是打心眼里尊敬这位老头 强者为尊 这在哪里都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听到袁刚的问道 这名老头就像陷入了魔障一样 自顾念着奇门残卷上的开篇 直到最后才朝着袁刚说出了提醒语 因果有轮回 命术不可为 袁刚听到这一句话 心里不断叨念着 这句话不是奇门残卷中的开篇吗 而老头现在告诉他这句话 又是什么意思呢 袁刚正要向身旁的老头请教 结果老头直接起身 朝着车厢连接处走去 快了 难道这老头是梦游呢吗 为何都不紧说呢 袁刚疑惑道 看着行动全凭喜好的老头 他有些怀疑了 这真的是上天在借别人之手提醒他吗 那为何不给他详细的提醒呢 袁刚起身 连忙朝着老头追去 这事情一定要问清楚 毕竟他们此行的目的 可是帮助王有余逆天改命 这因果太大了 要是能得到风水大宗师的提醒 这能为他们省去很多麻烦 袁刚看到老头就在不远处 马上就能追上 问个水落石出 他顿时加快了脚步 怪了 怎么这老头走那么快啊 袁刚内心惊呼的 他发现 他的步伐 差不多已经是在小跑了 结果前面的老者更夸张 看着慢慢地走 结果他硬是没有追上 火车转弯处 轮子和轨道互相摩擦 导致车厢有些抖动 袁刚连忙放慢了脚步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老头消失在车厢连接处 带得车厢平稳过来 袁刚再次向前小跑而去 准备寻找到 这名有味道的风水师 咦 刚哥 你也是受不了那味道了吗 这是过来透气的 袁刚正在四处打量着车厢 直到听到冯小小在叫唤他 他这才反应过来 冯小小和王多多 已经就餐回来了 你们有没有看到刚才那个老头 就是刚才坐在我旁边的那个老头 袁刚一脸焦急地 朝着王多多和冯小小问道 怎么了 刚哥 是不是东西被偷了 这火车还没停呢 我们分头行动 这次一定让这老头好看 王多多看到袁刚那表情 顿时脑补出了一副抓贼的场景 一脸正义感爆棚地向着袁刚说道 同时撸起了袖子 刚哥 这边不用看了 那老头肯定没往这边跑 我们一路走过来都没有遇到人 他肯定是躲到另外一边去了 王多多大手一挥 指着袁刚身后说道 啊 你们没看到那老头 你们从餐车车厢过来 一路上都没遇到吗 袁刚顿时愣住了 难以置信地朝着两人问道 没有遇到人啊 那 餐车在最后面 我们一直走过到中间 别说老头了 连其他就餐的人都没遇到 恐怕啊 是这边的人不习惯吃宵夜吧 冯小小一脸认真地说道 刚哥啊 丢失的东西重不重要啊 不行就报警吧 现在啊 那老头肯定还在火车上 跑不了的 看着袁刚面露难色 冯小小表情担心地问道 啊 没丢东西 刚才我看到那老头起身 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我想问他点事 结果一耽搁 这人就消失了 还真奇怪啊 袁刚简单地向着两人说道 可他心里早已翻天了 这就算是变戏法 也不敢这样玩啊 那浓郁的臭味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像从来没出过一样 而老头离开后 就是朝着餐车走去的 这前后不过耽搁了几秒钟的时间 结果一个大活人变没了 看着两人不似开玩笑的表情 袁刚只能遗憾地回到了座位上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七十九集 英国有轮回 命述不可违 袁刚坐在座位上 心情沉重地刀念着老头刚才的话语 随着他不断刀念 他的潜意识中 已经有了一种感觉 他这次答应帮助王有余续命的事情 有违天意 生死轮回乃是自然规律 哪怕是王有余因为别人的斩运术 而导致生命大限提前降临 但是施斩斩运术的人早已魂归皇权 反而是王有余还欠着别人 而这就属于自然规律 因果报应之下 王有余一个月之内 应该是要离世了 但是因为袁刚的介入 又让这件事情出现了转机 命述不可违 难道帮助王有余 真的是有违天意的事情 这老头提醒我 是出于什么目的 是心血来潮 就像之前梦中遇到的大能一样 专门在这个时间点来告知我 但是为何他又不明说呢 还是说这是风水规则 这是天地对我的初次警告 想到这里 袁刚的眼神变得凝重了 天地的风水规则 西门残卷中有着详尽的记载 风水的涵盖范围太广了 天地也属于风水的体现形式之一 两者是互相包容的 这其中是蕴含着很多规则的 风水师看风望水 这是很正常的情况 效果因人而异 并非每一名风水师 都是诸葛亮或者刘伯温之流 动不动就是以天地大川为棋盘 那种千一洞百的风水师行为 已经影响到了历史走向 这牵扯到的是国家级别的气韵 风水规则不会直接告诉风水师 但是会进行委婉的暗示或者平衡 不会这样容易的 就让这种大气韵事件 被风水师玩弄于鼓掌之间 根据奇门残卷中的例子 诸葛亮派马肃驻守失败 司马仪率兵乘胜直逼西城 诸葛亮无兵迎敌 然后摆了一出空城计 虽然诸葛亮最后全身而退 但是后面的战局失利 他最后被迫收缩防线 退回了汉中 这就是气韵被削减了 常人不注意 当作饭后谈资 赞扬诸葛亮如何质谋无双 但是奇门残卷中 已经给出了注释 马肃在刘备去世以后 一直跟随诸葛亮 诸葛亮让马肃担任参军 时常接见他一起谈论军事谋略 从白天直到黑夜 这种人会在接停一战中 出现常识性的错误吗 哦 打仗不管水源 执行一些明知失措的指令 因小失大折损了大量兵力 乃至于到了最后 诸葛亮无奈之下 只能坐在城头弹琴 疑心急中的司马仪 会选择退兵而去 不派人试探一下 历史原因有很多 各种疑点重重 在袁刚看来 这就是风水规则在暗中警告 并进行着平衡 随后 诸葛亮气运逐渐下降 不断退守防线 好在诸葛亮在最后关头觉醒了 利用七星灯改命后 便假死退居幕后 由此 袁刚此刻内心十分煎熬 在他看来 刚才遇到的怪异老头 就是风水规则干扰下的预警 要不然 这怪异老头出现的突兀 消失的更是彻底 最主要的是 在此过程中 根本不搭理任何人 这种暗示已经够明显的了 若是他执意继续下去 恐怕行路更难 然而现实的问题 摆在他的眼前 一旦选择退缩 那仙桃村怎么办 仙桃村的父老乡亲 难道要流离失所 之前他已经答应了王有余 现在一遇到问题 就选择退缺的话 那么 还未走远的毛仁义 恐怕会再次被王有余雇雇佣 继续之前的计划 虽然王有余已经表态 不会对仙桃村再动手 但那是建立在 袁刚为他拼命寻找 续命材料的前提上 而现在 他刚离开王有余一天 他就选择反悔 不用想都知道后果有多严重 唉 罢了 是在人为 我这为王有余续命的事情 哪怕是有因果 想来也不至于 被武雷轰顶吧 袁刚决定 继续走下去 他发现 冥冥之中 自从他开始学习 奇门残卷以后 他的命运就改变了 有许多的事情 是他不能左右的 在这命运之轮的推动下 他只能 不断向前跑去 换作以前 他若是不知道奇门残卷 现在的生活 估计和二牛他们 相差不大 在仙桃村被收购时 跟随众人 看一下价格 多要一些补偿金 仅此而已 哪里会有现在的能力 去终止 这些不利的事情 能力越大 责任也就越大 袁刚算是彻底 弄懂这句话了 但是这责任 压得他 有些喘不过气来 他通过奇门残卷 推测的事情 往往都是慢了一步 就好像 被命运捉弄一般 要是早一些 遇到风水规则预警 他哪里还会来 躺这趟浑水 直接就拒绝了 帮助王有余 续命的事情 天下风水 宝地多了去了 只要再找一个 适合王有余的目的 这应该问题不大 只要他不说通透 毛仁义根本就不知道 斩运术的存在 以及化解之法 袁刚想到这里 恨不得给自己两巴掌 真是没事找事 要是当时不多嘴 哪里会有 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啊 收集云铁的事情 还没搞定呢 下一步就是百年大忙 那危险就不用说了 一个运气不好的话 他们绝对会葬身蛇腹的 哎 刚哥 那老头到底干什么了 我看你脸色很差呀 王多多放下手机 一脸担心地 朝着袁刚问道 刚哥 你应该照下镜子 你现在的表情 也太吓人了 感觉 就像是遇到鬼一样 哎 有啥不开心的事情 说出来吧 别憋在心里呀 冯小小附和道 哦 真的没事 我能有啥事啊 这真要是遇到事了 我算两挂 不就知道了吗 我是在想 百年巨蟒 要去哪里寻找 找到了 又如何获得血液 这种巨蟒的皮呀 早已退成林甲了 一般的刀 根本弄不破呀 袁刚 看着两人关心的神情 连忙找了个借口 敷衍过去 他刚才思考的问题 太过高深了 哪怕他讲给两人听 两人只会变成 十万个为什么 哎 钢哥 你之前不是说了 这是要看运气的吗 现在担心啊 也没任何用处 哎 要不然 你给我们讲一下 七星灯的事情吧 这七星灯 听着就很神秘呀 冯小小看出了 袁刚敷衍的话语 百年巨蟒的事情 出发前 袁刚就说了 是要看运气的 人力不可为 现在 他怎么可能 为这事情纠结呢 明显就是有别的事情 不愿意告诉他们 于是 他连忙将话题 转移到了七星灯上 毕竟 这关乎到 王有余的生死 王多多 也是额外关心 这个话题 说不定 就此 还能拉近 他和王多多的关系呢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八十集 听到冯小小询问 袁刚不禁有些奇怪 连忙收回了 看着窗外的目光 结果 他发现 不只是冯小小 就连王多多 也收起了 整天不离手的电话 一脸好奇地 看着袁刚 看着阵势 两人 应该是提前沟通好了 他们也很想知道 这七星灯的一些信息 也罢 我给你们 讲讲七星灯的典故吧 你们就知道 想要打造出 真正的七星灯 有多难了 好 你们啊 听听就行了 也别放在心上 咱们 尽人事 听天命 袁刚 收起了刚才 敷衍两人的态度 一脸严肃地 朝着冯小小 和王多多说道 袁刚 也有他的想法 三人现在 既然已经 组成了一个团队 有些困难 也应该提前 告知众人 让他们 有一个心理准备 也好提前 调整心态 因为 接下来的收集之旅 袁刚 也有些 看不透了 感觉 每走一步 他都会被陷进到 更大的漩涡之中 刚哥 你就说呗 你放心 我们不会外传 这事儿 就咱们仨人知道 我知道天机 不可泄露 王多多看到 袁刚 一脸严肃的模样 他也收起了 完事不恭的表情 认真地 朝着袁刚 说道 少来吧你 要真是天机 你认为 我会说出去 提前给你们 透露一点信息 免得你们到时候 绝望 怪我 没有提前打招呼 袁刚别嘴 向着两人说道 这七星灯续命法 自上古就存在了 不是诸葛亮 或者刘伯温发明的 而是之前 七星灯续命法 名声不鲜 知道的人少 将这续命法 发扬光大的是 这两个人 所以历史记载 他们两位 成功利用七星灯 完成了续命遗迹 在此之前呢 七星灯 是后人 为了方便记忆 给取得比较 直接的名字 在上古 或者诸葛亮之前 续命 用的是法器 奇门记载 这种法器 统称为 气 看着如同 好奇宝宝的两人 袁刚认真的 科普道 气 这 这有什么 特殊含义吗 我听着 就感觉热血沸腾呢 为什么 我们现在的环境 就没有这种气了 王多多 成绩差 不代表 他理解能力也差 相反 他智商很高 瞬间便摸透了 袁刚刚才 科普的知识点 而且 还提出了 新的疑点 气呢 可以理解成一种能量 这是万物演化过程中的 第一种能量 就像是 我们学习地理时 地球大陆板块 移动碰撞 然后 才有了生命出现 你可以理解成 这一切 都是气这种能量 在推倒 袁刚看到 王多多听得懂 直接简单描述起了 气的作用 刚哥 等等 这气 难道就是推动 自然演化的 无形大手 我这样理解对吗 看到袁刚的注意力 已经朝着 王多多偏移 冯小小 顿时像一个 好学宝宝一样 认真地提出了 他的问题 对于气的存在 各有各的理解 我不好评判 我的理解呢 就是 气是地球演化之始的 第一能量 后面各种能量 都是在 他的基础上 演变而来的 它代表着 无限可能 能够孕育 演化星球 自然也能够为 生物续命 在上古 气作为星球能量 充斥着整个地球 这也导致了 地球演化前期 各种生物体积 异常庞大 好 这里啊 我就不细说了 直到我们人类 出现以后 气已经开始 不再游离于地球表面 而是潜藏了起来 生物的进化过程 开始向着小而敏 蜕变 传说中的三皇五帝 就是利用气的高手 袁刚一口气 从上股扯到了 人类诞生之初 他知道 这跨度有点大 而且 对于在科学教育下 刚毕业的大学生 他也不清楚 王多多和冯小小 是否都能 接受得了 这种信息 越来越有感觉了 钢哥 继续继续 看到袁刚停顿喝水 王多多 亦由未尽地点头致意 人类呢 是万物之灵 这个你们都清楚 古人能用给绳子 打结的形式来记数字 对于气的研究 也传承了下来 只是 没法用科学解释 所以许多人都不知道 就像是一些 千年古墓的 发掘过程中 考古人员 发现了 陶罐里 还盛着莲藕汤 清晰可见 这些都是 气的直观体现 现在 想要在地球上 收集到气这种能量 几乎不可能 它是星球演变之初 才存在的能量 这也是为何 我们一定要 找寻陨石的原因 只有天外陨石 在浩瀚星空中 历经亿万年的旅行 还未演变成为 生命星球 天外陨石 就是气的载体 而现在 想要找到这种载体 天外陨石 是一种途径 还有一种 就是找寻千年古墓 里面 肯定有来自于 上古时期的物件 那些老物件 一般都带有 气这种能量 袁刚说到这里 停顿了一下 揭开桌子上的 矿泉水平 连喝了几大口 一脸打趣地 看着两人 呃 刚哥 你这不是 要我们去盗墓吧 就我们这 小胳膊小腿的 恐怕吃不了 那碗饭呀 王多多迎着 袁刚的目光 一脸思索地说道 似乎 若是条件允许 他还真要去盗墓 存在气的墓 那可都是大墓 千古难以发现的那种 就像是秦始皇陵 现在发掘出来的 可能还不到十分之一呢 连秦始皇的官国 在那里都还没找到呢 这种墓里 绝对有胜过七星灯的法器 残妹啊 想想就行了 现在还没听过 有谁敢去摸内幕的 打造七星灯这种法器 其实就是为了 激活陨石中的气能量 形成一个生命磁场 为你老爸修复身体 从而达到增加寿命的作用 不过 我也提前给你提个醒 完整版的七星灯 是要经过日月星光淬炼的 我们时间紧迫 至于这效果 我只能说 会有一些 但是很难达到 续命十二年这种效果 所以呢 我才要求 陨石越是大块越好 完整度越高 积累的气能量也就越多 而百年聚毛的血液 那就是一个调和剂 百年份是底线 年份越老越好 要是年份不足的话 都激发不出 陨石中的气能量 原刚看着两人 他毫不停歇地 一口气说完 剩下的时间 就留给两人慢慢消化了 毕竟行路难 提前告知 很有必要 刚哥 那岂不是说 我们这次收集材料的过程 这 难如登天啊 王多多 王多多一开始还听得津津有味 而到了最后 他脸色苍白地发现 这个收集任务 恐怕是很难完成 他终于明白 袁刚 袁刚为何 为何经常说 近人事 听天命了 这是在给他和冯小小 减压呢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八十一集 这何止是 难如登天啊 现在 登天又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 百年巨蟒 上哪儿找去啊 这种百年生物 一旦出现 那就是需要出动军队 才能够抗衡的存在 就凭我们三人 恐怕 给巨蟒塞牙缝 都不够呢 王公子 你把事情 想得也太美好了 难如登天 登天可一点都不难啊 袁刚看到 王多多难看的脸色 他觉得 是时候 给这温室里的公子哥 提个醒了 于是 毫不留情地 向着王多多打击道 刚哥 那 那我老爸 岂不是 王多多说到这里 本就苍白的脸色 顿时血色全无 他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后果 要是打造七星灯的材料 搜集不齐全 那不就代表 王有余 没救了吗 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们尽力了 不一定能够获得 我们想要的结果 若是最后几天 我们实在是难以收集 齐全打造材料 那我只能冒险一试了 我呢 会在最后时刻 开堂做法 利用奇门道术 强行将你爸身上的斩运术破去 至于 能否承受得住 这反噬力 就看你爸的情况了 若是撑过去了 那他被斩运术斩去的寿命 会回来一部分 他应该 还能再活一段时间 可若是他承受不住反噬 那就没救了 不过你也可以放心 这斩运术 不会在他去世以后 转到你的身上的 相信在你的带领下 王家的气运 不会差的 袁刚看着嘴唇哆嗦的王多多 在王多多害怕之际 说出了他的备用方案 最坏的打算 就是王有余命不久矣 反正都要上路 那他会将遗留问题 全部一起解决 不让那阴毒的斩运术 转成到王多多身上 刚哥 难道我爸他 只能就这样走了吗 没有其他续命的办法 王多多不死心地问道 虽然他也知道 希望渺茫 但还是希望 能有其他续命的办法 没了 要么我们运气好 顺风顺水 到九台市以后 拿到天外陨石 然后又能接着遇到百年大忙 轻而易举地获得蛇血 这样的话 你老爸就有救了 哼 不过 拥有这种气运的人 也不会被斩运术缠身了 你呀 想开点吧 袁刚看着王多多那 稀奇的目光 直接打消了他还未破灭的那一丝希望 这 这 王多多顿时语色了 整个人愣在了那里 陷入了沉默之中 多多 你别放弃 天无绝人之路嘛 只要我们尽力了 哪怕没有取得想要的结果 我们也不会留遗憾呀 再说了 我们又不是运气极差 你看 这才几天的时间呀 我们不是已经解决了赤金的问题 而云铁相信也快了 现在呀 只剩下百年巨蟒的血液还没有消息 还有足足二十多天呢 这个时间啊 足够我们绕地球好几圈了 只要一有消息 不管是华夏国内还是国外 我们都去找寻这巨蟒血液 万一就成功了呢 冯小小看到王多多低头沉默的动作 他心里也有些难过起来 顿时伸手拍了拍王多多的后背 温声细语地安慰起王多多来 嗯 是在人为 我们啊 一定能成功 现在才过去一天 我们就已经找到两样材料了 我相信 我的运气不会差 我们一定能够成功收集到这些材料的 王多多没有推开冯小小的手臂 而是在冯小小的劝说下 无神的双眼中 再次燃起了希望的目光 一脸亢奋地对着冯小小说道 嗯嗯 是在人为嘛 冯小小连忙点头赞同道 看到王多多在冯小小的安慰下 这么快就端正了心态 冤刚不禁微微一笑 这就是他希望看到的场景 只有带着这种充满希望的团队 才能在不可能的条件下创造出不可能 再次恢复了希望的王多多 一路上开始认真起来 再也没有闲着打过一次游戏 而是不断地在各种网络论坛 协会群里询问着他想要的信息 不管是国内国外 只要有巨蟒的信息 确定是真的 王多多直接包十万元华夏币作为信息费 他这种土豪行径也引起了一些中介公司的注意 中介对于王多多这种有钱人的行为 没有感到一丝疑惑 各个国家都有一些富豪 他们有特殊嗜好 中介公司已经将王多多归为到了这一类人中 只要有钱赚 他们只是倒卖一下信息就能赚好几万元 这也太香了 王多多低估了十万元信息费的影响力 他人还在火车上呢 而关于匿名土豪花巨款求巨蟒信息的事情 已经传开了 仅仅信息费就是十万 那其他的费用呢 中介们疯狂了 就在各路中介通过各自渠道 开始为着十万华夏币火并的时候 袁刚三人经过两天两夜的煎熬 火车终于进入了黑龙省的九台市 眼看着九台市的城市轮廓 就在前方不远处 车上的人却只能焦急地在车上等待 刚哥 我刚才去前面车厢问过了 现在啊 据说是前面的轨道上有货车在卸货 时间要比较长 我们只能慢慢等待了 王多多气喘吁吁地朝着袁刚说道 按照正常行车计划 他们应该已经抵达了九台市了 结果 他们的火车被停在了九台市火车站十公里外 不远不近的 这很让他们难办 一打听之下才知道 前方居然出现了毒火车的情况 根据乘务员的说法 前方出现了一辆火车 运送的呢 是外宾考察团的设备 好像是来九台市建立天文台的 他们还计划在这里建设 华夏国内顶级的天文馆 这事情啊 九台市政府相当重视 今天已经有超过几十辆火车都被停运了 目的啊 就是为这些外宾让路 王多多将他打听来的信息 一五一十地向着袁刚说道 嗯 外国人的考察团 而且还是和天文有关的 袁刚自言自语道 这怎么听着就感觉不太靠谱呢 这么兴师动众的就为了来建设九台市 袁刚暗暗将这外国考察团队的事情记在了心里 冥冥之中 他感觉这恐怕不是简单的外商投资 他担心这些外商和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为了天外陨石而来 哎 刚哥 我感觉啊 咱们来对地方了 你瞧 连外国人都知道来这里观看流星 那就证明我们的搜集方向没问题呀 这次肯定能找到陨石的 王多多一脸兴奋地说道 他根本没有注意到袁刚那凝重的神情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八十二集 多多啊 你有没有问臭务员 还需要多长时间火车才能进站啊 要是还要耽搁几个小时 那咱们就下车吧 直接徒步走过去 毕竟也就十公里而已 咱就当锻炼身体 艰苦的日子还在后面呢 袁刚看着焦急等待的人群 他有些担心地说道 哦 乘务员说 估计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吧 现在车站里面卸货已经接近尾声了 很快就能轮到我们这辆车进站了 王多多出声说道 你准备一下导航 待会儿我们下车后 不在酒台市休息了 直接去你朋友推荐的那个乡镇 袁刚不容置疑地 向着王多多和冯小小说道 啊 刚哥 这这么着急吗 今天我们找个酒店先休息一下 明天早上再下乡镇吧 这前后不过半天的时间 我们 王多多刚想提出他的意见 结果看到袁刚阴沉着脸 他顿时将剩下的话吞进了肚子里 外商口茶团 你说 天龙公司若是没有利润 会跑到这种偏僻的小地方进行投资吗 袁刚朝着王多多反问道 不会 商人嘛 无力不起早 要是没有任何好处 根本没人愿意到这种地方来 王多多斩钉截铁地说道 哦 那你就不担心 持则生变吗 这会儿外商可是瞄准了地外天体而来的 你说 他们会不会也是来寻找陨石的呀 袁刚说到这里 给王多多留下了一个高深莫测的笑容 不行 我现在就联系车行 让他们直接将车送到火车站 待会儿啊 咱们不进城了 直接出发去松树镇 松树镇距离九台市 还有一百多公里啊 按照导航显示 这一百多公里 我们驾车至少也需要三个小时 这松树镇距离边境也不算远了 我怀疑那里的民风恐怕也很彪悍 咱们到那里肯定天黑了 这黑灯瞎火的 要想找人恐怕有些难 王多多看了看导航上的地图 一脸无奈地向着袁刚说道 嗯 先到松树镇再说吧 我们要是今天不过去 我心里有点慌 而且这陨石的科研价值极够 我担心啊 有人会和我们竞争 袁刚瞟了一眼 王多多手机上的导航 最终无奈地说道 没过多久 火车缓缓启动了 朝着九台式火车站市区 袁刚三人早已收拾好装备 整装待发 九台式火车站 在王多多金钱的攻势下 一辆九成新的奔驰G63 早已停靠在了火车站旁 豪车自带防撞属性 远远的哪怕有车辆经过也是绕开 根本不敢挨着这辆越野车行驶 兄弟 你是杭六哥介绍的朋友 这车的押金就不用交了 一天的租金五千 你把身份证给我一下 拍个照备个案 然后这里有份协议 你看一下 没问题的话就签字 租金等到还车的时候一起付 驾驶室中 一名胖子走了下来 一脸热情地朝着王多多说道 行 够爽快 那 这是身份证 你拍吧 我看一下这协议 王多多一目十行 很快便看完了这简单的协议 无非就是一些 免责声明之类的条约 根本没有和他谈钱的事情 王多多爽快地签字 接过钥匙 刚哥 这人刚才说的 横六哥 就是我在FFF超跑俱乐部里认识的朋友 这哥们刚好和这边有些生意往来 他帮我打了个招呼 没想到连押金都省了 王多多驾驶着越野车 一边得意地向着袁刚解释道 到了他们这个层次 几十万的押金又不是没有 他们更在乎的是别人对他们的尊敬 只要面子上过得去 大家都愿意互相帮忙 行了 别得瑟了 这些啊 还不是你老爸给你带来的 要真想留住这一切 赶紧收集材料吧 要不然 别混到最后 连你的车都卖了 圆刚坐在副驾上 朝着驾车的王多多打去道 望到山 刨死马 王多多再次体会到了 行路难 他看着导航上显示的盘山公路 就像绕圈圈一样 弯来扭去的 这路况 太考验技术了 他虽然能单手开跑车 但是遇到这种路况 他也只能认怂 如同蜗牛一样 不断在山间慢慢移动着 因为路况不熟 一百三十公里的距离 王多多历经了 三个多小时的折磨 这才将车开到了松树镇 哎 老板 打听一下啊 松树镇兴盛圣村怎么走啊 王多多下车 朝着近处的小卖部老板问道 你们是外甥来的吧 来兴盛村 是去找王首富 是不是要去看他收藏的陨石 小卖部老板 看了看王多多身后的越野车 一脸淡定地朝着王多多说道 换了个去 不是不是 老板啊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找的是王德水 不是什么王首富 王多多瞬间被雷到了 感情 他们的目标都写在脸上是怎么着 怎么一个乡镇小卖部的老板都知道了 王德水就是王首富 据说他捡到的那块陨石 价值好几百万呢 这身价 就是俺们这嘎嘎的首富了 你们别白费力气了 王首富早就搬家了 像你们这种人 一个月都有好几波 全都是找王首富的 你们这次 怕是白跑了 你们的目的我清楚 这里有兴顺村村村长的电话 省得你们瞎跑了 有事直接找白村长 小卖部老板热情地向着王多多介绍道 随着这老板不断解释 王多多的心早已沉到了谷底 杠哥 这可咋办 还真出事了 那户收藏着陨石的村民 早就搬迁了 这人影都找不到了 还上哪儿去找陨石啊 越野车中 王多多 记呑地朝着袁刚问道 别慌 谁家还没个亲戚之类的 那王首富搬迁了 不可能左邻右舍都搬迁吧 咱们就找兴盛村村长 请他吃饭 我还就不信 问不到王首富的信息了 袁刚略微沉思 朝着王多多建议道 大家都知道 王首富收藏着天外陨石 那就证明他们没有来错地方 只不过是来晚了而已 想要获得新的线索 恐怕得再花一些时间 唉 行吧 现在啊 也只能这样了 那我打电话 约一下这白村长 王多多无奈地说道 他终于明白了 为何小卖部老板 会给他兴盛村村村长的电话了 这肯定是在他们之前 有许多人 有和他一样的想法 钢哥 这白村长没有拥护 说待会儿去江外饭店碰头 他半个小时后到 挂断电话 王多多一脸蒙圈地 朝着袁刚说道 这白村长根本没有拥护 好像接起他的电话 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一样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八十三集 袁刚驾驶着越野车 在路上走走停停 很快便找到了江外饭店 三人踩下车 一个头顶厨师帽的大厨 走了出来 直接将他们迎进了包厢里 钢哥 我怎么感觉 有点怪怪的呀 王多多全程 都没有和这大厨 有过多的交流 结果他们人 已经坐在了饭店包厢里 这只能说明 这镇上的人 已经对这种事情习惯了 看到我们几个陌生人 不用问 就能够猜测出我们的目的 所以 这收购陨石的计划 我看有点悬了 袁刚 神色凝重地 向着王多多和冯小小说道 哎呀 计划没有变化快嘛 待会儿遇到村长 最好是打听清楚了 这块陨石啊 现在到底在哪里 我们又不是全部都要 只要一部分就行了 相信 价格合适的话 收藏陨石的人 肯定愿意出手 部分给我们的 然后啊 他还能继续收藏下去啊 冯小小看到 王多多担心的模样 连忙出声安慰道 哎哟喂 我就是怕有你 这种想法的人太多了 现在那农户手里 恐怕都没存货了 能入手 陨石做收藏的人 本来就不缺钱 我们能出的价格 别人也自然出得起啊 这样算下来 我们其实没什么优势 冯小小这不安慰还好 他这么一安慰 反而更是刺激到了王多多 好在这种伤感的情况不长 包厢门被推开了 走进了一位 身着白色衬衣的中年人 棱角分明 一看就是实干派 各位老板 我就是兴城村的村长 白军 白村长看到三人 连忙躬身 坐着自我介绍 白村长 来来来 坐着说啊 今天啊 有事情打扰到你 还真是抱歉啊 王多多匆匆几句 便将他们的来意 说了出来 而这时候 饭店的厨子 已经在招呼传菜员上菜了 各位老板 我就实话实说了 这王首富啊 去年就已经搬迁离开了 别看我是村长 但是王首富 根本就没告诉我 你们这次 我估计是白来了 白村长一脸无奈地 向着王多多说道 嗨 不管他了 就当我白跑一趟嘛 能认识老哥你 他不也是缘分吗 先知在 先知在 王多多对于吃喝很是擅长 没过多久 已经跟白村长 称兄道弟起来 以至于喝到最后 王多多都有些口齿不清了 而白村长早就醉醺醺的了 小小 我扶着多多 你在前面带路 先去结账 然后去附近找个宾馆 今天啊 估计也就这样了 袁刚扶起王多多 无奈地 吵着冯小小说道 而白村长 根本不用他们担心 刚才迎他们进来的大厨 也就是这家饭店的老板 此时正在招呼着村长 根本不用他们帮忙送人 劳累了一天 将王多多交给了冯小小照顾 袁刚重新开了一间房 很快便沉沉地睡去了 第二天 几人起来一脸愁容地 去江外饭店拿车子 若是今天再没有陨石的消息 他们只能考虑 国外的收藏家了 王多多相信 只要钱到位 这陨石多少能收购一些回来 他们不能将时间 耗损在这无意义的等待中 哎 老板 你们今天要去哪啊 如果要向导的话 我通知白村长 让他安排人 带你们四处逛逛 说不定还能遇到知道 王首富地址的人呢 江外饭店的老板杨和光 早就在饭店里忙活着 看到袁刚三人 他连忙出来打招呼说道 呃 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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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逛下去也是浪费时间 我们啊 还是先回去了 哪怕找到这个王首富 我估计他手里的陨石 恐怕早就卖了 我们还得重新找人呢 王多多一脸遗憾地回答道 说完准备上车 老板 你们这采购陨石 有啥要求没 我说不定知道呢 杨和光看到王多多上车的动作 他上前一步朝着王多多问道 啊 没啥要求啊 只要是天外陨石就行 个头嘛 越大越好啊 王多多眼前一亮 向着饭店老板杨和光说道 个头越大越好 那我想想 前两年那场流行雨 还是有许多陨石碎片 落到对面山上的 周边的农户多少都减了一些 只是个头大小不均匀 小的居多 买不上价格 有些农户手里还有货呢 我倒是认识一个老头 他手里有一块两个拳头大小的陨石 重量好像有六斤左右的 之前有人出价太低 这老头一直没舍得卖 杨和光看了看四周 故作神秘地朝着王多多说道 啊 这 真的 有六斤重的陨石 那那他之前要价要多少啊 王多多关上车门 站在车前一脸兴奋地问道 之前这老头听说 有人收的价格是按照客数来卖 炒到一万花价币一刻 当然 我们都知道这种价格听听就行了 不能当真 然后这老头对外说 这是给他儿子留的 不卖 这直接就吓退了许多人 在我这里吃饭的人比较多 我也是听了他们村子里的人偶然说起 才知道这件事情 外面很少有人知道 那老头手中还有这么大块的陨石 杨和光声音越说越低沉 生怕隔墙有耳一般 那还等啥呀 上车 走啊 王多多大手一挥 直接对着杨和光邀请道 老板 我这店铺 就靠我一个主厨撑着 走不开呀 杨和光回头看了一眼饭店 有些尴尬地朝着王多多说道 我说 你这一天的营业额多少钱啊 王多多顿时瞄懂 直接问道 三万 杨和光黑黑笑道 三万 能不能保证带我们见到陨石啊 要是钱花了 结果什么都没捞到 王多多声音冷冷地说道 老板放心 我收了这个钱 肯定带你们看到那块陨石 至于能否被你们拿到手 这就要看你怎么和老头谈了 我可不敢保证老头一定会卖给你们 杨和光听到王多多的问话 一脸认真地解释道 三万元 就是个带路费 保证让几人看到陨石 行 那我现在就给你转钱 你上车 带我们直接过去吧 只要看到了陨石 那我们相安无事 要是收了钱没办事 王多多掏出手机 准备扫码转账 同时不忘向着饭店老板杨和光威胁道 我这饭店就在这儿呢 哪敢骗人 各位老板 你们开车跟着我走就行 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杨和光看到手机里的到账信息 喜笑颜开地向着王多多说道 他连饭店里的事情都不交接了 直接钻入了一辆破旧轿车中 准备出发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八十四集 刚哥 你说这饭店老板靠不靠谱啊 要是真有陨石存在 看他们这熟练度 恐怕早就遇见许多像我们这种人了 要是卖不出去 也是因为价格的问题吧 哎 你说他会不会把我们当作冤大头了 王多多一脸担心地说道 从昨天抵达这里开始 王多多被小卖部老板说到以后 他就知道这次想在这里找到陨石的机会 变得十分渺茫 小到商贩 大到村长 这些人看到他们这些外乡人 第一个想法就是王多多寄人 是来买陨石的 足以可见 他们不是第一批进入这里的外乡人 也不会是最后一批 经过那么多批次的求购人的轮番台价 现在还捂在手里的陨石 王多多想想都不寒而栗 居然是用客来做单位的 这是赤裸裸地抢钱吗 他控制着车速 紧紧地跟着前方饭店老板的车子 他已经很努力了 奈何就是无法拉近两车之间的距离 反而是饭店老板走远了 又将车速降下来 生怕他们跟丢了一样 哎 我怎么感觉 这里越来越偏僻了呀 这地方 看着就不舒服 哎 你们说这老板不会是想将我们拉到边境线上去吧 冯小小坐在后排位置上 看着周边聪裕的大树 他一脸害怕地说道 最主要的原因是 他们已经在这条路上行驶了半个多小时了 居然一辆迎头车都没有遇到过 这对于身处拥挤都市的三人而言 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哎 没有选择的余地呀 虽然这越走越荒凉吧 但是我相信 这老板要是敢收钱 那就一定会让我们看到陨石的 要是收了钱不办事 我一回去就把他那饭店给砸了 哎 刚哥 你待会儿多辛苦一下 如果真的看到了陨石 你帮我多观察一下 这陨石是不是我们要找的那种啊 就是拥有那个什么什么 气能量的陨石 王多多双眼盯着前方的车辆 一脸无奈地向着两人说道 现在对方还不知道 他们收购陨石的用途 要是知道他们是用来救命的 那绝对是磨刀祸祸呀 哼 现在连陨石影子都还没见到呢 不用忙着决定价格品质 要不然也是白忙活 圆刚看着远处充裕的大山 心有所感地说道 他冥冥之中有种感觉 他们此行不可能顺风顺水 这次是他们距离陨石最近的机会 但是能不能拿着陨石 圆刚不敢确定 所以他才出声提醒着乐观的两人 随着圆刚的提醒 王多多和冯小小也愈发地担心起来 他们之前已经知道 此次收集材料肯定不会一帆风顺 但是没想到要来到这么偏僻的地方 而此刻他们的越野车 已经是在土路上行驶了 终于 就在三人已经快要迷失的时候 他们看到前方饭店老板驾驶的小车 终于朝着路边的小村庄钻了进去 哎哟我去 终于到了 整整一小时啊 居然只走了五十公里 王多多驾车连忙跟上 看了一眼路马表 一脸无奈地向着圆刚说道 老板 这就是二龙村 后面的路太窄了 车过不去 只能我们自己走过去了 已经不远了 就在村子里 饭店老板杨和光将车子停在了村子前面 走到王多多的车前 一脸恭敬地笑道 这 这 钢哥 王多多无奈地看着圆刚说道 走吧 都下车 也许就是因为这里偏僻 所以现存的陨石才得以保存 袁刚推开车门说道 率先走了下去 他无语地看着车上的两人 看来都是生活条件太好造成的 不过是条土路而已 就把两人给吓成这样了 多多啊 走吧 那老板都说了 马上就能找到了 看到王多多不情愿的表情 冯小小连忙安慰道 哎 要是白跑一趟 回去我就把那饭店给掀了 王多多看着远处那隐藏在山林里的村庄 一脸愤恨地说道 老板 我说的那户人家就在村子最里面 是一个五宝户老人 名字叫郑子平 老人日子过得很清贫 基本上都是靠村民救济 这人脾气也去 看我的面子上 他肯定会给你们看陨石的 但是卖不卖 那就只能你们自己谈了 饭店老板杨和光一边引领着几人 朝村子里走去 一边向着几人说着老人的情况 杨老板 你有没有领人来看过这块陨石啊 那老人有没有出售的意图呢 袁刚一脸疑惑地朝着杨和光问道 他想提前了解一下 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这块陨石至今还没有卖出去 老人日子过得清贫 而且还是无保护村民 只要将陨石卖了 那还不是瞬间就报复了 这一直将陨石捂在手里 难道还有什么特殊原因不成 小哥 这事怎么说呢 我之前也确实带人来看过这块陨石 毕竟带个路而已 也就赚个信息费 掺杂的其中砍价的事情 我可没参与过 我也奇怪 这正老头为何一直不出手呢 毕竟哪怕卖便宜点 也得好几十万块钱呢 杨和光一脸遗憾地说道 对于袁刚的问题 他也想知道原因 奈何他没参与谈判 自然不知道老人为何不卖 袁刚深深地看了一眼杨和光 不再言语 默默地跟在他身后 朝着村子里走去 正老头 在家呀 杨和光很快便带着三人 来到了村子后方 一间土屋搭建的二层小楼前 他似乎和屋子主人很熟 大老远的才看到前院门开着 他就大声叫喊了起来 只见一名头发灰白 皮肤有黑的老头 此刻正坐在土墙下抽着汗烟 听到有人喊他 这才抬头看向了前院门口的几人 正老头 我带朋友来看你了 把你的宝贝拿出来 给我朋友欣赏一下 杨和光一点也不客气 走进了直接朝着老头喊道 你这鬼孙 隔三差五的就带人来看 有啥好看的 一块破石头而已 正老头将烟斗放在墙角石头上磕了几下 倒出了还未燃尽的烟丝 一脸不满地嘀咕道 嘴上虽然在指责杨和光 但是行动却不慢 起身直接朝着屋里走去 似乎真的是要去翻陨石出来给他们看 哎 这 王多多原本想了许多客套话 结果他还没插话呢 老头就已经去帮他们找陨石去了 他顿时语色 只能将疑惑的目光看向了袁刚和冯小小 我和正老头关系不错 我也是这个村搬出去的 他去镇上赶集 基本都在我那里吃午饭 我从来不收钱 这一来二去的就混熟了 似乎是觉察到了王多多的疑惑 杨和光向着王多多解释起来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八十五集 哼 那你这生意可真是一本万利啊 哦 老人就算天天在你那里吃饭 恐怕还不足你这信息费的零头了吧 这事儿你又不是第一次干 你还真空手来啊 经过杨和光这么一点波 王多多瞬间瞄懂 一脸不愤的向着杨和光说道 真够贪心的 这五本生意利润可真够高的呀 嘿嘿 我今天走得急 没来得及带东西 要不然我怎么会空手过来 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给老人补上 好歹也是相里相亲的 怎么可能赚钱了 一点好处不费跟他 杨和光脸上有些不自然的解释道 杨老板 话说你那饭店 是不是专门做这门生意的呀 这次三万华下币 要是一个月遇到个几次 你都能帮眼前这屋子给重新盖新的了 冯晓晓有些嫌弃地说道 至于之前杨和光说的一天三万的营业额 在他看来就是这老板不老实 就这么一个信息居然敢卖到三万元 这简直就是抢钱呢 哎 晓晓 别说了 我们还得感谢杨老板呢 要不然我们根本找不到这地方 他有着渠道 自然能赚这个钱 袁刚听出了冯晓晓语气中的不满 他连忙出声制止道 他担心再聊下去 恐怕会演变成一场砍价战 到时候双方恐怕是要怒目相向了 哎 还是这位小哥说的在理 其实这种事情不是天天有 几个月才遇到一次 而且有些人一听我收三万的信息费 大部分人都以为我骗钱的 所以都不愿意跟我过来 而且呀 有些人不是真的想买陨石 他们只是想帮别人带买 一看到我开口就要几万的信息费 比他们这些二刀贩子赚得还多 这些人基本上就去九台市那边 找其他人去了 这正老头倒也不是天天去我那 只是这小账不可细算哟 一顿几十块 这几年积累下来 还是够我苦一阵子的 所以能开园 我还是尽量收点 毕竟能将这陨石当做收藏品的老板 这几万块钱也许就是一个包包钱 听到袁刚的制止声 杨和光一脸感激地朝着袁刚说道 同时对于袁刚也产生了好感 说出了他收信息费也是迫于无奈 刚哥 你帮忙看一下这块陨石吧 王多多看着两人还在闲聊 他连忙出声说道 对杨和光的解释理由 他也懒得纠正 几万华下壁的包包 这是妇人的标配 真正的妇人包包 都是几十万起步 几万的包包 他们是不会用的 除非是拿来撩妹 这样的话性价比比较高 郑老头 我来吧 看到郑老头从屋子里提出一个麻布口袋 杨和光连忙上前去帮忙 这 王多多瞬间凌乱了 这是闹的哪一出啊 外面已经把陨石的价格吹到天上去了 号称一刻一万华下壁 就这样装在麻布口袋里拖着出来 这要是在地板上磨损了一丁点 这几万块就不在了呀 好 这才叫真正的低调 老板 你们看 就是这块 这块之前撑过了 有六斤多 剩下的 就交给你们了 杨和光将麻布口袋拖到了屋外 直接腾出了一大块石头 一脸认真的朝着王多多和袁刚说道 说完将麻布口袋递给了郑老头 似乎是为了避嫌 他则向着前院走去 老伯 我能摸一摸吗 袁刚看着地上的巨大石块 一脸小心地朝着郑老头问道 呵呵 随便看 这东西奈杂的 弄不坏 看到袁刚的小心的神情 郑老头呵呵笑道 袁刚蹲在地上 伸手触摸起这块石头 双手抱起 体积不大 入手 却是沉甸甸甸的 这明显就是密度极大 已经超过了同体积的石头 仔细检查陨石的表面 袁刚发现 这陨石表面已经玻璃化了 但是又绝非易碎的玻璃 反而泛着丝丝金属光泽 石缝之间还能看到凝土的痕迹 这明显就是被挖出来的痕迹 袁刚用手摸缩起陨石表面 起初毫无反应 就像在手里盘着两个黑桃一样 哎 刚哥 怎么样啊 盘得动不 需不需要帮忙啊 王多多看到这一幕 连忙出声问道 别添乱 我再感应一下 袁刚抬头瞪了一眼王多多 表情凝重地说道 袁刚双手托起着六斤多的陨石 索性闭上了眼 两手不停地在陨石块表面摸索起来 刚哥这是 风小小一脸疑惑地 拉了拉王多多的一脚 小声地问道 王多多无奈地撇嘴 留下一个 我也是不懂的表情 奇怪啊 这天外陨石不是应该有些特殊之处吗 怎么看着和一般的石块区别不大呀 除了重一些 根本无法看出这到底是不是陨石啊 袁刚闭上双眼 内心焦急地嘀咕道 他看不到王多多和冯小小两人的小动作 要不然内心绝对要愈加慌乱了 此刻的他脑子转得飞快 不断地回想着奇门残卷中关于陨石的内容 风水师对于这种天外来物 都有着独特的鉴别之法 因为这是地外之物 不在五行之中 最主要的是气的存在 这是一种万能能量 风水师都能感应得到 眼观鼻 口观心 刚自外来 而为主内 袁刚深呼吸 不断地调整着自身状态 隐约间 还真的被他感触到一丝 宁而不散的能量的存在 这陨石 确实是含有气的存在 我能够感受到那种能量的存在 但是 又感觉哪里不带对劲 这气的量 好像有些不太对 难道是 因为时间久了 这能量开始消散了 但也不对啊 要是气能量 这样就消散的话 那根本就不用打造七星灯了 这陨石里面的气 已经就是激活状态了 奇怪 袁刚睁开双眼 他犹豫着 要不要将他的推测结果 告诉王多多 诶 刚哥 怎么样啊 这是不是陨石啊 看到袁刚放下了陨石块 王多多急忙问道 这可是关乎王有余生死的事情 他多一秒都不想等待 嗯 这确实是陨石 但是 距离陨铁 还有些距离 袁刚沉思 朝着王多多说道 啊 也就是说 这也许是天外陨石 但是里面含有的气太少了 而且 已经在消散中了 至于 能够提取到多少气能量 这个 不太好说 陨铁中的气 是完整带激活的 要是对比的话 陨铁 就如同一个拳头 而这块陨石 就是一个手指头 甚至 更少 袁刚生怕王多多听不懂 耐心地向着他解释道 那 岂不是说 这块陨石的价值不高 甚至是没用吗 王多多脸色微变 一脸失望地问道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八十六集 嗯 也不能说完全没用 这气的作用 我也没用过 也许 一丝 就足够了呢 若是有更好的选择 我们就考虑拿云铁打造 这可可以留作最后的备用计划 袁刚如实说道 有 总比没有好 他们时间本就紧急 要是没有更好的选择 眼前这块 哪怕品质再差 也能将就凑合着用 行 呃 老伯啊 您这块石头 打算卖多少钱啊 王多多 听到袁刚的解释 略微迟疑 朝着郑老头寻驾道 你们是何光带来的朋友 你们给我这个数 这块陨石 你们带走 郑老头一脸认真的 朝着王多多说道 说完 朝着王多多伸开五指 在空中晃了晃手掌 呃 五万 看到郑老头的这个动作 王多多尝试性地说道 这优惠件 还真够优惠的哈 看来之前的三万花得值 但是很快 他的脸色就变了 郑老头听闻他报价以后 还在笑而不语地摇晃着手掌 五十万 王多多加重音量 略微皱眉 看着郑老头说道 五十万 其实也不算贵 但是 拍一块 不一定能用得上的石头 这明显就有些不划算了 他手里有钱 但是有钱 并不意味着 他要乱花钱 你别告诉我说 要五百万吧 目光再次回到了 在身前摇晃的手掌上 王多多倒抽一口冷气 不敢相信地喊道 这尼玛 就是抢钱啊 若是完整的一块 充满气的云铁 那他无话可说 五百万 他也愿意花 问题是 这和他心里的云铁相比 品质瞬间掉了数个档次 五百万华夏币 我给你们优惠好多了 之前有人来看过 有人出价八百万呢 因为那些人是老外 我不喜欢老外 就没卖 郑老头一脸老实地 朝着王多多说道 似乎是在告诉王多多 因为他们是杨和光带来的 他已经少要了好几百万了 这种让利已经够多的了 不准再砍价了 老伯 你要这个价格 可不能参照外国人的价格呀 外国人是买去做科研的 我们就是喜欢 买回去收藏而已 你这个价格有点太高了 袁刚也被这个价格吓到了 连忙好声向着郑老头解释道 俺不管你们买来做啥 之前有人出价八百万 我只要你们五百万了 你们还要砍价 不买就算了 我儿子说了 这东西要是拿去拍卖 那是得用秤称着卖 别以为我老眼昏花 我心里明亮着呢 不买了 你们没诚意 郑老头朝着王多多和袁刚 不满地说道 说完 蹲下身子 用手中的麻布口袋 再次将这陨石装了起来 看都不看袁刚几人 就这样将麻布口袋 连拖带拽地提进了屋子里 留下了面面相去的三人 我靠 这老头脾气还真倔啊 三万块的信息费 就这么打水漂了 王多多难以置信地看着袁刚说道 这老头还真是个暴脾气 袁刚才砍价 结果就直接不卖了 不过这价格也确实太贵了 难怪之前都没有人愿意接手 这一张口 动不动就是五百万八百万的 这要是有人接手 王多多都想去认识一下 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土豪了 多多 三万块的信息费 就这结果吗 颠簸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就这么看一眼 这就完事了 冯小小一脸吃惊地望着王多多说道 这钱可不是大风刮来的 看到短短的时间里 这饭店老板就减了三万块 对于他这种身世不好的人而言 这实在太颠覆他的观念了 就这也能赚钱 不可能 没人敢这么忽悠我的钱 王多多气愤地说道 转身朝着前院栅栏处的杨和光走去 杨老板 你是不是和这老头串通好了的呀 哦 三万块 就他们看一眼 这老头根本就没成一脉啊 开口就要几百万 这个钱他敢拿吗 王多多看着杨和光 语气冰冷地说道 什么 上百万 这老头真的敢开这个口 他怕是穷疯了 你们跟我一起 他卖多少价格我之前真不知道 但是开口就是几百万 这肯定是乱说的 我帮你们问问 看到王多多勃然大怒的样子 杨和光一脸惊诧地说道 好像他根本就不知情似的 郑老头 你有点诚意好不好 你他娘的怎么乱喊价呢 要这么多钱做啥子 还未靠近土 杨和光大声地质问着郑老头 和光 我那儿子好几年没回家了 我知道你们这些年轻人 也不会想着回来 这东西我留着没用 这不就想着留给他在省城里 换套房子吗 我可是去镇里打听过了 省城市大城市 房子贵得很 这不心思着给他留套房子钱 郑老头慢悠悠地从屋里出来 一脸认真地说道 几十万还能卖出去 这上百万没人敢要啊 你知不知道 这上百万多少钱了 我们镇上 都没人能拿得出这么多钱 你想啥呢你 再说了 阿西要是在省城里混不下去 就得回来吧 镇里条件比省城差不了多少 交通也方便 你要是真心想卖的话 我倒是能帮忙 你若是还敢要价上百万 就当我没来过 以后我也不会带人来了 你想咋的 杨和光一脸恼怒地朝着郑老头 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痛骂 那不成 要是没钱 阿西恐怕都不会回来 这东西 我还给他留着呢 卖不掉 就留给他以后卖吧 郑老头 倔强地说道 说完 又坐回了原来的墙角 继续抽起了汗烟 走吧走吧 这老头不听劝 这石头 就给他当作传家宝吧 杨和光 看了一眼 郑老头 大声地朝着王多多几人说道 杨和光 不断朝着王多多和袁刚 使眼色 示意他们赶快离开 老板 这老头就一根筋 现在带谈下去 他恐怕以后 连我那都不去了 等他想清楚了 我后面再跟进 现在这个价格这么高 根本没人敢买 出村的路上 杨和光一脸热情地 向着王多多解释道 什么 给他儿子买房子 这老头房子都破成这样了 他儿子呢 王多多很快便抓住了 他们谈话的忠心 疑惑地朝着杨和光问道 这不是 无保护老人吗 怎么又有了儿子了 这前后很是矛盾呀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八十七集 我说杨老板 你说话能不能痛快点啊 别老遮遮掩掩的行不行 别吼我们绕那些弯弯了 王多多有些厌恶地说道 在路上颠簸了那么长时间 结果真的就像杨和光所言 保证让他们看到陨石 但是能否成交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王多多看来 没有人会和钱过不去 只要确定真的有陨石 那无非就是价钱多少的问题 结果这正老头倒好 谢绝砍价 他们财嫌价格高 正老头就直接将陨石 给收了起来 不卖了 这种卖货方式 简直就是佛系中的战斗机呀 难怪他卖不掉呢 做生意全看对方心情 现在每一分钟 对于王多多来说 都是救命用的 从松树镇跑到二龙村 这一来二去的 半天时间就耽搁了 此刻他憋了一肚子火 正愁无处发泄 我的建议是 这个价格太贵了 我不是说各位老板买不起啊 可是不能花这个冤枉钱 这正老头不管卖不卖 他都是要留给他儿子正希 我们可以从他儿子那里下手 价格差不多就行了 没必要喊天价 要不然这块陨石祖传儿子 一代代传下去 还是个穷 倒不如换成华夏必来的实际一些 他儿子正希 据说一直在省城九台市干建筑行业 这人肯定是不会回来的 只要他能说服正老头 那正老头肯定会低价卖给你们的 不过你们自己权衡 高价买了不划算 低价的话 这正老头铁定不会卖 你们看要不要买 要买的话再做计划吧 看到王多多嫌弃的眼光 杨和光连忙将他的想法说了出来 刚哥 这陨石的价值 王多多咬牙 硬压住怒火 疑惑地向着袁刚问道 收藏的话没问题 我的建议是可以留作备用 价格太高的话就放弃 袁刚看了一眼杨和光 因为有外人在场 他不能将用途说出来 只能善意地提醒王多多 哎 说出你的条件 要多少钱 才能将这块陨石拿到我们手里 王多多双眼盯着杨和光 语气冷冷地问道 他从小到大 王有余就告诉过他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别人不可能平白无故地帮他 所有的事情都是等价交换的过程 我帮你们联系到正希 全当是我之前收的信息费补偿 你们拿到联系方式后 你们找他谈 不管结果如何 之前的三万块 我不会退了 若是要我继续帮忙 那就不止三万块钱 你们还要给我 杨和光一脸郑重地说道 似乎他也知道先前一幕有些不地道 这次难得的没有谈额外加钱 杨老板 就这么一个多小时的路 你还好意思说那联系方式有这么贵 你信不信我找私家侦探查这个联系方式 一万块钱都不用 三万元的信息费 你帮我们联系到正希 再帮我们谈价格 我们的底线是三十万华下币 抄了我们就不要了 要是你能压下来 剩下的都是你的 最迟三天时间 我们要拿到那块陨石 每提前一天 我们多加一万给你 要是三天后还没消息 那就算了 我们去其他地方找一找 反正这块 也不是太符合我们的标准 袁刚面对杨和光这种贪得无厌的做法 开始有些反感了 但是现在他们最缺的就是时间 想要节约时间 那就得让这些熟人去办事 三十万华下币 这恐怕 杨和光脸色难看地说道 他知道袁刚几人会砍价 但是没见过这样砍价的 五百万砍到三十万 这是砍价吗 这简直就是要命啊 哎 你就给句痛快话吧 要是不能做 那我们就不待在这里了 之前的三万块 你得退两万五给我 留五千做你今天的酬劳 我说你别用那眼神看着我啊 你这事做得不地道你知道吗 鬼知道你和这老头玩什么把戏呢 我呀 也没兴趣知道 你要是不给 你看我有没有办法收拾你 王多多一脸无所谓地 朝着杨和光说道 我试试 三十万是不是太低了 这个价格难办啊 杨和光面露难色 迟疑地说道 来来来 转两万五给我 咱们好聚好散 王多多熟练地掏出手机 朝着杨和光递过去 能办 能办 今晚就有消息 杨和光见状 连忙后退了两步 紧紧握住了手机 一脸唯唯唯唯地 朝着王多多说道 那微笑的表情 比哭还难看 我们可就住在你饭店不远处 有消息给我打电话 明天开始计时 三天过后 你要是拿不着石头 你还是得退我两万五 这个就算募工费 王多多面带凶向地 朝着杨和光吓唬道 说完 头也不回地 朝村外边的越野车走去 只留下杨和光 苦恼地待在原地 进了我考大的钱 怎么可能退回去 三天时间 足够了 看着越野车快速离去 杨和光坐在车里 不懈地吐槽道 哼 多多啊 你刚才那样子 跟谁学的呀 还有模有样呢 越野车里 原刚打趣地问道 嗨 还不是在学校学的呀 跟我混的那些马仔 就这样吓唬别人的 有些人啊 吃硬不吃软 你越是好说话 他们越是以为你好欺负 这就要啊 以恶之恶 刚哥啊 你那砍价也够狠的呀 五百万 我以为砍到一百万 就差不多了呢 嘿 没想到 你居然连五十万都不给 你呀 这是真的很 王多多看到原刚称赞他 他顿时开启了商业互捧模式 一脸臭屁地向着原刚说道 哼 其实我也是乱喊的价格 三十万我都感觉给高了呢 不过我们时间有限 不能再耽搁下去了 三十万要是能拿下 我感觉也不算吃亏 一百万那是不可能的 你呀 没在农村生活过 一百万对于你而言 那只是一串数字 这对于我来说 一百万代表的含义太多了 那可是仙桃村一年的桃子货款呀 要是市场不景气的话 一百万的产值都没有 有些人打工一辈子 也不一定能够赚到一百万花下币呢 你有时间啊 还是多下基层走一走吧 这对于你以后接管天龙公司 帮助很大呀 袁刚看着兴奋的王多多 意味深长地说道 呃 刚哥 你这话怎么和我老爸说的一样啊 王多多倒吸一口冷气 难以置信地望着袁刚说道 看路看路 你这还在开车呢 这呀 叫做英雄所见略童 懂了吧 袁刚看到王多多质疑的表情 连忙出声提醒道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八十八集 华夏地大物博 纵横上千公里 这也导致了贫富的差距巨大 就像在沿海城市中 月薪一万只能解决温饱 而在偏远的边疆 这也许就是医护人家 一年的生活费用 在袁刚的刺激下 杨和光效率极高 很快便拿到了 郑老头儿子的电话 松树镇 王多多居住的宾馆里 靠 这些家伙 要钱就直说呀 他们要不这样绕弯弯的话 我们昨天就应该拿到这电话了 看着手机里的信息 王多多不满地说着 行了 别抱怨了 赶紧先联系郑老头的儿子吧 看看他要多少钱 要是没有漫天要价 那就直接让他和郑老头说 这陨石啊 我们要定了 要是没诚意的话 那就让杨和光去压价去 袁刚见到王多多还在抱怨 连忙出声提醒道 他们出来已经三天了 结果这才打探到一点点 关于陨石的信息 按照这个效率 想要获得百年巨蟒鲜血这事情 恐怕是有点悬 在袁刚的提醒下 王多多走到阳台 按照手机短信显示的信息 联系起郑西来 钢哥 你说这次我们到底能不能 顺利拿下那块陨石啊 要是拿不到 我们这几天不就白白耽搁了 而且从这小镇 要返回九台市 也需要半天多的路呢 这时间不够用啊 冯小小看着阳台上 打电话的王多多 他一脸担心地朝着袁刚问道 没办法 我们收集这些材料 本来就是以运气为主 要是老天不帮忙的话 我们也许一个月 顶多就是收集到陨石 后面的材料 根本就不用想了 袁刚语气平静地说道 对于这些事情 他急在心里 但绝不会表现在表面上 对于冯小小和王多多 他一般都是云淡风轻 褚蜂在握的表情 钢哥 你说这百年的蟒蛇 要去哪里找去啊 现在这个环境 原始森林那么少 根本就不像是有百年蟒蛇 存在的痕迹啊 而且要是有的话 恐怕早就被人抓去研究了 哪里还轮得到我们呀 冯小小 蟒蛇似乎也知道 百年巨蟒的信息 才是他们最难寻找的 想到现在 他们还什么都没有搜集到呢 他不禁感叹起来 蟒蛇 其实在华夏许多地方 都曾经出现过 不过呢 随着现在环境变化剧烈 蟒蛇是喜欢在阴凉处生活的 有沼泽存在的湿地 是他们最喜欢的环境 其次就是水源充足的原始森林 就好像亚马逊森林 那里是人类的禁区 但是对于这些生物而言 那里就是乐园啊 不要想着去亚马逊那边找 我们时间来不及是一点 还有一点 就是那里面危险的 不仅仅是蟒蛇 还有其他许多动物呢 黄多多已经在打探消息了 要是国内能够找到 那最好不过 要是找不到 那就只能启动备用方案了 袁刚无奈地说道 其实当他看到蛟龙血的时候 就懵了 在千年前 整个天地间 到处都充满了气的存在 一些几十年的蟒蛇血液里 拥有的活性 足以激活云铁中的气能量 而现在 这种气能量几乎消散殆尽 根本感应不到其存在 若是蟒蛇年份不足百年 根本就是鸡肋 诶 刚哥 我相信 你一定能带我们 找到百年蟒蛇血的 你能不能通过补挂 算出蟒蛇在哪里 冯小小好奇地问道 别想了 生命层次不一定 我现在根本算不出来 而且 这属于我们收集材料中的一种 和我们息息相关 哪怕是算出来了 实际也会有很大的偏差 袁刚 看着冯小小笑道 奇门是能提醒人们警醒 进而去规避疾击凶 但不是用来作弊的工具 要是所有事情都能通过 奇门倒数直接解决 那他还读什么大学呀 每天坐在家里 算一下彩票开奖 用不了多久 就能成为首富了 刚哥 出问题了 王多多挂断了电话 一脸苦恼地走进房间 朝着袁刚说道 哎 这事情有些曲折呀 那个正希在九台市工作 他已经好几年没回来了 他也不想回来 说是那陨石 和他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他也不会帮我们 让正老头把陨石卖给我们 王多多无奈地说道 手机直接扔到了床上 满脸失望的表情 你说具体点 意思就是 铁了心 不想卖陨石了 袁刚疑惑地问道 只要是钱的问题 那就不是问题 他相信王多多能解决 结果 连习惯用钱开路的王多多 都束手无策 这难道是又有新问题了 嗨 这事情啊 还挺狗血的 这正希啊 在九台市呢 是一个上门女婿 就在工地上当监工 房子都是女方家的 王多多无奈地说道 他万万没想到 真的有人为了钱 能几年都不回一次老家 那女方呢 比较强势 不准正希回来 因为啊 他现在用的 穿的住的 全部都是人家 女方家里的 他们不准正希回来的 目的呢 就是怕正希 把正老头接过去 和他们一起生活 所以呢 隐石的事情 他让我们和正老头谈 他原本就内心愧疚 更不会拿这笔钱 他呀 也想把卖隐石的钱 交给正老头养老 而且呢 女方家里也管得严 他一旦过来插手 这件事情 他担心丈母娘 要让他上缴这笔钱 所以啊 这事情还得靠我们自己 王多多看着袁刚 一脸无奈地说道 昨天的阵势 他不认为 再次去找正老头 就能便宜地拿下隐石 不对呀 这可是他爹呀 难道回来看望一下 这样女方家里也有意见 这种家庭 他怎么想着入赘的 袁刚不可思议地问道 尊老爱幼 这是个人都知道的道理 结果 这亲儿子不敢回家看父亲 真是活得不如狗了 活也奇怪啊 按照他的说法 他工资卡 都是上缴给丈母娘的 而上班的公司 也是亲戚家的 他的零花钱 都是他媳妇给他的 他连正老头的生活费 都拿不出来 所以他明知道 卖了隐石 可以获得一大笔钱 他也不敢和女方家里说 更不敢参与 他想将这些钱 留给正老头 用这些钱 改善正老头的生活 你说 他们这父子 还真够奇怪的哈 只要将这隐石卖了 他们的生活 不就都能改善了吗 结果都想着留给对方 反而一拖再拖 嘿 结果这么几年过去了 这隐石还在床脚放着呢 这生活还是老样子 王多多一脸唏嘘地说道 通过这通电话 他算是知道 部分底层人的生活了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八十九集 那这正熙 就打算一辈子 都不来看望正老头了 他就不怕正老头 有个三长两短什么的 到那时候 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袁刚神情凝重地问道 他知道 有人为了活下去 确实会放弃尊严 活得异常地卑微 但是 这也太夸张了 那可是他老爹啊 竟然做得出来这种事情 啊 他还跟我说了一件事情 他曾经也萌生过 接他爹去省城的想法 但是这事情呢 做起来有些麻烦 再加上 女方那边的态度比较强硬 他也就只能这样装憨了 这正西上门之前啊 已经登报声明过的 和正老头断绝了父子关系 这呀 也是女方那边担心 以后要赡养正老头 故意逼正西这样做的 据说这事啊 在当时已经上了新闻了呢 而二龙村呢 又不可能不管正老头 就帮正老头 办成了无保护老人 平日生活的必需品 都在村里帮忙照顾 等正老头走了以后 正老头所有的财产 也归二龙村所有 现在正西啊 想要来接正老头 那就得把之前欠村里的 都给还上 他一天的零花钱 就没超过一百块钱过 拿什么来还啊 王多多一口气 将正西和他说的事情 全盘讲了出来 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生为人子 竟然干出这种事来 我看啊 他恐怕是没脸回来了吧 不过他没惦记 老人手中的陨石 这倒是说明 他还有点良心 哎 刚哥啊 正西看来是指望不上了 就这种人啊 我打心眼里看不起 也不想和他 有过多的交集 我为我爹跑这么远 都没半句抱怨的 嘿 结果这孙子 放着自己的爹 不管不问 居然还断绝父子关系 哼 这是想让老人 走得不安宁啊 王多多气愤地说道 言语之间 对于正西的做法 产生了严重的鄙视感 王多多 你呀 就是密罐里长大的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叫做生活疾苦 你没有经历过别人的苦难 就不要用你的标准 去衡量别人 你知不知道 华夏还有许多人 现在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呢 而你呢 动不动就是看不起这个 看不起那个的 敢问一下 又有多少人看得起你呀 听到王多多不屑的语气 冯小小瞬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朝着王多多严厉地骂道 不是 冯小小 你是不是疯了 我怎么了 我有钱怪我了 不再说了 我也没有炫耀的意思啊 不过 只是为了上门 和老爹断绝父子关系 这是人做出来的事情吗 哦 我看不起他 难道我还说错了 王多多一睁 不解地 朝着冯小小问道 他从来没有见过 冯小小这表情 居然敢正面指责他 王大公子 法律都有这方面的规定了 你说 这是不是人干的事情啊 谁没事吃饱了撑的了 有些人来到这个世上 不是来凑数的 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 他们还要考虑家庭 考虑怎么更好的活下去呢 冯小小不懈地 向着王多多说道 冯小小 你说谁来这个世界上凑数了 我再这么混蛋 也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 你 王多多顿时怒了 撸起袖子 朝着冯小小走去 停 有话好好说 我们不是在讨论陨石的事情吗 你们俩怎么又吵上了 看到王多多的举动 袁刚连忙起身拦住王多多 一脸和气地向着两人说道 这女人啊 就是个脱油瓶 碰瓷就算了 现在还给我指手画脚起来了 这完全就是赖上我了 小爷我今天非收拾你一顿不可 虽然被袁刚拦住了 但是王多多气势不减 唾沫横飞地向着冯小小吼道 王多多 你到现在还说我碰瓷你 我就是犯贱 我怎么会想着 跟你这种无辜不分的人来这里呢 好 我走 听到王多多的吼叫声 冯小小脸色变得煞白 语气冰冷地说道 说完直接夺门而出 留下袁刚和王多多在房间中 王多多有些蒙圈地看着袁刚 顿时不知所措了 他以前也骂过冯小小 但是冯小小根本就不会放在心上 每次他骂完 冯小小又会死皮赖脸地贴上来 今天怎么这剧本不对了呢 冯小小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刚了 哎 真是麻烦 你们就不能消停一下吗 这里人生地不熟的 要是人再跑丢了 我们又得耽搁时间找人 哎 你呀 就在房间里待着 我去找冯小小回来 现在我们是一个团队的 你那些不利于团结的话呀 就别说了 袁刚不怒而微地盯着王多多说道 不是 刚刚我 王多多想要解释 忽然又语色了 根本不知道从何说起 行了 你别乱跑了 你还是想想 怎么解决陨石的事情吧 袁刚摆手示意道 说完 静止冲向走廊 他想趁着冯小小还没走远 尽快将冯小小劝回来 哎 这冯小小看来是真生气了 这才耽搁了多长时间 居然连影子都看不到了 袁刚连忙冲出了宾馆大门 结果发现 熙熙攘攘的街道上 根本就没有冯小小的身影 他无奈地看着人群感叹道 人的本能都是习惯性的 冯小小没来过这里 那他有很大概率 就是去江外饭店那个方向 袁刚自言自语道 说完朝着饭店的方向走去 那不是白村长吗 袁刚目光不停地环绕着四方 很快便发现了一个 熟悉的身影 白村长将车停在了 饭店不远处 而他则在后备箱中 整理着东西 这白村长人头熟 找他帮忙的话 说不定马上就能 找到冯小小了 袁刚内心嘀咕道 他正要上前去打招呼 忽然脸色一变 连忙跑到墙角回避起来 他赫然看到 饭店老板杨和光 大包小包地提着礼品 朝着白村长的车走去 礼品中不乏有整条的香烟 他们这是公然行贿吗 袁刚看到这一幕 心里已经有了结果 难怪他们约白村长吃饭 白村长点名就要来这江外饭店 再加上隔三差五的应酬 恐怕这饭店 就是白村长等村干部的聚餐地点了 袁刚没有再冒头 生怕被发现 从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他只是没想到 杨和光和白村长 居然明目张胆到这个地步 送礼 就不能找个隐蔽点的地方 袁刚悄悄地收回目光 朝着饭店四周找去 看着情形 他明显不适合上去 打搅对方的人情事故 找寻冯小小的任务 只能他一个人去完成了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抽烟的老鬼 演播三壶茶 第九十集 这难道是山高皇帝远的缘故 还是这是正常买卖 毕竟这杨和光开门做生意的 也许是白村长照顾的生意 出钱向他买的 袁刚一边寻找冯小小 一边想着刚才的事情 他可是和白村长喝过酒的人 而且白村长并没有因为 他们是小年轻而轻视他们 都是有话直说那种 属于实干派 袁刚很难将刚才的行为 归结为灰色收入 嗯 冯小小在那里做什么 袁刚胡思乱想中 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松树镇小卖部 就是之前王多多下车问路的那个小卖部 他看到了冯小小的身影 出现在了那小卖部的橱窗处 正在那里挑选着货物 冯小小 你这是 难道你们女人生气都得是买买买才能解恨啊 看到冯小小踢着一个购物框 在货架上拼命地扫货 袁刚不禁走进了出声问道 呃 刚哥 你出来了 嗨 我看天色还不算晚 我打算买些生活用品和营养品 去正老头家里喂问一下 哎 你要不要一起啊 冯小小瞟了一眼圆刚 一脸平静地说道 好像刚才因为生气夺门而出的人 根本不是他 哟 你这是要打感情牌 这正老头 怕是没那么容易 就对你产生好感吧 袁刚疑惑地问道 他有些明白了 冯小小这是想就此机会 拉近他们和正老头的关系 等到买陨石的时候 价格也许会比之前便宜一些 嗨 王家又不差钱 我帮他省这几个钱干嘛呀 我呀 只是觉得那个正老头太惨了 这么大年纪了 也没有个儿孙在身边 既然遇上了 那就尽量帮一下呗 我虽然也穷 但是这点礼品钱还是有的 哎 你要是一起的话 就赶紧帮我找车去 不要通知王多多 这混蛋去了 只会坏事 冯小小毫不在意地说道 他这样做 并非是为了帮助他们 更好地省钱 只不过是因为 心里看到这一幕 于心不忍 想要帮一下正老头 行 那你继续挑着 我去找车 袁刚听到冯小小的回答 欣然同意了 对于冯小小的改变 他可是看在眼里的 冯小小本性并不坏 也许是因为早些年生活 环境的原因 造就了之前的他 而现在随着毕业 已经能决定他自己的命运了 整个人 已经在向着好的方面 不断改变了 没过多久 袁刚坐着一辆 带帆布帐篷的三轮车 过来了 松树镇 本就属于边疆乡镇 出租车 那是不可能存在的 三轮车就是村镇之间的 主流交通工具 钢哥 这些都是 搬上车呗 看到袁刚找来的三轮车 冯小小并没有什么 惊讶的表情 而是指挥着店老板和袁刚 将他大采购的战利品 全部搬上三轮车 哎呀 还好这车实在 放完东西 还有我们的位置 哎 师傅 去二龙村 价格就按照之前谈的 两百块 包往返 袁刚 看到采购的东西都放稳了 直接跳进了三轮车的货箱里 朝着三轮车司机说道 你们抓稳了 我这车改装过 马力足 你们最好找个坐调垫着 要不然 屁股受不了 三轮车司机 回头看了一眼 袁刚和冯小小两人 一脸善意地提醒道 说完 直接发动三轮车 朝着二龙村驶去 看着熟悉的风景 不断朝后飞去 袁刚发现 这三轮车的车速 居然和王多多开车时差不多 除了坐车时 屁股有些酸麻以外 没有什么缺点了 袁刚终于明白 三轮车司机 为什么要提醒他们加垫子了 三轮车跑起来以后 整个车身都在剧烈抖动 全身就像在做按摩一样 每时每刻 身体都在小幅度地抖动着 车速越快 这抖动的频率就越大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长途跋涉 袁刚和冯小小 再次来到了二龙村外 你们要去哪家啊 我把你们直接拉过去吧 小汽车去不了的地方 俺这三轮车都能去 三轮车司机 望着前方的二龙村 一脸热情地朝着袁刚问道 往返也就两个多小时 二百块的车费 这已经远远超过了 他一天的收入 所以他对于袁刚 也是分外的客气 谢谢老哥 我们去正老头家里 这些东西都是拉去给他的 要是距离远了 提着确实麻烦 袁刚朝着三轮车司机感谢道 正老头家 你们给他送慰问品 三轮车司机一脸好奇地看着袁刚问道 唉 这正老头子也是个悲惨的命 你说拉着大这么一个孩子 说断绝关系 就老死不相往来喽 这日子还咋过 你们去看他 一定不要提他们 已经断绝父子关系的事 要不然 正老头子会发火的 三轮车司机看着袁刚 一脸认真地说道 似乎他对于正老头 也是异常熟悉 正老头子家在村委了 我知道一条近道 直接通到正老头子家 你们抓稳了啊 这路有些难走 三轮车司机 根本不管袁刚是否回答 自顾在那里不停地唠叨着 同时 驾驶着三轮车 钻进了丛林小道中 这时 杳无人计的道路上 居然驶来了一辆小车 老远的就鸣笛示意起来 嗯 那不是白村长的车吗 他来这里做什么 袁刚通过被风扬起的帆布 看到了之前遇到的小车 这辆小车 就是之前找冯小小时 白村长开着的那一辆 诶 这不是白村长吗 他不是在松树镇上吗 跑到二龙村做啥 冯小小一头雾水地说道 下车呗 前面就是正老头的家了 不过好像人不在 三轮车司机停车 向后伸头 朝着车厢里的袁刚 和冯小小说道 哎哟 终于到了 我这腿都跌麻了 冯小小搀扶着 三轮车护揽 慢慢起身 同时一脸悲愤地吐槽道 哦 我知道白村长过来干什么了 哎 你看那些礼盒 我之前 看见饭店老板杨和光 把这些烟酒 牛肉和礼品 装进了白村长的车里 原来他们也是来送温暖的 袁刚恍然大悟地说道 看到正老头墙脚下放着的礼品盒 他明白了 他之前还以为两人有什么灰色交易呢 原来啊 都是慈善人士啊 这里离松书镇这么远 这白村长居然跑到这里来送爱心 当冯小小看到原刚说的礼品盒时 他有些不满地嘀咕道 原本想着他是雪中送炭第一人 结果 现在好像只能是锦上添花了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九十一集 行了 小小 别抱怨了 这是好事 证明啊 有人关心正老头 他应该高兴才对 原刚听到了冯小小的抱怨声 连忙安慰起来 嗨 刚哥 这事我懂 冯小小马上隐藏起刚才的失落 伸手提起了三轮车厢里的各种礼品 咦 奇怪了 这正老头跑哪里去了 他不是应该在家里吗 冯小小诧异地说道 三人在栅栏外观察了片刻 发现土屋里根本就没有任何动静 虽然堂屋门是半敞开的 然而这么长时间竟然没有看到正老头出现 搬运墙角的那些生活物资 要不我联系一下杨和光 让他打电话给正老头问一下 要是他长时间不回来 那我们岂不是要一直等下去了 冤刚皱眉 对着冯小小说出了他的建议 小伙子 这里没有信号的 你想打电话得跑去高处才行 呢 这土屋后面的山坡上 那边才有信号 三轮车司机听到袁刚要打电话 一脸笑意地解释道 虽然网络覆盖到了二龙村了 但是通话质量却不敢恭维 想要手机信号满格 只能登高去信号强度高的地方 嗯 没信号 袁刚疑惑到 说完掏出了他的手机 却发现还真的是没有服务网络 这打电话都成问题了 光哥 这可咋办呢 要是我们将东西这样拿下去 会不会不安全啊 或者让郑老头误以为我们要 冯小小无奈地说道 这要是在他们往屋子里搬运 生活物资的时候 郑老头出现了 搞不好会把他们当作是毛贼 那到时候可就尴尬了 我想想 诶 这菜叶子上的水都还没干呢 今天又没下雨 这说明 郑老头之前都在这里浇菜水呢 哦 我明白了 估计是啊 白村长过来送物资 然后 郑老头去送行了 或者打电话道谢去了 毕竟 我看到老板杨和光也出力了呀 哎 你们等一下 说不定 郑老头马上就回来了 我去后山上打电话给杨和光 让他帮忙联系一下郑老头 时间应该耽搁不了多久的 圆刚朝着冯小小提议道 好吧 那我们就在三轮车上等着吧 要不然贸然进去 确实容易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嗯 师父啊 那就麻烦您再多等我们几分钟吧 等我们将这些物资 亲手交给郑老头以后 我们就立刻返回松树镇了 方小小一脸认真的朝着三轮车司机说道 我过去抽支烟等着 郑老头不会去远处的 说不定上厕所去了 我们就等一下吧 三轮车司机挥挥手 毫不介意地朝着两人说道 圆刚不再耽搁 直接朝着土房背后的山坡爬去 在攀爬的过程中 他不断地看着手机里的信号 结果信号一直未到满格 只能不断地向上攀登 转眼间 圆刚的身影就消失在了 冯小小的视线中 哎呦 这地方还真够邪门的 不是说 号称两G信号覆盖全国吗 怎么到这里完全就没信号啊 看着山脚下的二龙村 圆刚忍不住抱怨了一句 然而这种抱怨 对于手机信号的增强 并没有什么作用 他还得继续向上攀登 翻过了一道小山岭之后 圆刚终于看到了 高处的信号塔 再看手机 终于看到了 手机不再是显示 没有服务商了 虽然信号还未满格 但是已经能够进行通话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 隐约间 圆刚正在查看手机的时候 山林里传来了断断续续的声音 哎 这是 有人专门跑上来打电话 圆刚难以置信地说道 原本想着 就他一个人会干爬山找信号 这种事情 没想到 还有人比他更早 出于好奇心作祟 圆刚悄悄地顺着声音的来源 向更高处走去 哎哟 这是郑老头在打电话呀 这老头身体素质真不错哎 这种角度的山坡都能爬上来 看到那有黑的身影 圆刚放松了警惕的心理 一脸怪异地自言自语道 郑老头居然跑这么远来打电话 这有点超出他的想象了 老年人一般都是乖乖待在家里 等信号好了 坐在家里也能打电话 没必要爬这么高的山 这也太危险了 圆刚担心郑老头的安危 朝着郑老头的位置靠了过去 也许是郑老头讲得太投入了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圆刚出现 他通话的时候 还不停地在原地来回走动 而圆刚一开始还一脸担心 生怕郑老头一个不小心 直接变成滚地葫芦 然而随着他不断靠近 他的脸色变得怪异起来 直接停止了靠近的步伐 索性躲到了旁边的灌木丛里 而郑老头浑然不知 还在那里畅所欲言 这次是最后一次了 你以后要是再继续做这种事情 我真的要和你断绝关系 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 你呀 你让我怎么说你好 居然不干正事 这种事情要是传开了 我都不好意思待在二龙村了 你这几年 是去哪儿学的这些歪门邪道 袁刚躲在矮树丛中 心中早已生起了各种大问号 不是说郑老头和他的儿子 早已断绝了父子关系吗 这不是还上过报纸呢吗 父子俩早就老死不相往来了 那眼前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啊 还是说郑老头还有其他儿子 断绝父子关系的是郑熙 他现在正在打电话的是他其他的儿子 可是无保护的待遇都办下来了 怎么可能还有其他孩子呢 看来这里面肯定还有故事 袁刚内心嘀咕道 他已经明白了 郑老头通话的这人就是郑熙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郑老头用恨铁不成钢的语气 一直在臭骂着郑熙 王多多不是说 郑熙是个七管炎吗 怎么可能会和郑老头 捞到这么长时间 而且还一直乖乖地 在接受郑老头的训话呢 所有人都被骗了 郑老头父子俩关系好着呢 这语气根本就不像是断绝关系了呀 袁刚想到这里 他也明白了一个事情 难怪郑老头打电话 要跑到这么高的地方了 这事只要传出去 郑老头这低保政策 绝对是要被村里给取消的 也许郑老头父子隐藏这段关系 为的就是方便村里人帮忙照顾他 毕竟儿子郑熙远在他乡 真要是出事情了 根本来不及回来照顾他 远亲不如近邻嘛 这一瞬间 袁刚思绪万千 同时也将身体潜伏得更深了 哪怕郑老头从灌木从前面走过 也发现不了袁刚的存在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九十二集 行了 不和你说这么多 那个白村长又来了 这次送了好多东西过来 你有时间啊 得去谢谢人家 我不管你在外面做什么事 老头的我时间也不多了 能帮你的次数就那么几次 你自己要明白 钱是赚不完的 要是在外面活不下去 压力太大就回来吧 二龙村里有的是土地 足够养活你了 郑老头几乎是咆哮地在说话 似乎电话另外一头的郑熙 想要郑老头帮忙做什么事情 但是看郑老头这模样 是极不情愿的 说完 他一脸无奈地挂断了电话 而他并没有着急下山 而是找了个石头垫着坐下 掏出了汗烟点上 出神地看向天边 似乎是在思考着什么事情 这瓜娃子是不是出事了 怎么这么着急要钱 希望以后再也不要看到白村长 这人一来准没好事 郑老头抽着汗烟 不时地自言自语嘀咕道 隐藏在灌木丛后面的原缸 一头雾水 他都怀疑是不是看错人了 这感觉根本就不是郑老头 之前杨和光带他们过来 看到的郑老头话不多 脾气倔得不得了 而现在居然在这里神神叨叨的 郑老头长叹一声 起身颤巍巍地朝着山下走去 原缸继续在灌木丛里待了几分钟 看到周围已经变安静了 他才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观察一番 确定郑老头确实是下山了 他连忙从灌木丛中跳了出来 原缸来到郑老头之前待过的位置 仔细地看起了山下的二龙村 这村子地势不错呀 怎么会还没发展起来呢 奇怪了 原缸登高望远 将方圆数十公里的景象尽收眼底 不只是二龙村 连带着之前他们进来的蜿蜒小路 也是清晰可见 原缸皱眉 仔细查看着这山川地势 只见村子更远处的地方 几座山峰割断了通往外界的主道 两条龙山 龙山各背负一座凤山 两座凤山已展开丹翅 可惜这展翅的山脉已经被毁去了 若是这龙凤脉气还在 这里恐怕也将是一个风水宝地呀 这里已经是华夏龙脉的末端了 没想到居然有能人忘气追到这里来 哎呀可惜了 难怪这地方会出现陨石天降呢 这二龙系珠的主局虽破 但是龙凤之气还在 这方圆百里都可能还存在着一丝丝龙脉气息呢 这陨石就是被这龙脉之气吸引的 圆刚远眺 发现周围的山上松柏 郁郁苍苍 千百样的花儿盛开着 若是这龙凤脉气不被破坏 这里绝对会酝酿出一方强豪 圆刚心有所感 对于奇门残眷的理解又增加了一些 对于是谁破坏了这龙凤城祥之局 他心中已经有个大概了 拥有七天之能 而且能硬扛风水大劫的风水师 历史上只有一个人在做斩龙脉的事情 越来越有意思了 要不是时间不够 真想好好见识一下周边的地势啊 圆刚怅然若失地说道 灵脉破碎 对于一般人而言 感触不深 影响也不大 而对于百年势力的传承 那就是断层啊 若是他有时间 寻找这残存的灵脉气息 一定还会有收获的 想归想 圆刚也没时间去做 望着正老头早已消失在山脚下 他连忙朝着山下走去 哎呀 刚哥 你这是去哪里了呀 正老头都回来了 你赶快来帮忙吧 圆刚下山还没走到正老头前院 就听见了冯小小大声向着他呼喊道 圆刚闻言连忙小跑上前 帮着三轮车司机下货 闺女 麻烦你们了 直接帮我放上楼吧 正老头在堂屋门口 忙着搬运白村长带来的慰问品 看到冯小小和圆刚 他出声感谢道 好的 郑爷爷 您就放心吧 不会放在地上被老鼠偷吃的 冯小小笑嘻嘻地答道 哎 刚哥啊 送楼上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啊 那楼梯是老式的木梯 踩着会搁直响 你多注意点啊 冯小小看到圆刚 两手提得满满当当的 连忙出声提醒道 哦 好 楼梯 西北角 上二楼 在冯小小的提议下 圆刚很快便在光线暗淡的土房里 找到了楼梯 提着各类营养品 向二楼走去 说是二楼 其实就是用几块木板支撑遮挡起来的 圆刚踩在楼板上 楼板居然还轻微摇晃起来 这不禁吓得圆刚 都不敢走到墙角的位置去了 他找了一个空旷的地方 连忙放下手中的物品 并且下楼 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掉下去了 满满一车祸 圆刚来回跑了五次 才将三轮车车厢清空 而圆刚也在搬运的过程中 打量着屋子里的环境 这越是观察 他越是心惊胆战 不禁多看了几眼 正在忙碌的郑老头 早在西北 家中破败 圆刚心里默念道 这是奇门残卷中 记载的一种人为风水 郑老头的家里 各种摆设 正符合这种风水布局 这也正是 郑老头成为无保护的部分原因 但是令圆刚不安的是 这种风水布局中 没有大富大贵之相 说白了 就是郑老头只要在这里住下去 他这一辈子 都不可能成为爆发户 矛盾的地方 就在这里了 郑老头手里的陨石 少说也值个几十万 这在农村 至少也是中高层资产 这陨石 不管是捏在手中 还是贩卖出去 这都属于正老头的资产 然而这风水布局 却显示出破败之相 肯定有一处地方出问题了 奇门残卷中的各种描绘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错的 圆刚根本不相信 是奇门残卷出了问题 这肯定是正老头的问题 要么这房子 恐怕不是正老头的 而是村里给他安排的住房 这一切就能说得过去 难道 这天外陨石没有卖出去钱 都是一般石块 不能当作几十万的陨石来看待 想到这里 圆刚不由地有些焦急起来 这就意味着 他们想购买陨石的事情 恐怕不会成功 要不然 哪怕只卖三十万 也能说明正老头子 有报复的迹象 而非现在的局面 而这土屋之中居住的人 根本就不会有富贵的命 求购陨石的事情悬了 圆刚对于未来的事 也不敢直接就能确定 只能推算到其中 某一种存在的可能 然而就是这种可能 已经让圆刚有些 焦头烂额了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九十三集 迹象兽具有画胸围集 灭火压邪的作用 被称为吉祥兽 亦为逢凶化吉 常用的吉祥兽 有龙 凤 天马 海马等 而狮 轩泥 则为辟邪之物 哪怕是条件 再差的寻常百姓家 也会弄一个简化版的吉祥兽 寓意 未来会更好 圆刚轻轻地推开了楼上那木窗 看向古老的房檐 看到房檐木柱上的吉祥物的时候 圆刚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 只见本就不长的房檐上 雕龙画缝 朝着四方呼啸而去 这本是很正常的吉祥兽图 放在任何时候都没问题 可是 错就错在房檐最尖端 那是龙首位置的木梁顶端 因为年久失修的缘故 已经腐朽了大半 甚至连龙首都快要掉完了 而木梁本身 已经裂开了一条条的缝隙 这些缝隙出现在了龙凤身上 说不出的诡异 圆刚总觉得 这吉祥兽还不如不用呢 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哪怕用来装饰 也只是吓唬人而已 郑爷爷 你墙上挂的这把刀 是有什么寓意吗 楼下传来了冯小小好奇的声音 圆刚连忙关上窗户下楼 这把刀来历可不小 那可是见过血的 当年杀过侵略者 我就用它来镇宅子了 你别说 这刀杀性重 我这院子里的野猫野狗啊 都不敢进来呢 郑老头指着墙面上挂着的斩马刀 一脸自豪地向着 冯小小说道 哦 郑爷爷 那就是说 你早些年还参过军呢 抵抗过侵略者了 冯小小一脸敬佩地 看着郑老头问道 这若是真的 郑老头 这些事迹 不应该被埋没啊 怎么能没有国家 补贴来赡养呢 唉 这刀 是一个战士送给我的 早些年 鬼子封城 有个战士执行任务 受重伤 和部队走散了 他在我家里头住了半个月 他离开的时候告诉我 他用这把刀 砍了三个鬼子 是他手里最珍贵的东西 我肯定是不能要啊 我让他拿着 继续去杀鬼子 结果某一天早上醒来 被人留下了这把刀 然后悄悄地走了 我心思着也找不到 肯定还不回去了 就把这刀挂在了墙上 没想到 转眼几十年都过去了 老人一连回忆地呢喃道 似乎冯小小的话题 又让他想起了 曾经的光辉岁月 老爷子 你这把刀 能不能让我看一下 说实在的 这刀的价值可不低啊 特别是这种 具有历史色彩的战刀 现在拿去任何一个博物馆 妥妥的 至少几千块啊 袁刚听到郑老头的解释 他心里顿时萌生了 想一探究竟的想法 于是向着郑老头提出请求 他抬头看向墙壁 真的发现了一把斩马刀 有黑的刀鞘已经和墙壁混在一起 不仔细看根本就发现不了 郑老头经常在屋里生活 柴火早已将这屋里烟熏了个遍 墙壁上半部分早已变得黑漆漆的 卖啥卖呀 值多少钱都不卖 这就留着回忆一下吧 郑老头豁达地说道 根本没有了之前卖陨石时的态度 此刻的郑老头就是一个慈祥的邻家老人 袁刚取下斩马刀 小心翼翼地观看起来 只见刀鞘上有部分红褐色的图案 袁刚亥然 心里已经炸开了 这红褐色的图案根本不是装饰的绣花图 而是鲜血浸染出来的效果 虽然历经了几十年 但是这血迹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散 袁刚透过这刀鞘上的血迹 甚至能想到当时刀的主人 在经历何等的熬战 这得是鲜血完全将刀鞘给浸泡住 才可能出现这种渗透效果 袁刚没有敢拔出斩马刀 他才触手就有一股力气似乎要爆发出来一样 他连忙原封不动地将斩马刀放回了远处 老爷子 粮食那些我给你放楼上了 你上去的时候多注意一下 这次啊 我们不是来买陨石的 就是单纯地过来看一下您 这天色也差不多了 我们就先回镇上了 小小 走吧 改天再来看望老爷子 袁刚望了一眼挂回原位的斩马刀 压下了心中的恐慌 转头朝着郑老头告别 郑爷爷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您别送了 冯小小看到原岗脸色不对 也朝着郑老头告别道 三轮车上司机已经有些慌了 二龙村距离松树镇 还是有好几十公里的 他的摩托车车灯坏了 一直没修 这要是天黑前还没有赶回去 那夜里行车绝对会很危险的 你们抓好坐稳了 我们得尽快走了 三轮车司机朝着袁刚和冯小小提醒道 说完 直接发动三轮车 沿着之前的小路连忙朝松树镇赶去 出了二龙村 袁刚回望着郑老头孤零零的土房 哎呀 之前没发现 这郑老头屋子前面的路 居然是反弓形状的 他家这风水问题太多了 袁刚小声自言自语道 屋前路呈反弓形 主家多半要出现偷盗之人 而他观郑老头根本不是鸡鸣狗盗之辈 那这风水地势背后的寓意 肯定会出现在他亲戚或者儿子身上 哎 刚哥 你刚才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呀 看到袁刚又在神神叨叨的 冯小小出声问道 他那把刀是真的杀过人的 我开始以为是郑老头吹牛呢 结果证明确实是凶器 凶器镇宅必有血光之灾呀 而且我之前在二楼上发现了房檐雕像 已经碎裂开来 这可不是好兆头 这说明这房子的风水容易沾染上凶煞 而你已经怀孕了 那个屋里你以后最好不要进去 要不然对你身体有损 郑老头的情况有些特殊 我目前还有些问题没考虑到 总之这土屋的风水肯定有问题 你是个女人千万要注意 郑老头住久了还安然无恙 并不代表不存在隐患 下次你不要跟着来了 袁刚语气凝重地向着冯小小叮嘱道 他想到了之前在后山看到的二龙村地势 二龙村就像在盆底里 周围都被残破的龙凤风水包围住 冯小小这种外来的女人 还是少来为妙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抽烟的老鬼 演播三壶茶 看着袁刚脸上凝重的表情 冯小小也没有再继续刨根问底 眼前这个环境 实在不允许他们能很好的交流 三轮车的噪音实在是太大了 耳边风声呼啸 袁刚说话声音若是小一点 他甚至都听不见袁刚在说什么 看着夜幕逐渐降临 三轮车司机凭借着熟练的技术 硬是在山间小道上 开出了秋名山车神的气势 当他们抵达松树镇的时候 夜幕居然还没有完全降临 师傅 你这个车速也太快了 以后开车要注意安全啊 袁刚头晕目眩地站在地面上 脸色苍白地朝着三轮车司机说道 同时掏出了二百块钱 作为车费付给了三轮车司机 我以后注意吧 时间就是金钱呀 来晚了 我那车灯是坏的 夜路更难走 不过这条路我熟 闭着眼睛都能开 你们不用担心 三轮车司机憨笑道 不是他故意不修的 而是修好用不了多长时间 这车灯就又坏了 在这种乡村土路上磕磕碰碰 这是常规操作 反正他基本上也不在夜间行车 所以也就一直没有去处理 修复车灯 没想到今天差点就要冒着 夜幕行车了 大哥 安全无小事 以后开车呀 一定要开慢一点啊 我都差点憋不住吐出来了 冯小小看着憨厚的三轮车司机 一脸不满地吐槽道 他本就有韵在身 虽说反应不太明显 但是三轮车司机这车 开得实在是太过凶残了 转弯度不带减速的 他在车厢里被甩来甩去的 要不是原刚拉着他 估计他早已躺在了车厢之中 此刻看到三轮车司机还在那儿憨笑 不打算去修复车灯 他有些恼怒 但是联想到他自己的身世 冯小小的愤怒瞬间被削弱了不少 都是为了生存 不去修复车灯的话 还能多省几个钱 冯小小看到那憨厚表情下 隐藏的无奈 他已经懂了 大家都不容易 想要强行改变司机的观念 恐怕并非是他们两三句话 就能搬过来的 走吧 一起去吃个饭吧 看出了司机的尴尬 袁刚连忙转移话题 邀请司机一起和他们两人去吃饭 两位老板 我先回家了啊 后面需要用车 直接去那个路口找我就行 价格保证给你们优惠 三轮车司机一脸感激地朝着袁刚告别 看着镇上的路灯已经打开了 他将袁刚给他的二百块钱车费 小心翼翼地收进了衣兜里 放完后 不放心地又用手摸了摸衣兜 晓晓 你先去点菜 我打电话给王多多 让他下来吃饭 看着司机骑车离开 他朝着冯晓晓说道 两人在街边随便找了一处小饭馆 准备解决晚饭 诶 刚哥 你们是去哪了呀 我打你们的电话都显示不在服务区呀 要不然就是没法接通 王多多一路小跑地冲进了小饭店 找到两人 他一脸疑惑地朝着袁刚问道 哦 可能是手机信号有问题 现在不是打得通了吗 赶快坐下来 先吃饭吧 今天正希那边的事情 有没有想出来如何让他帮忙啊 袁刚招呼王多多坐下 两人谈起了关于隐石交易的问题 哎 没用的 我后面啊 又打电话联系正希了 总之呢 他给我的感觉 就是身份特别的卑微 做不了主 这个隐石啊 他不打算帮我们去说服他父亲 怕女方那边产生误会 说起隐石交易 王多多一脸无奈地汇报着今天的情况 这么说来 通过正希采购隐石这事就不用想了 正希从头到尾都不会出现 那我们只能靠自己去收购了 或者说通过餐馆老板的帮忙 但是通过我们自己去收购的话 那正老头也不知道会不会让架 如果说花几百万买那么一块石头 我感觉不划算 要不然就不要买了吧 袁刚委婉地提醒道 结合之前他和冯小小两人 在正老头家里看到的风水布局 袁刚心里已经有些 不太想收购那块陨石了 刚哥 你是不是又发现什么问题了 之前你可是说 拿下这块陨石做备用的 王多多听到袁刚 劝他放弃收购这块陨石 顿时疑惑地朝着袁刚问道 我刚才回想了一下 我在正老头家门前看到的风水地势 那房子的风水寓意 显示的是破败之局 正老头根本就没有报复的可能 说白了 他这一辈子都是劳碌命 而且那里很有可能会发生血光之灾 我在想 是不是因为我们重金收购了陨石 然后引起了一些人 对正老头谋财害命呢 这样的话 我们虽然收到了陨石 但是却给正老头带来伤害 所以这事情的因果比较大 要是能够解决善后 收购倒是没问题 怕就怕 我们走了以后 这穷乡僻壤的 正老头什么时候被别人弄没了都不知道 袁刚无奈地朝着王多多解释道 之前在三轮车上 他就已经反复推算 最终得出了这种结果 如果因为救王有余 而害了另外一个人的性命 这是袁刚不愿意去做的 这会不会是哪里弄错了呀 要是有人盯着正老头这块陨石 他一个无保护老人 别人想过来偷或者抢 那都是小事啊 而我们可是看到陨石真的在他手里呀 我们隐秘一点收购 应该没有人会对他进行抢劫吧 王多多不确定地朝着袁刚说道 这也是我奇怪的地方 这么多年过去了 正老头这块陨石的信息 知道的人肯定不少 若有人想一夜暴富的话 那直接去抢不就行了 为何还会在他手里捂了这么多年呢 袁刚的眉头已经皱成了一块 这就是有冲突的地方 哎 刚哥 等一下 杨河光打电话来了 王多多接起电话 朝着袁刚说道 没过两分钟 王多多一脸不爽地挂了电话 那餐馆老板已经沟通过了 他能通过二龙村村委会 给正老头做思想工作 然后将那块陨石碎片 以优惠的价格卖给我们 但是说三十万的价格太低了 他们要求家教到五十万 这事啊 我没有急着答应 咱们商量一下 看看值不值得入手 王多多脸色有些难看地说道 要是哥在第一次见到正老头 五十万能入手的话 他绝对不会再犹豫了 但是就在刚才 袁刚告诉他 恐怕有人会谋财害命 对正老头下手 他买了陨石 这就很有可能意味着 正老头命不久矣 一边是救治王有余 一边是让另外一个老人遭劫 此刻王多多心里 分外纠结 五十万才能买那颗陨石 这是二龙村村委会的决定 还是饭店老板单方面的加价呀 我们对这边的各村委会也不熟 恐怕他们说什么是什么 至于真假 我们还没法确认 袁刚沉声说道 消息不对等 他们就是那砧板上的鱼肉啊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抽烟的老鬼 演播三壶茶 第九十五集 若真的是二龙村村委会要价五十万 那他们可以入手这块陨石 一旦成交了 这五十万必定会进入到 二龙村村委会作为公共收入 五十万分到一个村子其实不多 郑老头很有可能 就不会遭受这血光之灾了 即使后面郑老头再出了事情 也有二龙村村委会担着 和他们收购陨石的因果不大 他担心的就是饭店老板这种二道贩子 从中加价牟利 这样的话受苦的还是郑老头 不知道的人以为是郑老头卖了陨石 钱都是他捏在手里 王多多啊 你说这其中会不会还有黄牛党存在啊 杨和光虽然和我们说是村委会帮忙 但是这些话万一是他说了骗我们的呢 他直接低价让郑老头卖给他 然后再高价卖给我们 一旦这事被有心人知道了 他们都会以为郑老头的陨石 已经换成了几十万块钱 老人的钱一般都不会存银行的 他肯定放家里啊 到时候恐怕郑老头真的要有血光之灾了 看着眼前纠结的王多多 袁刚耐心地分析道 这事情啊还真纠结 我原本想着吧 有钱能摆平一切的 结果发现还是太草率了 哎 顾虑重重啊 来 刚哥 喝酒吧 这事啊 咱们后边再商量 王多多无奈地说道 他头脑一片混乱 此刻真的无法做出任何决定 只能借酒消愁 行 喝酒 袁刚看着王多多有些逃避的动作 他心里也知道不能逼得太急 要是逼着王多多放弃收购运石 这就是等于让他放弃王有余 这是身为人子能干的事情吗 这种选择题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 都会选择保自己的亲人 哪里还管外人死活呀 王多多没有一口气拒绝 已经很出乎袁刚的意料了 看到王多多这样 袁刚只能选择陪酒 若放在平常时间下 冯小小还会劝王多多少喝一些 而今天 冯小小完全就作为一个局外人一样 冷着脸在那自顾吃着饭 看都不看王多多一眼 袁刚和王多多都没有再提及收购运石的事情 两个人就这样 你一瓶我一瓶地喝着闷酒 也许是因为和冯小小吵架的原因 王多多喝得有些大了 刚哥 你帮我推论一下 如果我花五十万 购买下那块陨石碎片的话 能不能帮助我老爸续命成功啊 还有啊 我们能不能有什么办法 在我收购了这块陨石以后呢 确保郑老头不会遭受血光之灾 趁着酒劲发作 王多多终于还是忍不住了 向着袁刚求助道 对于袁刚的推测 郑老头可能会有血光之灾的说法 他没有否认 因为他相信袁刚说的话 只要袁刚说有血光之灾 那肯定就会有的 只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 你爸那个情况有些特殊 你也知道 我们收集材料 最主要的就是最后一道材料 也就是百年蟒蛇的血液 若是没有这个年份的血液进行激活 我们哪怕是收集到陨石和赤金 也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啊 根本就动用不了其中的气能量 而且对于能否续命成功 这些都不好说 未来的事情我也不敢进行保证 总之七星灯续命法 想要完全施展成功难度很大的 要不然历史上也不会 只有那么少数人能够成功的续命了 你爸的问题不是寿命大限道了 而是因为有斩运树在作祟 如果凑齐不到打造七星灯的材料 那我们就启动备用方案 哪怕是续命不成功 我也将这斩运树给破去 这样的话 你爸的寿命肯定还会多出来几年 这几年时间也足够他安排王家的未来规划了 袁刚看着眼前无力的脸庞 认真地朝着王多多说道 来 多多你先喝着啊 我出去方便一下 看着王多多欲言又止的动作 袁刚果断地使用了尿顿之术 小小 你帮忙照顾一下 袁刚起身 拍了拍封小小的肩膀 轻声说道 唉 真是头疼啊 小饭馆外 袁刚长叹一声 这两天经历的事情有些烧脑了 他想在外面清醒一下头脑 再进去看王多多 要不然两个人都喝大了 到时候再互相搅和一下 恐怕会牵扯出更多的麻烦事来 劳碌之命 血光之灾 可是这正老头手里的陨石 要做何解释呢 这妥妥的是几十万华下壁啊 难道这是受到二龙村周围 风水山市的影响 从而导致了我的推论出现错误 袁刚自言自语道 他迎着街道漫步走着 脑海中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 奇门残卷之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 推测出来的结果和实际发展不一样 那就是存在变数 而成为变数的原因有很多种 其中最为直接的就是风水影响 二龙村那里的地势他已经认真观看过 若是龙凤灵脉没有被毁去 那绝对就是一个风水宝地 现在灵脉进毁 但是风水宝地并未完全废去 历经漫长的岁月 这里会凝聚出天地灵物 而这天地灵物就是影响风水走势的变数 袁刚担心的就是自己的推演 被这灵物干扰了 导致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 唉 罢了罢了 强求不一定有所得 走一步看一步吧 袁刚拍拍胸口 长呼一口气说道 他漫无目的地沿着街边小道走着 松树镇占地面积并不大 每走几百米 他就隐约到了郊区 那不是白村长的车子吗 袁刚轻声低喝道 他隐约看见车子不远处 还有一个人站在那里打电话 看着那背影像极了白村长 经历了给郑老头慰问的事情 袁刚对于白村长这种实干的人 早就萌生了好感 他不由自主地向着那车子走过去 准备和白村长打个招呼 然后再具体地请教一下 关于郑老头的事情 那些事情怎么说 到底能不能做得成 隐约间 袁刚又听到了白村长谈话的声音 这一幕像极了 之前他去二龙村后山 寻找郑老头的场景 虽然他不想听 但是往往就是那么凑巧 一些隐秘的事情 在他眼前 接二连三地展开了 今天跑这一趟 少说也是好几千块钱呀 你可不能让我白跑啊 这事我已经打听过了 他们确实是急需购买陨石 你那边的价格呢 千万别松口 什么 你只要价五十万 这个价格太低了 根本不够我们下半辈子开销 再争取一下 就说有人 也要急着求购这块陨石 把价格炒高一点 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 你尽管说 白村长抬头挺胸 看着漆黑的树林 就像在指挥下属一样 毫不顾忌地 诉说着他的指导意见 糟糕 有人要搞事情 袁刚连忙躲在墙边 心里 已经瓦凉瓦凉的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九十六集 这由不得原港不心惊啊 刚才王多多才挂断电话 还没决定 是否要以五十万华夏币的价格 收购陨石呢 结果 这边居然还嫌弃五十万的报价低了 袁刚心惊 但是没有自乱阵脚 他沉住气 继续听着白村长的指导 我今天已经找人调查过了 今天这伙人是M省过来的 要是消息没错的话 他们代表的是M省的龙头企业 天龙公司 这种大公司 这种大公司怎么可能会在乎几十万 你尽管往高处报价 回头再划算下 这块陨石就卖给他们得了 你也别频繁接触他们 要不然让他们以为 没人买这块陨石呢 这两天给我安排人盯紧了 千万别让他们离开松树镇 要是他们私下接触到郑老头 要是说漏了嘴 那这买卖就完了 别大意 你交代给郑老头 也要小心 那老人太耿直了 要不是他儿子劝说 我估计他不会和我们合作 记住啊 千万不能让郑老头 把这事给说出去 白村长根本不管 电话对面的杨和光怎么解释 他就将他的理解 以及叮嘱强加给了对面的人 袁刚心里早已是五味杂陈 他明白了一件事 他们被人算计了 也许是对方 没将他们几个年轻人放在眼中 所以才没有隐蔽地商量算计的事情 这才得以被袁刚偶然撞见 虽然还不知道对方的具体操作方式 但是袁刚已经明白了大概 这陨石也许是他们以极低的价格拿来的 而现在他们有求于人 已经表现出了迫切的求购心理 而之前新闻报道上的那一家 也就是王首傅家新的地址 白村长不是不知道 而是不想告诉他们 让他们只能从其他地方求购陨石 而最让袁刚担心的地方就是 他们来到松树镇还没多久 白村长他们居然已经查到了 他们和天龙公司有关 这是什么效率 财博动人心哪 何光 你听好了 要是对方嫌价格高 你就制造出一个假象 他们不要自有别人要的假象 然后他们若是真的不要 那就想办法拖住他们 这陨石不管他们买不买 我们都要强行卖给他们 后面的事情 等见面具体商量 我再想一下是否有可以操作的空间 啪的一声 车门关了起来 袁刚已经听不到白村长后面讲的内容了 强买强卖 袁刚皱起眉头 自言自语道 这要怎么操作 难道这地方真的没有法律管束 竟然真的敢高价强买强卖 袁刚被白村长的谈话内容刺激到了 酒劲也清醒过来 等白村长的车走远了 他从墙角走了出来 快速朝着之前吃饭的小餐馆赶去 这事必须要和王多多和冯小小讲清楚 因为很有可能 他们已经被一张大网罩住了 小餐馆中 刚哥 多多又喝多了 恐怕呀 商量不出什么结果了 我们呀 还是先扶他回宾馆吧 袁刚才找到两人 冯小小一脸无奈地朝着袁刚说道 而王多多 已经靠在椅子上呼呼大睡了 哎呀 这情形只能透到明天了 袁刚内心抱怨道 这王多多也不知道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这两天碰酒就醉 走吧 那就先扶他回去睡觉 这两天我们都想一下这块陨石要如何弄到手 要是买不到 那就放弃 赶紧离开这里 袁刚扶起王多多 朝着冯小小提醒道 虽然他不知道白村长和杨和光有什么交易以及勾当 但是 这事情准没好事 特别是对方已经知道了他们是天龙公司的人 而且还准备狠狠砍他们一刀 遇到这种情况 能躲避就躲避过去吧 袁刚心里已经计划好了 明天等王多多清醒了 直接将今天白村长的通话内容告诉王多多 然后花一天时间决定是去是留 这里是不能久待了 王多多在两人的搀扶下 很快便回到了入住的宾馆 而时间尚早 袁刚打算再出去走一走 就当是出去了解一下风土人情 在这里也不至于两眼一抹黑 不知不觉间 袁刚又路过了江外饭店 正是之前杨和光开的饭店 而在饭店前的停车场上 他赫然看到了白村长的车子 嗨 富贵险中求 看着没有多少食客的饭店 袁刚一咬牙 他决定绕到饭店后面 去探听一下两人的谈话内容 毕竟刚才听到白村长 要对他们强买强卖 袁刚心里还是有些好奇的 想要知道白村长和杨和光怎么操作 袁刚小心翼翼地 从饭店背后的矮墙上越过 裸在了饭店内侧的窗户下面 隐约能听到食客谈话的声音 两个人谈事情肯定是秘密的 不会在公共场合谈论这些 袁刚也不气馁 一个窗户接一个窗户的视听下去 他猫着腰 加上旁边还有些农作物做掩护 饭店里的食客根本就没注意到 窗户外面多了一道身影 随着袁刚不断试探 他终于在靠边的窗户下面听到了熟悉的交谈声 村长 你说要是给他们报价过百万 然后给他们都吓跑了 我们这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毕竟那陨石的成本那么便宜 要补五十万就行了 等以后有机会多卖几次 这钱不就赚回来了吗 杨和光公为地向着白村长说道 阳石的成本 这又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们真的是强行低价买来的 袁刚心里一紧 情不自禁地有些着急道 老光 这成本便宜是便宜 但是我们把价格买得太便宜了 恐怕买主反而不放心 这可是天外陨石 地球上没有的东西 谁都不知道陨石里面是啥玩意儿 我们要漫天要件 才符合陨石的价值嘛 就像王德水那丝一样 卖了块破石头就成首富了 现在他在省城里生活滋润着呢 这事我俩去做都不合适 只有郑老头 他年纪大了 做什么事都能被理解 就像之前我们卖的那几块 真的被人发现了 他们也只能找郑老头 而且卖主记得确实是陨石碎块 这警察也没法说郑老头诈骗 这事要再仔细划算一下 之前那些卖的便宜 那是买主求购意愿不大 所以才便宜卖了 这次我查清楚了 对方真的是天龙公司的人 天龙公司资产上亿呢 还会在乎这百八十万 你开门做生意 还不会见人下菜碟了 白村长说着说着 整个人都激动起来 朝着杨和光打去当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九十七集 财大气粗 我倒是看出来了 特别是那王多多 出手特别大方 我感觉五十万块钱 拿下那陨石碎片 他应该不会犹豫 只是不知道 为什么今天我跟他说 这件事的时候 他犹豫了 难道是发现了什么 杨和光诧异地向着白村长说道 不可能发现陨石有问题 那陨石 可是省城著名的石料厂 加工出来的 那可是在郑老头的儿子盯着下 怎么可能看出问题呢 就他们那三个年轻人 还能比专家厉害 这些陨石碎片 连外国专家都看不出来造假 他们顶多 就是想要学着别人砍价 白村长一脸不屑地说道 言语之中 对于袁刚等人 那就没正眼看过 啊 那陨石是假的 窗外蹲着的袁刚大惊 差点呼叫了出来 他可是明明探查过的 那陨石碎片里 确实存在气能量 怎么会是假的呢 但是白村长和杨和光 两人在密谋这件事 不可能知道他在偷听 自然也就不存在 故意哄骗他呀 恐怕这陨石碎片 真的是造假的 袁刚豁然开朗 难怪他检查陨石碎片的时候 感觉里面气能量有些虚浮 而且还在一散阶段 现在看来这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村长 要是他们真的嫌价格高 不打算买这块陨石咋办 我们不会真要强买强卖吧 况且我们也都不过天龙公司 杨和光不解地问道 我问你 你想不想干一票就养老了 还是说 你想继续守着这饭店 经营个几十年 等退休后再养老 白村长声音低沉地 向着杨和光问道 这还用说 肯定是干一票大的 选择养老呗 我这饭店经营状况 您又不是不知道 要是没了您帮忙捧场 我现在就转出去了 只是说 你说的这票大的话 安不安全啊 听到白村长的问话 杨和光心里一片火热 激动地朝着白村长问道 安全 想发横财还想着安全 这事倒也谈不上危险 如果我们安排得妥当 我们俩都是安全的 你听好了 这事只有我们俩知道 千万不能外传 白村长冷笑一声 然后压低了声音 朝着眼神火热的杨和光说道 明天你就将价格抬高到百万 他们要是不接受 那就让他们大出血 三十万或五十万都行 必须要现金交易 等我们收到钱 他们拿到陨石后 找个机会让郑老头 见点血 到时候找几个目击证人 郑明天龙公司的人 初入过郑老头家里 交易的时候 不要让郑老头发现 要是被发现了 那就直接送他上路 他儿子那份 我们也不给了 白村长瞬间说出了 令原刚毛骨悚然的计划 村长 这不妥吧 把郑老头弄伤我倒是下得了手 要是把他给弄没了 我担心 杨和光听闻要他杀人放火 顿时有点犹豫了 担心啥 只要坐实了天龙公司的人 因价格不合适 杀人抢货 抢了郑老头 你以为那块陨石碎片 他们能带出九台诗 这事情一旦闹大了 天龙公司能抵挡得了 舆论口诛笔伐 他们最后 还不是要找我们私聊 到时候 价格就不止百万了 随便开口千万 他们也得挨着 这种大公司 最在乎的就是口碑 区区千万 他们每年打广告的费用 都不止这点小钱 他们犯不着 为了这点小钱 和我们过不去 而且 这人一旦出事 陨石交易的事情 反而成了次要的 我听说 省城那边 好像有外甥 在寻找陨石 做完这票 我们再去省城 碰下运气 你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 提前养老了 白村长看着杨和光 耐心地 将他的计划 说了出来 至于中途 伤害了正老头 或者其他人 那就不是他们的管辖范围了 等警察局介入后 天龙公司的人 就会浮出水面 他们坐等私聊就行了 村长 那正老头的儿子呢 这事 要是被他知道 是我们做的 那我们之前合作的事情 岂不就暴露了 人命关天 杨和光 还是有些担心 再三朝着白村长问道 郑西那边 是你在联系 你差不多 将之前的号码 给注销了 不要留下任何限作 要是正老头真的没了 那这事 就是天龙公司干的 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趁他回来的时候 将他给活埋了 之前 我让你埋的那些炸药 埋好了吗 白村长 似乎是看到 大把的钞票 在向他涌来 整个人 都已经掉进了 前眼里了 忽然变得冷血起来 双眼盯着杨和光问道 弄好了 都是让人从矿里 带上来的几根雷管 我已经分几次 埋在了正老头房子周围 只要房子塌了 我第一时间 就去消灭证据 只是这钱 我们真能分到这么多 听到白村长的安排 杨和光也没了 往日和善的面孔 此刻 已经被欲望烧红了双眼 穿着粗气 朝着白村长说道 他们开的那是越野车 少说也两三百万 一旦扯上人命 那些公子哥 第一时间 只会想着花钱摆平 宁愿多花钱 也不愿意去局子里关押着 这事你就放心吧 小年轻 下一下就慌了 花个一千多万 摆平这种事情 那么求之不得 至于正希 若是只分卖陨石的几十万 那就给他 要是知道了天龙公司赔付的事情 那就一起解决了 这次明白了吗 明白的话 赶快去准备 银行卡 最好是找境外的 国内的银行卡 千万不要用你本人的 和你有关系的人 也不能用 白村长说到这里 意味深长地 看着杨和光 解释得这么详细 再不懂的话 他都要怀疑 这件事能不能做了 村长 明白了 这事 我亲自去办 郑老头也信任我 他家里我都摸清楚了 就等着坑这会儿人一把的 石像的话 些大欢喜 花个几百万了事 要不然 准让他们摊上事 不赔个千八百万的 休想平安离开这里 杨和光咬牙说道 整个人已经凶向毕露 似乎袁刚和王多多等人 已经是待宰的羔羊了 袁刚心情沉重 悄悄地撤出了饭店 他明白 不管买不买陨石 他们已经深陷泥潭 这次 想要全身而退 恐怕是有些困难了 他是万万没想到 这陨石居然是假的 他们从一开始 就主动钻入了 别人准备好的口袋里了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九十八集 袁刚心情沉重地往回走 他顿时有些迷茫了 这是怎么回事 之前来的时候 想着是首到勤来 肯定能将陨石收入囊中的 没想到 才过去了一天多的时间 居然发展到了眼前这地步 真是社会险恶呀 袁刚和王多多 都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 根本还没有经历过 这种社会事件的毒打 他最担心的 就是陨石的品质问题 若是陨石品质不对 那么他们直接就去找下一块 他们之所以还留在这里 是想着这块陨石 多少还含有一些气在其中 再不计 也能多个备用选项 结果呢 他已经确认过的陨石 居然被告知是造假的 造假能够造到这种水平 其实已经不算造假了 如果只是收藏和科研的话 虽然品质差一些 倒也算得上是陨石碎片 仔细回想着 他探查陨石碎片的过程 袁刚已经大概明白了 这陨石是如何加工出来的了 这就像是陨石造假一样 客户想看的 都是造假人 故意留着给你看的 虽然看的这个过程 会让人觉得 这是一些容易被忽视的小细节 不管是合成也好 加水粘贴也好 现在的科技那么发达 已经可以做到 无缝粘合在一起了 然后在造假的物件中 放上正面的一些碎片 简直就是刚挖出来的原石啊 他们从正老头那里看到的陨石块 十有八九就是这样出来的 要啥有啥 本身就粘合了部分真陨石的碎片 不管专家如何检测 这都不会是假的 因为陨石也会有杂质存在 其他用来充重量的石块 或者各种材料 那就是杂质 这种说法是完全能解释清楚的 除非买主买回去不是收藏 而是直接切割进行科研或者加工 才会发现其中有人工合成的痕迹 难不成到时候再来找 快要入土的正老头理论吗 别开玩笑了 正老头已经土都埋到脖子了 再去理论折腾一番 正老头双眼一闭双脚一蹬 恐怕事情的后果就更严重了 不行 这事得赶紧告诉王多多和冯萧萧 要是都不愿意冒这个风险 但我们还是今晚就连夜离开吧 这里的人太恐怖了 居然任何一个小细节都算到 不愧是老江湖 这是得坑了多少人 才能积攒出这么丰富的经验啊 袁刚心里暗自吐槽着 眼看着宾馆就在前面 他加快了步伐 小小 叫醒多多 出大事了 事情拖不到明天早上了 现在我有不好的消息 要告诉你们 袁刚敲门 直接进入到了王多多的房间内 朝着正在照顾王多多的冯小小说道 冯小小忘了忘熟睡中的王多多 一脸心疼地朝着袁刚说道 再拖下去 恐怕要出人命了 现在我们背后是天龙公司的事情 这镇上已经有人知道了 而且准备坑我们 你说这事情急不急 袁刚看着冯小小心疼王多多 他心急如焚 直接将他们身份背景暴露的事情 说了出来 啊 这 好好 我这就寒醒多多 我用冷水给他清醒一下 冯小小连忙起身说道 朝卫生间走去 他打算用湿毛巾帮王多多敷敷脸 让他尽可能清醒地 听懂袁刚在说什么 看着袁刚神情严肃的表情 他知道事情肯定很严重 要是小事情的话 袁刚一个人就解决了 哪里还会轮到让他们三人一起来商量 在冯小小的一番努力下 王多多总算是清醒过来了 当袁刚将今天听到的内幕告诉两人时 王多多和冯小小都陷入了恐慌之中 他们这次出来只是为了求够陨石块而已 谁曾想现在都要发展成谋财害命了 想到这里 王多多和冯小小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袁刚 袁刚刚刚才听到的内幕和他之前测算的血光之灾 相符合了 而且若是陨石真的是假的 那就根本不存在什么报复的可能 白村长和杨和光两人的谋划 还在更早前已经被袁刚提前推算出来了 王多多和冯小小恢复了平静 刚哥 那 那要如何破解啊 我现在对于你这本事 真是全服了 这都能通过观察风水推演出来啊 那么肯定有化解的办法吧 你就直接一起说出来吧 这陨石啊 也不算是完全造假 毕竟他们不也是混入了真的陨石碎块成分吗 虽然成本不高吧 但是他们也用了真的陨石碎块啊 我们能不能就着这条线索 找寻到真的大块陨石呢 王多多充满希望地望着袁刚 说出了他的意见 现在我们不管买不买这块陨石 我们都已经被对方算计了 你认为他们会告诉我们真的陨石块的消息吗 那岂不是等于亲自承认了他们造假的事情了 我们现在连夜离开 也许能让我们脱离他们的算计 但是也就断了寻找真陨石的线索 而正老头家里的陨石我是检查过的 若是能入手整块的真陨石 那绝对是划算的 我们剩下的时间 只要找寻百年蟒蛇即可 袁刚看着不愿放弃的王多多 说出了事件的利弊关系 嗯嗯 刚哥 你说这陨石既然是造假的 那我们报警行不行啊 只要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那么白村长他们应该就不敢 真的对正老头下死手了 我们甚至可以报警说 正老头家里发现了炸药 白村长和杨和光肯定就不敢再出手了 到时候啊 我们加价好好地和他们谈一下 想要收购品质更高的陨石碎块 我想他们恐怕会拿出来的 我们求陨石 他们求财嘛 本身就不冲突 想来应该能合作 王多多双眼闪亮着精明的光点 点头朝着袁刚说道 刚哥 如果我们现在撤离 你说白村长他们会不会恼羞成怒 直接对那正老头动手啊 然后他们收走了陨石 再直接嫁祸给我们 到时候我们可就是畏罪潜逃了 冯小小身世比较悲惨 对于人性这块 看得比王多多透彻多了 坏人坏起来 那简直就不是人 在他眼中 如果对方已经想好了 要算计他们 那么绝对不会给他们安全离开松树镇的机会 恐怕他们车才离开松树镇 正老头那边就出事了 而最近一段时间 就只有他们三人 作为外来户 去慰问过正老头 若是真的出事 那他们 就是最大的嫌疑人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九十九集 小小 你说的这个情况 完全是有可能发生的 他们还真的已经提前计划好了 不管价格高低 只要我们买了陨石 离开以后 正老头恐怕就要出事 然后 就是我们杀人越货 袁刚听到冯小小的猜测 他不禁多望了两眼冯小小 语气沉重地赞同道 冯小小的推测 和白村长的计谋 完全就是同一个角度 若是他们现在连夜撤离 那确实是最容易成为 背锅侠的存在 嗯 刚哥 我觉得 我们还是先报警吧 虽然没有任何证据 但是 雷管的事情 我觉得可以做文章 只要发现了雷管 那就能说明 正老头有危险啊 那正老头的血光之灾 不也就能消除了 我们也就不用畏罪潜逃了 王多多思考片刻 他做出了决定 朝着袁刚 说出了他的解决办法 你们俩 都同意留在松树镇 不撤离了 袁刚朝着两人 郑重其事地问道 不走了 多多不走 我也不走了 王多多和冯小小 都决定留在松树镇 神情认真的 朝着袁刚说道 行 那我们就留下来 看对方要如何行事 只要我们还未成交 采购到陨石 那么白村长他们 应该是不会对正老头下手的 这两天时间 我们再想一想 看看 有没有什么破局的办法 袁刚不再犹豫 说出了他的推测 既然已经选择留在这里 那么就应该积极应对 可能到来的危险 袁刚二话不说 取出了随身携带的骨钱 嘴里念念有词 奈何王多多和冯小小 如何努力 也听不懂袁刚在念啥 两人只能大眼瞪小眼地 互相张望着 很快 袁刚收起了骨钱 神色凝重地 看向王多多和冯小小 刚哥 挂相显示 是急还是凶啊 不会真的出人命吧 王多多望着袁刚 出声试探道 挂相显示 郑老头是 伤攻入目之局 这可是 实打实的血光之灾 这伤攻入目之局 不止代表着 郑老头命不久矣 连他的儿子 恐怕也要遭劫 这可是大凶之招 我们一旦加入进去 也许会改变这挂相 但是肯定会沾染上大因果的 这件事情 我们得好好地梳理一下 不能随意就开口上门 去采购陨石 要不然 我们的做法 会加快 伤攻入目的到来 时间越短 对于我们 反而不利 刚哥 那我们需不需要报案呢 这警察哪怕去了 不能保护郑老头 但是只要有警察出面 多少也能够警告白村长 让他不要那么肆无忌惮 我们又不是砧板上的肉 真的说切就给他们切呀 王多多刀念道 他脑海中 一直都在记着一件事 有事情找警察 现在正是需要报警的时候 别想那么多 没用的 我们能考虑到的问题 你认为白村长会考虑不到 而且你报警的理由是什么 正老头卖假货 还是白村长要杀人 这些可都是我们凭空猜测的 没有证据啊 你让警察要如何立案调查 不是警察不帮忙 而是你没证据 任凭你怎么说 他们都有理由不受理 袁刚看着报警心切的王多多 他的话语如同冷水一样 瞬间浇灭了王多多报警的热情 那 那就只能被动挨打了呀 这叫什么事啊 王多多气急败坏地说道 他直接在房间里绕来绕去 既然我们打算破局 而且想要救人 那就要让正老头和正熙 明白事情的重要性 白村长和杨侯光要对他们动手 只有郑家父子俩联手 才可能破解这伤功入目之局 要不然他们中绝对有人要出事 袁刚望着王多多 说出了他的计划 这事儿恐怕难办吧 正熙的身份我们又不知道 而且他是本地人 凭什么相信我们这些外来人的话呀 搞不好他再不领情 直接找白村长告发我们 那我们不就打草惊蛇了吗 哦 白村长再修改一下计划 恐怕我们都得乖乖地唱铁窗泪了 王多多一脸无奈地说道 袁刚的解决办法虽然直接 但是就怕正熙不相信他们 那这事儿可就是无解了 嗯 这简直太恐怖了 这白村长和杨侯光 到底花了多少时间来培养这种信任度啊 恐怕正家父子被卖了 还得帮他们数钱呢 冯小小出声感叹道 这事儿不能耽搁了 明天找个匿名电话 发信息提醒正熙 告诉他正老头有危险 而且暗中点出他家周围有炸药 表明此事是杨侯光和白村长所为 哦 千万不要声张 要是被两人知道了 那么他们父子俩都危险了 袁刚不动声色地说道 这是目前他能想出来的破解办法 希望白村长等人 能看到正熙出现 而临时更改了他们的骇人计划 而正熙若是回来 第一时间肯定是排查周围 是否真的有雷管及炸药 要是真的发现了 那么他和白村长杨侯光的三人合作方式 肯定要被取消了 到时候王多多就能介入 向正熙询问高品质陨石的渠道 刚哥 有没有办法惩治一下白村长和杨侯光啊 他们这些年做的坑蒙拐骗的事情 肯定不少 要不然 怎么会连这种谋财害命的事情都敢做啊 也就是幸好我们知道了他们的阴谋 要不然 我们绝对要吃大亏的 这要是换成了一般人 不知道他们的计划 被坑了 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这种事情啊 根本就无法报警处理 他们太会钻空子了 冯小小不满地嘀咕道 他虽然生活条件也差 但是还做不出来这种谋财害命的事情 这完全就是没有底线了 我靠 刚哥 你能不能想办法惩戒一下这俩人啊 真的太坏了 王多多看到冯小小不满这俩人的做法 他更是愤怒 连忙朝着袁刚说道 商工入木 白村长或者杨侯光他们 就是引起事情的主导者 他们肯定要在正老头家里动手 那我们可以提前隐藏好摄像头 收集一切可用的证据 我相信 只要他们出手伤人了 那么他们的动作肯定会被录下来的 到时 我看他们要如何做辩解 要是这边轻描淡写的处理 那我们就将证据放到网上去 袁刚已经想出了承治两人的办法 那就是 用手机拍下证据 让两人去唱铁窗泪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一百集 杠哥 这样真的行吗 这要是正希对正老头 根本就不搭理 那我们岂不是 在做无用功了 王多多一脸担心地 朝着袁刚说道 现在已经由不得我们 既然决定不走 那就想想如何破局吧 这摆明了 就是一个死局 不管我们从哪一方面入手 都会显得异常被动 报警是没有用的 没有证据 谁也不会相信我们 与其被别人当鱼肉 还不如将这水给搅浑 袁刚看着不解的王多多 直接点拨道 什么 将这水搅浑 你是指 王多多疑惑地问道 他越听越是迷糊 打破他们三人的攻守同盟 他们仨不是合作坑人吗 现在白村长和饭店老板 都想撇下郑家父子 那就挑拨他们 倒也不算是挑拨吧 就是让郑熙知道 另外两人不靠谱 要对他们下手 总之 就是怎么严重怎么说吧 我看看郑熙要做什么选择 我们已经没有其他的破解之法了 只能让他们自己 将矛盾激化出来 要不然 短时间之内 我们根本脱不开身 袁刚耐心地解释道 而王多多 在袁刚细致的讲解下 终于听懂了 他二话不说 直接拿起电话 准备联系 远在九台市的郑熙 也顾不得 天黑了 对方是否休息了 袁刚也默认 王多多的做法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要是拖到明天再来通知 郑熙从省城回来 又要耽搁至少半天 他们的时间可耗不起 而且这样反而显得 事情比较紧急 喂 是正希吗 你现在听我说啊 你别管 我是怎么知道 你们制假卖假的秘密的 现在啊 我告诉你 郑老头在家有危险 白村长和杨和光 准备杀了郑老头 利用郑老头的死坑人 如果情况允许的话 恐怕连你也跑不掉 你别问为什么 因为啊 人少好分钱 你懂吧 你呢 可以选择不相信 也可以选择询问杨和光 现在他们已经在 郑老头的房子四周 埋下了炸药了 你要是打草惊蛇 那后面发生什么事情 我可就不管了啊 因为啊 他们想算计我们 我呢 就把消息提前告诉你 至于你来不来 对我们影响不大 大不了啊 我们离开松树镇 明白吗 哼 我啊 没必要开玩笑 我知道 你们造假啊 都没去报警 因为呢 拖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不想这些麻烦缠身 所以啊 通知你一声 王多多不愧是天龙公司太子爷 说话的过程中 一点停顿都没有 完全就是掌握着主动 一副不容质疑的语气 硬是让郑熙不敢反驳 直到他挂了电话 郑熙还在那头喘着粗气 一脸不敢相信的表情 刚勒 事情已经办了 现在啊 就等郑熙的反应了 要是他继续按兵不动 那就给我们量量了 王多多冷静地分析道 现在只能是 进人事听天命了 刚哥 你说 这郑熙会不会回来看郑老头啊 冯小小疑惑地问道 他们的计划确实挺好的 只怕郑家父子 是真的脱离了父子关系 要是连亲情都不在乎了 郑熙还回来做什么 于情于理 郑熙都应该回来的 毕竟这么多年 按照杨和光他们的谈话内容 他们卖的假陨石 可不是一块两块 郑老头在中间 起到的作用是最大的 再加上 郑老头是他的爹 郑熙哪怕再冷血 听到他爹有难 这至少也应该回来看望一下吧 不用慌 明天咱们就应该知道结果了 袁刚看着担心的两人 一脸平静地说道 九台市那边 郑熙收起电话 脸色一直阴沉着 他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他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郑老头 至于什么脱离父子关系 那是有苦衷的 虽然对于外界 他是冷血无情之人 但是暗地里 他可是生活费 一分没少地 让人带给郑老头 而这帮忙的人 就是白村长 他原本 是不相信 王多多说的内容的 但是 听到王多多说 已经知晓了 他们造假 陨石销售的事情 他就知道 这事情恐怕是真的了 这事情 就他们四个人知道 郑老头他很熟悉 知道郑老头 绝对不是泄密者 那造假信息 泄露出去的人选 就只有另外两人了 竟然连这种信息 都敢泄露出去 那就意味着 这买卖 恐怕是不长久了 恐怕 另外的那两人 真有坑一大笔钱 然后就收手的想法 而想干一票大的话 哪里有这么容易 陨石的价格 是根据求购者的需求 来定价的 要是运气不好的话 放上个几个月 都不一定遇得到 合适的买家 唯有出人命 这才是大事情 被坑的 绝对不想将事情闹大 这也就是为何 王多多夜里打电话 给他的原因了 啊 今天公司有事 今晚我不回来了 正希和媳妇打过招呼 匆匆地就出了门 知道正老头 可能随时被别人 给弄没了 他哪里还有心情 待在家里 直接驱车连夜 从九台市赶往松树镇 想要知道 事情是真是假 他只要回到二龙村 亲自查找一下 这真要是发现了炸药 那就真的证明 确实有人想要 谋害正老头和他 夜里行车视线不好 哪怕是正希 熟悉这段山路 等他驱车 抵达松树镇的时候 天空已经微白了 忍受着疲惫感 他匆匆在街边 吃了碗早饭 就赶往了二龙村 终于在正老头起床前 摸到了家门口 正老头还未打开房门外出 正希已经焦急地在院子里 以及墙角旁边 各种杂物堆中 找寻着爆炸物 当他找寻到 正老头卧室外侧的墙壁时 还真被他在墙边碎石块下 找到了拳头大小的微型炸药 雷管足有一米多长 要不然雷管漏在土层上 他都发现不了 埋在地里的这包炸药啊 这炸药居然是矿上挖矿用的 这肯定是杨猴光弄来的 看着微型炸药包上的信息 正希倒抽一口冷气 这些爆炸物管控非常严格 每一块上都有编号 他一眼就看到了上面的信息 这正是松树镇煤矿里采矿用的炸药包呀 王多多他们就是一伙外来人员 短时间里根本弄不到这种东西 正希发现 埋炸药包的土壤 已经和周围颜色一样 换句话说 这炸药包恐怕是好几个月前 就埋在这里了 雷管引线的地方 是一块巨大的石头压着 正老头搬不动 自然也不会存在 这误启动炸药包的可能性 这一刻 正希相信了王多多的话 杨河光和村长 真的是要对他们下手了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01集 行 你们真够狠的 我都只要三成的利润了 居然还这样对我 我老爹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你们居然下得了手 你们既然不仁 那就别怪我不义了 这事 不算完 我非他们弄死你们不可 看着手中的微型炸药包 正希已经是满脸愤怒 他不愤地诅咒着白村长和杨河光 他没有惊动正老头 因为现在事情有些复杂了 他不想再让老人担心 他悄悄地将微型炸药包带走 拨通了王多多的电话 有些事情 他想当面和王多多详谈 刚哥 正希已经在二龙村了 他现在就过来找我们 看来啊 他和正老头的关系 的确不像外界说的那样 宾馆之中 三人刚洗漱完毕 准备出去吃早点 王多多就接到了正希的电话 此刻 他将正希约他们见面的事情 向袁刚汇报道 这一切 全部都在袁刚的掌握中 王多多对于袁刚这手 能掐汇算的本事 是越来越佩服了 嗯 先吃早点去 二龙村过来 至少也要一个小时左右的路程 等一下 想想要怎么拿到真的陨石 我相信 他们制造假陨石 那也得用到真陨石进行配合呀 无非就是价格的问题 只要能买到真陨石 我们立马就离开 现在郑家父子在家里 真的出事了 我看白村长他们 还怎么嫁祸 想让我们背黑锅 然后讹我们 只能说 他想多了 袁刚看着两人 一脸自信地说道 若是他们要对付正老头这种 连走路都颤巍巍的老人 那他们 确实有可能成功 但是 加上年轻力壮的正希 他们 恐怕不敢直接下手了 一旦动起手来 他们的目的 也就暴露了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 正希 提供给他们 真的陨石 然后 钱货两清 让白村长和杨和光 就在后面 干瞪眼吧 在袁刚的提议下 王多多和冯小小 并没有选择在宾馆里 坐等正希上门 毕竟现在时间还早 正希到这里 那是一个小时以后的事情了 这个时间 足够他们 边吃早餐 边聊事情 刚哥 那杨和光 还真够狠的啊 他真的将炸药包 埋在了正老头家的墙角下啊 这边的民风 都这么彪悍啊 吃着早餐 王多多一脸震撼地 朝着袁刚问道 这种做法 太过残忍了 尤其是法制社会下的今天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还有人 真的敢触碰红线 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嘘 飙不飙汗 你不是知道了吗 别在外面议论了 待会儿和正希 详细聊一下 袁刚低头吃着早餐 朝着王多多 轻声提醒道 谁知道这些本地人中 哪个是杨和光的眼线呢 要是他们这样大张旗鼓地谈论 恐怕下一分钟 杨和光就警觉了 这对于他们而言 反而会陷入到了 无休止地 无休止地被算计中 一个小时都没到 王多多他们吃完早点回到宾馆的时候 就在宾馆停车场中 看到了正希 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 此刻正在通过打电话 确定着王多多的身份 看到王多多摇了摇手机 正希这才放松警惕地走了过来 上楼吧 去房间里面说 这里啊 隔墙有耳 王多多故作神秘 学着谍战电影里 街头行动的模样 用低沉的声音 向着正希说道 这举动 唬得冯小小一愣一愣的 宾馆房间内 袁刚代替了王多多的位置 将他无意中 听到的白村长和杨和光的 谈话内容说了一遍 对于他们决定要暗中 坑害正老头和正希的事情 袁刚明确表示 不知道 他们也没有去实地检查过 知道这计划的第一时间 就打电话通知正希了 谢谢你们的提醒 我早上 已经在房子后面 找到炸药包了 我没想到 他们这么丧心病狂 为了钱财 居然真的敢将人命 不当一回事 正希听到袁刚的介绍 一脸阴沉地说道 虽然袁刚他们 没有去过现场 不知道正老头房子旁边 是否真的有炸药存在 正希觉得 没必要哄骗他们 一五一十地说出了他检查出来的结果 炸药包确实存在 而且还是杨和光亲自搜集的炸药包 外人根本找不到 对于提醒他的王多多等人 他充满了好感 至于杨和光和白村长 已经上了他的黑名单 大有一种不把对方弄死 不罢休的恨意 在酝酿 那种冷意 袁刚已经隐隐感觉出来了 这边疆地区 民风确实彪悍啊 袁刚内心不由地感叹道 这动不动就是分生死 太恐怖了 在这里 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的 动不动就在别人房角埋炸药 这是一般人能干得出来的事吗 我们的目的啊 只有一个 你造假不造假呢 对我们而言 我们管不着 我们在乎的是真的陨石在哪里 只要你帮我们弄到 恰恶什么的都好商量 看到正希承认了雷馆的存在 王多多趁势说道 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要让正希记着这份情 没有他的提醒 郑家父子说不定 马上就要阴阳相隔了 真的陨石 这个渠道 我可以提供给你们 但是 我还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 帮我弄死他们两个 不是弄死 是帮我惩戒一下他们 我要让他们后悔 这样对我父亲 你们是天龙公司的 应该是个大企业 想要处理一两个普通人 那不就是一两句话的事吗 正希想到了白村长两人的做法 顿时又要怒火中烧 他愤怒地向着王多多和袁刚 提出了他的条件 哼 我们好心提醒你 你呀 这是得寸进尺啊 踏不了陨石我们不买了 反正也是假的 我们现在就离开 你确定 你要代驾而沽吗 你也知道 我们能找到这里 自然也能找其他人 得到陨石的信息 你认为 你现在还有筹码 和我们谈条件吗 王多多冷哼道 有些不满 正希这种 坐地起驾的行为 那可是一条人命啊 竟然当做没事一样 我知道 我的条件有些强人所难 但是 看到这两个阴人 在外面晃荡 我就不舒服 这仇 我一定要报 你们要是能帮忙的话 我很快就能报仇了 我看得出来 你们一定是着急 需要这块陨石 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快 就接触到二龙村赞变 而且 价格抬得那么高 你们要是去找其他渠道 只要耽误时间 而我不一样 只要你们帮忙 我就能提供给你们 正确的渠道信息 让你们获得御石 看到王多多不屑的表情 正希没有反驳 而是朝着两人 详细解释了 他的交换条件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02集 这恐怕不妥吧 我们本意是提醒你 而现在 反而变成了我们求你了 你父亲的命 难道还没有那块夹允石重要吗 袁刚冷声说道 若是正希真的这么绝情 对于正老头不管不顾 那只能说 他也看错人了 因为这一步走错 后面几步 他们会变得非常被动 唉 和老头的命相比 那陨石又算得了什么呀 之所以配合着 白村长和杨和光 造假陨石 交给我爹来销售 这一切 其实 都是迫不得已啊 看着王多多和袁刚 愤怒的表情 正希 哀声叹气地解释道 他担心这事情不说清楚了 恐怕会被两人 打上冷血无情的称号 往常发生这种事情 他没有机会解释 也就罢了 现在有机会解释 他还在遮遮掩掩的 恐怕 以后想说清楚就难了 迫不得已 哼 我看这业务 你们很熟啊 成功的经历 应该不止一次吧 这难道还是被逼的了 袁刚 冷眼讥笑道 他面对正希这种苍白的解释 表示 非常的不解 有太多的坏人 被抓到的时候 都是这个表情 都说被胁迫了 正希此刻的动作 在袁刚眼中 和那一类人 一模一样 早些年的时候 我去九台市 当上门女婿 并不是对我爹 不管不顾 而是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 我只能够在暗中关心他 我每个月的生活费 其实都是按时打过来的 而且委托白村长帮忙照看 后来我在石彩厂工作的事情 被白村长知道了 他就让帮忙加工石头 就是造假你们看到的鱼石 而获得的利益 则是用来改善我老爹的生活质量 我有求于人 而且不能直接表现出来 所以我只能答应了白村长的要求 再说我也担心 他对我爹不利啊 毕竟我在九台市 离这里的距离太远了 而且二龙村里电话也不通畅 想要及时了解我爹的信息 只能靠白村长帮忙 正希慢慢说出了历史过往 他其实也是迫于白村长的压迫 这才加入了这造假卖假 一条龙团队的 你加入了这造假卖假团队也就算了 你怎么还拉着正老头下水呢 他都这么大年纪的人了 你也忍心 坐在旁边一直没出声的冯小小 忍不住出声问道 他早就想狠狠地骂一顿正希了 这么大年纪的人了 居然还让他参与到 这种骗人的交易中 我也想过 无非不就是加工几块 运势碎片而已吗 只要我爹生活得好一些 这些对我而言 其实不难 结果我没想到 他们居然把我爹也拉下水了 知道我爹打电话给我 问我是不是从省城 给他带陨石碎块过去 我才知道 这一切都是白村长算计好了的 我爹告诉我 白村长说 这是我的 让他帮我卖了 这样能让我在省城 少辛苦一些 不用受别人的脸色 没想到 我爹一口答应了 我不能明说 这是造假的呀 只能说 这是我在省城 低价捡漏来的 不方便带在身边 只能发回老家 让他帮忙保管 若是遇到合适的价格 就卖了 我现在算是明白过来了 这白村长是两边通吃 一边用我来胁迫我爹 帮他卖陨石 陨石放在我爹那里 就像是一个商铺一样 只要有人求够陨石 白村长都会安排人 不经意地到那里去看去 而我老爹 只需要装作爱买不买就行了 胡乱报一个高价 剩下的 交给白村长和杨浩光 就可以了 正希咬牙切齿地说道 他对于白村长的恨意 从未减少过 只是出于保护正老头 他一直选择了隐忍 哦 我大概懂了 白村长呢 提供一些陨石碎片给你 然后呢 由你加工制造 白村长呢 再以你的名义 把陨石弄到二龙村 那边信号不通 基本上啊 交流全靠好 在那种情况下呢 想要买陨石的主 看到正老头 第一印象 就是这陨石是真的 正老头呢 想珍藏着当作传家宝 所以他们才会越发地 想要构进陨石 王多多似懂非懂地看着正希 说出了他的想法 对 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 后来 我又好几次都不想做了 他们说 分我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其实我也没当回事 只要我爹好好的 钱够用就行 而且 白村长给我的陨石碎块 其实已经没有几块了 都是些零散碎石 想要做假 也没几次机会了 我原本以为 这些假陨石买完了 我和我爹 就都能解脱出来了 谁知道 他们居然 还想着利用我们坑一笔 我已经连之前卖出去的分城 都没找他们要了 真是没想到 一直退让 反而让他们觉得 我是软柿子了 那些分城 少说也有好几万呢 我都没找他们要了 他们这是为什么呀 正希歇斯底里的咆哮道 他真心诚意地 对待白村长和杨和光 结果发现之前的真心 都喂狗去了 啊 分城几万 你怕是 少说了一个零吧 王多多 一脸不相信的表情 望着正希 冷声说道 白村长告诉我 云石价格卖的低 最高的那块 也就十万 小一些的 连几万块钱都会卖 分城比较少 所以 积累到最后 再给我结算 正希望着王多多 一脸诧异地解释道 啊 你知道 他们让正老头报价 报多少钱吗 开口就是几百万呢 最后给我的底价 是五十万 我估计啊 之前成交的陨石 就没有低过十万的 你呀 怕是被骗了 王多多倒抽一口冷气 直接向着正希 说出了正老头 给他报价的事情 你说的这个事情 我也明白了 无非就是 利用你和正老头 互相关心 又不想彼此联系 怕给对方造成麻烦 只是你们这种 无言的关爱 被白村长利用了 你们都想着 为彼此默默地付出 然而 却是成就了 白村长和杨和光啊 袁刚出生总结道 他没让王多多再说下去 要不然 准要刺激到正希 要是被正希知道 原本可以收到几十万 乃至百万的分成 结果到手只是几万 而且还是空中楼阁 正希非得现在 就去找白村长对质不可 要是不介意的话 说一下你的推荐渠道吧 要是真的有渠道 我们方便的话 也不是不能帮忙 但要是不靠谱的渠道 那我感觉 还是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了 袁刚冷声说道 不管之前种种经过 那都是过去式了 找到真隐石 才是他们的目的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03集 我的渠道 你们可以放心 要是它都没有陨石了 那么整个九台市 恐怕很难找出 像样的陨石来了 我的渠道 就是王德水 相信你们 一定知道这个名字吧 他就是九台市的 陨石之王 传闻 他曾经找到的陨石 一东风火车 都拉不下 他仅凭着卖着陨石 已经轻松 成为了当地首富 正希陈思片刻 最终还是说出了 他的渠道来源 王德水 就是几年前 因为捡到陨石 而上新闻的那个人 王多多 沉声说道 他对于这个名字 印象深刻 此刻听到正希 谈及王德水 他出生的同时 不禁和袁刚 互相望了一眼 感情绕到最后 还是绕回到 王德水那里去了 你一个上门女婿 你确定 你能认识王德水 不会是瞎懵的吧 王多多带着 怀疑的目光 看向正希 开玩笑地说道 我在九台市 最大的石料厂工作 有一次 那王德水 拉了一块大石头 据说那是陨石 因为体积太大 卖不出去 所以要切割成小块 进行销售 因为价值太贵重 王德水没有声张 只是让少数人 参与切割 我作为负责人 这些陨石 都是我在负责 安排人切割的 最后给它送回别墅 而我对于 每一块切下来的陨石 都要当着它的面称重 长期下来 我就专门负责 帮助王德水 切割陨石了 到后来 都是他一个电话 我直接上门去取陨石的 不过 已经有好长时间 他都没再切割陨石了 也不知道 是不是库存少了 正希一脸认真的说道 王德水 现在也算是 进入富人之列了 能够出入他 安保严密的私人别墅 这就是一种炫耀的资本 没有那交情 直接连大门都进不去 这也是他笃定 王多多必须找他 合作的原因 只有通过他 才能在最快的时间内 见到陨石 要是不利用他的渠道 那么各种环节处理下来 虽然也能见到王德水 但是时间成本太高了 特别是王多多 一看就是很急迫的样子 好长时间 没帮王德水切割陨石了 你这话啥意思啊 是不是说 他手里没陨石可卖了 那要是这样说 和不说有区别吗 王多多阴声问道 讲了半天 感情是白费劲啊 认识王德水有什么用 他们需要的是 王德水手中的陨石 陨石都没了 认识人 对于收集材料 能有多大帮助 难道指望他的收藏 有人 让他们互相云一下 云块陨石 给他们不成 别说是否行得通了 等到他们拿到陨石 恐怕也得是 一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有啊 我在他的地下室里 看到过一块 形状啊 就像是一个大水滴 他好像给起名 叫什么生命之源 那是他专门收藏的 至于其他小块的陨石 足足还有十余块呢 价格合适的话 他应该是卖掉了 你们可以抓紧时间 去看一下 说不定啊 还能碰巧遇到 他没卖完呢 你们只要帮我 承接了白村长和杨和光 我就给你们 王德水的联系方式 和私人别墅的地址 你们报上我的名字 他肯定会给你们 看他的收藏的 正希一脸得意地说道 刚才说的这些 都是他的筹码 只要王多多等人心动 那就不担心 对方不上钩 至于要如何 惩戒白村长和杨和光 他心里早已有了计划 看到王多多和袁刚 陷入了沉默之中 他也没着急 催祖两人下决定 他们一旦答应 要惩戒白村长和杨和光 那肯定是要冒一些风险的 我知道 你们背后是天龙公司 只要你们安排 找一伙人进来 把他们俩人 给打到生活不能自理 这仇就算两清了 我会如约地告诉你们 王德水的信息的 他们俩人在本地 还是有些势力的 和派出所那边也熟 我就算去报警 结果就是像你们说的 打草惊蛇 只有你们找些外来势力 他们才查不到 提前也不知道消息 更不会知道 是我下的手 你们下手干净利落的话 甚至都查不到 你们头上 正希自明得意地说道 尽管王多多和袁刚 还没答应他 他已经提前 将他的计划部署 说出来了 哟 你这算盘 算得倒是叮当响啊 哦 感情我们因为陨石的事情 直接找人废了白村长 和杨和光 哪怕被查出来了 也是因为生意纠纷导致的 跟你这个幕后指使 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啊 嘿 哎哎哎 你有没有算过这个风险啊 故意伤人 而且还是严重到生活 不能自理的程度 这种啊 至少十年起步的铁窗类啊 十年时间换王德水的信息 你脑子里想什么呢 听到正希的计划 王多多冷声说道 要不是现在王有余 危在旦夕 时间刻不容缓的话 他绝对抽身走人了 这合作 根本就不对等 战票的钱还想享受 卧票的待遇 王多多要是答应了这种合同 王有余知道后 恐怕不用抢救了 因为再多的钱 也经不起王多多散财的 那这事不用你们动手 我自己想办法 但是我若是出事了 我家老爹以后怎么办 这个你们总得拿出点诚意吧 不能一直让我付出吧 正希也知道 他这就是漫天要价 王多多肯定要砍价的 听到王多多这讥笑的话语 他没有生气 而是换了另外一个计划 计划有始有终 既然王多多不愿意做开头 那么负责守卫总算行了吧 我说 你这是铁了心 要弄残那俩人吗 我们提前通知你 让你回来 就是来保护正老头的 现在正老头平平安安的 报复的事情要不就算了 没必要逞一时之勇 而将你的后半生搭进去呀 正老头都这把年纪了 还有多少年好活的 不行 你就陪在他身边 照顾几年呗 袁刚看到双眼通红的正希 出言劝说道 他想化解正希这种戾气 哎呀 你们不懂 我和我老爹的关系 注定不能长时间在一起 我曾经委托白村长帮忙 结果白村长 居然想利用我老爹做文章 我不会再犯这种错误 想要彻底解决这种办法 那就让别人惧怕我老爹 只要我把别人打怕了 不怀好意的人 才不敢打我老爹的主意 而正希根本听不进去 袁刚的劝说 自顾展露出彪悍的民风 看来 唯有以暴制暴 才是他的解决之道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04集 哎 你冷静一下 你现在要是一时冲动 真的将白村长和杨和光弄残了 他们也有家人啊 更何况 按照迪所说 白村长在松树镇的势力还不小呢 既然如此 你只要带走了正老头 这些事情 就都能够避免了 他总不可能 为了为难你们 而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吧 看着冲动的正希 袁刚耐心地引导着 他不希望这种江湖仇杀 一直延续下去 冲动 哼 你不了解 我北京离乡这么多年受的苦啊 我还不是为了 能让我老爹过得好一些 结果这挨千刀的白村长 表面上道貌黯然 北地里 却是吃人不吐骨头 亏我这么多年来 还一直相信他 要不是你们提醒 我真的是被他卖了 还帮他赎钱呢 正希面露绝望之色 朝着袁刚说道 你做上门女婿 没必要和正老头断绝关系吧 你这个做得也太过了 要是真的想照顾老人 何必假借他人之手呢 袁刚不屁地说道 在他眼中 正希完全就是旧由自取 现在只不过是恶人先告状罢罢了 不是我不想照顾他 这其中牵扯的实在是太多了 唉 你们也知道 这农村建房子啊 都会请风水先生来帮忙看一下风水之类的 我家的房子呢 其实也是请风水先生看过的 我现在之所以和我爹断绝了父子关系 原因就是这风水先生造成的 要是我不和我爹脱离父子关系 那么早晚要家破人亡的 正希无奈地向着两人解释道 他已经看出了袁刚眼中的不耐烦 对于经常隐忍的人来说 察言观色的本事那是基本操作 袁刚眼中不耐烦的意思实在是太明显了 若是无法取得两人的认可 他绝对要自己孤军奋战 什么 风水先生 王多多一脸疑惑地说道 同时看向了袁刚 这怎么又跟风水扯上关系了 自从我家那房子建成以后 基本上就没怎么顺过 亲人接二连三地离开 最后只剩下我和我爹了 最后村里有人建房 从远处请来了风水先生 我爹就让风水先生 帮忙看了一下我家房子的风水 结果风水先生看了以后 说是什么伤功入目之举 大概意思就是家里的亲人会接二连三地离世 这房子的地势导致了那里只能居住一个人 才能相安无事 所以我爹为了保护我 就让我远离松树镇 将我送到了九台市 为此我们还专门登报证明 证明我和他已经断绝了父子关系 后来的几年里确实相安无事 但是我也不敢回来 只能通过白村长来了解我爹的信息 正希不管房间里的几人是否听得懂 他说出了风水先生勘测的结论 这一切都是为了互相保护对方 所以才断绝的父子关系 什么 伤功入目 刚哥 这不是你之前推测出来的风水局吗 难道风水师都这么厉害啊 居然能看出这么多常人都看不懂的东西来 冯小小满脸难以置信的神色 看着袁刚问道 这对于他来说太过匪夷所思了 原本之前袁刚讲起过这件事 他还以为是袁刚胡乱取的名字呢 结果不同的风水师居然得出了一样的结论 这由不得他再次对袁刚刮目相看起来 怎么了 难道你们也认识风水先生 居然知道伤功入目 这下轮到正希震惊了 诧异地望着三人说道 伤功入目之局 他一直没敢和别人说过 就连白村长和杨和光都以为 他是因为要做上门女婿 所以才会和正老头断绝父子关系的 为何眼前的王多多三人 会知道这么隐秘的事情呢 诺 你眼前这位袁大使 之前呢去过你家一次 然后看到你家的房子有些怪异 就知道了那是伤功入目之局 在你来之前啊 我们已经知道了你家的房子的风水有问题 而且啊还断定有血光之灾 所以才连忙通知你回来的 王多多看着正希一脸震惊的模样 他语气平淡地说道 似乎在正希看来的大秘密 对他而言那就是个公开的信息 根本掀不起任何波澜 那位风水先生 就是让你们断绝父子关系 然后彻底分开你俩 说这样就能破解 伤功入目这种风水局了 袁刚迎着正希惊诧的目光 微微点头示意 然后平淡无奇地向着正希问道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破解方法 风水先生还让我爹 找一把有杀气的刀来镇压房子 他推荐的就是屠户手中的杀猪刀 那玩意儿啊 全身上下全是杀气 后来看到我爹珍藏的斩马刀 他直接让我爹用斩马刀来镇压房子 自那以后啊 我和我爹就只能偶尔在电话里联系 有些时候 他的电话打不通 我就通过白村长帮忙 你知道什么是失望吗 枉我那么信任他 结果却是这么现实 为了这么点钱 居然敢打我爹和我的主意 你说这种蛀虫留着做什么 这简直就是人面兽心 你说可不可笑 我和我爹胆战心惊的风水事件 还未到来 反而是人祸先到了 你说这人心 真的是为了钱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啊 正希一副看透世俗的语气 朝着袁刚三人说道 小钱 你知不知道 他们准备通过你们父子俩 然后诈骗我们多少啊 上千万华下币啊 这就是你说的小钱 你还真是大方啊 要是真有这个钱 你给你老爹换个房子 不就行了吗 至于这样 两人相隔数百里吗 王多多毫不客气地说道 他不得不感叹 这正希是真的 视金钱如粪土呢 还是真的不知道 他所谓的小钱有多少 毕竟这事情 白村长肯定不会告诉 郑家父子 多少 上千万华下币 我 正希顿时 直接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这已经超出他的想象了 在他的意识中 这就是几万块钱 顶多几十万的事 结果 王多多居然告诉他 白村长他们 居然要讹人上千万 这真当钱是大风刮来的了 这 这是真的 真要是发生了命案 这种事情一旦闹大了 天龙公司也许会选择私了 几百万 那是肯定的 看着正希不相信的眼神 王多多实话实说 对于个人而言 百万乃至千万 确实是巨款了 但是对于龙头企业而言 这真的就是 撒撒随了 每年的推广公关费用 都不止这个数了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05集 你们对于这陨石的需求 看起来是非常急迫了 不会是要用这陨石 去做什么事情吧 收藏的话 根本不用这么着急啊 正希看着王多多 迟疑地说道 我之前帮王德水 切割小的陨石 还是知道一些门道的 有些买主 是用这陨石碎块 去做奠基仪式的基石 还有一些 是作为墓葬品 反正五花八门的 只有收藏的 不那么急迫 为了价格啊 有些时候 谈上十天半个月 那也是常有的事 看到三人目光 瞬间盯着他 正希连忙出声解释道 我们够陨石 确实不是用来收藏的 不过至于具体细节 你就不必知道了 王多多冷声说道 他心里已经泛起冷意 不知不觉见 他们收购陨石的用途 差不多快被正希推测出来了 前后谈话时间 根本没有多久 结果自己的老底 差不多都被对方揣摩完了 这让温室中长大的 王多多备受打击 这难道就是他步入社会 以后要遭毒打的开始 他看向正希的目光 也愈发地不善了 哈哈 别生气啊 我也是迫不得已 想要尽快解决 这两个白眼狼 我猜 你应该也是懂风水的吧 能否利用风水能力 在饭店或者白村长家 布置个风水镇 我要让他们 不知不觉地完蛋 这样 我们都安全 不用牵连任何一个人 你们拿走陨石或者渠道 而我继续暗中保护我老爹 算计白村长和杨和光的事 根本就没人知道 对你而言 这也只是举手之劳嘛 正希笑意连连地 朝着袁刚说道 他心里已经知道 谁是风水先生了 之前他提起 他家的房子 是伤工入木之局 一般人听到 肯定是好奇 然后不断追问 结果眼前的三人倒好 居然一脸平静的样子 显然是 早就有能人指点过了 你说得不错 风水秘术中 确实存在这种风水阵 但是 可不会答应你的 风水一脉 是用来帮助人的 而不是为非作歹的 不管你说 或者不说陨石渠道信息 利用风水能力害人这事 我是万万不会做的 看到正希火热的眼神盯着他 袁刚 一正言辞地拒绝道 风水一到 将就平衡二字 害人或者被害 终究是要因果报应的 他要是敢利用风水能力 为非作歹 恐怕 风水大劫 距离他就不远了 这 这不是为非作歹啊 你们 也是能够明辨是非的人 你们看着白村长 做的这种事情 你们出手 不就是替天行道吗 这怎么能说是害人呢 只要你帮我 我现在就将 王德水的所有信息 一并告诉你 正希看到他的要求 被袁刚果断拒绝 他仍然不死心地 朝着袁刚说道 白村长和杨和光 确实做得不对 但是 你也不能自己草菅人命啊 你可以向警察局 或者相关部门 反映这个情况 采用合法手段 维护你的权益 我相信 你肯定暗中有相关证据 扳倒白村长 应该不难吧 现在正老头 还好好的活着呢 没必要 为了这事情 而杀来杀去的 要不然 这冤冤相报 何时了啊 你们的事情 难道你还打算 延续到你的孩子 那一辈去解决吗 袁刚看到 正希脸色有些癫狂 似乎马上就要爆发的样子 他连忙耐心地劝说起来 要不 我们换一个方式怎么样 这事情啊 我们虽然不愿意碰 但是呢 这不也被拖进来了吗 而且 若是白村长铁了心 要对付你和郑老头 对于我们而言 多少也是个麻烦事吧 嗯 我的建议是啊 我给松树镇 养老院捐一笔钱 然后呢 安排郑老头住进养老院 养老院是全封闭式管理 可以避免白村长他们的打扰 二来呢 郑老头因为居住环境改变 不再居住在那间 伤工入木的微房之中 这样不也就能避免好多麻烦了吗 在静老院当中啊 也有专人照顾 这比你拐弯抹角的照顾方式好多了 作为交换呢 我们办完这些事以后 你给我们王德水的联系方式和地址 至于你以后 是否要报复白村长他们 或者说是去举报 这事啊 你自己拿主意 你看 这么解决如何 王多多一脸诚意地望着郑希说道 这已经是他能做出来的最大让步了 现在 郑希已经回来 哪怕是他们现在离开 郑家父子后面遇到危险 和他们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 想到打造七星灯的难度 王多多也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机会 要是郑希愿意帮忙 那么他们回到九台市 就可以去拜访王德水 要不然他们打探消息又得耽搁几天的时间 那你也知道 我们和你和白村长他们非亲非故的 怎么可能为了一些钱财上的交易 而干伤人的事情呢 是不是 刚才的解决办法 就是我们的最终决定 你要是同意呢 那现在就回去安排郑老头 我们呢 去敬老院办手续 你要是不同意 那我们现在就离开松树镇 王多多看着郑希还在纠结中 直接朝着郑希下通迭道 换了地方住 真的能解决 上宫入木带来的劫难吗 那以后 我是不是可以经常来看望我爹了 郑希没有急着答应王多多 而是看着袁刚问道 上宫入木这种风水局 环境是一大主要因素 虽然更改了居住环境 但是这种影响也不是瞬间就能驱除的 毕竟郑老头年纪大了 只能慢慢地调养起来 换句话说 郑老头要是继续居住在那微房之中 你只要去看望的次数多了 绝对要遭劫 这是躲不过去的 郑老头如果去敬老院 这种顾虑就没有了 你想看几次随便你 二龙村那微房最好是赶快搬迁 然后直接拆了那房子 围绕你们多年的伤工入木的影响 也就能够逐渐散去了 袁刚看着那急切的眼神 最终点头说道 看到二龙村土房众多 袁刚已经能理解 为何郑老头早先年的时候不搬迁了 绝对是因为经济问题导致的 风水先生既然能看出 哪里的风水不好 自然也会提出化解的办法 房子对于几十年前的庄家汉而言 那绝对是重中之重 他们也没有多余的能力 去频繁新建房子 甚至连建房的位置 都不是他们能左右的 田地在哪里 那就在哪里建房 这就是几十年前 乡村建房的流程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抽烟的老鬼 演播三壶茶 第106集 行 那我这就回去做老爹的思想工作 我应该早些年就让老爹搬离那里才对 没想到让俺老爹委屈了这么多年 听到袁刚的回答 正希一拍膝盖 出声同意了王多多的解决办法 同时他内心还有一些懊恼 前些年要让正老头搬离二龙村 那确实是有些困难 但是随着他在外边混得有起色了 有能力让正老头搬离了 但是他的心也没一直守着正老头了 偶尔让白村长帮忙照看下 而且他也习惯了在九台市的生活 虽然和正老头分开 但是能化解伤功入目的影响 他也就逐渐将这当成了一种可行的化解办法 自然也就没有了让正老头搬迁的念头了 要不是接到王多多的电话 恐怕那伤功入目的劫难 就要被人为上演了 行啊 那我们等你好消息啊 撑取一天的时间 我们都准备完毕 然后安排人开始搬离二龙村 王多多见到正希答应 他也毫不含糊地说道 这时间是越快越好 他巴不得等一下就接到正希的电话 今天他就可以安排正老头搬离二龙村 至于静老院那边 根本不用担心被拒绝 正老头的条件完全适合 再加上他也不是空手而去 该给的捐款一分不会少 我呢会捐款三十万华夏币 要求只有一个 那就是好好地照顾正老头 我也会让人关注松树镇静老院的 你也不用担心 正老头在里面受了人委屈 只要静老院不存在问题 我以后会不定期进行捐赠的 看着正希准备离去 王多多将他的计划说了出来 算是给正希吃一颗定心丸 正希离去的脚步为之一顿 他没接王多多的话 直接朝房间外走去 他本来就不是贪财之人 要不然这么多年来 也不会定期转生活费给白村长 对于王多多的安排 他已经挑不出任何瑕疵了 虽然没有直接帮他 对付白村长和杨和光 但是将正老头安排到 静老院的举动 已经让他没有后顾之忧了 有些事情 终归是需要他自己去面对的 冤家疑解不疑解 这句话不是什么场合都适用的 当他在乌角找到那小型炸药时 这件事已经没有和解的余地了 他没有继续坚持要袁刚他们帮忙 报复白村长 不代表他在心里就放下了这份仇恨 在王多多和袁刚的劝说下 他只不过是将这份仇恨 掩藏得更深罢了 一旦没有了后顾之忧 这仇恨很快便会翻涌而出 江外饭店之中 杨和光一脸思索模样 就在刚才 他收到了手下人的汇报 说在松树镇宾馆中看到了正希 若是放在平常时刻 他根本懒得盯一下 然而正希如此突兀地出现在宾馆中 和王多多几人碰面 这其中是不是存在着 他们不知道的合作呢 特别是知道 王多多是天龙公司的公子哥以后 他已经将他们和王多多的陨石交易 视作了他碗里的肉 要是一旦后续计划施展顺利 还能收获百万华下币 这可是他开一辈子饭馆 也赚不到的收益啊 你们安排下 将正希请过来 有些事情 我要当面问清楚 杨和光阴沉着脸 朝着房间里的艺人说道 正希单独碰头王多多的事情 由不得他不担心 那可是前期几十万 后期几百万的大生意啊 他非常担心 正希直接对接王多多 然后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他和白村长啥等着 结果正希已经和王多多 完成了陨石交易 这就是他最担心的事情 难道是之前给王多多打电话的原因 王多多报价报得太高 然后引起了正希的注意 所以才亲自过来面谈 看来这正希对我还是有所隐瞒啊 之前还告诉我他不想管这事 要不是我派人盯着王多多 搞不好真没我什么事了 杨和光面露凶相 自言自语道 言语之间都是正希欺骗了他 明明嘴上说对陨石交易不感兴趣 结果转身就把他们给卖了 没过多久 正希一脸不悦地走进了江外饭店 正希 你怎么回来也不说一声 这是忙着做什么事去啊 难得回来一趟也不和我们去一去 我们怎么说也是合作伙伴 有时间得多交流一下 杨和光皮笑肉不笑地朝着正希说道 若是正希不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 他绝对不会放正希走出饭店的 你 你派人跟踪我 正希恼怒地朝着杨和光问道 他离开宾馆没多久 甚至都没有出松树镇 结果就被人请到了这里 他不得不怀疑 杨和光早就想对他和正罗 老头动手了 跟踪你 那倒不至于 毕竟我们要和天龙公司的人交易陨石 对于他们的底细 不是应该多关注一下吗 谁知道你居然去找他们 要不是我让人盯着 恐怕我都不知道这件事 你不是在酒台市吗 怎么突然回来了 杨和光语气变得阴冷起来 朝着正希问道 我去见天龙公司的人了 因为他们想让我说服我爹优惠一些 我不回了不行 我爹都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他最近有些心慌 不想再做这种骗人的事情了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卖陨石那点钱 有啥用啊 我专门回来 是准备给我爹梳倒下 让他放下包袱 不要有心理压力 要是实在梳倒不通 那就只能换其他人了 我不可能为了那么点钱 把我爹给逼疯了吧 正希望着杨和光阴沉的面孔 坦荡地说出来他回来的目的 原本他是不想跟杨和光解释的 但是现在势比人强 整个饭店里都是杨和光的人 当了这么多年的上门女婿 他早已懂得隐忍了 一脸平静地说出了 早已准备好的说辞 哦 正老头居然还会有这种心理包袱 不过也对 他们那一代人 对于我们现在的这种做法 是最不屑的 这事情 你要尽快去做 你爹和我们合作那么久了 陡然换人 我们都不放心 等后面再卖几次 我和白村长商量一下 帮你爹修复一下这房子 住着也危险 杨和光原本还想吓唬一下正希 但是听到正希的来意 他明白了 化解正老头的思想包袱 这确实是第一要素 没有正老头的配合 他们哪里能卖得这样顺利 怕是早就被人找上门了 也就是正老头这种孤寡老人 谁要闹事 都得掂量下后续影响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07集 这次你就辛苦下 天龙公司这群人有钱着呢 只要操作得当 我们这次卖的钱 说不定能破历史新高 说不定做完这一次 我们都能收摊了 以后也不用再麻烦你爹 帮我们打掩护了 这对于老人来说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良心上的煎熬了 因为我们只要做成了这次 赚到的钱 已经够我们很长一段时间的开销了 杨侯光看到正希一脸不满地坐在那里 他顿时明白过来 这是因为有人盯着他的事而生气呢 杨侯光连忙向着正希保证道 真的 只卖完这一次 就不再卖这种合成陨石了 要真是这样的话 我爹那里 我倒是有把握说服他 如果是后面需要的次数 还多不胜数的话 那恐怕就难以说服了 你也知道 我爹那倔脾气 正希洋装惊喜地说道 这是真的 主要是这几年来 我们也找不到合适的陨石碎差了 要么价格太高 要么质量太差 连我们都看不上的料子 怎么可能加工出让人满意的陨石呢 你尽管和你爹说 卖完这一次 我们让他住新房 以后想做啥做啥 我们再也不用卖这种陨石了 杨和光上前几步 拍了拍正希的肩膀说道 行 那我就先回去了 只有这一次的话 相信问题不大 正希点头说道 我让厨房准备了一些食材 你顺带拉回去 记得一定要劝说你爹啊 这事千万不能出错 杨和光 客气地朝着正希说道 说完 直接让厨房 抬出了整箱的牛肝巴肉制品 整箱地往正希车上塞 看到这一幕 若不是提前知道了 杨和光是伪装的 正希 绝对要感激涕零的 看着正希驾车离开 杨和光刚才和蔼可亲的表情 早已变得阴沉 你们去一个人 盯着这小子点 要是他再去找天龙公司的人 那就直接给我拦下来 杨和光朝着身旁的人安排道 现在这个节骨眼上 千万不能让正希 坏了他们的好事 只要过了这几天 他们很可能 就是身价数百万的人了 喂 大哥 现在有时间没 来我这儿一下 我刚才看到正希回来了 杨和光没有自作主张 连忙将看到正希的事情 告诉了白村长 不多时 白村长驾车来到了江外饭店 正希不是在九台市待着吗 怎么就回来了 我记得他若没啥特殊情况 一般是不回来的 这次回来 他不会是发现什么了吧 白村长一进屋 满脸疑惑地朝着杨和光问道 早上我派去盯天龙公司的人 看到的 正希和天龙公司的人碰头了 我问正希 他说天龙公司的人 让他帮忙砍价 不过被他回绝了 正希这次回来 主要是劝说正老头的 正老头心里负担大 有点不想和我们搭伙了 杨和光 杨和光朝着白村长说出了正希的解释话语 那小子居然还和天龙公司的人碰上了 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白村长脸色大变 担心地说道 能有啥问题 陨石就在正老头家里 我现在已经安排人盯着正希了 要是他敢私自去找天龙公司的人 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这里终归还是我们说了算 他一个上门女婿 要是实相的话 就乖乖配合我们 杨和光面露不屑地说道 完全没有了前一刻劝说正希时的诚恳态度 这事情我看不妥 我怀疑正希肯定是知道什么事了 要不然这么多年 这突然就回家 说不通啊 白村长一脸沉重地说道 村长 会不会是您疑心太重了 那正希能知道啥事啊 正老头什么都不知道 这事估计就是碰巧罢了 反正我们也赚得差不多了 要是正老头大难不死 那我们以后该扶贫 多去几次就行了 杨和光一脸打趣地说道 在他看来 这恐怕真的就是碰巧而已 我有点心神不宁的 既然正希回来了 那昨日不如壮日 要不我们就今天把这事给办了 只要他们俩出问题 那陨石只能交给我俩来处理 不管价格高低 我们也可以将这浑水 往天龙公司那边引导 夜长梦多 既然他们今天团聚了 那我们就趁着这空档 今晚就去二龙村 白村长一开始 还忧心忡忡的样子 结果陈思片刻 直接咬牙拍板说道 村长 您的意思 我今晚就动手 将他们父子俩给 杨和光目露凶光地说道 说完还用手在脖子上一滑 做了一个咔嚓的动作 我担心 他们和天龙公司的 达成了一些协议 我们完全不知情 与其看别人脸色行事 还不如我们将主动权握在手中 我们今天索性去 郑老头家里吃饭 将他俩人灌醉 将现场伪造成失火的样子 那种老房子 一旦着火 根本来不及救援 要是他们俩命大 跑了出来 那估计也是重伤了 后面 还是我们说了算 不过 我更相信二锅头的威力 他们不睡到天亮 是不会醒过来的 这大火一放 我要让他们再也醒不过来 我们两个去就行了 人多口杂 到时候传开了 反而不好 白村长轻声朝着杨和光说道 灌醉他们 在放火 那我去安排 我这里刚好有些高度酒 郑老头每次来都念念不忘 这次 我让他们喝个够 杨和光冷声说道 在他的眼神里 已经看不到一丝人性了 似乎此刻的郑家父子 已经化身成为了 花花绿绿的钞票 这次要隐蔽一些 这些年 我们也经常去慰问郑老头 这事情 一定要让村民们以为 是郑老头家里 电气老化 然后自然起火 发现的时候 抢救不及时造成 只要我们有不在场的证据 这事就是郑老头家的 个人原因了 白村长说到这里 眯着眼睛 看向了杨和光 他从对方眼中 看到了贪婪 两人会心一笑 都是志同道合的人呢 为了赚钱 他们已经准备 牺牲正家父子了 可惜啊 要不是担心做得太明显 我早些年 应该给郑老头买个保险 这样的话 还能多赔一些 白村长看着杨和光 怅然若失地感叹道 村长 这机会随时都有 今晚灌罪他们父子俩 这后面 还不是我们说了算 我得准备准备 杨和光冷笑道 能赚几百万 区区几十万的保险赔付 他已经不放在心上了 为了后半生 他决定拿到钱后 就离开这松树镇 要不然 他早晚 要被村长吃得 连骨头都不剩的 钱还未到手 两人已经是未雨绸缪 各自计划起了 今后的规划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抽烟的老鬼 演播三壶茶 第108集 白村长和杨和光商量的事情 他们没有通知正希 正希自然也没注意 他才回到松树镇 这么短短的时间 杨和光他们居然就想要 对他动手了 他也万万想不到 两人竟然丧心病狂 到如此程度 他已经回来了 两人居然还敢视他为无物 在他的潜意识中 他不回来也就罢了 他现在已经回来了 两人不管是有什么谋算 在他面前也会有所收敛 而他不需要多长时间 只需要将正老头送进敬老院中 那么他根本就不用担心 来自两人的报复了 正希不知道 他刚离开松树镇没多久 白村长他们就准备 朝二龙村过来了 一场针对天龙公司的阴谋 正在缓缓成行 而王多多几人 此刻却根本顾不得 继续关注杨和光或者白村长 他们现在正在敬老院中 谈着捐款的事情 正老头入住 只是附带条件而已 这次的捐款仪式 是王多多 以天龙公司的名义进行的 他前期直接捐赠 五十万花下币给静老院 在这种金钱攻势下 静老院对于正老头的入住 自然是欢迎至极 对于捐款静老院这种事情 王多多原本还抱着迟疑的态度 毕竟他虽然手中有钱 但是就这样捐出去 他心里还是有些不爽的 然而在袁刚的劝说下 他由一开始计划捐赠三十万 改为了捐赠五十万 按照袁刚的说法 这种积德行善的事情 对于天龙公司 或者对于王有余 绝对是利大于弊 几十万花下币 也许还不够王多多一辆跑车钱呢 而这钱用于做慈善 无形中为他加持的功德 绝对物超所值 这也就是为什么 月火的网红 以及各种企业家 发展陷入瓶颈的时候 大部分会选择去做慈善 这就是积累功德 捐赠事宜洽谈得非常顺利 最后取得了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热情好客的敬老院院长 直接在敬老院里亲自下厨 以此表示对王多多一行人的感谢 这笔捐款 让原本坚持不下去的敬老院 再次焕然生机 又能接纳照顾更多的老人了 看到这阵势 王多多不由得摇头了 他来松树镇这几天 天天都是醉醺醺的 然而敬老院院长盛情难缺 今晚肯定是很难保持着清醒 走出敬老院了 王多多作为天龙公司的太子爷 每天都是养尊处优的日子 根本体会不到老院长热情的原因 反而是原刚 感同身受 特别是看到一些护工 已经大半年没有收到一分钱的工资 而老人却不能不照顾 这些人一直默默地在坚持着 老院长非留下他们吃饭的原因 就是想要郑重地感谢 王多多以及天龙公司 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 上级部门的各种款项迟迟下不来 他们很可能要被迫关闭 这是老院长不愿意看到的 他将一辈子的时光 都奉献给了慈善事业 要是到了最后 敬老院还被关闭了 这将是他理想中的断崖 忙于在敬老院处理相关事情 他们三人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 再去打听郑家父子的消息 在王多多想来 郑西说服郑老头 怎么也得在家里炒几个小菜 和他老爹喝几杯吧 一旦老人高兴了 这将他请来入住敬老院的事情 也就解决了 再急也不差这一个晚上 等明天想必会有一个好消息的 于是王多多面对盛情难缺的老院长 只能一罪方休 郑家父子的事情 亦被他抛之脑后了 不管郑老头愿不愿意来敬老院住 他也认可了这五十万元的捐款 做善事的感觉真好啊 娃子 多弄几个菜 白村长和杨老板来了 这么多年 他们可是经常来帮助我的 特别是杨老板 这么多年我去镇上 吃饭全在他那里 他一分钱都没有收购我 郑老头望着村头的白色轿车 朝着正在屋里做饭的郑西 高兴地叫道 白村长和杨和光 他们来做啥 土屋里忙着做饭的郑西 听到郑老头这么一叫唤 他心里顿时有种不好的感觉 这两人是不是故意约好 一起过来给他下马威的呀 他前脚才从杨和光的饭店里离开 现在天都还没黑呢 他们就把握着时间过来了 爹 你帮我看着点 我去村头迎一下他们 郑西 语气阴沉地说道 说完 将手中的锅铲 递给了郑老头 穿着围裙 就直接朝着杨和光 停车的地方走去 这两人到底什么目的 看望我爹的话 不至于俩人一起来呀 而且我回来的时候 杨和光已经让我拉了那么多东西过来了 他们也不可能是专门送东西过来呀 郑西一头雾水地猜想着 此刻的他对于杨和光和白村长的来意 根本不清楚 他们来得太突然了 根本没有任何准备 不好 他们不会是想一起劝说我爹 让我爹配合他们演戏 然后狠狠地 吭一把王多多他们吧 郑西边走边想 很快便得出了结论 不行 我得将这事情告诉王多多 这俩人估计要强买强卖了 算是给他们提个醒吧 郑西走在村间小道上 拿出手机不断拨打着王多多的号码 奈何信号太差了 电话根本就无法拨打出去 看到杨和光两人已经在车前看着他 他只能洋装看下时间 最终无奈地收起了手机 村长啊 你们过来提前说一声啊 这样匆匆地过来 我招待不周啊 郑西笑脸相迎 向着两人说道 咱兄那几个还客气啥 有啥吃啥 一碟花生米 就够我们喝到天亮了 何况何光那里 已经带了些菜过来 热一下就好了 倒是你小子 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 要不是何光和我说 恐怕你这次回来我都看不到你 好几年了 前几次合作的钱 回到我一起给你结算了 白村长一脸和气地 朝着郑西说道 他将手中的各种熟食 直接递给了郑西 走 我老爹正等着你们呢 他说啊 你们来了好几次了 饭都不吃一顿 这次啊 说什么也要和你们喝几杯 郑西双手提满了各种饭盒 一脸客气地朝着两人说道 那感情好 我刚好带了你爹喜欢的二锅头 这次非要好好地和他喝一次 杨和光扬了扬手中的酒瓶 一脸笑意地说道 三人各怀鬼胎 却气氛融洽地聚在了一起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09集 三人一路有说有笑地走来 根本没有人提及 准备坑天龙公司的事情 好像这几人 都是许久未见的老友一样 郑老头 根本就不知道 白村长和杨和光的目的 一直以为 两人是专门过来看望他的 毕竟这么多年 两人对他的照顾 一点不曾减少 逢年过节 还送各种礼品过来 这一切 在他看来 就是两人菩萨心肠 是名副其实的大善人 殊不知 这两人花的钱 全部都来自于正希 正希揣着明白当糊涂 心里已经警觉起来了 要是两人一来 就把事情摊开了说 那么他还不会紧张 结果 这两人完全就是一副 笑面虎的样子 根本不知道 他们心里打着什么主意 爹 你先帮我热一下 这几个菜啊 我可能是今天 在镇里吃坏肚子了 我去后面解决一下 将两人迎进屋里 正希捂着肚子 朝着正老头说道 他必须要尽快 将两人到来的消息 告诉王多多 正希很快便离开了土房 朝着后山走去 手机信号太差 想要将电话拨打出去 只能爬到后山一定的高度 才有可能实现 要不然 在家里完全得看运气 手机信号时好时坏的 为什么没人接啊 不会是手机没带在身上吧 正希一脸着急地自言自语道 电话里 盲音已经响了好几次了 然而 王多多就是不接电话 至于袁刚和冯小小的号码 正希根本没想着记一个 现在只能是两眼一挖黑地 连续拨打着王多多的电话 哎呦 不会是真的把手机落在别处了吧 哎 看来只能待会儿看有没有机会了 现在再等下去 恐怕他们要起疑心了 正希收起手机 一脸沉重地说道 他也担心 若是继续待下去 王多多一直不接电话的话 时间耽搁久了 白村长和杨和光两人 要是对他爹动手 完全就是轻而易举啊 为了他老爹的安危 正希没敢再停留 匆匆就往山下跑去 眼看就要达到山脚 他收住了向下的脚步 土房前 居然出现了一个人影 平常这房子可是门可罗雀 今天还真够奇怪的 接连看到人影 在房子周围闲逛 正希没有直接上前打招呼 而是轻手轻脚地走过去 天色暗淡 也看不清楚人影是谁 直到走近了 躲在木栅栏外 正希终于看清了 在那里闲逛的人影 居然是杨和光 这大碗上的 他是在那儿闲逛个啥呀 正希蹲在木栅栏下面 探头观望着不远处的身影 疑惑地说道 渐渐地 正希脸色阴沉如水 他已经看出了杨和光的目的 杨和光闲逛的位置 居然是之前他发现 微型炸药的地方 看样子 杨和光似乎找错地方了 不断地在房角找来找去 奈何他埋下的微型炸药 早就被正希取出来了 找得到 那才真是见了鬼了 看到杨和光 似乎有进一步动作 正希连忙绕到远处 干咳一声 缓缓地朝着院子里走来 听到正希的咳嗽声 杨和光停止了手里的动作 假装刚刚方便完 正在提裤子的模样 你方便跑那么远干嘛 留在这院子里 还可以做肥料呢 杨和光面对土墙 抖了抖身子 朝着进入院子的正希说道 大号还是远点好 要不然待会儿吃饭 以屋子的芬芳 太散心了 正希强忍着怒意 朝着杨和光解释道 他已经明白了杨和光的意图 他正在寻找 微型炸药的位置 没事的话 他找这些干什么 肯定这两人没安好心 今晚说不定 他们就准备搞事情 正希没有理会杨和光 也没询问 他在那里闲逛的原因 冷着脸直接走进了屋里 妈 快来敬酒 你得感谢白村长啊 这两年多亏了他照顾 要不然我这把老骨头 郑老头看到正希进来 直接将其位置前的酒杯倒满 挨个地解释起敬酒原因来 村长 谢谢你这么多年来 对我爹的照顾啊 这杯我先干了 你随意 正希咬牙 出声说道 抬起酒杯就是一饮而尽 他老爹已经发话了 哪里还容得下他扭捏 直接就陪着他 也一起干了一杯二锅头下肚 看到正希和正老头 满满一杯二锅头 一干为尽 白村长脸上不经意间 露出了笑容 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只有两人都灌醉了 后面才好方便他们行事 几杯二锅头下肚 白村长和杨和光 那是有备而来 两人还清醒着 而正老头却已经有些晕乎乎的了 说话声音也变得豪气起来 没过多久 杨和光也走回了酒桌旁 一脸欲言又止的表情 独自坐在那里 不时地和正老头碰杯 阿西 你这次回来是干啥的 有啥事直接和我说就行了 何必大老远地跑过来呢 你这是信不过老哥我吗 就过三旬 白村长终于按捺不住了 朝着正希试探性地问道 嗨 我爹说啊 这段时间他内心难安 经常做噩梦 感觉就要发生什么事一样 你说这么多年了 我都没回来看一下 现在他年纪也大了 出现这情况 我还不得回来守着呀 陨石交易的事情 你们按照你们的计划办就行 我和我爹呢 不会参与的 这次回来啊 就是个人私事 和天龙公司 采购陨石没有任何联系 这点你们放心 我已经回绝了天龙公司 要我帮忙砍价的要求 正希看到两人 一脸阴沉地望着他 他将早已想好的说辞 解释了出来 哈哈 那你们今晚过来是 商量如何卖那块陨石吗 正希想到杨和光刚才的举动 有些不满地朝着白村长问道 哦 我们这次来 主要是看一下正老头 毕竟好长时间 没来陪他喝酒了 刚好遇到你今天回来 所以我们就选择今天过来了 这陨石销售的事情 你放心 这次卖完 我们就不准备继续坐下去了 现在有人盯着我们呢 这陨石都卖了好几年了 这事要是有人较真 对于我们还真是个麻烦事 所以呢 这次来 也算是我们金盆洗手前的一次聚餐 来来来来 大家喝酒 白村长不愧是当领导的人 聊聊几句话 就绕得几人 再次端起了满满的酒杯 一饮而尽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一百一十集 我差不多了 再喝下去 绝对要醉酒了 到时候 没人照顾我老爹 不知不觉间 众人都已经喝了很多 脸红脖子粗的 讲话声音也很大 正希一脸晕乎乎的模样 朝着白村长和杨和光说道 至于正老头早已趴在桌上昏睡起来了 兄弟 这么多年了 你都不让我们告诉你老爹 其实全是你在暗中做的这一切 你老爹和周围乡亲 都以为是我们在默默帮助正老头 这无形中 对于我的饭店 还有村长的名字 都是一种宣传 但是我们知道 这些其实本应该是你的 照顾你爹的事情 你不用担心 跟几个今晚就在这里喝着 你爹绝对不会出啥事情 兄弟你虽然没露面 但是给我们的帮助可是很大的 这杯酒 我敬你 杨和光诚意满满地朝着正熙说道 杯中快要溢出的高度酒 一晃一晃的 要不是正熙提前知道了杨和光他们的目的 绝对要感动得举杯就干得一干二净的 兄弟 你爹你就放心吧 有老哥我在 只要有我一口吃的 我绝对不会让他饿着 我们兄弟这么多年没见 只管喝酒就行 感情深 一口闷 啥也别说了 一切尽在酒杯中 白村长看到杨和光举杯 而正熙却在迟疑中 他连忙出声劝酒道 要是正熙就此打住 保持着清醒 那他们后续的计划就难以展开了 一旦正熙有了警觉 那么后面 他们和天龙公司的交易 恐怕就要黄了 老哥 这酒啊 我是真不敢再喝了 你们远道而来时刻 哪有让你们照顾我爹的道理啊 我现在这不是在家呢吗 你们啊尽管喝 这菜要是冷了 我就去热一下 正熙双眼虽然醉意朦胧 但是脑子确实异常清晰 对于白村长的劝酒 他毫不含糊地拒绝了 兄弟 再来一口 杨和光不死心 双眼迷离地朝着正熙再次说道 哎哎哎 两位老哥 我是真的不能再喝了 你们多多包涵啊 那什么 我先扶我爹进去 失陪 失陪 正熙看着杨和光处在半空的酒杯 不为所动地说道 要是他一心动 接了这一口 等一下还有第二口 第三口 那结果不言而喻 何光啊 阿西毕竟好多年没回来了 今晚就让他照顾老郑吧 大家都是兄弟 尽兴就行了 没必要喝酒拼个你死我活的 我好像喝的也有点多了 何光 你扶我出去方便一下 白村长看到正熙不为所动 顿时开始朝着杨和光说道 按照杨和光的脾气 屡次劝酒正熙都没接 再来两次 他恐怕会将酒杯直接扔到正熙头上的 在他看来 正熙这就是不懂事的行为 要是不喝 那你多少陪着来一口啊 这样杨和光也有面子 结果杨和光这样多次敬酒 完全就是热脸去贴冷屁股 这换作是谁都会心中有怨气 他不得不出声做和事老 给双方找一个台阶 看到正熙扶起醉醺醺的正老头 杨和光铁青着脸站了起来 直接朝外走去 村长 这正熙不是好歹啊 原本还想让他好好睡上一觉 嘘 别说话 屋外传来了两人小声交谈的声音 夜里十分安静 哪怕杨和光和白村长再如何地压低声音 这交谈的内容还是传进了正熙的耳中 使得在礼物中给正老头盖被子的他 脸色变得愈发凝重起来 正熙没有状态 正熙没有状怨 直接掏出手机 看了看手机上那不稳定的信号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 只能编辑短信了 看着短信发送成功 他微微一笑 这是王德水的信息 希望你们后面能善待我老爹 正熙自言自语地说道 他已经提前将王德水的联系方式和住址 一起发给了王多多 做完这一切 他似乎是解决了什么包袱一样 再次走出礼物 回到了酒桌前 土屋外 白村长和杨和光两人 也担心他们的谈话被正熙听去 走到了柵栏外 确保声音传不到土屋中 他们这才停了下来 屋里的正熙 一个人坐在酒桌前 听着两人的谈论声越来越小 直到听不到 他咬牙 腮帮鼓起 抬起酒杯 独自饮了一口 默默地等着两人回来 夜已深 良意渐起 王多多被袁刚搀扶着走出敬老院时 整个人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只能被动地被两人扶着朝住处走去 好在松树镇不大 方圆不过两公里 袁刚和冯小小 搀扶着王多多也不至于多费劲 小小啊 你帮我看一下手机 刚才和老院长喝酒的时候 我感觉手机震动了好几次 你看看 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发生了 王多多含糊地说道 他已经记不起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只是凭着印象 想到有这么一回事 冯小小拿起王多多的手机 熟练地划开了解锁密码 当他看到手机上的内容时 眼睛瞪得圆圆的 刚哥 有正希的未接电话 好像是三个小时前的事情 哦 就在刚才 正希又发短信来了 他短信的内容是 王多水的联系方式 合在酒台室的住址 这是 冯小小有些疑惑地 朝着袁刚问道 他们这才谈好了静老院 正希就知道了 难道不怕是骗他的 居然将王多水的信息 都提前发过来了 正希已经将 王多水的信息发过来了 还有未接电话 你现在赶紧给他打过去 袁刚扶着王多多 眉头微皱 朝着冯小小说道 您所拨打的电话 不在服务区 电话里客服的提示音 在安静的街面上 显得异常清晰 刚哥 二龙村那边信号不好 估计他明天还会 打电话过来的 应该没啥急事吧 看到袁刚皱眉 冯小小出声安慰道 不对 这肯定是出事了 要不然一个电话打不通 正希也不会发短信 提前给王多多才对啊 这是将他的筹码 提前给我们了 虽然说 我们会按照之前谈的形式 但是 这不像是正希的风格啊 左侍一场小心的他 怎么可能会犯这种错误呢 他难道就不担心 我们拿到王德水的信息之后 直接离开松树镇吗 袁刚认真分析道 正希那边 恐怕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要不然 何至于等不到天亮 再打电话报喜呢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11集 嗨 能有啥事啊 估计是被我们给感动了吧 我们一看 就不像是要骗人嘛 而且还提前通知他 郑老头可能要出事的事 我估计啊 这就是正希想通了 被我们的诚意折服 所以才不管我们 有没有办这事 他都相信我们一定能完成 所以啊 提前就把这王德水的信息 给我们了呗 王朵朵久意朦胧地说道 似乎这一切都是他知道的 他王八之气一放 正希倒头就败 别吹了 我担心啊 真的有事情要发生 正希要是这么好说话 昨天就不会和我们 讨论半天了 这肯定是发生什么事了 促使他提前将这信息 转给我们 也许是半天时间 都等不了的那种 可能天亮以后 这事情就发生了 他就没有机会 再给我们发信息 或者打电话了 你们说 有什么事情 会这样紧急呢 三人已经走到了 宾馆楼下 袁刚看着两人问道 呃 我怎么听着 像是他被人 给抓了的节奏啊 他不会是 今晚就头脑一热 一个人就去找 白村长和杨和光 干架去了吧 卧槽 这兄弟 报仇不隔夜呀 这回来还没超过一天呢 这点时间都等不了 哎呦 他这是笃定 我们一定会将正老头 安排进静老院了 王多多被冷风一吹 酒劲也散去了大半 此刻吃惊地感叹道 哎呀 别你认为了 我看这事啊 十有八九就是这样 你赶快给白村长 和杨和光打个电话 要是他们两个人的电话 还打得通 那就证明 最坏的情况还没发生 冯小小着急地跺脚说道 催促王多多 给两人打电话确认 只要电话能接通 那就证明 白村长和杨和光 还在松树镇上 并没有和正希在一起 毕竟刚才他已经打过正希的电话 无法接通 这就能断定 正希很有可能是在二龙村家主 您所拨打的号码 暂时无法接通 您所拨打的号码 暂时无法接通 王多多连忙拨打 白村长和杨和光的电话 结果回复他的 就是两声系统的提示音 他顿时知道 处事情了 刚哥 你喝得少 你来开车吧 我们先去江外饭店 这杨和光的电话也打不通 咱们只能去饭店里找人了 王多多语气凝重地说道 他也意识到 事情不对劲了 若是两人在松树镇的话 这里的信号全网覆盖 不可能出现无法接通的电话 而且还是三个人都无法接通 这不禁让他担心起来 袁刚二话不说 接过王多多手中的车钥匙 直接坐进了驾驶位上 他在大学期间 闲着没事做的时候 和宿舍里几个人一起报名学习 早已拿到了驾驶证 虽然不经常开车 一番摸索下 越野车还是缓缓上路了 随着行驶路程增加 袁刚也愈发得心应手了 夜里的松树镇 路上车辆很少 没过几分钟 他将越野车 稳稳地停在了 江外饭店门口 你们老板去哪了 今天连续打了他 好几次电话都打不通啊 袁刚连忙下车 冲进了饭店之中 朝着正在洗手的服务人员问道 俺们老板上二龙村了呀 这电话肯定是打不通的 你们要是早得有事啊 那恐怕只能是等到明天了 现在俺们也联系不上呢 对对对 他们是个下午那会儿 和白村长一起离开的 哦 还带了熟食呢 应该是去二龙村正老头家 看望正老头去了 我看呐 今晚你们就别等我们老板回来了 几名正在收洗的服务员 看到院子里停着的豪华越野车 顿时将他们知道的事情 全部向着袁刚一一说道 坏了 今晚恐怕要出大事了 听到服务员的话语 袁刚心里大惊 朝着几人感谢以后 直接一路小跑 跑回了越野城中 杨侯公和白村长都不在松树镇上 听他们袁公的意思 杨侯公他们已经在二龙村了 现在还没打通电话 我估计还在正老头家里呢 电话打不通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袁刚担心地向着王多多和冯小小说道 杠哥 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吧 说不定只是信号不好 其实他们还在那里喝酒呢 也许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哦 有可能是他们达成了什么协议 正希一高兴就将信息提前发过来了呢 冯小小出声安慰两人 不对 你就别出事了 你太不了解正希这个人了 杠哥说得对 肯定是出事了呀 正希那种人 可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角色 我们在靖老院的事情都还没和他说呢 他怎么可能提前告诉我们啊 看着短信 我感觉他好像是在脱钩 王多多反复看着手中的短信 朝着袁刚说道 什么 脱钩 封小小不解地嘀咕道 他这是遇到事情了 想将正老头托付给我们 明显是他不能继续照顾正老头 所以才发的短信 想要换取我们的支持 袁刚发动车子 看着前方若有所思地说道 现在我们可以选择回宾馆 等天亮了 具体是什么事情 我们明天肯定能知道 不管结果如何 我们已经知道了王德水的信息 这事我们可以选择做毕上官 要不然我们现在就去二龙村 如果时间来得及 或许还能够阻止即将发生的事情 据我推测 这件事恐怕不会是好事 而且很有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 恐怕会将我们也掀进去一段时间 袁刚想起了正老头家里的风水 一脸担心地问道 主屋之中凶器震宅 又是伤工入木的风水局 不发生事情还好 一旦出事 那绝对是流血事件 甚至是要有人殒命 他们现在赶过去 也许能阻止事态的恶化 但是一旦发生流血事件 他们绝对要被松树镇的警方重点关注 可能会主动钻入了白村长的陷阱之中 虽然最终都能有惊无险地度过 但是中途却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距离一个月期限越来越短 每单个一天对于王有余来说都是致命的 他不能替王多多做决定 只能任由王多多抉择 刚哥 别说了 开车去二龙村 我既然已经答应了正希 安排他爹入住敬老院的事情 既然答应了 我不想失信 要不然我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王多多做起 毅然说道 这是他代表天龙公司 做出的第一个决定 他不想虎头蛇尾 想尽他最大的努力去争取 好 出发 二龙村 袁刚一脚踩下油门 沉声说道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12集 土屋之中 正希静静地坐在酒桌旁 喝着门酒 等了好几分钟 也没看到白村长和杨和光进来 他索性站了起来 在屋里走来走去的 忽然像是做了什么决定 直接将墙上挂着 阵斩鞋用的斩马刀 拔了出来 将刀鞘留在墙壁上 而他则拿着斩马刀直接藏在了酒桌下面 将斩马刀藏好以后 你爹已经送去睡着了呀 那我们三兄弟接着喝呗 杨和光看到酒桌旁 已经只剩下正希 他和颜悦色地说道 正希看了一眼白村长和杨和光 并没有出声说话 还是自顾抬起酒杯 微微抿了一口 兄弟 你这不合适 你老爹已经睡着了 不用人照顾 我们放开了喝吧 今晚不醉不归 白村长看到正希 略有敷衍的喝酒动作 连忙出声说道 村长老哥 杨老板 我呀 不是不喝 而是 实在不敢喝呀 喝多了 我担心 真的要出事了 正希看着两人 毫不退缩地说道 兄弟 你这是担心啥 我们菜市难不成 还有人来敢偷东西 你就放心吧 哪有谁会惦记这里呀 杨和光似乎是酒醉了 略带讥讽地 朝着正希说道 你们看 这是啥 我担心 喝完酒 然后被人给炸没了 难道你们不怕喝醉以后 和我一起陪葬吗 正希看着两人虚伪的面孔 冷声说道 说完 直接从酒桌旁边的柜子里 拿出之前藏进去的 微型炸药和雷管 拿在手中颠了颠 然后 直接扔到了地上 这是 等杨和光看清地上的东西 究竟是何物时 他不禁脸色大变 一脸难以置信地 自言自语道 难怪他在外面找了好几遍 都没有找到 之前埋下去的雷管和炸药 原来 是已经被正希给挖出来了 他要找得到 那才真是见鬼了呢 兄弟啊 这种东西这么危险 你哪弄来的呀 这千万别放在家里面啊 一个不小心 容易出大问题 杨和光不愧是做生意的人 瞬间转换了脸色 朝着正希说道 阿希 这东西赶快处理掉 千万别放在家里面 我不知道你从哪个渠道弄来的 这一旦有人举报 可是要进局子的 而且放在家里面 实在是太危险了 你赶快把它销毁了 我们是不会外传的 这事要是被有心人看到 绝对要趁机闹事 搞不好派出所那边还要来搜家 到时你和郑老头就危险了 白村长脸色凝重地 朝着正希说道 明确告诉他 私藏炸药和雷管 这是违法的事情 两位老哥哥 你们是不是当我傻呀 这种东西 我几年不回家 怎么可能是我藏在家里的 我也得为我老爹考虑一下吧 实话告诉你们 这东西是今天我在院子里挖到的 这样子不像是埋了好几年那种 估计是近期才有人埋进去的 正希看到两人死不承认 居然还厚颜无耻地告诉他 这是违法的事情 似乎这些都是他私藏的似的 他怒气攻心 直接冷哼一声 朝着两人说道 他想看一下两个人还有什么表演 这一幕实在是让他心寒 兄弟 这是在院子里找到的 不应该呀 我们前几年挖菜地的时候 已经排查过了 怎么可能田地里 还会存在这种东西 你在外面是不是和别人结仇了 然后被人知道 你和正老头的关系 这才让人上门寻仇了 白村长一脸关心地问道 瞬间就想到了 可能导致别人报复的原因 想以此转移正希的注意力 我就是一个上门女婿 在外面装得跟条狗一样 怎么可能得罪人 而且 九台市那边的爆炸物品 管控得可严格了 基本上都是实名制 哪里像我们镇上 直接去矿里通过关系 都能带一些出来 正希冷声说道 看着白村长 他脸上越发的不耐烦了 我们镇上的 何光 你看一下 这是不是我们镇上 煤矿流露出来的 要是这样的话 恐怕要出大问题啊 煤矿里的炸药 私自流入到外面 这太危险了 这事情 要严查 白村长义正言辞地说道 目光看向杨和光 让其赶紧上去收起炸药 这炸药 就是一个举报证据 正希要是自己留在手中 然后选择报警 哪怕是查不到他们头上 但丢失炸药的煤矿 也会跟着受限 而那里 才是他们真正的经济来源 怎么可能任由正希 毁掉这一切呢 杨老板 别白费劲了 我敢说 今晚 我要是喝醉了 这东西恐怕 要派上大用场了 到时候我和我爹 碰的一声 人都没了 哼 这几天 就你们来过 你们肯定知道 是谁买的 正希心生厌恶 不想再和两人纠缠下去 直接说出了事情真相 兄弟 你误会了 这不是我们做的 这东西容易爆炸 你别用脚踩着 交给我吧 我现在拿出去处理一下 杨和光脸色变得苍白 勉强地 朝着正希笑道 哼 拿去吧 好好地查一查 这到底是哪儿来的 正希语气冰冷地说道 说完 抬起踩在 微型炸药上的右脚 直接将炸药 踢向杨和光的位置 兄弟慢点 慢点 危险 杨和光慌忙 接住踢过来的炸药包 心惊胆战地 朝着正希说道 怕啥呀 这东西在院子里 埋了这么久都没炸 怎么可能 我们喝着酒就炸了呢 你放心吧 没事的 要是真炸了 我们三个 在黄泉路上 也有个伴 不是吗 正希语气冰冷地说道 动作缓慢 看样子 就像是要坐回酒桌一样 兄弟呀 这种话不吉利 别说了 来 喝酒 白村长看到 杨和光拿到了 微型炸药 长舒一口气 朝着正希举杯说道 老哥 你这酒 我是真不敢喝呀 要不 我们一起上路吧 看到白村长脸皮厚比城墙 正希怒道 他并未坐下 而是俯身抽出了藏在酒桌下的斩马刀 他将斩马刀高高扬起 光滑的刀面反射着灯光 这灯光落在白村长眼中 甚是谎言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13集 兄弟 有话好好说 看到这把高高扬着的斩马刀 欲试不惊的白村长终于慌了 连忙向着正希好言相劝道 说 说你妈说呀 你们真他妈当老子是傻瓜 敢做不敢当 炸药都埋到老子门口了 居然还在这里跟老子装怂 看到白村长还想狡辩 正希不再压制心中的怒火 立声说道 同时将高高扬起的斩马刀 朝着白村长举着酒杯的手臂 直接砍去 白村长见到这个状况 哪里还敢硬撑 连忙将举杯的手臂 想要收回来 然而 他喝的酒也够多 有心算无心 斩马刀狠狠地披在了他的手臂上 随着一声惨叫 劈开肉绽 已经能够看到 森森白骨了 正希得势不饶人 连忙朝着白村长上身 就是挤刀砍过去 白村长处在生死边缘 求生欲望也极强烈 用手护着头 顾骨的疼痛 慌忙朝外滚去 而杨和光此刻 已经惊呆了 他万万没想到 一向性格软弱的正希 居然真的敢对他们动刀子 他完全没有防备 注意力全部都在观察那炸药上 此刻听到村长的惊叫声 他才看到 如同杀神一般的正希 正在挥舞着斩马刀 大杀四方 我 我来了个去 杨和光略带结巴地说道 他目瞪口呆 看到正希已经将目光投向了他 他被这充满杀意的眼神 刺激得浑身一哆嗦 哪里还敢上前去帮助白村长 连忙将他手中的炸药一扔 慌忙起身 连滚带爬地朝着门口跑去 救命啊 救命啊 杨和光边跑边大声叫嚷起来 虽然正老头家的位置属于村子边上 但是求救声在空旷的夜里穿得比较远 只要坚持一下 总会引起其他村民的注意的 高日的 还想跑 正希看到杨和光居然朝着外面求救 他暂时放过了滚瓜葫芦的白村长 提着斩马刀朝着杨和光大步走去 兄弟你别过来 有话好好说 以前是我不对 你看在我们照顾正老头这么多年的份上 就饶了我这次吧 杨和光看到滴着血的斩马刀 心中早已被吓破了胆 此刻要不是他的双脚不听使唤 他绝对要有多远跑多远 正希的位置离门比较近 若是他继续朝前面跑去 绝对要被正希的斩马刀砍到 此刻的他有些纠结地停下了脚步 一脸求饶地看着正希说道 别跟老子装来装去的 有意思吗 我在九台市每年打那么多钱过来 你他妈的干了些什么 要不是我警觉 恐怕今晚死的就是我和我老爹啊 你们就是一群白眼狼 正希望着一脸卑微的杨和光 他愤怒地说道 说话时间 他手上的动作也没闲着 直接挥舞着斩马刀朝着杨和光砍去 似乎是多年来积聚的怨气 在这一刻全部爆发出来 整个人杀气腾腾 惊得杨和光根本不敢反抗 杀人是要偿命的 你要是被关进橘子里面 你爹怎么办 看到正希仿佛失去了理智 杨和光连忙自我求救道 现在杨和光已经明白了 正希是要弄死他们 唯一能解救他的就是正老头了 然而正老头现在已经喝多了 根本不可能出来 他只能希望谈及正老头 延迟一下暴怒中的正希 哪怕是正希思考几秒的时间 他就能绕过正希跑到外面 到时候还不是天高认鸟飞呀 哼 别扯那些没用的 没了你们两个祸害我爹 他过得会更舒服一些 正希看到杨和光现在还在耍嘴皮子 冷哼一声 高高扬起了斩马刀 杨和光慌忙拿起地面上的凳子 提起来就往前护住自己的全身 想要将凳子当作护盾 抵挡正希的斩马刀 哗啦一声 木制的凳子本就靠着几个螺丝钉 固定在一起 哪里受得了斩马刀这种 势大力尘的劈砍呀 瞬间玩好的凳子便碎成了几块 看着手里的碎块 杨和光面色惨淡 咽了咽口水 好在正希也是喝了太多酒 刚才不断折腾下来 也消耗了大半体力 斩马刀劈碎了凳子以后 威势不减 直接劈到了地面上 他没有连贯地再次发起像样的攻击 杨和光看到这一幕 知道他逃生的机会来 他扔掉手中的凳子腿 从正希身侧向屋外冲去 正希忙不过来阻挡 只能再次转身 扬起斩马刀朝着杨和光的后背劈去 杨和光的惨叫声响起 整个人跌落在了门外 他的后背被斩马刀划开了一道深深的口子 好在没伤到骨头 只是皮外伤 顾不得伤口血流不止 杨和光手脚并用地朝着院子外面爬去 救命啊 杀人啊 杀人啊 杨和光歇斯底里的惨叫声 惊动了整个二龙村 很快便引起了村民的注意 村民们逐渐朝着这边跑过来 正希连忙追了出来 然而他提着斩马刀 动作没有杨和光迅速 很快 杨和光越跑越远 溜出到了栅栏外 看到杨和光已经跑远了 正希放弃了继续追赶 只要弄死了一个 对他来说就是赚了 于是他转身 准备返回屋里 继续解决白村长 兄弟 有话好好说 老哥我知错了 你别过来 白村长面色扭曲 整个人已经爬到了门槛上 看到正希原本在追逐杨和光 他以为他的危机已经解除了 结果正希却返回来了 充满杀意的眼神盯着他 他连忙将往日高高在上的表情 丢到尘埃里 一脸卑躬屈膝地向着正希认错 正希冷哼一声 人狠话不多 提起斩马刀朝着白村长 就是一刀飞过去 白村长躲闪不及 趴在门槛上的他再次中招 斩马刀势大力尘 将他大腿上的肉又带飞了一块 他知道现在求救无缘 只能忍着剧痛 手脚并用地朝周边爬去 也许是血液流速加快 正希喝下去的高度酒开始上头了 正希的行动变得越来越缓慢 当他再次抡起斩马刀的时候 白村长已经爬到了几米开外的柴垛旁 老哥 你就留下来 跟我作伴吧 正希一脸平静地说道 他知道接下来他的处境 看到白村长已经逃不出院子 他提着斩马刀 缓缓地朝着白村长走去 很快便走到了白村长的身后 再次扬起了树筋重的斩马刀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抽烟的老鬼 演播三壶茶 第114集 你们快去救人 正希那小的疯了 正在里面杀白村长呢 随着杨侯光不断地叫唤 终于有村民走到了正老头的房子附近 杨侯光连忙向着村民们求救道 快去帮忙去 晚了白村长就要被人杀死了 杨侯光顾不得身上的伤势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救道 边远山区的村民都是淳朴的 若是换到现代大城市中 有些人一听到有人在砍人 那绝对是二话不说连忙转身就跑啊 甚至连报警电话都不愿意打一个 因为他们怕惹麻烦上身 而这一切对于淳朴的村民来说 这都不是事 他们虽然不是医生 但是能救死扶伤的事情顺手就能做 自然不会放过 五六个村民互相壮胆 拿着锄头走进正老头的院子里 阿夕你干嘛 赶快放下手里的刀 有事好好说 千万别这么冲动 看到正希手中扬起的斩马刀 这几名村民心慌了 连忙朝着正希围拢靠去 生怕他们动作晚一些 白村长会被正希给一刀解决了 你这狗日的 祸害一千年 这么短的时间 车都被你们搬来救兵了 哼 不过无所谓 我坐牢之前 肯定有先带你下去 正希看着缓缓靠过来的村民 他冷声朝着白村长说道 他知道 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了 只见他一咬牙 斩马刀向着趴在地上的白村长 狠狠地劈了下去 生死危机之下 白村长哪敢继续这样趴着 要是让斩马刀劈实在了 绝对是一个透心凉啊 白村长连忙侧身 斩马刀狠狠地 劈在了之前的手臂上 虽然血涌如注 但是斩马刀 也被手臂的骨头给挡住了 白村长眯着眼睛 他看到正希已经被围拢过来的村民 用锄头给固定住 接着 他眼前一黑 整个人被疼痛刺激地昏迷了过去 刚哥 你开车开慢点啊 现在时间太差了 你你你慢点开 慢一点比较安全 王多多坐在副驾上 胆战心惊地朝着袁刚说道 他现在完全被吓清醒过来了 他刚才看到袁刚 转了一个三百度的弯 居然都不带减速的 他整个人瞬间都忐忑起来了 刚才那危险的一幕 差点让车冲出了路面 不怕不怕 刚才啊 使没注意到导航 这里居然有这么大一个弯 下次我过弯的时候会减速的 袁刚不好意思地笑道 他根本没看导航 一路看着灯光所及的路况行车 刚才入弯的时候 车速过快 原本想着 就是一个小角度的弯而已 结果 整整绕了一圈 才出了这个弯道 导致他最后控制着车辆 压着马路边缘走 袁刚他们 驶离这个接近三百度的弯道 没有多久 后方很快便传来了警笛的声音 刚哥 你们有没有听到后面有声音啊 冯小小疑惑地朝着两人问道 耳朵没笼 听得到 真奇怪啊 这个时候怎么居然还有人报警啊 不会是二龙村那边出事了吧 王多多一脸疑惑地说道 看来我们来晚了 很有可能 就是郑家父子那边发生的事情 现在居然已经连警车都出动了 恐怕是要出人命了 袁刚看着警车呼啸而过 一脸担心地说道 郑老头的屋子 在风水格局里面 属于伤攻入目之局 若是不发作还好 一旦被激活发作 绝对是要有人死亡的节奏啊 郑熙这两年 在外面和郑老头断绝父子关系 倒使得这风水局隐藏了下来 就是不知道 他回来这一天的时间里 会不会激活了伤攻入目的风水局 而且 郑老头家里面 正墙上悬挂的居然是一把凶刀 那把凶刀杀气太重了 他们用凶器震宅 绝对是要发生血光之灾的 哎 既然已经有人报警了 我估计情况肯定不容乐观 搞不好现在 有人恐怕已经 袁刚没有将话再继续说下去 留下了悬念给两人 注意力完全放在了前面的警车身上 现在 有警车开到 他也不用太过关心路况了 只要保持住速度 跟上这些警车就行了 他们去二龙村的速度 瞬间提了起来 一路上 三人不再言语 此刻 心情沉重 都在盯着前面的警车 他们不希望 这是去二龙村的 因为这样的话 就意味着 正熙肯定出事了 没过多久 警车开到的他们 已经到达了二龙村地段 完了 正熙这辈子 可能就这样了 王多多 一脸遗憾地说道 他为正熙感到不值 多大点事啊 只要将正老头 送到敬老院 那么其他的事情 无非就是利益纠纷而已 钱能解决的事情 都是小事情 为何要弄成血光之灾呢 袁刚心情沉重地 跟随着警车 驶入了二龙村旁边的小路 直接将车 开到了正老头家附近 小小 你在车上别下去 袁刚朝着正老头家 瞟了一眼 转身朝着正准备下车的 冯小小说道 那边煞气冲天 肯定是凶刀出窍了 你还是不要靠近为好 而且那边的场面 恐怕你也接受不了 你一个女人 就不要过去凑热闹了 袁刚生怕冯小小不理解 耐心地向他解释道 袁刚和王多多两人 连忙走到了 被村民围着的栅栏旁 完了 这下出大事了 血光之灾已经发生 就是不知道有多严重 你看那白村长 现在已经昏倒在地上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 抢救得过来 哎呀 地上流了这么多血 不知道 是不是白村长一个人的 他恐怕是有点悬了 杨侯光那边问题不大 现在都还在那里 向着警察讲事情的经过呢 受伤点定不住 袁刚看了看院子里的情况 向着王多多分析道 你们别围在这里 赶快退后一些 这里还有炸药存在 不知道会不会爆炸 两人在栅栏外没多久 就被警察过来驱赶了 在杨侯光的解释中 警察他们知道了 在老头家里 居然存在着炸药包 那东西要是炸开了 现在围着的这么多人 绝对要遭受无望之灾 吓得他们赶忙驱散人群 哎 真是太冲动了 现在是有口也说不清了 袁刚向着更远处走去 回头望了一眼 被警察控制住的正希 一脸遗憾地说道 有两名警察 正在小心翼翼地 朝着屋子里摸索进去 这举动显然是要去 将炸药的危险给排除掉 袁刚知道 这不是正希做的 但是 这个屎盆子 已经扣在了他的头上 肯定是 罪上加罪了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15集 袁刚和王多多 随着村民站到了更远处 夜里的二龙村 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此刻 超过一半的村民 都围绕在更远处 观望着正老头的家 看着那些忙碌的警察 开始议论纷纷起来 哎呀我说 这正希是啥时候回来的呀 啊 这都消失好几年了 咋今儿回来了呢 这才回来家里 就发疯了 哎呀 你快瞅瞅 那白村长都快被他给砍死了 太凶残了 这是杀人啊 你刚才没听 那个杨和光说吗 他家里还藏着 雷管和炸药 这要是炸了 我们旁边的房子 都有影响 实在是太危险了 哎呀妈呀 在正希再几年 在外道学的 都啥乱七八糟的呀 咋才回来就成这样了 简直就是变了一个银 可惜了 白村长还经常过来 看望的爹郑老头 没想到以怨报得 哎 这事我也知道 据说啊 郑老头去镇上赶集 那吃饭都是在 杨和光的饭店里 这杨和光 从来都不收他钱呢 没想到 这今天 在郑老头家里 吃个饭 咋还差点 被郑希给杀了呢 他说 村民们 众说纷纭 听得 王多多和袁刚 不断地 骤起眉毛 这就是舆论的力量 所有人都认为 郑希 是罪有应得 他对这件事情 肯定是要负 全部责任的 而口碑 全部都倒向了 白村长和杨和光 毕竟这几年来 两人所做的事情 全部都烙在了 二龙村村民的眼中 这两位 都是常年积德行善的人 而郑希 不仅和郑老头 断绝了父子关系 还消失了许多年 他们又不是瞎子 自然会进行评判 头儿 这里还真是有 雷管和微型炸药啊 这些伎俩 足以将这间屋子 移为平地了 甚至旁边的屋子 都要被波及到呢 还好我们发现得及时 要不然呢 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刚才小心翼翼 进去屋子里的 两名警察 此刻拿着雷管 和微型炸药走了出来 向着他们的队长 汇报道 一定要严查 这些炸药 到底是哪儿来的 这种恶劣的事件 一定要杜绝 还好没有筑成大错 要不然我们松树镇 恐怕是出名了 和这些村民打声招呼 不要让他们将这些事情 往外宣传 然后赶紧送白村长 去医院救治 在这里等救护车 恐怕是来不及了 还不如我们送过去快一点 把正系直接控制起来 带回去连夜审讯 一定要弄清楚 事情的起因经过 要不然明天就要成大新闻了 警队队长一脸严肃地 朝着几人吩咐道 此刻对于正熙 他们根本没有一点同情心 现场种种迹象都表明 是正熙趁着酒劲 要将两人赶尽杀绝 这种事实实在是太恶劣了 再加上私藏炸药 这要定为重案 那屋里的正老头怎么办 现在还在睡着呢 估计是酒喝得有点多 拿着雷管的警察迟疑地说道 正老头吗 他年纪太大了 经不起折腾 这事就不要把他牵扯进去 发生的这些事情 估计是正熙一人所为 到时候回局里 仔细地审讯一下 而且这老头说白了 也没几年好活的 拿去供着我们不嫌麻烦吗 把他唤醒 通知他一声就行了 警队队长瞪眼 朝着刚才问话的人说道 正老头他们是知道的 而且他也是挂了名的低保护 断绝父子关系的事情 可是闹得沸沸扬扬 他们自然也知道 最主要的一点是 正老头已经黄土都埋到脖子了 还要带去派出所 折腾出了问题 那他们岂不是要承担责任 该拍照的拍照 赶快采集证据 这大半夜的还要出警 到这荒山辟野的地方 警队队长已经有些不快了 他连忙督促着其他警员 各司其职赶快收工 嘴上虽然说是采集证据 其实根本不需要 现在所有的证据及证人 都指向了正熙 正熙就是此次事件的行凶人 袁刚和王多多两人 在远处观望着 他们没有去和正熙打招呼 因为现在冒头 绝对要引起警方的注意的 到时候肯定免不了 要被盘问一番 搞不好还要被拉去派出所 这对于做生意起价的 天龙公司来说 进出派出所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正老头看着院中的场景 一脸难受地问道 他只记得陪着儿子 陪着白村长在喝酒 然后他喝多了 结果再次被人唤醒时 居然看到自家院子周围 围满了村民 还有警察在拍照 而他的儿子正熙 则被警方用手铐 靠起来了 为人和善的白村长 此刻生死未知地 躺在地上 等着别人救援 汐儿 你这是怎么了 你们仨不是合作伙伴吗 怎么就发展到这地步了 正老头走到正熙面前 一脸悲愤地 望着正熙问道 爹 这事你别管了 这些年 我没忘记你 我们每个月都打钱过来 让他们照顾你 结果这两人 居然人面受心 海儿我先走一步 你 你好好地活下去 看到自己的老父亲询问 正熙不再无动于衷 终于说出了部分事情的真相 我就知道 造孽 这就是报应来了 警察同志 我后悔啊 我就不该帮他们卖东西 那东西是天上的东西 还人怎么可能用来倒卖呢 这就是祸害的根源 报应来了 报应来了 正老头 正老头老泪纵横地向着警察说道 然而 他讲的真话 却没人听得懂 现在都是科学社会了 正老头神神叨叨地 讲什么天上的东西 报应之类的话语 全部被警察们以为 正老头是怒气攻心 开始讲胡话了 手脚麻里去 弄完了就收工 在警队队长的招呼下 两名警察压着正熙 路过王多多和袁刚身旁 朝着警车走去 众多村民纷纷询问正熙原因 而正熙只是冷眼看了一眼王多多 装作不认识的样子 很快便朝前走去 等一下 我们去问一下正老头 这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袁刚看到警察已经在收队 小声地朝着王多多说道 正老头也许知道事情的真相 就是不知道悲愤交加的老人 愿不愿意告诉他们事情的经过 这正老头只能送去静老院了 这里发生这种事情 以后谁还敢过来啊 王多多点头说道 同时对于捐赠静老院的事情 也愈发感到明智 要不然以后正老头无人照顾 恐怕时日无多了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16集 袁刚和王多多两人站在不远处 看着警察带走了正熙 独留正老头呆滞地坐在堂屋门口 而二龙村的村民 刚才虽然热心帮助杨和光 制服了正熙 但是现场却没人愿意走进正老头家里 这些村民心里亮堂着呢 刚才警察能搜出微型炸药和雷管 谁也不敢保证会不会搜落下了其他的 而且经过正熙这么一折腾 他们看到院子里斑驳的血迹 就会感觉不自在 特别是正老头的精神状态 能不能撑过今晚都不知道呢 这人生最怕大起大落 早一些时候 他们可是看到正老头杀鸡做饭 整个人都非常高兴 这转眼间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正老头那心情能稳定下来才怪呢 要是换在平常时间 他们也许会去安慰下正老头 但是现在 他们已经感觉到浑身阴风阵阵 随着警察离去 他们三三两两地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诶 刚哥 王多多轻声提醒道 先过去开导一下正老头 他情绪有些不对 千万别在这个时候再出事情 要不然 七星灯续命的效果就要打折扣了 袁刚脸色凝重地说道 他回忆着奇门残卷中 寻山问水的法觉 此刻他发现 正老头家里的煞气越来越重 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要是今晚放任正老头不管不问的话 恐怕正老头经受不住这股煞气的冲击 啊 刚哥 这正老头的情绪还和救治我爹有关系 这有点 王多多一脸不相信地看着袁刚说道 这是不是欺负外行人啊 怎么什么事情都能和救治他爹车上关系啊 我之前不是和你说过吗 正老头家的风水是伤攻入目 而且堂屋之中还是凶器震宅 现在凶器震宅 必有血光之灾的场景已经发生了 更可怕的是 那把斩马刀潜藏了数年的煞气 已经被激活了 你难道没感觉到有些寒意吗 一般人看不到煞气 但是能潜意识中产生不好的感觉 你是不是有点不想踏进正老头的院子 这种潜意识就是你本能在避开这种煞气 你想想 你都不愿意去接触的煞气 你认为正老头能承受得了吗 袁刚看着王多多一脸严肃地问道 我确实有点不想进去了 听你这么一说 还真有那么点寒意 可是这和我爹有什么关系啊 难不成还指望正老头手里的陨石 那不就是一块伪造品吗 咱们明天就去九台市 找王多多买真的陨石键 事情没你说得这么玄乎吧 王多多不以为意地说道 他心里更倾向于这是他的心理作用 这种杀人的场面 换了任何一个人来 看到满地鲜血 恐怕都会胆战心惊的 哼 玄乎 七星灯续命就不玄乎了 这事啊 先不管对错 起因都是因为我们而发生的 要是这几人有一个人死了 帮你爹续命的难度就会翻倍 这就是冤有头债有主 因果循环就是这么来的 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这个月是关键期 一定要记得积德行善 要不然 袁刚说着说着 不再理会王多多 静止朝着郑老头家里走去 不管王多多做何选择 这事情 他半点马虎不得 必须尽力去规避一些风险 看到袁刚果断地走进了 郑老头的院子里 王多多愣神 连忙跟了上去 这都是为了救他爹呀 他必须比任何人都要上心 老伯 你别担心了 派出所会给出公正的结果的 这事啊 过两天就会有结果了 您可要保重身体啊 要不然 郑熙回来看到您这状态 他也会难过的 袁刚走到堂屋门口 朝着正在哀声叹气的郑老头说道 你们 你们真的知道郑熙是无辜的 听到袁刚说郑熙的事情 郑老头浑浊的眼睛变得清澈起来 朝着袁刚和王多多问道 是啊 郑老婆 您就放心吧 法不择重 这事情要是真的查到底 恐怕你和郑熙还都算是受害者呢 白村长和杨和光 绝对会选择私了的 王多多上前一步 直接蹲在了门旁 朝着郑老头安慰道 你们等一下 你们一定可以帮助到阿西的 郑老头眼睛炯炯有神地盯着王多多和袁刚 看到两人没有回避他的目光 他连忙说道 说完 直接起身朝着屋里走去 不多时 郑老头拿出了之前的麻布袋子 显然就是前几天给他们看的陨石块 老头子我心里明亮着呢 你们肯定是好人 这天上来的石头就是祸害 留着它只会害了阿西 我早就知道会出事 没想到这么严重 他们仨居然闹到这个地步 老头子我后悔啊 这东西你们拿走吧 这东西没了 明天我就去和他们说 我看他们还争什么争 钱财就是身外之物 人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郑老头沉生说道 说完 将装陨石的袋子递给了王多多 刚哥 这这 看着郑老头递过来的麻布口袋 王多多有些犹豫地朝着袁刚问道 这陨石价值几十万 对他而言不值一提 但是 对于郑老头这种无保护老人而言 这简直就是巨富 他能接吗 接着吧 这是郑老伯的心意 哦 对了老伯 您也不用等到明天了 这里距离镇上还是比较远的 今天晚上 你就和我们一起回镇上吧 住处我们安排 您收拾一下重要的东西 跟我们过去就行 袁刚朝着郑老头诚恳地说道 说完 对着王多多不断眨眼 试一棋赶紧趁热打铁 对啊 老伯啊 您收拾一下 今天晚上我就送您去镇上 明天早上啊 就去看望阿西 这事情的前因后果 我相信 杨和光他们心里也有数 这事啊 没啥大不了的 您呢 跟我们一起回去吧 王多多连忙出声 朝着郑老头邀请道 不管有没有用处 听袁刚的肯定没错 按照袁刚之前告诉他的 这屋子现在就是一个凶屋 谁住谁出问题 而郑老头这种体弱老人 最好不要继续居住比较好 郑老伯 衣服都不用收拾了 我们去镇上买新的 你和郑熙过两天 最好就别回来这屋了 你也知道 这屋的风水有问题 你得保持健康啊 要不然 郑熙出来 看不到你怎么办 袁刚看到郑老头还在迟疑 直接说出 屋子的风水问题 经他这么一提醒 郑老头果然异动了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17集 在袁刚这位专业人士的劝说下 几十年前 风水先生的话语再次浮现在郑老头的脑海中 他终于决定 随同袁刚和王多多一起去松树镇 看着郑老头转身回屋里收拾东西 袁刚和王多多都松了一口气 诶 刚哥 你刚才说让郑老头不要带旧衣服 这是什么原因啊 王多多好奇地朝着袁刚问道 这屋子郑老头已经居住了几十年 想要完全撇清关系 那是不可能的 只能够利用旧衣服挡灾了 待会儿 把他穿过的旧衣服直接都用火烧了 这就相当于古时候的衣冠种 带着他气息的衣物在院子里被点燃 就代表郑老头已经硬结了 哦 当然还有一点很关键 以后郑老头不能再次进入到这里 要不然肯定会重病一场 待会儿烧衣服之前 我会和郑老头讲清楚这些前因后果的 要不然以后麻烦不断啊 袁刚看着主屋墙上的刀鞘 一脸认真的朝着王多多解释道 诶 那还不如直接把这房子给烧了呢 那不就化解了风水杀菊了吗 哪里还用担心以后啊 王多多突发奇想 这种一绝后患的事情直接做就行了 何必还先烧什么旧衣服 再担心这样那样的问题呢 以后可千万别做这种一绝后患的事情 风水杀菊并非没有破解之法 你要是直接掀棋盘 那后果你可承受不住啊 要是现在我们直接烧房子 郑老头恐怕 所以破解之法要徐徐徒之 先斩断郑老头和房子风水杀菊的联系 等几日以后 这里一下雨 将衣服燃烧后的灰烬混入地下 这就是风水中的轮回 这才是割断了这层联系 才可以进行下一步 袁刚看到王多多好奇 他也没有任何保留 将他知道的事情详细地说了出来 按照奇门残卷中的备注 推广风水一脉 这也是积累功德的事情 对于以后对抗风水大劫 有着不可言喻的好处 没过多久 郑老头再次提着一个干净的米袋出来 里面已经装满了郑老头的重要物品 在听到袁刚的再三解释以后 郑老头取出了数套贴身旧衣物 交给了袁刚 只见袁刚念念有词 直接用小刀割破了郑老头的手指 每一套旧衣物上都沾染上了郑老头的血迹 剩下的事情 王多多和郑老头就看不懂了 袁刚将郑老头的旧衣物分成了三堆 直接按照三角形的图案 摆放在了这个土屋内 上天下坎 不利大川 则入于地 天于水行 天底人俱 不永所适 袁刚不断地刀念着 配合着神秘莫测的步伐 隐约间 一个个太极图案 出现在了院子中 袁刚念完以后 三堆旧衣物化作了熊熊大火 将三人的面孔照得一片白亮 老伯 上车吧 以后这里不要再来了 一切就随着这场火消散吧 袁刚看着三堆旧衣物逐渐燃为灰烬 他出声朝着郑老头说道 看着郑老头出神的目光 袁刚心里叹了口气 故土难离 以后郑老头恐怕还会过来这边 希望这个时间能在一个月后 就在王多多驾车 带着三人朝松树镇赶来的时候 松树镇派出所里已经盲开了 对于郑熙的审讯异常顺利 他们问什么 郑熙有事说事 不知道的事情任凭警察如何盘问 他都表示不知道 派出所众多警察不断地整理着相关资料 配合着杨和光提供的线索 他们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大改经过 然而更大的问题又出现了 这爆炸品到底是哪里来的 知道的越多越发现事情有些棘手 忙碌之中天色已经渐渐泛白 而在医院抢救的白村长也被抢救了过来 白村长伤势极重 能被抢救过来 已是不幸中的万幸 而作为代价 他的左手臂因为被斩马刀屡屡砍中 最后不得不进行了截肢 经过一晚上的手术 白村长总算是清醒了过来 知道事情前因后果的他 气得在病床上直哆嗦 也不知道是疼痛导致的 还是为之前的决定而感到不值 杨和光和白村长 都是此事件的受害者 他们并没有被警方直接管控 这让两人在医院病房里碰头了 他们用只有两人听得见的声音 在病房里不断交流着 而杨和光在此期间 代替着白村长 不断地联系着某些人 松树镇派出所里 头儿 昨晚上的事情上面来电话了 要我们遵循受害人的意愿 这件事情他们选择私了 到此为止 一名警员挂断了电话 一脸诧异地朝着队长说道 这白村长是不是伤到脑子了 这种情况居然选择不追究 他是怎么想的 但是那爆炸物是我们从正西家里搜出来的 这已经危害到公共安全了 这事情怕是不能装作不知道 警队队长一脸无奈地说道 官大一击压死人 特别是这种山高皇帝远的地方 有些事情还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民不举 官不究 头人家说了那是几十年前战争期间买进去的 还好没有造成伤亡时间 上面说让我们继续排查 确保周围村里不得遗留这种爆炸隐患 唉 这下可有的忙了 接电话的警员望着队长 一脸认真地重复着刚才的通话内容 警队队长气急攻心 想开口大骂 最终忍耐了下来 放任 咱们自己要作死 那我们拦着干什么 昨晚还瞎操心 警队队长声音低沉地下令道 他们这里属于边陲现实 双标太正常了 当事人既然选择西式宁人 他纵使要探查个底朝天 也只能望阳兴探了 连个探查的机会都没有 哎 刚哥 还真被你给猜对了 昨天晚上正熙犯下那种事情 今天早上派出所的 居然就给他释放了 活了个去 他刚才给我来电话了 我靠 这也太让人吃惊了 而这边宾馆之中 王多多难以置信地向着袁刚感叹道 昨天 袁刚已经给他分析过这事情了 他是抱着怀疑态度的 毕竟 持刀行凶 这种事情太过恶劣了 白村长怎么可能忍气吞声呢 结果 却出乎他的意料 正熙持刀行凶的事情 居然只在派出所里待了一夜 然后不醉释放了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18集 所以 白村长他们已经妥协了 袁刚愣声说道 他通过观察杨和光 以及白村长两人 他是知道 两人在松树镇的地位的 正熙作为寻常老百姓 不管什么方面 正熙是斗不过白村长等人的 他以为正熙进了派出所 这辈子就别想再出来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 居然这么快 正熙才被关进去一晚上 居然就被放出来了 这显然是有人 不想这个案子再深究下去呀 嘿 刚哥 白村长有没有妥协我不知道 但是正熙已经被释放出来了 这事可是真的 我已经让他过来了 告诉他老爹就在我们隔壁呢 现在正熙没事 想来正老头 应该也不会抵触 住进靖老院这事了 王多多一脸自豪地说道 这是他办的第一件善事 自然希望尽善尽美 正老头一旦答应搬进去 那绝对是了却了他的一桩心事啊 嗯 但愿吧 这白村长这么快就选择稀释宁人 我担心 背后恐怕会牵扯出 更多麻烦出来 袁刚看着自鸣得意的王多多 一脸担心地说道 刚哥 我们能帮正家父子一时 但是帮不了他们一事啊 正老头这次 只要是住进了靖老院 那里基本上属于封闭式环境 而正熙常年累月地在外面 白村长想要找麻烦 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吧 他们要秋后算账 那是他们的事情 只是事情闹大了 希望他们能够兜得住吧 要是再次出现 派出所连夜放人的事情 恐怕是个人都知道 这里面有问题了 王多多虽然没有经历社会的毒打 但是对于这些人情事故 还是懂一些的 白村长和杨和光 吃了这么大的亏 居然不闻不问地 就选择私了 那恐怕是为了 掩藏背后更大的灰色活动 对于这种事情 别人都选择了 揣着明白装糊涂 那他还纠结个啥 听到王多多这样的态度 袁刚也不再多言 确实是帮忙也要有个限度 要是无休止地帮助下去 王多多不仅是想要救他爹王有余 恐怕是还又找了一个爹了 诶 刚哥 正希应该过来了 我让他去劝说他爹 我们啊 等好消息就行 王多多看了看手机 朝着袁刚慢慢说道 说完 他直接起身出门 准备去宾馆外接正希上楼 事情的发展如同袁刚和王多多计划的一样 在正希的劝说下 正老头终于改了他那倔脾气 同意去养老院养老 而他自己也知道 二龙村那边是不能去了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村民们对他恐怕是袒护色变 哪里还可能像以前一样啊 刚哥 我刚得到一条消息 白村长好像退居二线了 他已经不再担任村长 而且连带着杨和光发出风声 想转让江外饭店 这事情是不是闹得有点大了 我们只不过是想收购一块陨石而已啊 哪会想遇上这样的事情啊 宾馆房间里 王多多向着袁刚吐槽道 别管那么多了 张西那边安排好了没有 今天要是还不回九台市 那找王德水的事情 可就要再延后一天了 袁刚无奈地向着王多多询问道 王多多第一次取得 这么有成就感的事情 整个人都处于兴奋状态 他要是不出声提醒 恐怕王多多还要继续 在敬老院守着正老头呢 哦 安排好了 他说啊 想要再多陪着老头两天 然后他就会返回九台市了 王多水那边他会提前打招呼的 到时候我们直接报他的名字 王多水会见我们的 正希让我们不用担心 他说要是他出事了 白村长和杨侯光的勾当 也隐藏不了多久 这就是他敢持刀行凶的底气所在 原来啊 这不是一个莽人 他早就想好退路了 哎 我都纳闷了 这白村长和杨侯光 到底有什么把柄被这正希捏着呀 居然不趁着机会打压正希 王多多疑惑地调侃道 哼哼 好奇害死猫 收起你的求知欲吧 抓紧时间收拾 今天就返回九台市 这时间可耽搁不得了 袁刚看着王多多 出声提醒道 呃 对 走吧 这几天啊 在松树镇唯一的收获 就是这块陨石 虽然纯度不好吧 那好歹也有陨石的成分啊 那什么 我给搬到车里去 待会儿咱们就走吧 王多多决定道 他们现在就是在和时间赛跑 必须要珍惜每一天的时间 一旦跑输了 王有余续命的事情 可就悬了 对于白村长和杨和光的事情 袁刚和王多多 都不打算再深究下去 毕竟 这两人在这里盘踞了数十年 他们才来了这里几天啊 论根基 他们纵使有天龙公司做后盾 但是也需要时间来经营 现在根本没有实力来承恶扬善 所以 心中哪怕再怎么不舒服 现在也只能避让 临近中午 三人和郑家父子告别 三人驱车返回了九台市 他们已经通过正西 联系上了王德水 约定在王德水的私人别墅见面 听到电话里 王德水爽朗的应答声 王多多终于露出了笑容 不断地朝着袁刚说 他们终于是苦尽甘来 熬出头来了 只要拿到王多水手中的陨石 那么他们距离打造七星灯 只剩下最后一样材料了 而时间这才过了几天 王多多非常有信心 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天里 砸钱砸出百年巨蟒的信息来 临近傍晚 王多多一行人 终于赶到了九台市 在守卫森严的私人别墅中 见到了王德水 一个貌不惊人 一脸和煦的中年人 根本看不出来种田的痕迹 看到王德水的瞬间 袁刚心中大惊 这王德水的面相显示 这是一个野心颇大的人呢 怎么可能安居于九台市里 一脸和煦下面 恐怕代表着陨石的价格 会超出他们的预算 各位老弟 你们来晚了 就在昨天 市里面的领导出面担保 从我这里借走了 你们要看的陨石 市里面来了一批外商 市里面召集各大收藏家 弄了一个展览会 我那陨石现在估计 已经在那展厅里了 他们最快还回来 也要一个多星期时间 在此之前 你们恐怕只能等一等啊 王德水一脸和蔼地说道 他看到了王多多的坐驾 相信这次陨石成交的价格 不会低的 对于王多多 也是分外客气 在他看来 动辄上百万的陨石 别说等几天了 等个把月都是正常情况 他们收藏圈里的一些珍藏 基本上都是经常拿到外面去展览的 并非一直捏在手中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一百一十九集 什么 借出去了 王多多蒙圈地重复道 王德水这一消息就如同一盆冰水 浇灭了他的热情 前一刻他还在幻想着他们要开始走运了 结果这才多长时间 陨石的拥有人是找到了 对方也有出售的意象 问题是陨石不在身边 这时间动辄十天半个月的 他们哪里还有时间来干耗着呀 哦 王总啊 这陨石还有没有其他的呀 我们不一定要买送去餐展的那一块 若是有其他的陨石也可以 袁刚看到王多多已经有些慌乱的表情 他连忙朝着王德水问道 小的陨石碎块早就卖完了 那陨石在手里根本不愁卖 现在我手里只有这块做压轴用 其他的早就转手多次了 我现在都不一定能联系得上拥有者 你们也别担心 我答应了先给你们挑选 就不会同时答应别人 你们可以先去展厅里看一下 好像是在市博物馆里 里面不止我的陨石 还有其他陨石制品 以及一些值得收藏的东西 说不定你们还有其他收获呢 王德水对着三人 善意地提醒道 行吧 那谢谢王总了 我们先去展厅看一下 如果有希望提前收回陨石的话 还请通知我们一声 这陨石啊 我们有急用 成幸而来 败幸而归 王多多无奈地说道 最终 他只能接受了这个现实 帮我查一下 今天过来这几人 到底什么来头 居然直接不谈价格 连陨石都没看到 就着急着要买 这是钱多了没处花 还是真的有其他用处了 王德水看着王多多等人 驾驶着越野车里去 他拿出电话 朝着别墅里的另外一人说道 刚哥 你刚才阻止我干嘛 直接报个价钱 让他强行要回来不就行了 我还真不信 有钱不能解决的事情 他所谓的拖一两个星期 无非就是想要调查清楚我们的底细 好狮子大开口罢了 现在这情况 为了救我爹 那几百万没必要省啊 王多多不解地问道 刚才他情绪不稳定 已经暴露出了 想要购买的迫切心理 他相信 只要价格合适 王德水哪里还会让他们多等 怕是巴不得 尽快将陨石卖出吧 多多 你刚才太心急了 我是担心王德水的报价 我们根本接受不了 几百万无所谓 几千万也能接受 可是几个亿呢 你爹这情况 其他人会允许花费几个亿 去收购运石吗 而且这几亿花出去 还不一定能够确保 你爹续命成功呢 你赶快通知一下你爹 向外宣传对我们有利的好消息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现在恐怕 有人在调查我们的背景了 千万不等 让天龙公司王有余 时日无多这种信息传出去 要不然 我们在外面收购这些东西 势必会传到有心人耳中 到时候 不折腾个几亿出界 都收不住啊 袁刚坐在副驾上 一脸严肃地朝着王多多叮嘱道 啊 刚哥 你不是吓我的吧 一块陨石 真的会卖出这么高的价格 天龙公司又不是现金流公司 我们账上能使用的流动资金 都没有一个亿 过几天 也许会多一些 但是几个亿收购陨石 我怕会成为败家二代 这要是我爹真出事了 那我可就出名了 听到袁刚的解释 王多多脸都绿了 朝着袁刚惊叹道 别看天龙公司现在家大业大的 但是各行各业都涉及一些 这导致了他们重资产运作 短时间内 想要拿出几亿现金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随着王有余 不断住院的消息传开 现在连银行都对他们不爱搭理了 更何况 花几亿买一块石头 再玩艺术的人 也不敢这么干呀 不管他以后取得何种成就 新闻上永远都会提到 王多多数亿购买陨石 这种花边新闻 想想都不寒而栗 我可没有危言耸听 这王多水 别看现在已经是 富甲一方的存在了 但是我观看他的面相 这人太善于算计了 绝非安于现状的人 如果他仅仅就是松树镇一个突然暴富的村民 怎么可能在九台市这种地方建立起关系网呢 你不是也听见了 陨石是市里领导出面借走的 这透露出来的信息太多了 感觉就是另外一个白村长啊 只不过王多水更加高明一些 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 不可能慢慢地陪他们耗下去 所以还是直接进展厅 看陨石比较好 要是品质好 那直接谈价格吧 别管什么参展时间了 要不然 我们都得被牵着鼻子走 再磨蹭几天 十天就过去了 原刚看着不远处的展览馆告示牌 对着王多多和冯晓晓说道 花费了三百华下壁 王多多三人走进了这专门为外商开展的展览会 一进展厅 入眼就是一个巨大的沙盘 直接占地超过五十平方米的高仿沙盘 将九台式的微型地貌缩放在了眼前 而这沙盘中 原刚已经看到有些地方插上了小红旗 似乎是标注着什么 让他感到不凡的地方就是 之前在二龙村后山上看到的那种被废弃的宝地 二龙盘卧 凤凰展翅 奈何凤翅格局被生生破坏 导致了那一片的灵气不断散去 而现在 原刚居然在微型沙盘上看到了这废弃的宝地 而且这处位置居然插着一面红旗 难道是有风水师在这些地方有谋划 原刚心中浮现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风水宝地虽然被废去了 但是灵气流逝是需要时间的 有些是百年 有些是上千年 不可能上一秒回去 下一秒就完全消失 这都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而在这个过程中 这种地方对于风水师而言 那可是不可多得的圣地呀 原刚压住内心的疑惑 继续在展厅里溜达起来 看着墙上的宣传语 他也逐渐明白了 这与其说是展览会 还不如说是推介会 沙盘上标着小红旗的地方 都是外商决定建立天文观测基站的地址 看到墙上的宣传介绍 原刚脸色变得越来越古怪 他发现 这些天文观测站位置 根据官方的说法 是更便于在各种天气环境下 观察地外星空 这是专门勘探过的 而原刚根据仿真纱盘上的山势 隐约发现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这些基站地址 居然全部都是一个个的 上好风水宝地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20集 看到各个天文观测站的选址 原刚先里那古怪的想法越来越强烈 这些人真的是外商吗 这恐怕是有风水高人指点才能做得到的吧 要是换作他没有接触过奇门残卷 他恐怕也会像在场的市民一样 看个热闹而已 刚哥 你说这外商建的这些天文观测站点 还真有意思啊 几乎都是在偏远地区 这种地方观察什么去啊 难道真的以为荒山环境好啊 就能看到流行飞逝了 这些外商真的是钱多闲出来的 王多多盯着沙盘看了又看 一脸极度的语气吐槽道 在他看来 这九台市附近的山上密密麻麻的几十个点 每一个点的建设投资度可不算小 更何况这么多的观测站建设 而相比于天文那种低回报 这简直就是在撒钱啊 别管别人怎么做了 人家的钱你还能借过来用不成 咱们呀 还是赶快去找王德水的那块陨石吧 要是其中蕴含的气能量多 那就赶紧联系王德水 直接谈这块陨石的买卖问题 时间拖得越长 对我们就越麻烦 袁刚看了一眼王多多 并未告诉他 这些天文观测站 各个地址代表的含义 诶 刚哥 你们看这些小红旗插着的山脉 要是用线连起来的话 我感觉有点意思啊 此起彼伏的 这不像是观测站该选的位置啊 冯小小眼尖 虽然不知道 这些地址所在的位置 代表着什么风水 但是沙盘 那可是按比例缩小的实际山脉 沙盘中的假山和实际 出入并不大 在冯小小的提醒下 袁刚将这些点连了起来 虽然不全面 但不得不说 这几十个观测站的悬址 已经简单地勾勒成了一幅图 五爪金龙 虽然有些残缺 但是在袁刚刻意观察之下 他能清晰地感应到 这要是放在百年前 那绝对就是一条龙脉啊 龙手朝前 直接飞向中原地区 可惜现在已经残缺了许多 仅仅是部分山脉 还存在有些灵气而已 已经很难恢复百年前的灵气 蒸腾之势了 巧合而已吧 再去看看其他的吧 袁刚微笑着说道 有些事情 他还想要进一步观察 他才能决定 对于冯小小观察到的 这残缺龙形图 他只能呵呵一笑 这事儿 没法细说 诶 诶 刚哥 你快看那边 那个恐怕就是 王道水说的镇垫宝贝了吧 一看就知道是好东西 王多多走出去没多远 连忙转身朝着袁刚 一脸兴奋地说道 在王多多前方不远处 有两名保安守在展览柜旁边 展柜中 一块磨盘大小的陨石 正在展台上 呈现三百六十度 缓缓旋转着 再配合上展台上方 投下的人造星光 磨盘大小的陨石 呈现深黑色 偶尔夹杂着丝丝银白色 灰白有黑 两色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神秘的图案 本就古朴大气的陨石 在星光射灯映射下 整颗陨石 如同正在宇宙中 不断前行般 古老的气息迎面而来 对 就是这块 不过 这个价格 袁刚走近 一眼就看中了 这块陨石 根本不用仔细探查了 他已经能够感受到 这块有黑陨石中 蕴含着庞大的 气能量存在 难怪被王岛水 留在最后 作为镇宅使用呢 只是 这个极品卖相 想想价格都恐怖 刚哥 这个价格 你就别问了 我也不知道 连我这种外行 都能看出来 这块陨石不凡 更别说专门收藏的行家了 这陨石啊 一直没出手 恐怕最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价格了吧 王多多心有余悸地说道 现在他忽然感觉到 要是几百万能拿下这块陨石 那他绝对是赚翻了 但是看到两名一脸警惕的保安 以及展柜旁边参观者的惊叹声 王多多也就只能是在脑海里幻想一下 这东西恐怕最后成交的价格会是一个天价 这东西啊 品质没得说 就是价格 就是价格 哎呀 不知道能不能敲碎了卖啊 王多多压低声音 朝着原刚问道 要是能敲碎了卖小块的 这陨石怎么可能还留到现在啊 恐怕早就被人给分完了 而且这陨石之所以留着压重 恐怕就是因为他的个头吧 以及在这高温下形成的特殊纹路 所以才有了收藏价值 哎 实在不行 就换一架吧 原刚一脸可惜地朝着王多多分析道 东西是好 就是价格不用问也知道 这颗陨石的价格 他们怕是只能看看了 一旦进入实质谈判阶段 恐怕天龙公司不吐血 是拿不下来的 麻烦都让一让啊 有外宾要过来看这颗陨石 麻烦大家让一下 要是外商能在本市投资 也是为我们九台市的发展做贡献呢 原刚和王多多两人 还在轻声交谈之际 一名负责人模样的工作人员 走了过来 朝着围观的人群说道 说话的同时 他已经招呼两名保安 开始碾人了 嗨 杰森先生 这边请 负责人一脸恭敬地 朝着几名外国人说道 杰森 就是这块石头 比我们在米国那边找到的 都有研究价值 你看它的纹路 这种在大气层高速运动下 形成的氧化面 要是我们能研究出来反应过程 可以用在打造航天器材保护面上 杰森 我感觉 这陨石中一定有地球上未曾出现过的元素 要是能提取出来 未来几年的诺贝尔奖恐怕都是我们的 这机会可不能错过 两名年纪稍大的外国人 一脸着急地朝着前方的领队说道 他们此行的目的似乎就是这块陨石 你们别急 这块陨石会在这里占出一个星期 这段时间内 你们在B站以后过来研究 要是真的有这么特殊 那我们就将这块陨石加到合同之中 我们投资额这么大 让他们送一块陨石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杰森双眼盯着有黑的陨石 一脸平静地向着两名同伴说道 不断地交流着 刚哥 这些洋人说什么呢 唧里呱啦的 他们怎么就没带个翻译啊 这有点不正规呀 王多多看着这些外国人 全程英语交流 他无奈地摇头问道 这一刻他终于知道了 学习外语还是有用处的 好 没什么 有人要截胡罢了 他们啊盯上这块陨石了 袁刚沉声说道 虽然没有和外国人交流过 但是他还是敏锐地 抓取到了这些外国人 谈话中的关键词 稍微一推演 他就明白了 这伙人的目的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一百二十一集 啊 截胡 这群人想要打这块陨石的主意 王多多怀疑地看着袁刚 那表情似乎是在说 你这英语不会是临场看对方嘴形 自己编出来的吧 嘿哟 刚哥说的是真的 那名领头的叫杰森 应该是此行外商团队的负责人 而他们现在还在观察阶段 还没有决定 是否要截留这颗陨石 而且啊 这颗陨石 好像科研价值比较高 还涉及到了诺尔奖呢 嗨 听不懂没关系 可是 你看另外两人的那眼神 简直就是在抢钱了 封小小朝着王多多 一脸不屑地 肯定了袁刚刚才的推断 嗨 这他们叫什么事啊 王多多有些尴尬地说道 也不知道 是因为有人想截胡陨石造成的呢 还是因为他们三人中 就只有他 听不懂这些外国人 在讲什么而导致的 嘿 真他娘的凑巧 哦 我们不找陨石 他们也不来 结果现在居然都碰一块了 哼 这块陨石 我不想放弃 哎 得想想办法才行 王多多一脸纠结地说道 奈何他现在脑海中一片空白 完全明白了 输到用时 方恨少的处境 多多 别着急 他们现在只是在观察呢 还没决定是否需要拿下这块陨石 这是一个政府主导的招商引资工程 有些程序是需要对外进行公示的 我们可以先收集下这些外商的信息 看看有没有可以切入的点 他们科研应该用不了这么多 而我们吃下这整块陨石的话 代价肯定不低 咱们呀 双管齐下 王德水那边也同时寻价 外商这边要是想拿下 那就谈合作呗 谈不下来 就不便宜这些外国人了 直接加价 去和王德水谈 除非啊 你还有其他陨石的路子 方小小看着纠结的王多多 语气柔和地提醒道 王多多听到冯小小的提醒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了冯小小 她的内心被震住了 这还是她之前认识的冯小小吗 居然能提出这种解决方法 看着冯小小清澈的目光 王多多无奈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感情三个人的团队中 除了她有些许钞票能力外 其他人都是有本事的人 就她完全是在拖后腿呀 听小小的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反正今天时间也晚了 回去准备一下 要是没法做出决定 那我们趁早找其他的路子 不能再这样一直拖下去了 袁刚收回了盯着陨石的目光 看向王多多 沉生说道 冯小小说的两种办法都可行 就是其中可能需要庞大的资金参与 要不然连谈判的资格都没有 她刚才已经看到了 墙上标着的各种宣传画策 这些天文观测战项目 动不动就是几千万起步 整个大项目谈下来 那是数十亿以上的投资 这对于天龙公司而言 他们根本没有任何优势 也许王多多依仗的金钱公事 在这些外国人眼中 完全就是不值一提 唉 走吧 先找个地方住下来 我得好好调查一下 这些外伤的情况 王多多无奈地哀声叹气道 势比人强 他才到九台市 结果发现对方谈及的这些项目 已经和天龙公司相持平了 他很难在对方面前强势 也许在松树镇敬老院 享受到的被人尊敬的待遇 在九台市恐怕是无法重演了 这里生活水平太高 导致他的散前战术 还未实施就被否决了 GM天体研究中心 操 这什么鬼 哎 刚哥 不得了了 这GM天体研究中心 居然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投资啊 看这情况 我们要是想和他们抢陨石 那完全就是以卵击石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 他们名下投资的企业 有好几家都是五百强排行榜上的常客啊 这没法谈啊 哦 还有 他们在某些国家 基本上都是不求回报的投入 这他们完全就是慈善组织啊 哎哟 完蛋了 他们最好是对这块陨石不感兴趣 要不然啊 我们这种小胳膊小腿的 完全经不起折腾啊 酒店中 王多多难得谦虚 此刻一边看着查到的资料 他一边哀嚎着 对于陨石势在必得的想法 也逐渐在改变 乃至于到了最后 他完全放弃了想要从外国人手中 获得陨石的想法 呦呦呦呦呦呦 王大公子 你也会有怂的时候啊 之前指点江山的气势呢 不就是一个GM天体研究中心吗 难不成还敢明抢啊 在华夏发展 他们就得按照华夏的规章制度来办事情 合作都是谈成的 不去试试 怎么知道结果啊 明天啊 我们就去找他们洽谈一下 摸清楚他们的门道 我感觉 他们不可能 真的是在做善事 真要有这个心 他们都可以 去非洲大陆圈地去了 用得着全球范围内撒网啊 袁刚听到王多多认怂的哀嚎声 他冷声说道 脑海中浮现出了之前看到的那些小旗帜 一个小旗帜代表的就是一处风水不错的位置 这仅仅是用来建筑天文观测站的吗 袁刚说什么也不会相信 要是偶尔出现一座或者几座也就罢了 结果沙盘上除了九台式的总部外 在外地的天文观测站竟然全部都处在极佳的位置上 而且有些已经开工建设了部分了 这些外国人要是没有其他目的 袁刚都想去仔细问问了 这是哪位风水大师帮忙挑选出来的 有些位置 他一时半会儿都没有看出来附近的风水阵势 联想到之前的推测 袁刚断定 他看不懂的点肯定也是风水位极佳的地址 这才慢慢回想起奇门残卷中的记载 发现能选出这些位置的人 绝对是实力远超他或者毛人意的大能 那可不是简单的寻龙望水探测 甚至选的点也不是多理想 但是各种风水局都在沾染到一点雏形 积累之下 加上数十个占地的位置 袁刚才看出了其中的玄乎之处 不得不惊为天人 刚哥 明天就去啊 这会不会有点太急促了 王多多有些胆怯地问道 想到对方是真正的环球巨拨 王多多反而有些不太想去合作了 这种双方不对等的合作 那完全就是找虐呀 许许实实嘛 说一千到一万 吹牛又不上税 只要你敢想 你也可以把天龙公司 吹成世界级的企业啊 袁刚朝着王多多打去道 他已经下定决心 明天不管如何 一定要去打探下 GM偏体研究中心的 真实目的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一百二十二集 刚哥 你是不是 又有什么新发现了 能搜集的资料 我都搜集了 也没看出个什么所以然了呀 看到袁刚这副神情 王多多茫然地问道 按照这段时间 和袁刚相处下来的情况 袁刚一定是有什么新发现了 你仔细看看 你发给我们的资料 GM天体研究中心 在各个国家投资的企业 大部分都是以开采重金属 和矿物质资源为主的公司 怎么 你难道还没看出点什么吗 哎呦 你这大学 难道真的都是全部矿课呀 听到王多多询问 袁刚鄙视地朝着王多多说道 开采重金属 矿物质资源的公司 资源永远都是不落五的投资 投这个稳定啊 我们天龙公司也投资了部分这种公司呢 王多多一脸不解地回答道 说着说着 他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 因为他看到袁刚脸上鄙视的神色越来越严重了 哎呦 太子爷 我服了 之前啊 我听闻我们学校有个神人 大学几年除了撩妹 几乎不上课 我当时还不相信呢 现在我可信了 这真是真的 并非空穴来疯啊 袁刚面对着王多多一脸诚服地打去道 你们看 这GM天体研究中心 光听名字你就知道 他们是研究地外星空的 但是他们大部分产业却是投资地球上的资源开采项目 而且就公布出来的合同 他们在那些落后国家的投资合同附带的开矿年限 动不动就是三五十年 这可是不采空就不罢休的架势啊 而且据我观察 他们选择投资的这些国家 总体上都是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国家 但是矿藏资源却是异常丰富 用我们的话来讲 那就是水土资源丰富 你不觉得他们这是挂羊头卖狗肉吗 袁刚看到王多多那如同傻子般的表情 直接耐心地解释道 可是我们华夏经济不落后啊 啊 他们难道还想买断采矿权 这恐怕很难办到吧 王多多脸色凝重地问道 不一定要买断 但是可以共同开发呀 占据一定的比例 主要是他们负责开采 别人坐等数钱就行 你认为这种条件 有几个国家会不同意 我知道你的疑惑 稀有矿藏 他们肯定在华夏拿不到开采权 但是一般矿物质资源呢 比如煤矿 铁矿呢 这GM天体研究中心 开矿获利 恐怕只是附带的 他们一定还有其他目的 袁刚望着似懂非懂的王多多 一脸肯定地说道 以上这些信息 都是他从公开信息中推论出来的 奈何王多多大学指挥撩妹 连这种简单的信息采集都归纳不出来 刚哥 按照你这说法 这GM天体研究中心 岂不是真要上天了 开采矿藏资源 还只是附带的 这是要上天与太阳肩并肩的节奏啊 王多多脑海中已经混乱了 不明觉厉呀 反正感觉厉害就对了 袁刚说什么 他只管跟着节奏走就行了 诶 刚哥 你不会是说 我今天说的那图案的事情吧 难不成 他们还想着利用风水做其他项目 所以才故意在不同的位置 建造这种天文观测站 感觉 有点像你和我们说的 七星灯布局呀 冯小小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 小心翼翼地向着袁刚问道 哟 感觉你也是个半神了 就几个小旗帜往地上一插 这些老外还能呼风唤雨不成了 王多多望着冯小小 有些惊疑地说道 他发现 冯小小这段时间变化还真大 一次又一次地出乎他的意料 对于冯小小这种猜测 袁刚也感到好奇 难道 冯小小天生 又成为风水师的潜力吗 这才跟他接触没多久啊 居然已经往这方面考虑事情了 哎呀 前几天 刚刚你不是告诉了我们 七星灯的一些信息吗 我对这个比较好奇 这段时间我也没闲着 一有时间 我就不断地收集风水资料 然后恶补相关知识 可能是这几天 想这方面的事情想得太多了 所以才会将这件事 往风水地势上进行推测的嘛 冯小小说到这里 看到袁刚和王多多都在望着他 他不禁俏皮地吐了吐舌头 哟 厉害啊 请凭自己收集整理了几天的资料 就能想到这么多了 不管分析的手段如何 这事情还真的被你给说对了 我怀疑 GM天底研究中心 就是在做类似的事情 他们在沙盘上建立的这些基站 全部都是风水位置极佳的地方 换句话说 那些地方都是灵气温运之地 人居住在那些地方 都会变得长寿的 哎 你们说 外国人怎么知道这一切的 更可怕的是 他们已经出去出行 隐约将九台市境内的大部分山脉 勾连在一起了 我还真有点佩服这布局的人了 这恐怕是风水宗师层次的人 才能掌控住的局啊 袁刚毫不吝啬地 向着冯小小赞赏道 同时将今天看到的沙盘上展现出来的情况 向着两人说了出来 这也太恐怖了吧 那按照这个说法 这群外国佬 难不成还想将这些地方 修建成他们的墓地 这有些说不通啊 王多多抓了抓头发 表情憨厚地问道 袁刚说的这些 已经完全颠覆了 他对这些投资商人的印象 原本想着 就是来做科研的 科学无界 同时也无价 为了科学现身的人 多了去了 然而 袁刚告诉他 科研只是最表层的项目 实际上 GM天体研究中心 在各个地区建造天文观测站 同时也在调查部分地区的 丰富矿藏资源 为后期开发做准备 听到这种资源掠得方式 王多多倒也认可 结果袁刚告诉他 这只是副业 能赚就赚 不能赚 这些外国人还是继续投资 而他们的目的 难道就是找墓地 福音子孙吗 简直了 感情外国人也信这个呀 王多多已经外交里嫩了 他不敢再问了 因为问啥错啥 不问就不会错了 嗯 这些也是我奇怪的地方 他们勾连的 只是部分地区的山势灵脉 能否形成锁链 覆盖这些区域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外国人跑过来找墓地 我感觉有些小题大做了 他们建立这些观测站 绝对不是简单地观测星空 或者勘探地下资源 嗯 这样吧 明天 咱们去找我们看到过的负责人杰森 直接和他摊牌 我相信 他会慎重考虑陨石的事情的 袁刚看着王多多和冯小小 说出了他的计划 大部分人 肯定还不知道这些外国人的目的 但是 他们已经推测出了许多 只要诈一下杰森 相信很快 便会见到 他们想要看的结果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23集 现在时间太短了 要不然 多多你可以花钱找人查一查 这GM天体研究中心 绝对不止表面这些项目 这些啊 完全就是掩饰见不得人的项目而存在的 望着一脸叹气的王多多 袁刚 出声提醒道 现在这个情况 王多多 简直就是一无是处 为了不打击王多多 袁刚 善意地提醒了一下王多多 嗯 刚哥 别急 现在还早呢 不是明天才去找GM天体研究中心的吗 嘿 我还真不相信 就没有钱办不成的事情 我现在就找人帮忙去 确实啊 要重金 我不相信 GM天体研究中心布局这么广 全球范围内就没有其他人注意到他们的举动 国内也许没有吧 但是国外肯定有人知道 嘿 我这就找杭柳哥帮忙去 他陆自广 肯定认识国外专门搜集信息的公司 到时候啊 我们掌握了他们的信息 我还真想看看 他们凭什么在华夏这么狂 王多多在袁刚的提醒下 瞬间醒悟过来 他的超能力还是有些作用的 他不相信花钱买不到他想要的信息 哎 杭柳哥回我信息来 他让我注册一个境外网站账号 成为这个网站的会员 然后就能在这个网站上 找寻到自己想要的信息了 他说 这个网站准确率还是很高的 卧槽 这个网站有点牛叉啊 居然针对全球 网站可选的语言有上百种的 卧槽 这是什么神仙网站啊 王多多时而惊叹 时而又在那里低头 忙着填写信息 这种状态看得袁刚不禁眉头皱起 难道就不能安安静静地 先整理清楚了再说吗 维基解密网站 永久版会员费用一万美金 卧槽 这网站实力还真是雄厚啊 居然有上万人注册成为会员呢 部分资料是对会员公开的 还有些绝密信息 哪怕是永久版的会员 也需要额外支付查询费用 哎呦喂 这就有些可怕了啊 这网站后台很硬啊 王多多一副傻袍子进村的模样 朝着袁刚和冯小小高呼道 这维基解密网站给他带来的冲击实在是太多了 这完全就是毫无秘密可言啊 当然查询费用也不低 刚哥 这GM天体研究中心的信息很少哎 公开显示的免费信息和我们从网络查询到的 是一样的 偶尔还有些不同国家分布的信息 需要额外支付三万美金的查询费用啊 卧槽 这可真够贵的啊 我们到底要不要查呀 王多多看到标价瞬间有些纠结了 这动辄几十万华下币的查询费 大风刮钱也没这么舒坦啊 哎呀 不管了 但愿能够对得起这个价格吧 为了救我老爹 拼了 王多多一咬牙 气喘吁吁地点击了购买信息 随着短信提醒 他得到了GM天体研究中心华夏分行的资料 这些外国佬果真是没安好心啊 信息我发你们手机上了 太可恨了 他们来修建天文观测站 就是忽悠人的 王多多点开邮件 一目十行 没过两分钟 他就怒骂了起来 同时将邮件转发给了袁刚和冯晓晓 袁刚连忙点开邮件 GM天体研究中心 在九台市投资的真正目的 出现在了手机上 原来 这些外商对于在九台市投资建设天体研究中心 根本就不感兴趣 他们来九台市 另有目的 而GM天体研究中心在全球范围内最赚钱的投资 居然是生命起源的研究 换句话说 就是延续生命 GM天体研究中心 在一本几十年前的旅行日志中 发现了他们感兴趣的事情 一名已故的意大利旅行家 在几十年前周游全球 当他来到华夏九台市 在战火飞飞的年代里游历各处 这需要莫大的勇气 这名旅行家在某个小镇上 听到了一个古老的传说 而具有冒险精神的他自然想要去一探究竟 于是按照当地人的指引 他来到了一座奇怪的山谷中 山谷中有残风 正当他准备仔细描绘山谷地形时 居然遇到了战争中的飞机轰炸 当时各种炸弹 如同不要钱一样地被倾泻下来 地动山谷之间 整个山谷如同复活了一半 结果大事面的旅行家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竟然听到了一声巨大声物的嘶吼声 他被这声音震晕了过去 而当他醒来的时候 他已经躺在医院里了 因为是战争年代的缘故 所以他才能很快被发现 并且得到了治疗恢复了行动力 出于安全考虑 他选择了离开华夏 而这旅行日志上的山谷地形图 从此成为了这名旅行家 毕生的遗憾 原刚皱眉继续往下看去 GM天体研究中心 是GM组织的分布 GM组织想要解开人类寿命的枷锁 从而让人永生不死 他们的目的 就是已故旅行家的那个山谷 证明旅行家经验丰富 他不可能会犯常识性错误 他已经断定为的巨大生物 那就是未知生物 而那一声巨大的嘶吼声 也是这巨型生物发出的 他们的目的就是这种巨型生物 GM组织对于奇异生物 或者寿命长久的生物 情有独钟 想要通过研究这些生物 找到人类长寿的枷锁 并打破它 他们在全球范围内 新建天文观测站和各种投资 其实都是为了找寻 这些奇珍异寿 数年前 GM天体研究中心 已经展开了初步调查 他们已经找到了那个山谷 通过特制的生命探测仪 探测到地下百米处 存在着微弱的生命特征 为了掩人耳目 他们没有开工 而是在九台市附近不断探测 结果又有了新发现 而现在正是他们准备采摘果实的时候了 袁刚憋着一口气 看完了这邮件信息 同时心中也有了感触 我去 王多多 你爹上辈子 是不是拯救了银河系啊 这种事情都能被他给遇到 袁刚收起手机 打趣地朝着王多多问道 他心中已经知道 那巨大生物是什么了 能在地下深处沉睡数十年 这就是他们想要找寻的天地灵物了 只是恐怕 这百年巨蟒 绝对是化胶的存在 要怎么才能拿到血液呢 啊 刚额 啥意思 这陨石 有把我拿到了 王多多一脸郁闷地问道 他知道 袁刚又发现好消息了 而且对于他们此行帮助很大 但是他看完这邮件 还是云里雾里的 只能向着袁刚求助的 哼哼 地龙翻身 不是巨蟒 也是骄啊 你可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这都能遇上 袁刚看着王多多 感叹地说道 有些人 真的是运气好起来没天理 一打瞌睡 就遇到枕头啊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24集 地龙翻身 不是巨蟒 也是胶 钢哥啊 你的意思是说 这邮件里面说的那山谷中 真的存在着百年巨蟒 那王伯父 不就有救了吗 我们真的搜集到这三样材料了 风小小 有些语无伦次地说道 他隐约听清了 袁刚说的内容 大体意思 就是那山谷下面 可能真的存在着百年巨蟒 甚至是年份更加久远的蛟龙 为什么不是巨蟒也是蛟啊 难道就不可能是龙吗 反正我们也没见过 在我的想象中啊 都差不多 黄多多在冯小小的提醒下 顿时反应过来 连忙朝着袁刚 说出了他的意见 画龙 哼 你真的是当你在看小说呢 刘伯温斩龙脉以后 这世间就再也没有任何生物 可以修成正果了 画胶已经是极限了 画龙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真的当历史记载的内容 都是假的呀 当年华夏龙脉上百 刘伯温斩去九十九条 独留一条延续种族 没有了龙脉的加持 现在的灵气 已经不足以养出 那种级别的生物了 嗨 我和你说这么多呀 你也听不懂 你就记住 潜水养不出真龙 看到王多多懵懂的眼神 袁刚真的不知道 说什么是好 只能无奈地 朝他简单地解释起来 刚哥 你说的这些 我也都懂 按照你那个说法 那个山谷中存在的生物 很有可能就是百年巨蟒 或者蛟龙了 那这么说来 这几万美金的查询费 花得还是挺值的哈 没想到啊 我们居然和九台市这么有缘 陨石在这里找到 百年巨蟒的事情 也能和这里有关联 哎 对了 那陨石的事情咋办呀 现在都有消息了 问题是我们还没拿在手里呢 王多多说着说着 连忙刹车 将话题引回到了之前陨石的事情上 嗯 明天建机行事吧 要是这GM天体研究中心 能够找到替代品 那我们也没必要 非得盯着王多水那一块 陨石中 只要有气能量存在就行 我们下一步的目标 是百年巨蟒的血液 这才是关键的地方 没有百年巨蟒的血液激活 我们拿到再多的陨石 也是白搭呀 袁刚语气凝重地朝着 王多多分析道 百年巨蟒 甚至是蛟龙 听着这个名字就不好惹呀 他们更应该担心的 是如何从这传奇生物身上 提取到血液 想 只要能找到 花重金请专业团队 现在的麻药啊 连几吨中的大象都能弄翻 一条蛇 哪怕再厉害 我加倍用药 我还不信我弄不翻它了 王多多心情激动地说道 现在都是对他们 有利的好消息 只等进一步确认了 要是都落实无误的话 那么它就可以着手召集 捕蛇团队了 收购陨石 也就是这几天的事情了 撑死了几百万华虾壁 然后就是百年巨蟒的血液 估计也得花费个几百万 应该就能收集完这些材料了 王多多越想越激动 之前给毛仁义支付了上千万的酬劳 天龙公司想要瞬间抽出太多的资金 那肯定会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转 现在他手里的余额也不多 好在胆战心惊这么多天 他终于看到前方的曙光了 第二天 王多多和袁刚两人早早地 就来到了GM天体研究中心的总部 直言想要谈合作 老外就是这么直接 或许是业务不多 两人没有等待多久 居然在接待室中见到了杰森 请问 你们是 杰森开门见山 一口流利的中文 直接朝着两人问道 你好 杰森先生 我们是M省天龙公司的 对贵公司的天体研究项目呢 很感兴趣 不知道有没有可以合作的地方 王多多礼貌地朝着杰森回复道 昨晚他已经和袁刚反复研究过了切入点 他现在面对杰森一点也不慌张 哦 天龙公司 你们对天体研究也感兴趣 这种项目 前期是看不到汇报的 你们是我来华夏以后 第一个想要洽谈这方面的公司 你们的公司资质是世界五百强吗 要不然 这就是一个吞进兽 没有持续的投入 只会拖垮你们的公司 还请说明 你们的真正来意 杰森脸色认真地朝着王多多说道 根本没有顾忌两人是何种反应 说完这一切 他朝着身旁的秘书用英语交流起来 刚哥 怎么办呀 对方根本不理我们呀 王多多看到杰森和秘书交谈着 他抬起了桌上的咖啡杯 一脸心虚地朝着袁刚问道 这话没法接了 世界五百强企业 要是有这个实力 他就不折腾了 每天只要担心怎么花钱就行了 哪里还需要寻求合作呀 我们王总对于陨石 有特殊的收藏爱好 你们是天体研究中心 肯定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大家是双赢的局面 只要我们能支付你们需要的价格 这和企业是否是世界五百强 没多大联系吧 袁刚毫不怯场地朝着杰森说道 收藏陨石 我们确实有这项业务 你们需要什么级别的陨石 不同元素对应的框石价格 也是天差地别 而且主要看个头 越是元素纯净 个头越大的陨石 价格都是天价 我们这里对外标价的陨石 最低是千万级别起 当然 也有价值数亿美金的陨石 那种交易需要验资 你们若是一般的收藏 根本没必要来找我们合作 我们的价格远高于黑市 因为我们售出的一颗陨石 我们都附带着陨石的详细信息 以及来自地外多远距离 它在大气中高温时间和形成的过程 除非是你们口中的骨灰级玩家 否则没必要购买这块服务 杰森看着元刚和王多多 脸上没有任何生气的情绪 始终一脸认真的朝着两人解释道 两人相对无言 元刚和王多多真的愣住了 不就是一块来自太空的石头吗 吃饱了撑的呀 研究这么多有拼用啊 哎呦 受教了啊 研究这些不一定能改变陨石 但是能增加收藏的装逼感啊 嘿 这就是包装 服了 果真是精益求精啊 王多多反应过来 低声向着元刚吐槽道 他第一次见到 有人将家家说得这么清新脱俗的 而且 别人还无法反驳 虽然都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贵有贵的道理 不行 刚哥 继续 咱啊 不能这样灰头土脸的离开 王多多有些郁闷地朝着元刚求救道 这要是谈不到陨石上 那么 王有余 可真就是 时日无多了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25集 杰森先生 那么我们开门见山地说吧 GM组织在全球都有实力 是有口碑的 但你不要因为我们年轻 就认为我们没有能力购买陨石 我昨天在展览中心看了一下你们的沙盘 你们选择建立的天文观测站的位置 真的是用来观察星空的吗 按照我们华夏的选址方法来看 你们的选址恐怕不是用来观测星空的吧 我们的目的很简单 只想要求够一块陨石 只要是从外太空降临地球的陨石就行 看到杰森云淡风轻的表情 袁刚咬牙 硬着头皮 说出了昨天的推测 听到袁刚点出选址位置的问题 杰森脸色大变 朝着袁刚客气地攀谈起来 这是天龙公司的王多多 我是袁刚 我们的目的是交易一块适合我们的陨石 不知道这生意能不能合作呀 袁刚看到杰森客气起来 继续追问道 能提供 只要说出你们的需求 我会在一个月内进行调货 当然 你们得先支付一笔定金 杰森望着王多多和袁刚 一脸惊诧地说道 他有些摸不透两人的底细了 居然能清楚地知道 他们选址有问题 什么 要一个月才能交货呢 这时间会不会太长了些呀 王多多面露难色 轻声朝着杰森问道 我们是要在全球范围内调货 而且要匹配每一颗运石的信息 一个月的时间 刚好合适 袁刚 你刚才说的这地址有问题 难道 在你们花夏这边 知道这几个地址的详细情况 杰森看了一眼王多多 有些敷衍地说道 他更多的注意力 其实还是放在了袁刚身上 想要探寻到 激占地址的情况 他观察袁刚 似乎知道了一些 他们在那里 新建天文观测站的原因 其实也没什么 你们选择的那些位置 都是风水极佳的地方 那些地方灵气富饶 要是有人长期居住在那些地方 还能够延年益寿呢 那些位置底下 恐怕还有东西吧 看到杰森急切地望着他 袁刚索性全盘拖出 虽然不确定 对方到底是什么目的 但是这样笼统地炸一下 说不定会有收获 底下有东西 杰森脸色大变 一脸警惕地望着袁刚 他有些怀疑 袁刚是不是知道了 什么内幕信息 或者说是 GM组织敌对势力 派来搅局的人 现在正是GM组织 和地方政府洽谈 招商引资的关键时刻 这些消息要是泄露出去 他们的合作 恐怕不得不停止了 最主要的是 GM组织已经在这里 提前几年就已经扎根建设了 只是没有搬到公众眼前而已 Boss 这是您需要的资料 杰森阴沉着脸面 看着袁刚和王多多 陷入了沉默之中 这时 身旁的秘书 将平板电脑 推到了他面前 天龙公司 杰森收回目光 看向了平板电脑上的资料 一分钟后 杰森再次将目光 投向了王多多 刚才自信的神情 再次出现在了他的身上 王多多 天龙公司王有余的独生子 王有余 已经在ICU房里 躺了很长时间了 命悬一线 你跑这么远的地方 就为了收藏一块陨石 按照王有余的情况 这陨石不应该是他收藏的吧 杰森面色渐冷 朝着王多多问道 这 这次 轮到王多多面孔大变了 他没想到 对方居然查得这么细微 他已经交代监护医生 千万不能将 网友于命悬一线的事情 说出去 结果呢 对方在几分钟之内 就几乎摸清楚了 天龙公司的底细 王多多脸色难看的原因 是因为恐怕 他们往日的生活 都在别人的监控之下呀 不用找那些借口了 我知道你们的目的 你们是为了帮助 王有余续命而来的吧 虽然不知道 你们哪里知道的消息 你们那天龙公司 有资格购买 永生药剂 这应该能延续 王有余的生命 看到王多多脸色难看 杰森已经为两人 冲动的表现 找好了借口 刚哥 为我爹续命的事情 已经众人皆知了吗 王多多惊恐地 朝着袁刚问道 他可是清楚地记得 只有极少数人 才知道他们外出 搜集打造七星灯的材料 结果 现在居然 有人发现了 他们的目的 这怎么能不让他惊恐呢 袁刚 强忍着内心的心慌 一脸镇定地 看着王多多 现在可不能慌 一慌就乱了阵脚了 嗯 没错 嗯 那我们也不隐藏了 我们呀 就是为了帮我爹 续命而来的 不知道 GM组织的方法 管不管用 这个续命的价格 又是多少呢 看着袁刚 镇定的表情 王多多也被感染到了 他顿时反应过来 不再慌张 他本就是为了帮王有余 续命而出来的 现在被别人知道了 他的目的 又能怎么样 他又不少一块肉 还不如 大大方方地承认 以免被对面的外国人 给看扁了 我们GM组织研发出来的 永生药剂 单支注射的价格 是一亿美金 至于效果 您不用担心 除非是身患绝症 要不然 只要是各种慢性病 引起的所有病例 永生药剂 都能减缓 甚至弱化各种疾病症状 再次激活细胞活性 从而达到延收的目的 永生药剂的材料 是来自于西伯利亚 东途中的微生物 那些微生物 虽然被冰冻起来 但是活性不减 有些不死微生物 已经经历了 数万年的时间 现在还在活跃着 我们就是利用 这种微生物 制成的药剂 直接改善人体内循环 试验已经相对较成熟了 明显能在一定范围内 改善人体的新陈代谢 至于后遗症 目前还未发现 有什么特殊状况 注射使用以后 多少能延续人体 一段时间的活性 至于具体时间 还要看个人体制 杰森一脸自豪地 向着王多多和袁刚说道 永生药剂 是GM组织的成名作品 已经为全球上百位富豪 延续了一段 早该终止的寿命 这次 他急于打开华夏市场 刚好遇到王多多 所以他不遗余力地 朝着两人 推广起永生药剂来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26集 啊 永生妖剂耶 王多多瞪大了双眼 一脸难以置信地 看向袁刚 弄了半天 不是一回事啊 这外国人的想法 未免有些太天真了 利用长寿的生物 将它们制作成药材 然后 注射到人体内 这根本 就不是一个种群的生物 这能起作用 王多多看着杰森 呵呵冷笑道 要是这样就能续命 那直接换血算了 千年王八万年归 家家户户都养乌龟 差不多了 直接抽乌龟血 注入到人体内 这恐怕是老兽性吃披霜啊 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观察长寿生物 为的是了解 它们体内新陈代谢 以及细胞的增质方式 和裂变事件 然后通过人为干涉手段 将它们的部分细胞特征 加加到人体内 这只是很少一部分改变 相比于那些生物 漫长寿命而言 可能就是它们睡个觉的事件 然而对我们却不一样 现在有些人 已经增寿十余年了 出于保密问题 我不方便告诉你 我们客户遍布全球 它们都或多或少地 取得了想要的效果 若是王有余是正常细胞活性衰退导致 那么我们的永生药剂 至少能为它增售三年以上 按照天龙公司的发家史 三年时间恐怕不止盈利 一个一美金的利润吧 杰森看到王多多不屑的眼神 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这要是在其他地区 他绝对懒得解释 但是在华夏 他们的市场尚未触及的地方 这简直就是商业黑洞 除了搞各种利民投资外 他们想要推销延寿的永生药剂 屡屡失败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永生药剂 尚未在华夏有成功案例 更主要的是 一亿美元的费用 对于大部分守财的企业家而言 这个钱留给子孙后代 也不愿意用在自己身上 这与其他地区的观念 大不相同 天龙公司的信息 已经调查得很详细了 王多多是王有余的独子 而王有余 明显还想活下去 只要说服了王多多 愿意尝试这永生药剂 成为华夏大区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那么他们后续的销量 绝对不会差 话呢是这样说 但是呢我没见到效果 有些不放心啊 你们能不能先用药啊 这真要是让我爹 续命三年以上 那天龙公司再付款 实在不行 我们可以分期付款嘛 每年结账一次 三年期为限 王多多看出了 杰森急于推销的心态 他也不再拘谨 开始和杰森讨价还价起来 王多多先生 我们GM组织的名誉 您可以放心 只要是我们交付的产品 质量绝对是业内顶尖 不存在弄虚作假 我刚才也腔调了 这永生药剂的效果 因人而异 这分期付款的事情 谈不成的 我不知道你们为何一定要急于求构陨石 据我推测 你们肯定是想通过华夏古老的神话传说 里面讲到的向上天揭命吧 我尊重你们的历史文化 但是相对于效果 直接注射永生药剂 是最快解的 杰森是个华夏通 对于华夏神话以及历史 研读通透 在她的印象中 王多多和袁刚两个年轻人 这样着急地在外面奔波搜集陨石 恐怕就是类似于她看到的华夏神话 召魂意识的活动 我们不止在东北 还在东南亚以及周边国家 都有我们的机长 你们不用担心我们的失利 我再透露点信息给你们 我们在东北的基站中 已经探测到了百米深处 有一蛇星生物 据我们的仪器显示 这数十米长的蛇星生物 应该是还活着 它陷入了深层次的睡眠中 我们修基站时候 发现这生物周围的土壤 早已硬化 形同石块 按照我们的推测 这土质硬化的程度 至少也在几十年以上 甚至超过百年 这就说明 这蛇星生物寿命 早已超过了百年 超过百年时间不吃不喝 我们很好奇 它是怎么存活这么长时间的 细胞活性 居然还能被我们的仪器检测到 这一旦公布 这绝对是本世纪最大的新闻 我们的研究室 已经能入味观测到细胞运动 以及小范围的改动 你们认为简单的激活 或者替换下衰老的细胞 这还是难事吗 杰森得意地朝着王多多介绍道 他已经看到了王多多有些异动 赶紧趁热打铁 直接将他们内部 视为绝密资料的信息 也透露了部分出来 什么样 蛇星生物 超过百年的寿命 王多多眼神古怪地 看了一眼袁刚 朝着杰森 再次确认道 不止百年 除非这蛇星生物 不吃不喝 身体还能自然生长 但这是不可能的 土制硬化的过程 历经百年 说明它至少在地窍中 待了超过百年 没有动弹过 而在此之前 它存在的时间只会更久 我们通过仪器 只能大概看到 这生物的轮廓 按照亚马逊森然的 成长历程进行对比 这未知蛇星生物的寿命 恐怕是超过三百年的 杰森看着王多多 一脸认真的说道 虽然不是最准确的数据 但是他相信 眼前这两位年轻人 肯定被震慑住了 他们也没有能力和机会 去现场评估 他半真半假 绝对能让王多多 心悦成福 刚刚啊 这种情况可能存在吗 这简直就是活化石啊 王多多满脸震惊地 朝着袁刚问道 他不是不相信 而是感觉冥冥之中 好像都被袁刚给说中了 数百年份的巨蟒 新闻上都不敢这样写 而杰森居然说 他们的仪器已经探测到了 而袁刚更是在此之前 就说出了百年蟒蛇 这种概念 他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跟着袁刚的 结果 这一切竟然都是真的 他仿佛在梦境中一样 理论上是有可能存在的 老而不死 事为妖 对于这一类生物 不能够用常理去评判它们 有些生物 吞噬空气都能够存活下去 而百年巨蟒 更是灵性十足 它沉睡的地方 绝对是灵气富饶的地方 只需要吸食灵气 它就能够存活下去 再加上陷入深层睡眠中 几百年 可能都不够它睡几觉的 袁刚朝着王多多 一脸平静地点头说道 这些都是奇门残卷中 记载的生物 寿命绝对是人类的数十倍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一百二十七集 嗯? 你们对这蛇性生物也有研究 这横跨几百年的生物 看着是蛇性 但是不一定是蛇类 也许是其他生物一变 也说不定 我们的仪器探测出来的 这蛇性生物 近乎宾死状态 要不是偶尔会有心律跳动 我们都发现不了它 杰森听到王多多和袁刚的议论 一脸笑意地朝着两人说道 没有没有 我们只是好奇 毕竟这是动辄几百年的生物嘛 好像前不久还传出 在海洋中发现过 陆地上还真没有呢 你们的仪器有这么先进吗 居然能探测地下百米 这范围要是配合上救援队 那绝对是大灾难过后抢救的神器呀 王多多客气地回答道 画风一转 直接问起了杰森探测器的事情 高达百米的探测范围 这就有些恐怖了 而且还是能穿透岩石进行探测 这玩意儿简直就是盗墓外挂呀 直接对着坟头一扫描 底下埋着啥还不全都知道了 这仪器造价不菲 不适合大规模使用 而且能穿透地底百米的距离 这仪器产生的辐射也大 要是真的扫描到埋在底下的人类 恐怕会对他们造成额外的二次伤害 这一般就是用来探矿 或者地底探寻使用的 用来搜救人的话 成本太高 杰森略带尴尬地解释道 GM的宗旨是为有钱人服务 至于帮助寻常老百姓 他们在进行投资的时候 已经将这问题考虑进去了 不会刻意地为某些寻常人家 动用高科技仪器的 你们的科技已经能达到这个程度了 那距离细胞再造的话也不远了吧 袁刚看着杰森 若有所思地问道 他大学几年可没有偷懒 对于生命学科的内容 还是知道一些的 细胞再造技术 我们已经攻破了 能形成我们想要的细胞 就是在多次细胞裂变的时候 会有问题 正常人类的细胞裂变次数 是五十到六十次 这涵盖了人类一生的时间 而奇门认为制造出来的细胞只有一代 持久性不强 换句话说 就是鸡肋 人为制造出来的细胞 和人体中的 还是存在着区别 这也是我们不公开这技术的原因 实用性不强 反而是通过科技手段 促进人体原细胞再次激活 比如说 裂变次数提高到六十次以上 这也是为人类增加的虚命方法之一 听到袁刚问话 杰森根本不敢轻视袁刚 他认真的朝着袁刚解说道 卧槽 曹操操操 好多个曹 那个 这永生药机 真有这么神奇啊 那你们可以薄利多销吗 你们又不接手 先是用后付款 这个价格也太贵了 在华夏呀 没有多少人愿意花这个冤枉钱的 王多多抬手示意 朝着杰森直接砍架 他已经有些异动了 刚才 他好像在听天书 他虽然听不懂两人 在讲什么细胞分裂的内容 但是 他明白一件事情 这确实是一个科技含量很高的东西 价格卖得这么贵 要是能在便宜些双管齐下 说不定能稳稳地为王有余续命呢 办法不是没有 一亿美金是买断价格 如果不愿意用这个支付 也可以用类似的资产 或者股份来调换 我们在北欧地区 有许多富豪濒临死亡 最后使用了我们的永生药剂 现在都还在环球旅游中 他们根本没有花费一分钱 我们会对他们手中的资产 进行评估 若是符合我们的投资方向 我们会选择他们名下的企业 10%到30%的股份进行兑换 不管后期盈亏 直接将股份归入GM组织名下 这也是可以使用的方法 天龙公司的资产评估 我们已经评估出来了 要是你同意的话 我们可以将一亿美金的价格 编更一下 六千万美金 加天龙公司20%的股份 这样的话 也能帮天龙公司减免 一大笔现金开支 杰森看到王多多终于主动寻价了 他面带微笑地做出了让步 什么 四千万美金的优惠 换取天龙公司20%的股份 在你们的评估里 天龙公司的资产就值两亿美金 这会不会缩水也太多了 我爹执掌公司的时候 接手的上百亿的大项目也不少呢 你们这评估太坑人了 王多多恼怒地说道 听到自家公司的评估市值 他分外上心 结果一兑换下来 曾经的M省龙头企业 居然只值两亿美金 这不禁让他感觉 对方在强买强卖 王多多先生 不用生气 这是我们的投资 现在王有余的身体状况 我们不清楚 但是能在ICU病房里 长住几个月 这种情况我们也担心 没有了王有余的天龙公司 资产缩水不至一半 这个您能理解吧 而且 只要用股份加入了GM组织 我们会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联动 彼此扶持 只会让天龙公司越做越大 这应该是你也愿意看到的吧 这事 您可以和王有余商量下 不用急于做决定 现在永生药剂的调货时间 是三到五天 做好决定的时候 记得通知我们办理相关手续就行 杰森看到王多多生气 仍然面带笑容地 朝着他耐心解释道 钢哥 这靠不靠谱啊 我感觉是真的 但是我没和外国人打过交道啊 这事情 始终是没有遭受过社会的毒打 缺乏社会经验的王多多 无奈地朝着袁刚求助道 哼 杰森先生啊 你刚才说的激战 是不是在二农村附近啊 那里有五座山互相相连 其中有座山峰 没有了封间 那里啊 确实是个好地方 人烟稀少 倒也适合蛇类沉眠 袁刚没有理会王多多 一脸笑意地 朝着杰森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杰森大惊 一脸惶恐地 看着袁刚问道 他心里 早已掀起波澜 一度怀疑 是不是手下有人 泄密给眼前的年轻人了 袁刚 一次又一次地惊到他 先是看出了 他们修建天文观测站点 是挂羊头卖狗肉 然后更是直接说出 他们的主要目的在哪里 感觉GM的行动 完全就是在 袁刚的注视下 这不得不让他惊恐 我猜测出来的 我之前就说过了 你们选的位置 和我们华夏风水师 有些相似 通过沙盘 就能看得出来 袁刚看着脸色大变的杰森 云淡风轻地说道 似乎 你们高科技 弄出来的东西 我们老祖宗 早就知道了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28集 风水师吗 真的有这么神奇 杰森难以置信地嘀咕道 熟知华夏历史的 他当然知道 任何朝代 都必备的一个职位 那就是国师 上知天文 下通地理 国师的存在 总是给人一种 他们无所不知的感觉 然而 杰森反复打量着袁刚 却怎么都没有办法相信 年纪轻轻的他 会和书籍中记载的 国师 有着一样神秘的能力 精通风水一道的大师 基本都是老太龙中的老人 年龄越大 风水造诣越强 而袁刚这么年轻 就已经精通这些了 这真的是你通过 华夏的风水道法 看出来的 不是提前通过某些途径 获得资料 然后故意在这里 咕弄玄虚的吧 杰森的脸色 变得越发客气起来 他打量着袁刚 试探性地问道 杰森先生 你们的保密工作 你自己最清楚不过了 我们要是有渠道 知道你的工作情况 你认为我们还会过来 和你谈陨石交易的事情吗 袁刚一脸笑意地 看着杰森反问道 华夏的这些传承 还真是够神奇的 这都能看出来 杰森看着袁刚 慢慢地收起了 对他的不信任 神情变得越发地认真起来 袁刚先生 我邀请您加入我们GM组织 这是一个自由度非常高的组织 您不用担心会受到任何的束缚 像您这种有能力的人 恐怕在华夏也是屈之可数吧 您完全符合我们GM选人的标准 杰森充满诚意地 向袁刚抛出了橄榄枝 GM组织 是一个拥有着强大实力的组织 想要加入这个组织 完全是依靠个人自愿为原则的 在这个组织中 涵盖了全球上百个国家的企业或者个人 而袁刚这种特殊人才 在杰森看来 完全就是为GM组织准备的 毕竟不是所有的地方 都能使用高科技探测器的 而袁刚的超凡能力 却正好可以弥补了这个遗憾 王多多先生 要是您能说服袁刚先生 加入我们GM组织 我可以在之前给您的价格基础上 再降一千万美金 这就是我们GM组织的诚意 唯恐和袁刚这样的人才失之交臂 杰森连忙向王多多 直接谈起了让利的事情 想要以此促成他和袁刚的合作 刚哥 这可是一千万美金呢 我靠 要是你加入进去 那这待遇 岂不是 王多多惊呼道 他已经被GM组织财大气粗的能力吓到了 张口就是千万美金的让利 哪怕他是天龙公司的太子爷 内心也是被深深地震撼到了 呃 这个 袁刚顿时有些晕呼起来 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个突发情况 一千万美金的让利 要是转换成华夏币 一比七的兑换 那可是超过半个亿的数字啊 他袁刚 真的值这个价 袁刚先生 我知道你们风水师研究的就是周易文化 那本书和相关的理论 我也曾经有幸看过一些 但是 我确实没有看懂 我实在是不明白 那些图案排列变化以后 为何会衍生出无穷的信息 所以 我最终还是放弃了 但是对于精通此道的人 我是非常佩服的 您看这个 有没有熟悉的感觉 杰森向袁刚表达着敬佩之情 同时 也将他面前的平板电脑 推到了袁刚面前 他刚才已经看得分明 袁刚已经被他财大气粗的手笔惊到了 但是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袁刚还在犹豫不决 所以杰森打算趁热打铁 继续劝说袁刚 啊 这是 甲骨文 不对 这是 仙天八卦图 好像也不对啊 这恐怕是 最原始的洛书吧 这硅甲 是被哪位收藏家收藏的吗 袁刚的内心一阵阵地激动 脸上更是有些兴奋地问道 看到平板电脑上那些画面的瞬间 他心中波澜滔天 那居然是一副年代久远的龟甲 更夸张的是 这龟甲上居然转刻着一幅幅图案 这些图案他自懂非懂 看得不是那么清晰 但是他知道 这绝对是个好宝贝 这绝对是最为古老的倒数载体 不管这龟甲背上的图案 是人为转刻上去的 还是自然生成的 这都是一种天地感悟 值得他去进一步地研究 奈何 这龟甲年代太过久远了 连他这种不认识古董的外人 都能一眼看出其中的不凡 想来 这副龟甲 必定是天价 这是一卷华夏古书 这是我们聘请的专家 经过研究之后确定下来的 也就是你口中说的甲骨文 至于上面记载的东西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专家也看不懂 只能推测出 这龟甲来自古代华夏文明 这是我们前不久 在尼罗河地带发掘出来的 我们也好奇 古代华夏的东西 为何会出现尼罗河畔的金字塔中 看到圆刚对龟甲感兴趣 杰森连忙道出了这副龟甲的来历 什么 金字塔中发现的 你确定 这明明就是我们华夏才该有的东西啊 在古代恐怕没有人能横跨这么远的距离吧 要是造假的话 你们也应该早就发现了呀 这会不会是某一名收藏家炒作的把戏啊 圆刚看向杰森 道出了他心中的各种疑惑 他可是曾经在新闻上看到过 有些收藏家为了让手里的藏品升值 会将手中的藏品再次包装 比如 把一些藏品放入距禁历史较远的古墓中 然后装作在不经意间被考古学家们偶然发现 然后向全世界公开 这些藏品也就会立马身价倍增 只是但凡有点常识的收藏家 也不会这样玩弄甲骨文这种古物 毕竟甲骨文可以说是华夏文明起源的见证 自身的价值就已经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了 根本没必要进行包装 而且尼罗河畔的金字塔 说句不好听的 恐怕还在甲骨文之后才出现呢 这岂不是自降身份了 我们根据一些探险家的探险日志 找到了一处年代久远的法老金字塔 那里完全没有人进去过 这幅硅甲也是在法老的棺柄里发现的 绝对不可能是假冒的 可惜对我们而言除了检测它的年代外 并没有太多的实用价值 要是你加入GM组织 这幅硅甲的高清拖印本 我可以先送给你 作为你加入GM组织的福利之一 至于原本嘛 只要你对组织的贡献达到一定的程度 也是可以送给你研究的 而且我相信 从其他途径 你也没有办法拿到这幅硅甲 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保管着像这幅硅甲一样 对你这样的人来说 很是重要的东西 杰森一脸得意地向原刚介绍道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29集 贡献点 GM组织使用的是贡献点 难道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物品 原刚皱眉问道 他已经有点明白了 这组织里面恐怕大部分都是以物易物 很少用金钱去交易 从这个层面上更加说明了 GM组织里面收藏的东西 绝对是价值连城的宝贝 自然不是用金钱去衡量 GM组织里的会员都不是一般人 钱对于他们来说 或许就只是数字而已 太普遍了 贡献点才是GM组织的硬通货 若是有人缺钱 也可以用贡献点去兑换金钱 但很少有人这么做 因为贡献点积攒不容易 至少比赚钱难多了 这华夏古书不止这一本 据我们破译的资料显示 这华夏古书共有两本 另外一本 目前还在某座金字塔中沉眠着 等我们消化完手中的资源 或许会去开发保护其他的金字塔 只要是我们组织里的东西 都可以用贡献点来兑换 杰森看到袁刚提问 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他就怕袁刚闷声不出气 到时他还真的无法找到突破口拉人 加入GM组织 真的不用签订什么协议 不影响人身自由 袁刚思索再三 朝着杰森提出了最后一个疑问 不用签订任何协议 加入以后 你会得到我们送出的特制登录设备 就是一台手机大小的仪器 它在全球范围内 大部分地区都能上网 只要绑定你的身份信息 采用的开机方式是 红膜识别以及密码登录 只限于你专人使用 GM组织会在上面发布 相关出售的物品和任务 这使个人情况决定是否出任务 个人原始贡献点有100点 这台设备每年的费用是10点 一旦贡献点扣完 设备也就作废 你个人也会自动退出GM组织 换句话说 你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下 你可以在GM组织里混10年 然后失去这个平台 要想继续使用GM组织平台带来的便利 那就必须维持这贡献点的最低额度 其余时间完全不干涉人身自由 至于贡献点 就像我们这几天在做的事情 发现奇珍异寿 或者千年金字塔等 这些都可以换来一定额度的贡献点 我们的福利布置这些 你加入后自然会一清二楚 你是否做好决定了 杰森热忱地看着袁刚说道 话说到这个份上 要是袁刚还是不同意加入 那他只能使用人情捆绑的操作方式了 不是想买陨石吗 只要袁刚加入GM组织三年 王多多想购买的陨石半价出售 要不然不卖了 杰森先生 这GM组织这么神秘 那我要怎么加入啊 王多多看到杰森半天没有理会他 他早已经心里难耐了 这GM组织听着就异常神秘 比之前他加入的 3F超跑俱乐部有意思多了 他也萌生了 想要加入GM组织的念头 你想加入GM组织 不好意思 天龙公司只有王有余有这个资格 而且至少要配额够天龙公司 20%的股份 这就是王有余的入会门槛 你若是想加入的话 股份配额不变 但是你必须成为天龙公司的掌权人 我们GM只为艺人服务 不掺杂在任何势力之中 而且必须要有组织成员举荐才行 这也是避免有人将GM组织 突入到阴谋之中 看到王多多一脸雀跃的表情 杰森一脸严肃地解说道 丝毫不顾及到王多多那冻结在脸上的尴尬 这个吧 那以后再说吧 我执掌天龙公司还早呢 以后有需要再找刚哥帮忙吧 刚哥 你还犹豫啥呢 这完全就是无钱无卦呀 GM组织的平台这么大 以后有吃的 记得带一下我就行了 王多多很快便调整好了心态 笑嘻嘻地朝着袁刚说道 他可是还记着杰森之前说的话 只要他说服袁刚加入GM组织 那么天龙公司采购永生药剂的现金 还能再减少一千万美金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既然他不能加入GM组织 但是不妨碍他赚这笔钱呢 杰森先生 我要是加入了GM组织 我要如何才能赚取贡献点 兑换到华夏古书呢 袁刚一脸认真的朝着杰森问道 他加入GM组织的目的很明确 让他在风水师道路上走得更远 这华夏古书若是真的 那可是不可多得的宝物啊 称之为法器也不为过 袁刚一直想到道祖托梦 他就觉得这世上真的有许多事情 是无法用科学去解释的 比如这风水一道 虽然科技能够达到部分效果 但是走得并不远 就像GM组织选址的这些基站 他完全可以利用风水走势推导出来 当然 袁刚也不敢否定高科技的厉害 不懂风水的人能凭借高科技仪器 发现地下百米的生物或者能源矿 这些要是换作只知道皮毛的风水先生 恐怕还不一定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呢 我是GM组织在亚洲大区的负责人 其实就是一个运营 我也没有你们这种寻龙定位的本事 我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在这个大区扩大GM的影响力 而你就是我负责招进的特殊人才 我准备在亚洲大区大范围的进行地底开发 像东南亚一片 地势太复杂了 我们的一些设备仪器 根本就运不到人际罕之的地方 只能依靠你这种风水手段进行勘测 每一个任务的贡献点都是一百点起步 而华夏古书类似的物件 价格也就一万多贡献点 只要你愿意 其实很快就能积攒到足够的贡献点了 杰森耐心地向着袁刚解释道 他心里已经明白 袁刚心动了 那好 我愿意加入GM组织 得到了他想要的答复 袁刚望着杰森认真地说道 安妮 去准备下设备 帮助袁刚先生办理相关手续 听到袁刚的答复 杰森脸上一喜 朝着身旁的秘书吩咐道 待会儿我们就办理红魔 指纹的采集 你将拥有私人专属的任务揭发器 回头我会将我们在亚洲大区的任务通知你 你想要赚取大量贡献点的话 可以考虑下 杰森再次坐回座位 向着袁刚一脸热情地介绍起来 袁刚是他发展的下线 只要袁刚任务完成得好 他作为推荐人 是能获得不菲的贡献点奖励的 而杰森更看好的 是袁刚这一首 神鬼莫测的风水本事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抽烟的老鬼 演播三壶茶 第130集 很快 秘书安妮便拿来了一个 手机大小模样的仪器 在杰森的介绍下 袁刚很快便完成了绑定过程 哎哟 刚哥 这手机 看着科技感挺强啊 我摸一下 看到袁刚已经完成绑定 王多多一脸好奇地 朝着袁刚说道 顺势拿过了GM手机 不由自主地翻阅起来 黑屏 这啥情况 王多多一脸懵逼地 看着袁刚问道 他刚才可是看到了 这GM手机在袁刚手里 屏幕 各种都是完好的 这才拿过来几秒钟时间 怎么就自动关机了 哼哼 这任务揭发器 就是你们手中的GM手机 全机身采用了 钛合金航空材料 加上我们实验室的特殊技术 它会自动识别手上的指纹 和手掌脉络 红膜 人脸识别等等 识别完整度 需要超过80% GM手机才是可用状态 只要换了另外一个人 手机就永远处于休眠状态 这也避免了我们的任务 被广为流传 还有一点 这GM手机 其实也是一个全球定位器 你不接任务的时候 GM不会主动查询你的位置 但是你一旦接任务 你的实时位置 就会被GM手机后台系统 自动更新 并且实时定位 直到任务完成 这些是为了保证任务 能更好地完成 杰森看着蒙圈的两人 再次自豪地 介绍起了王多多手中 科技感极强的GM手机 哇靠 这真是土豪手机呀 被偷了也开不了机 这要是市场上有的话 肯定热销啊 保密性太强了 将手机递还给袁刚 王多多一脸羡慕地说道 这真是有钱也买不到啊 只能保保眼福了 袁刚 这手机你记得保管好 要是被偷或者被毁了 记得第一时间通过外线电话 联系GM组织客服 更换新的GM手机 这GM手机的成本价 是十个贡献点 兑换成美金的话 大概等同于十万美金 你好好保管 这也算是你加入GM组织的福利 你记住 贡献点很宝贵 不要轻易浪费 杰森看着袁刚 一脸严肃地说道 在国外 GM成员之间的贡献点 已经被抬到了 一个贡献点兑换一万美金的价格 贡献点可以兑换成美金使用 但是根本没有人愿意 用贡献点来兑换美金 他担心袁刚太年轻 不知道贡献点的重要性 要是直接发布兑换信息 那么他的原始贡献点 很快就会被兑换一空的 等到一年期限满了 袁刚原始的贡献点 不足十点的话 那么只能被清除出GM组织 对于不做任何贡献 只吃低饱的人而言 GM也不是慈善机构 前期投资是少不了的 但是一直不做任务 只薅羊毛的话 这放在哪里都会被嫌弃的 而作为推荐人的杰森 他推荐的新人 要是连一年都没撑过去 这是要倒扣他的贡献点的 风险和利益等同 十年时间内 扣足一百贡献点 用于填补原钢薅羊毛的损失 所以杰森不好明说 但是在他反复多次提醒下 他相信袁刚会知道 贡献点的宝贵性的 什么 十万美金的手机 我了个去 王多多听到杰森说的报价 瞬间被雷击了 这相当于一辆鹿虎 被袁刚捏在手中了 袁刚 你可以招手看向 有些任务 你不一定要接 但是他们完成的 大概内容和完成方法 你使用贡献点 也可以进行观看的 这也是方便我们 GM组织成员 不断进步的方法之一 这些过程 你放心 有些手段 虽然在当地法律边缘徘徊 但是没有违反法律 这也是我们 GM组织制定的规则 就像我们这次 在九台市投资建设 天文观测站 这里确实能方便观测星空 也能更好地完成 我们的任务 所以我们数以亿计地 进行投资 这也是一种 等价交换的过程 我们在其他国家 动辄就是各种民生 经济投资 所以有些国家的地区 明知道我们的最重目的 他们也会欢迎我们去入主 并且会帮着我们 对于普通民众 隐藏真相 毕竟我们的研究目的 有点违背生物规律 会被某些民众 视为异教徒 杰森看到 袁刚把玩着GM手机 他耐心地朝着袁刚 讲解着完成任务的方式方法 杰森啊 我很好奇 我很好奇一个事情 你们在九台市附近的建造计划 我仔细浏览了 那足足有几十个呢 不可能每一个基站下面 都有长寿生物吧 你们为了掩人耳目 而修建这么多基站 确实是大投资 但我发现 你们其他的基站位置 好像也有点意思 你们真的没有高人指点 袁刚现在也算是GM组织成员了 他对于杰森也没那么拘谨了 开玩笑地朝着杰森问道 高人指点 几站选址 杰森疑惑地朝着袁刚问道 我说的高人是风水大师 你们这次选址背后 肯定有风水大师 为你们出力吧 要不然 你们的选址 为何每一座基站 都能在灵脉的学位上呢 这些位置 谁若是修建天文观测站 也不是不可以 就是啊 有些浪费 你别告诉我 真的没有其他目的啊 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袁刚看到杰森不解的模样 直接向着他解释道 袁 你误会了 这个基站背后选址 可没有你说的这么玄乎 这都是我们凭借科技能力完成的 除了二龙村附近那里的地点 其他基础基站位置 我们是采用贪矿卫星进行扫描 发现那几个位置是一些矿区的交汇处 所以我们就设点了 不得不说 你们国家真的是低大物博 这边除了土层厚一些 底下全部都是各种金属矿 我们已经在和九台市 洽谈开发协议 将在后期依托现有的基站 进行矿产资源开发 我们借用了M国的卫星 背后根本没有风水师协助 你刚才的提议 我只能表示无能为力了 你就是我在华夏认识的第一位风水师 杰森双手一摊 朝着袁刚无奈地表示道 什么 碳矿卫星 王多多几乎跳了起来 难以置信地说道 那可是碳矿卫星啊 现在除了当世几大国家 其余中小国家 连属于自己国家的卫星都还没有 结果 现在GM组织已经利用卫星完成任务了 不得不说 这势力还真是深藏不露啊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31集 GM组织 还真是够低调的 这种实力 恐怕都足以颠覆一些小国家了 袁刚内心震撼地朝着杰森问道 在他看来 GM组织之所以在华夏难以开拓市场 恐怕背后还有许多利益关系在里面 这股庞大的势力 一旦在某一区域发展 肯定会对当地引起一些变化 对于本地而言 稳健发展才是王道 GM组织想要在这里快速打开高端市场 恐怕很难 诶 杰森啊 GM组织实力这么强横 我们之前谈的那一块陨石 要是我用贡献点兑换的话 需要多少贡献点啊 两人相谈甚欢 袁刚朝着杰森提起了兑换陨石的事情 袁 实在抱歉啊 那块陨石现在不在贡献点兑换范畴内 他昨晚已经被南非的一位酋长看上了 想要将他拍下来当作藏品 所以我们不会对他进行估价 让我们的成员来进行兑换 杰森无奈地看着王多多和袁刚说道 啊 什么 被那些酋长给定了 这 王多多失望地看着杰森 这才展览出来 怎么就被人给定了 你们要是早一天过来 我还能阻止交易发生 但是那位酋长 已经看到了那块陨石的高清图 十分喜欢 而且已经委托我们进行交易了 他给的价格令大部分人无法拒绝 这次交易的最终结果 恐怕会超出一亿美金 你们要不要继续争取下 杰森看到王多多心有不愤 于是向着两人稍微透露出了 他们交易的部分信息 要不及要不及 王多多听闻报价 连忙摇头否决 这陨石看样子是拿不到手了 他不禁有些失望地看向袁刚 唯一的安慰就是 袁刚加入了GM组织 天龙公司要是为王有余 采购永生药剂时 可以省下一千万美金的优惠 那块陨石 应该值不了这么高的价格吧 上千万华侠币 已经算是溢价了 这一亿美金 是不是有些 袁刚皱眉问道 他之前刻意 恶补过陨石的相关知识 王德水这块陨石 完整性好 品质绝对是上上之血 但是一亿美金的报价 袁刚怀疑 怕是杰森故意抬价吧 不接触GM组织 他不会有这个想法 现在发现GM组织 家大业大的 这上千万的陨石被他们看到 刚好又遇到 王多多这种急用的客户 哪怕只做中间商 他们也要薅一道羊毛啊 袁 GM组织不是慈善机构 那位酋长 已经穷得只剩下钱了 他追求的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 只有更贵 更好的收藏品 他们才会收入囊中 哪怕 这块陨石只值千万华下币 但是经过我们GM组织包装 出具相关的证书 这就是增值 虽然价格有点高 但是对方 并没有和我们讲价 那也是我们的老客户了 杰森纵横商场多年 听到袁刚的疑惑 他自然明白袁刚的想法 想到袁刚 是他引荐的特殊人才 只能耐着性子 耐心地解释到 买卖这种事情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对于穷得 只剩下钱的酋长而言 那是他们最尊贵的客户了 那看到了没 别以为你是富二代 就可以为所欲为啊 有钱人都是低调的 望着王多多可惜的样子 袁刚打趣地说道 唉 明白了 说到底啊 还是钱不够 要是这次 能帮我爹续命成功 我一定要跟他好好学习 以后啊 再也不受这鄙视了 亏我之前还为了卡丽余额 几百万沾沾自喜呢 结果啊 接触到外面 才发现别人的单位 都是义或者美金 唉 诶 刚哥 那这次七星灯的材料 咋办啊 难道只能使用 我们手中那块替代品吗 王多多懊恼地说道 果真是人外有人啊 这次自认有钱的他 遭受了社会的毒打 明明他想要的东西 就摆在眼前 奈何 他就是买不起 最后 只能拱手让人 你们刚才说的七星灯续命 华夏历史中 诸葛亮使用了那一种道法 真的存在吗 听到王多多说道 收集七星灯材料 杰森双眼冒金光 一脸好奇地朝着袁刚问道 你呀 你老爹要是真出事 有一半是因为你的原因造成的 袁刚望着王多多 无奈地翻白眼说道 王多多说话不分场合 之前也许能低价拿到陨石 经过GM组织这么一经手 在听闻王有余这种 不得不采购的情况 豆腐也会卖出肉的价钱来 杰森 七星灯续命法 确实是诸葛亮使用的续命方法 我们在收集 打造七星灯的材料 准备对王有余 使用七星灯续命法 奈何 想要抵抗生死规律太难了 我们连材料都收集不齐全 看来啊 根本就没办法 使用七星灯续命法了 袁刚看着杰森一脸急切的表情 最终无奈地说道 对方连诸葛亮使用过 七星灯续命的事迹都知道 那么这些对于杰森而言 根本就不是秘密 我的天 我以为那就是一个典故 后人撰写出来的 难道真的存在着七星灯续命 这种神奇的办法 那华夏人岂不是很长寿了 难怪我们迟迟打不开 永生要紧的华夏市场 杰森一拍脑门 一脸夸张地感叹道 袁刚望着认真的杰森 顿时无语了 他只是提了这么一句 结果 杰森自然而然地 就脑补出了更多的内容 还真的以为 华夏遍地 都是能用七星灯续命的人啊 哦 杰森啊 七星灯续命的过程 太过坎坷了 不是常人能够随意使用的 这一场续命法师做下来 代价不会比永生要剂的价值低啊 最主要的是材料难寻 七星灯中最关键的激活材料 就是百年巨蟒的鲜血 现在这个环境 能发现几十年的蟒蛇都稀罕 更不用说百年的存在了 要是你们探测到的蛇形生物 是百年巨蟒 那么为王有余续命的事情 可能会有转机 要不然啊 只能是想象一下而已 难度太高了 袁刚担心杰森误会 耐心地朝着他说起了 打造七星灯的各种难度 要不是机缘巧合下 他们一个月的时间内 根本无法找寻到百年巨蟒 百年巨蟒的血液 陨湿 这些是打造七星灯的材料 杰森若有所思地 喃喃自语道 一个大胆的想法 在他脑海中陡然出现 他看向袁刚的眼神 也愈发热忱了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32集 多多啊 你也别难过了 事已至此 要是搜集不到这些材料 证明你爹王有余命理 该有此结 终究是躲不过去的 嗨 原本想着天龙公司 家大业大的 很少有钱买不到的材料 现在啊 遇到亿万富翁 天龙公司 一点优势也没有了 回头 还是趁着有时间 咱们再去找找 要是能够找到百年的 蟒蛇血液和陨石 那么我们还能试一试 但是啊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逆天改命的事情 不会这么顺利的 后面 肯定还会有其他 干扰我们的事情发生的 原刚看到 王多多低落的表情 他出声安慰道 面对亿万资产的南非酋长 天龙公司 就算资产再乘以十倍 在这种穷的 只剩下钱的酋长面前 那也是鸡蛋碰石头啊 非洲大陆上的酋长 伸手从口袋里 抓一把钻石出来 估计就只好几个 天龙公司了 这差距 足以让王多多和袁刚 打消去找 王德水抬价的信心 这直接就是 让人绝望的差距啊 诶 杰森啊 我知道GM手机 只能我一个人使用 但是我答应了 天龙公司的王有余 所以救治他的事情 我得尽力去做 我通过GM手机 发布寻找陨石 和百年蟒蛇的鲜血 这需要多少贡献点呢 或者我需要支付什么代价 也不是非得陨石不可 陨石碎块 残渣都行 我本来啊 就是要重新打造七星灯 只要确保 是真的陨石碎块 完整不完整的 倒也无所谓 当然了 这个价格 不能超出 我们的能力范围啊 袁刚面对着杰森 沉声问道 现在让他和王多多 去国外搜集材料 时间上 已经不是那么充足了 而且他们人生地不熟的 真要去亚马逊森林中 捕捉森燃 那是不可能的 他现在能利用的 就是他刚加入了GM组织 借用GM组织的平台 为他收集陨石和百年巨蟒的鲜血 袁 对于你的情况 我表示理解 但是想要在GM手机上发布任务 你贡献点完全不够 能发任务的会员 至少也必须是三级会员 也就是贡献点超过一万点的会员 才有资格发布任务 而你只有原始贡献点 属于一级会员 杰森望着袁刚 无奈地说道 GM组织的平台是共用的 但是为了激励会员 各种使用规则 还是有许多的 除非不使用 就能逍遥自在 但是 天下哪里有免费的午餐呢 一切都是套路罢了 想要薅羊毛 那你好歹 也得先将羊给养大了才行啊 杰森的回答 断绝了袁刚最后一丝念想 嗨 刚哥 没事的 我们再想一下其他办法吧 这要真的是到时间了 我们搜集不到 打造七星灯的材料 我爹也不会责怪我的 他都要挂了 也没法再责怪我了 王多多望着皱眉的袁刚 一脸笑哈哈地安慰道 袁刚偏头 看着王多多 眉心眉肺的笑容 他心情变得沉重起来 王多多这是怕他压力过大 故意这样说的 谁会愿意看到自己的爹 就这样刻然尝试啊 袁 你们需要的材料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 我们GM组织的仓库中就有 以我的权限 除了百年巨蟒的纤细外 其他的材料 我还是能调到的 看到两人动作 杰森暗暗点头 他能看得出 袁刚是一个重情义的人 这就更值得他继续投资了 杰森啊 你刚才不是说 我是一级会员 不能发布任务吗 你这是 袁刚一脸茫然地 朝着杰森问道 你不能发布任务 但是不妨碍你和GM组织合作 应该天龙公司和GM组织合作 杰森望着茫然的两人 一脸神秘地说道 合作 用钱购买这些材料 可是天龙公司 现在根本抽不出 那么多现金来啊 要是把股份全都给你们 我爹怕是都不用续命了 直接就被气走了 王多多盯着杰森 一字一句地说道 天龙公司 可以和GM组织合作 我们双方一起 打造这七星灯 杰森望着不解的两人 直接说出了他的目的 只要你们同意 让我参与和录下续命的过程 这些材料 算是GM组织的投资 不管七星灯续命的结果如何 你们不用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我们建立在地底的基站 距离那蛇性生物 已经只剩下几米的距离了 我们的仪器 已经能透过隔离的土层 观察到蛇性生物的鳞片 目前还无法断定是不是巨马 毕竟探测出来的结果显示 这些鳞片上 蕴含着大量的能量 我们怀疑是新物种 要是被确定是巨马 那我可以保证 我马上全球范围内 召集专业的捕蛇团队 半个月内 拿到这巨马的鲜血 到时 打造七星灯的主要材料 就凑齐了 为王有余续命的事情 也可以继续下去 杰森望着王多多和袁刚 将最新的消息告诉了两人 啊 公开利用七星灯续命的过程 这恐怕 袁刚有些不情愿地说道 每一名风水师 师法都有各自的风格和步骤 这是不传之秘 现在 GM组织要他公开这个过程 很可能造成 封建迷信的坏影响 要是被扣上这帽子 他还不得冤枉死了 气韵 讲究的就是人气 一旦许多人都对他憎恶 那无形中的气韵 就会消减 这对于风水师而言 那就是大忌 他不想去冒这个风险 不是公开 只是记录而已 仅限于在GM手机上 有长播放 你作为参与者 有权利享受分成 或者买断的待遇 这也是为了激励其他人 同时 也是在为你做宣传推广 也许趁着这股劲头 你未来将会接受到 许多为富豪续命的任务 我们GM组织 也能赚一些材料费 我们不会对外公开 而且会员也会被告知 不得对外进行拷贝流通 一旦发现 直接剔除GM组织 这样 你应该放心了吧 看着袁刚紧张的模样 杰森一脸热情地解释道 只要为网友于续命成功 不管续命长短 只要撑过观察期一个月 那么七星灯续命法 绝对要成为GM组织中 另外一大卖点 它的提成绝对是一笔巨款啊 只是 内部交流吗 还有贡献点收入 袁刚 尼难道 他心心念念那华夏古书原本 正愁无处赚取贡献点呢 没想到 杰森 已经帮他出谋划策了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33集 哎哟 刚哥啊 这事情 看着挺有搞头啊 这对于你来说 可是免费的宣传机会啊 而且是将华夏文化 向外输出的机会 嗯 我感觉啊 可以合作 王多多瞬间 精明地像个贼似的 朝着袁刚说道 他心里早已算计开来了 天龙公司 一分钱都不用花 仅仅仅是配合 袁刚的表演 做一个历史的见证者 或者说 只是让王有余 去做小白鼠 因为这个GM组织 只要经过和结果 王多多 甚至都不用问王有余 这种事情 他都知道 王有余的想法 已经病入膏肓了 早死晚死 反正是都要死了 能在临死前 发挥余热 万一这余热成为了 星星之火 彻底点燃了 他的生命之火呢 这完全就是 稳赚不赔的买卖呀 他唯一担心的 就是袁刚 要是袁刚不同意 这种合作 天龙公司 或者GM组织 都无法再谈下去 刚哥 只要帮我爹续命成功 你的酬劳 一分不会少 那 不管是失败或者成功 都在毛人意的基础上分配 现在啊 我虽然买不起 一个亿的陨石 但是几千万的酬劳 对我们天龙公司来说 还是能拿得出来的 王多多 充满诚意地 向着袁刚哀求道 这恐怕 就是最后救治他爹的机会了 一旦失去了GM组织 帮他们收集材料的途径 他们在剩下的二十多天里 恐怕难以有什么 喜人的成果了 哼 少来 我要是贪钱啊 就不会发生 阻拦你们收购 仙桃村果林的事情了 酬劳的事情 以后再说吧 现在当务之急 是救治王有余 我们趁早准备 越充分 成功率就越高 杰森啊 我答应你的要求 还请GM组织 尽快帮我们准备好陨石 因为要提前打造七星灯 陨石的分量 不要低于三千克 百年的蟒蛇鲜血马 可以放在后面一些提供也行 因为时间比较紧 我们要提前准备 袁刚看到杰森 眼巴巴地盯着他 最终 陈生答应了 杰森的合作要求 没问题 我现在就将你是 华夏风水师的事情 向上面汇报 相信很快 最多三天时间 你就能看到陨石 祝你为王有余 续命成功 到时 贡献点会源源不断地 向你涌来 相信你很快 就能成为三级会员 到时距离兑换 华夏古术的原本 就更进一步了 杰森兴奋地 朝着袁刚答道 看着袁刚 胸有成竹的样子 他感觉 马上就要 赚大发了 王多多先生 我会安排 秘书安妮 和天龙公司 对接剩下的事情 您这边 和天龙公司 提前说一声 我们要调取 王有余的 病例资料 证明他现在的状态 等袁刚使用 七星灯 续命以后 他的身体指标 只有实际的数字对比 才更有说服力 你不用担心 泄密的问题 我们是专业的 哪怕是要对 GM组织内部成员公开 也是等 王有余成功以后的事情 现在 我们只是记录一下 他的病情而已 不管这次合作 是否能取得 我们想要的结果 你能带袁刚过来 为了表示感谢 我们GM组织 可以和天龙公司 加强合作 许多行业 我们都有涉及 到时天龙公司 这边若有需求 我们可以直接签订 相关合作合同 杰森朝着王多多感谢道 王多多虽然没有能力 加入GM组织 但却使他的福星 为他带来了原刚 一位华夏当代风水师 根本不用调查 原刚的能力 一个仅凭观察 山水地势 就能推测出 他们目的的人 相信 在这个星球上 这种人不会多的 每一名 都是他们GM组织 争抢的对象 原 这是华夏古术的高清版本 我传到你的GM手机中 你接收一下 这东西还未拿到原件钱 还请你不要对外宣传 等你兑换到真正的 华夏古术原本时 你想捐赠给国家 或者拍卖也好 到时就是你个人行为了 杰森朝着原刚 扬了扬平板电脑中的 华夏古术 语气严肃地 朝着原刚说道 啊 这个没问题 仅限于我个人学习 杰森 那我们就先回去准备了 等你好消息 原刚一脸认真地 朝着杰森说道 他倒是想外传呢 问题是 好像这种甲骨文形状的 华夏古术 除了他自己 身边好像没有人看得懂 想传也没机会传 Boss 这两人 值得你下这么大的投资吗 你来华夏执掌大区 也只有三个直接保健名额 就这样浪费了一个 这要是卖给北欧那些 古老家族 您至少也能收获一片庄园呢 而这里 看到原刚和王多多离去 金发碧眼的秘书 再也忍不住了 疑惑地朝着杰森问道 你不懂华夏文化 所以你不清楚风水师的地位 在此之前 你能想得到 有人凭借这种风水手段 做到这种地步吗 我们可是使用了碳框卫星 以及最先进生命探测仪器 才找到那蛇性生物 我们到现在 都还没确定那是何种生物 为何可以几百年不吃不喝 结果 你也看到了 原刚人力就能代替了我们的高科技产品 甚至能推算出 滴滴生物的生存方式 这种人 现在不拉拢 难道被敌对势力拉过去 得原刚一人 我们在华夏大区的预算 每年至少可以减少十亿以上 杰森 东南亚土地这么广阔 你认为我们需要借用多少次 而且 我们还拿不到第一手资料 M锅 就是吸血鬼 仅仅是将他们保存的资料 高价转卖给我们 但是我们还不得不买 要不然投资地点错误 那就真的是损失了 而现在不一样了 这原刚对华夏股书 很是感兴趣 我得在权限范围内帮助他 让他对GM组织有归属感 我们以后说不定 就能脱离M国的压榨了 要是他的能力 能运用到整个GM组织中 那我们组织 每年能省下来的资金 至少超过50亿美金 可惜了 我们的人 根本掌握不了周易文化 要不然 这华夏股书 绝对是好宝贝 现在 只能便宜圆缸了 望着远去的背影 杰森脸上 说不出的落寞 他是华夏通 但是 传承上千年的风水密术 他完全看不懂 要是他能学会 绝对会蜕变成 这个星球上 最炙手可热的人之一的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34集 我去 刚哥 你现在身价都不一样了 手里揣着几十万的手机 GM组织的资源这么厉害 恐怕 以后 我都得跟着你混饭吃了 GM天体研究中心外 王多多 驾车带着远刚离开了 他一脸羡慕地 朝着远刚说道 别看他现在是天龙公司的太子爷 在东林市 他也算得上是排名靠前的富二代 但是 这次跟着远刚 他算是开了眼界了 这GM组织 一看就是纵横全球的势力 一支永生药剂 居然高达一亿美金 那能使用永生药剂的人 资产都不用去想了 妥妥的几十亿 百亿级别呀 通过王德水的那一颗陨石 管中窥豹 他已经明白 他和GM组织的客户相比 那完全就是小草和参天大树的差距 几百万华夏币的陨石 居然敢报价一亿美金 最主要的是 居然还没人砍价 这才是真正打击王多多的地方 钱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钱买不到东西 那只能说钱不够 有钱能使鬼推磨 有大钱能通神 作为富二代的王多多 这次是真的懂了 你想多了 你还真以为天上会掉馅饼啊 这GM组织居然会对我们投资这么大 说明合作背后的收益 至少是我们收获的数倍 甚至是几十倍 要不然都不够GM组织的各种成本的 这几十万的GM手机 说送人就送人了 他们可是盈利性的组织 不可能做散财童子啊 袁刚看着王多多 一脸沉重地说道 现在他还什么事情都没做 结果对方一股脑的 就给了他这么多福利 从来没占过别人便宜的袁刚 心中也是慌的 虽然GM组织对于成员的管理 是自由散漫 接不接任务 完全看个人 但就是这种模式 反而让袁刚感觉不真实了 这完全就是江太公钓鱼啊 在一定的时间内 他们就像鱼塘里面的鱼 一旦有人忍受不住诱惑 不断地尝试兑换珍贵物品 然后再接任务 这一来二去的 恐怕这个过程 将伴随着某些成员一辈子了 袁刚甩了甩头发 将这些顾虑抛到脑后 现在考虑这些为时尚早 他不认为他值得GM专门盯着他 多多 之前你说的薪酬的事情 我现在再跟你说一次 这件事情 我的出发点 是为了保护仙桃村和果林 你完全没必要 给我支付额外的薪酬 啊 若是你过意不去的话 我有一个更好的建议 你啊 把这笔钱 拿去捐建学校 在贫困地区捐建小学 这笔直接给我 或者你花天酒地强多了 而且 这个事情一旦做好了 能够帮助你爹 续命成功的几率 会大大增加的 看着驾车中的王多多 袁刚认真地说道 刚哥 这不就是做慈善吗 现在我们这么忙 能不能等到以后再 不是不是 你刚才说 这事情对我爹恢复有帮助 哎 那这要怎么做啊 直接找慈善基金去捐款呢 还是直接去教育部赞助啊 汪多多开着车 一开始还没注意 但是听到袁刚说 这事情会对王有余有帮助 瞬间来了精神 一脸急切地朝着袁刚问道 这事啊 你得亲自让人去现场核实 要用王有余的身份进行捐建 这个呢 属于临阵磨枪 不过多少也会有些作用呢 积德行善 积累下功德 对于王有余的恢复 太有作用了 袁刚解释道 刚哥啊 怎么突然想起 捐建学校的事情了 是不是 这又是什么 曲线救国的新路子啊 要是这样的话 我再去捐几十万去 反正也没多少钱 这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 我这就去办 王多多单手开着越野车 另外一只手拍着胸膛保证道 我想起了昨天看到的那幅沙盘 其中有一种阵势 之前我没懂 看到激战选址 我明白了 这就是连横所迈的阵势 你只要知道 单一的某一个风水格局 也许没有多大作用 但是击杀成塔 当这些普通的风水格局 形成一定的规模 那就是可以堪比宝地的存在了 我之前在二龙村 已经看过那片地形了 那里虽然有些灵气 但是不足以 供给巨蟒百年使用的量 可是这百年巨蟒 竟然存活到了现在 那就说明 它在地下 虽然是沉睡状态 也在吸食灵气 灵气从来没有断绝过呀 这其中需要到的灵气量 二龙村那被斩了灵脉的废穴 是做不到的 看了沙盘上其他的基站 我算是明白了 这巨蟒果真是灵物啊 居然选择了在废穴中沉眠 整个九台市基站的布局 就如同棋盘一样 各种风水阵势点缀在其中 而二龙村那处山谷 就是中心所在 山谷中的灵气 虽然在消散 但是整个九台市的灵脉 却向着他输送灵气 袁刚沉声说道 随着他一览中山小一般 观看了沙盘 他参悟出了连横所迈的 风水局 他对于风水秘书的理解 也更上了一个层次 有点扩张到了面这个层次 看待风水问题 不再局限于某一个点了 刚哥 你说的这个 我就有些听不懂了 你能不能简单点 那你就跟我说 这事要怎么干 捐建哪个地方的学校 我呀保证圆满完成任务 王多多一头雾水地 朝着袁刚问道 行 很简单 七星灯全套 共计四十九盏灯 你爹需要捐赠四十九所小学 而且必须使新建 袁刚沉声说道 他知道 王多多接下来肯定要炸了 多多多多少 四十九所小学 王多多心情激动地 一脚踩向刹车 车子瞬间停在了路边 他一脸惊吓的表情 看着袁刚说道 袁刚说的数字太多了 他怀疑他听错了 是啊 新建四十九所小学 小学代表着新生之意 而四十九所小学的位置 分别对应着四十九盏七星灯 回头啊 我会整理一下捐赠的大概地址 你只要对应这些个地址 在贫困地区进行捐赠就行 袁刚看着王多多 一脸淡然地说道 我的哥哥也 还真是四十九所学校啊 这得多少钱啊 按照最低标准来说吧 一所学校造价 一百万华下币 这不就快五千万华下币了 我的哥哥 这可是半个亿啊 哎 你是不是看到GM组织 没让我花一分钱 心里不爽啊 你这可有点夸张了啊 王多多朝着袁刚叫苦道 捐赠也得有个限度啊 结果袁刚居然让他一次性 捐五千万华下币 而非他想象中的几十万 他想弄明白 袁刚说的这个事情 是真的对王有余有帮助吗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35集 我说刚哥 这会不会捐赠的有点太大了呀 王多多没有直接拒绝这个提议 而是一脸不解地望着袁刚 这段时间我前思后想 我现在能够传承到七星灯续命术 那么在我之前肯定也有人会这个秘书 那是为什么就没有听见有人续命成功呢 这恐怕不是遮掩不遮掩的问题 而是唯一人成功的问题 想要逆天改命 我之前可能想的有点太简单了 七星灯只是最基本的法器 有了基础法器 我们还要增加成功率才行 要不然那就是五五开 要么成功 要么失败 这就好像赌博一样 在历史上 有人利用七星灯续命成功 那时候的环境有很大的帮助 滑下大地 龙脉众多 七星灯中的气能量能够发挥到最大化 可现在呢 龙脉几乎毁灭 断断续续的 这就像蚂蚁乘坐着树叶过河一样 我现在要做的 是利用功德 将这河面铺满树叶 搭建起一条临时的灵脉 形成以七星灯维阵机的磁场 才能更好地解决 你爹身上的斩蕴树啊 哼 我知道你听不懂 你呀 先听我说完 然后再决定是否军剑吧 袁刚看到王多多想要开口询问 他直接出声 让王多多暂时闭口 等咱们拿到GM公司的陨石 你就拿去切割成大小均匀的四十九块 不用多大 两指大小就行 这些个陨石块 最后要放入新建学校的奠基石下面 捐建学校在风水之中是大功德 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艺人 动不动就捐建学校的原因 这样做的艺人 一般没有黑料或者黑料很少 这也就是功德对事业的助力 到时候呢 我再利用七星灯 将这冥冥之中存在的功德积累起来 从四面八方构建特殊的生命磁场 这一步啊 也是我突然才想到的 因为环境变了嘛 有些方法必须也要改变才行 而且能不能施展七星灯续命术 最主要的还是要看百年蟒蛇血液能否拿得到 我担心啊 所有人都低估了那底下的蛇星生物 那可能已经不是蟒蛇了 恐怕早已经化为蛟龙了 要不是龙脉被斩去 那绝对是要化龙的存在 GM组织不一定有能力获取到我们需要的血液呢 袁刚望着王多多几次张口欲言的样子 快速说完 一脸认真的看着王多多 刚哥啊 你这意思是 之前的都是空谈了 不管我们是否去捐赠学校 这百年巨蟒的血液没到手 那就根本用不到前面的布置啊 再说了 为何你就断定他们一定会失败呢 哎 你也只是听说的吧 难不成你还真能通过风水秘术 观察到无限远处的生物强弱 王多多一脸不相信的神色 朝着袁刚问道 刚才你有没有听杰森说啊 他们的仪器已经探测到 这蛇形生物有鳞片了 而且鳞片中还存在着能量 要是蛇的话 能量都是内敛的 别说是仪器了 你用手触摸 入手都是冰凉的感觉 根本不会有能量外泄的 所以我断定 这巨蟒 恐怕早已经蜕变成为胶了 你说 如果想要用仪器 透过厚厚的龙鳞 然后抽取它体内的血液 你说这胶龙 有没有反应 袁刚脸色凝重地向着王多多介绍道 蛇 哪怕是百年份的 也还在繁物之列 只要计划得当 想要捕捉一条百年巨蟒 那问题不大 可是 一旦蛇化为蛟龙 那就超脱出去了 成为了神物 任何人都没有接触过 这种等级的生物 真要是捕捉起来 GM有能力来应付蛟龙的反噬吗 龙在华夏的传说中 那可是翻江倒海 腾云驾雾的存在啊 根本就不是人力能抗衡的 这些神话传说 并非是空穴来风 虽然被人为夸张渲染 但肯定是存在的 要不然 根本编不出这种故事来 接触了奇门残卷 这本残卷 为圆刚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他已经能够接受 这个世界上 某些光怪陆离的现象了 他断定 这百米深处的胶 绝非善类 也许现在 他因为某些原因 被局限在此处 但是 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 那么 肯定有人 要为此付出代价的 刚哥啊 那咋办呀 我这学校 到底是捐还是不捐啊 哎呦 你也别让我考虑了 不就是钱吗 花了再赚回来呗 要是我爹没了 我再去哪儿找去啊 王多多也不再纠结 将他纠结的问题 直接扔给了袁刚 我的建议 肯定是捐呀 功德 是另外一种正能量 若是功德积累到一定数值 人的运气就会好起来 这么跟你说吧 我给你用一种更形象的说法 好比 我们现在去满天下地找蟒蛇血 若是功德加深 我们走在路上 说不定 一条受伤的百年巨蟒 就从我们身前游过 你只需要 去捐取蟒蛇血就行了 功德呀 不一定能够瞬间改变运势 但是他潜移默化之下 会改变一个人的运气的 说不定现在难以解决的 蛟龙血问题 等到捐赠完这四十九所学校以后 那或许就不再是问题了 袁刚看着王多多 深入简出的 阐明了功德的利害关系 哦 那行 刚哥 那就按照你的意思办吧 哎 我这就联系我爹姐 我们去捐学校 而且这个速度呢要快 至少呢要在GM市里取蛟龙血之前 不管真假吧 我也没什么回头路了 要是没有了爹 我这个富二代啊 就是一个饭桶 真要让我现在就接管天龙公司 与其被我慢慢的败光家产 那还不如现在倾尽全力救治我爹呢 哪怕是天龙公司没了 只要我爹活着 一切就都还有希望 听到袁刚的讲解 王多多开始了自我分析 毫不客气地说出了自身种种劣迹 哼 你倒是看得明白啊 不过你有这份孝心 倒也是难能可贵 我还以为你会眼睁睁地 看着你爹这样走了 然后你好上位呢 那行 现在啊 你赶快安排这个事情吧 一定要让专人去盯着电机仪式 陨石一定要放在电机石的下面 我估计时间有点仓促 最好是找媒体进行报道 我选的位置 一定在和M省相连的省份 太远的地方时间来不及 这个事情啊 可千万不能马虎 要不然无法形成连横所迈 构建的生命磁场也就不会全面 到时候七星灯续命术 肯定会受影响的 看着王多多一脸认真的表情 袁刚再三强调 每一块陨石都要专人盯着安排 要是某一所学校漏放了这块陨石 那么就无法和七星灯对应起来 续命术的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的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36集 收起了满脸的疑惑 王多多认真的听着袁刚的讲解 现在不管能否听得懂袁刚的解释 帮助王有余续命 对于天龙公司和他来说 都是背水一战 一口气捐赠49所学校 这事情对于天龙公司而言 那也算是个大项目了 在国内 一口气做出如此大捐款的企业 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啊 王多多不敢大意 这事还是得和他老爹沟通下 要不然 天龙公司未必会一口气 拿得出这么多的现金 用来做慈善 效率就是金钱 GM组织的效率 那是没话可说 杰森将他的想法 向着北欧总部一汇报 全票通过 GM组织强大力量 瞬间体现了出来 这不 天还没黑 一架装载有赤金和云铁的砖机 直接飞往了黑龙上 就在天龙公司还未筹集到五千万华夏币的时候 他们盼望已久的陨石已经抵达了九台市 杰森知道了打造七星灯需要的材料 虽然王多多没有提赤金的事情 但是杰森一起上报了 他想作为见证者 关注着袁刚利用他们包园的材料 进行这场足以载入史册的续命法术 要是袁刚和王多多拒绝了他提供的赤金 那么他恐怕还会担心 担心袁刚和他说的材料是否还有隐藏 若真到了后期 网友与续命成功 他们才能堂而皇之地提出续命套餐服务 要是有他们没有掌握的材料 掺杂在其中 那就无法提供垄断服务了 看似是GM组织吃亏 其实精明着呢 前期几十万赤金的投资 也就是毛毛雨而已 杰森已经收到了来自总部的指示 一定要为袁刚这位华夏风水师 提供最大的便利 亲眼见证续命奇迹的诞生 正是这些原因 使得GM组织总部成倍 运来了袁刚需要的陨石和赤金 袁刚只是说 陨石不能低于三千克 而GM组织总部 足足运来了超过三十千克的陨石 当袁刚收到通知 在九台市GM天体研究中心 看到成堆的陨石时 他心慌了 这GM组织付出的越多 他越感到惊恐 压力也就越大 这要是失败了 他会不会被GM组织拿去祭天啊 杰森啊 怎么这么多 这是要做什么 GM天体研究中心中 袁刚一脸惶恐地朝着杰森问道 这也算是我们GM组织的一种尝试 你尽管按照最高要求 打造法器 材料的事情 你不用管 我们只要录下 你使用续命术的过程 以及成功后的结果 我们就算投资成功了 你不用有任何心理负担 放心使用吧 使用的途径方法的话 让我们记录一下 这样以后 有富豪询问过程 我们也好有存档 这边 并不是空穴来风 杰森一脸笑意地朝着袁刚说道 早上他才接待了袁刚 然后他上报总部 没过多久 北欧那边 已经将他申报的材料 打包派专机送了过来 面对这种神速 杰森自然高兴 因为只有被总部认可的项目 才会享受到 这种朝发夕制的绿色通道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这两块大的陨石 你让人撑一下 我先要将它们切小 作为阵机 覆盖在各种灵脉的阵眼上 多多啊 你联系一下正希 他不是九台式食料厂的员工吗 你让他联系工人 帮你切割一下这两块陨石 那 每一块陨石上 要带上一点皮面 也就是陨石穿透大气层时 高温反应的这一面 切割完了以后 立刻安排人送回到天龙公司 其中的七块 每一块都要染上你爹的鲜血 作为对应主灯磁场使用 其余的四十二块就随意了 鲜血的效果最好 要是他身体太过虚弱 那只要沾染上毛发就行 然后装入红色锦盒 按照我之前告诉你的操作啊 主灯对应的陨石块 位置可千万不能放错了 圆刚朝着王多多吩咐道 现在外边天色已经暗淡了 想要切碎陨石 只能等到明天才行了 正好 天龙公司筹集的资金 也还要个几天才能到位 这个缓冲时间 刚好被用来安排前期宣传推广 缘 你说的这些什么锦盒 什么鲜血 这些是有什么特殊作用吗 杰森惊诧地朝着圆刚问道 他之前满心欢喜 因为他开始接触到 华夏神秘的风水文化了 结果刚才看到圆刚在那里各种安排 他瞬间就蒙圈了 这让他怎么见证啊 完全听不懂 这该如何汇报和讲解呢 哦 这是我根据王有余的生辰八字 以及他现在的状况 考虑到了天龙公司现有的风水问题 然后通过区分周边省份地势上灵脉走向 引导性地构建临时灵脉通道 等七星灯被激活以后 通过特殊的方法 将这些陨石块所在的地区灵气凝聚起来 形成一个生命磁场 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 对王有余的身体进行滋养 从而 圆刚说得滔滔不绝 而杰森一开始的脸色只是不解 然后变得苍白 接着变得惨白 再往后 他茫然地听着圆刚哗啦哗啦哗啦地说着什么 至于说了什么 他根本就不知道啊 这场面就像一名年纪轻轻就秃了头的程序员 对着一个外行跟他讲解JS网页搭建 服务器工坊等等 看着程序员口若悬河 麻烈地敲击着键盘 那感觉就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 可实际上呢 外行人熟悉后端组成的每一个元素和字母 但是当这些字母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瞬间的感觉就是让他说出 圆周率相成的结果一般 安妮 你来记录这一切 我出去透下气 杰森伸手扯了下领带 一脸尴尬地向着秘书安妮说道 他实在不想待在这里了 袁刚那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 到了他这里 他完全就是一个傻叉呀 亏他还自认为是个华夏通 有些华夏人对于华夏的文化 甚至还没有他了解得多 结果现在他被袁刚摁在地上摩擦 王多多那种富家二代 都能跟得上袁刚的脚步 为何到了他这名全球精英面前 他发现他什么都不是啊 难道华夏几千年的文化传承 还看人种 要不然我没有理由学不会啊 杰森走出守卫森严的房间 满脸无奈地自嘲道 学不会风水文化不是他的错 而是华夏的风水文化会挑人 此刻的杰森 脑子早已没有了之前 躊躇满志的气势 他已经不知道 要如何记录袁刚的行为了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37集 等GM天体研究中心的人 当着袁刚的面 称重完陨石以后 就直接交给了王多多 王多多也不客气 直接将两块超过三公斤的陨石 拿走了 看着这满地的陨石 袁刚不禁感叹起来 这西方的富豪 求生欲还真是挺强的 也多亏了他们都想活命的欲望 这才聚集了 这么多的陨石送过来 要是按照之前的计划 他若是只制作七星灯 三公斤的陨石足够了 然而 若是想要切出 四十九块的陨石块 那无疑只能放弃这个计划 杰森啊 那我们现在 等你的好消息了 要是专业捕蛇团队到位 那我们就直奔那处山谷 时间越早越好 时间拖得越长 对我们来说 就越是麻烦 万一那条巨蟒苏醒了 我们恐怕 就难以取到蟒蛇鲜血了 袁刚走出GM天体研究中心 朝着在外透风的杰森说道 愿 你就放心吧 那条蛇星生物 我们在几年前就关注了 它一直保持着同一个动作 要不是还有微弱的生命迹象 我们都以为 那就是以死物 所以我们才立想研究 毕竟遗税 就是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生物 这比太平洋 龟岛上的长寿龟 更让人意外 你就放心吧 我聘请了三支 国外最顶尖的捕蛇团队 他们都是在亚马逊 活捉过十余米 森然的专业团队 对付这一条深睡中的蟒蛇 简直就是给他们送钱 杰森一脸轻松地说道 现在他召集的专业团队 正在各大洲汇聚 向着华夏九台市而来 对于存活上百年的蛇型生物 专业的捕蛇团队 也是欣喜若狂 这能增加收入的同时 还能增加他们的战绩 这可是不可多得的宣传啊 如果GM组织评估说是 超过百年的巨蟒 那信息绝对错不了 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巨蟒 他们在亚马逊 虽然也有过类似的战绩 森然体型巨大 十余米的森然 不一定有百年 大部分都是夸张出来的 而现在 摆在他们眼前的 可是货真价实的百年巨蟒啊 当GM组织一发出征集令 有些顶尖的捕蛇专业团队 甚至不用任何酬劳 想要来华夏刷战绩 杰森 一定要小心啊 我担心 那可不是简单的巨蟒 获取鲜血之前 我们最好要有完好的计划 要不然 我担心在地底百米深处 我们若是出现意外 那简直就是无处逃生啊 袁刚善意地向着杰森提醒道 袁 你不用紧张 我知道你说的 你们华夏对于神龙都是莫名崇拜 但是 这蛇性生物仅仅是活得久远一些而已 并不是华夏神话中 能腾云驾雾的神龙 你太过担心了 那种会飞的神龙 是不存在的 它只是你们某些原始不足的图腾 然后流传了下来 听到袁刚的安慰 杰森毫不在意地笑道 反而开始向着袁刚说起了华夏神话 看到杰森这种态度 袁刚不再继续劝说什么 因为不管他说什么 杰森都只会当个故事看待 对于这种人 非要当故事演变成事故时 他才会当真 袁刚挥手告别 直接钻进了王多多的车里 多多 你先送我回酒店 我再看一下 之前选的地址有没有问题 要是有不对的地方 我再通知你 然后你准备一下 这陨石一定要让正希找信得过的人 可千万不能出现纰漏啊 袁刚朝着王多多安排道 现在陨石赤金已经到位了 距离获取蟒蛇血还有一段时间 他必须在这段时间内 将所有的环节都考虑进去 并且做好准备 一个月的时间 越到后面越不够用 现在每一分钟都值得珍惜 行 刚哥 你放心吧 我已经联系上正希了 他让我联系他在石料厂的兄弟 他已经打过招呼了 切割隐石这事啊 他们拿手着呢 今晚就可以按照我们的标准 进行切割 待会儿啊 我过去盯着 今晚通宵 也要把这隐石块给切出来 明天早上就让人送往天龙公司 王多多朝着袁刚认真的说道 他发现 从出发到现在 这才是他有利用价值的时刻 在此之前 他存在的目的就是败家 王多多很快将袁刚送回了酒店 而他则按照正希给他的电话 找到了正希的同事 姚圣 嘿 圣哥 这两块陨石就麻烦你了啊 我等着急用 酒台式石料厂中 王多多朝着一中年男子说道 现在已经是夜里十点多钟 本该是工人休息的时间了 王多多对于让别人通宵帮忙 还是有些不好意思的 他决定等切割出 他需要的陨石块后 一定给对方一个大红包 小事 希哥已经和我说过了 现在我们先过下秤 三千五百六十克 待会切割完以后再复秤 这是我们这行的规矩 您看一下 姚圣一脸客气地说道 麻烈地接过王多多手中的陨石 熟练地将其称重 靠谱 圣哥 那您先忙着 我现在点点宵夜 待会累了休息的时候吃 王多多看到业务素质过硬的姚圣 满心欢喜地说道 这确实是正希介绍的人 做事真靠谱 他之前已经在GM天体中心称过一次了 不管对方负不负秤 重量他是知道的 姚圣称出来的陨石重量 和他在GM天体研究中心称的是一致的 这就是他对于姚圣有好感的原因 第一次熬夜做监工的王多多显然是不靠谱的 一开始还能坚持自己的任务 切割出来的陨石块一起复乘 重量损耗不会超过百分之五 看着哈欠不断的王多多 姚圣一脸关心地问道 行 那我休息一下啊 太困了 圣哥啊 你要是提前切割好了 喊我一声啊 王多多伸了个懒腰 一脸疲惫地朝着姚圣说道 看着姚圣满脸关心他的模样 王多多选择了相信姚圣 哪怕是陨石切割损耗多一些 他也不会对姚圣有什么不满 这回他可是深有体会 切割尖里飘满了粉尘 在这种状态下 对于人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对于那些用生命健康在赚钱的人 他觉得对方确实辛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门残卷 作者抽烟的老鬼 演播三壶茶 第138集 疲惫不堪的王多多钻进越野车中 很快便陷入了沉睡之中 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七点多了 姚圣敲击着车窗玻璃将他唤醒了 兄弟 四十九块已经切割好了 还剩下一点碎末 现在你过去看一下 姚圣满脸疲惫地朝着车里的王多多说道 王多多满脸歉意地下车 跟着姚圣来到了切割间 称重的秤板上 整齐地摆放着四十九块长方体的陨石块 以及一些指甲盖大小的碎末 呦 三千五百克 技术不错啊 损耗这么低 行 圣哥 你给我用袋子装起来 真是谢谢你了啊 这个红包啊 你拿着 王多多客气地 从裤子厚袋中 拿出了一个红包 递给了姚圣 一副不容拒绝的语气 朝着姚圣说道 哎呀 拿着拿着 你就别客气了 大家出来不都是为了钱吗 这也是你应得的啊 看到姚圣没有伸手 王多多强行塞进了姚圣的衣兜里 他从切割机旁拿了个布袋子 直接将陨石一块块地装进了袋子中 不得不说 GM组织提供的这些陨石 品质那是真的高 切割后的陨石切面 直接透露着银白色的金属光泽 看着就知道 这些陨石块不简单 行 圣哥 那谢谢啊 你可帮了我大忙了 我呀 先把这陨石送回去 嘿 改天有机会 我请你啊 王多多将装有陨石的袋子放入车中 一脸豪气地向着姚圣感谢道 客气啥 以后有需要帮忙 直接来找我 姚圣客气地朝着王多多说道 目送着王多多离去 他用手捏了捏王多多给他的红包 脸上笑意更浓了 做他们这一行的 陨石可是天价呀 不是谁都有本事切割陨石的 总有人送礼 拜托他帮忙切割陨石 毕竟 切少几十克 那是正常情况 但是对于卖家来说 那就是巨大的损失 而他 也早就练就了一手绝活 掂量着红包 就知道里面的金额 他刚才这一年 王多多的红包 已经超过了他的月薪了 对于帮助王有余续命这件事 已经是天龙公司 十万火急的事情 王多多才将切好的 陨石块送到宾馆 他的保镖雷子 已经就位了 在GM组织员工的陪同下 雷子驾车带着这四十九块陨石块 朝M省的天龙公司市去 王有余要在贫困地区 捐赠四十九所小学 这件事情 已经在媒体的宣传下 朝着全国范围内 传播开来 天龙公司的名气 也逐渐被大部分人所知 但大部分人都以为 这是天龙公司 打广告的方式而已 不会真的捐赠 这么多学校的 众多吃瓜群众 还在目瞪口呆之际 他们都还来不及提出质疑 天龙公司 却已经公布了 捐赠的学校信息和地址 并且附带的转账记录 已经就位 整整四千九百万花下币 这一条正能量的信息 瞬间引爆了整个M省 甚至连远在黑龙省的袁刚 都能从酒店里 听到这则新闻 王有余捐赠四十九所学校 这则新闻迅速冲上了热搜榜 并且长期霸占了榜首位置 在众多吃瓜群众 还未反应过来之际 第一批捐赠的学校 在当地领导的主持下 已经展开了奠基仪式 这愈发让吃瓜群众大感吃惊 这天龙公司还真是良心企业啊 一时间 天龙公司和王有余 成为了全网的慈善大使 时间转眼即逝 一个星期以后 四十九所学校 已经有过半完成了奠基仪式 着手开工建设了 而杰森的专业团队也陆续就位 足足十余人 包含了当今世上 最顶尖的捕蛇高手 看着他们精良的装备 袁刚和王多多深感对方 还真非浪得虚名 每一名捕蛇人都恐无有力 煞气重得惊人 这些人肯定早已见惯了生死 习惯了在危险边缘徘徊 随着捕蛇人全部到齐 一行人在杰森的带领下 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松树镇 因为时间紧迫 他们没有在松树镇停歇 镇上的人只是看到车队经过 对于这些外国面孔的车队 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松树镇本就属于黑龙省边疆地 经常性地能看到边民互视的外国人 随着车队驶过二龙村 经过龙凤山谷时 袁刚心头一颤 抬头观看着山谷中央的残风 一股不好的念头瞬间涌上心头 哟 刚哥 怎么了 还担心这山倒下来啊 看到袁刚表情凝重地盯着不远处的残风 黄多多不由地打去的 他看着浩浩荡荡的越野车队 心中忽然萌发出了一种越野的激情 他们现在可是兵强马壮 他们一定能顺利拿下这蛇形生物 好 没事 看到这残风 我在琢磨 这山峰的断面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为什么只剩下这下半截了 这种奇怪的地貌还真是少见 看到王多多问起 袁刚摇头说道 大自然太神奇了 什么奇怪的地貌地势都可能存在 他不禁感叹人力渺小 这世间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那蛇形生物就在下面 待会儿我们打通最后一道土层 我们即将面对历史上 从未出现过的百年巨蟒 杰森激情的声音在前方传来 他已经开始了捕蛇前的动员大会 众人纷纷进入天体观察中心的基站 顺着已经建造完成的螺旋阶梯 不断向着地下走去 这个工程 GM组织已经暗中开展了数年 虽然目标是百米深处的地下 袁刚走在阶梯上 却一点也没感觉到压抑 反而还有一种醒脑的感觉 多多啊 这越是往深处走 这里的环境在灵气的影响下 就越是好啊 若是有人居住在这地方 那身体绝对是无病那一种 可惜啊 就是这地方距离地面太远了 而且也荒凉了一些 要不然啊 还真挺适合用来养老的 感受着空气中传来的湿润感 袁刚向着身后的王多多科普道 啊 刚哥啊 你说 这是不是就是那巨蟒存活的原因啊 难道真的有生物 光靠吸食空气就能够存活啊 王多多深深地吸了一口湿润的空气 疑惑地向着袁刚问道 是啊 这是肯定的 我们人类没有发现 不代表不存在啊 这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蛇冬眠能够百年不吃不喝 这条巨蟒早就达到了壁谷的境界 已经可以依赖空气中某些成分而存活下去了 这厚重的土层 没有几百年的演变 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程度 用手触摸着裸露的土层 袁刚一脸确定地朝着王多多说道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39集 愿 你过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探测仪器的扫描结果 现在这土层隔壁就是那蛇型生物 仪器上显示 这蛇型生物上的鳞甲 已经达到了五毫米铝合金的能量强度 这恐怕不是蟒蛇 我们怀疑它应该是变异了 这种强度的鳞甲已经可以当作汽车防撞钢梁使用了 这不太像是蟒蛇身上能长出来的 螺旋阶梯最底层 杰森一脸严肃地朝着袁刚说道 袁刚挤过人群 走到土层上的探测仪器前面 他发现老外的高科技产品还真的是厉害 仪器显示中 这巨蟒的周身能量波动都能被仪器获取 能量不停地变换着颜色 和巨蟒呼吸相协调一致 袁刚沉声观察 结果很快便发现了让他惊恐的事情 这巨蟒的舌头位置 有一团能量始终在头顶位置凝固不动 哪怕是周身鳞片上有能量流转 这巨蟒头顶位置处的能量团却是异常地沉稳 就好像被冰封住一般 杰森 我怀疑这恐怕已经不是百年巨蟒了 这是一条接近千年的蛟龙啊 若是在古代华夏 这已经就是神龙的存在了 你看这里 头顶位置 呈现出三角锥形的能量团 这就是龙角啊 胶是超越蟒蛇的存在 因为某种特殊原因 它在这里沉睡 我们还是不要打扰到它 若是我们的计划成功 取到血液就赶快离开 这胶一旦再进化一步 这里就不是三角锥形了 而是一顶类似于王冠的存在 人力可难以视它的对手啊 袁刚双眼盯着仪器上的成像 表情凝重地朝着杰森说道 嗨杰森 这里面的蛇形生物 真的有接近千年 那岂不是是地球上 最年长的生物了 我们这下发达了 袁刚身旁 一彪形大汉 满脸惊喜地朝着杰森问道 他听懂了袁刚的话语 几十年和百年是一个跨度 而千年的差距 那就是举世瞩目啊 袁 里面真的是蟒蛇 还是说 是你说的千年的蛟 看到袁刚的表情 杰森沉声问道 这要是千年的蛟龙 那么他可真就赚大发了 我说的是华夏记载的千年道行 你可以理解成接近千年的存在 相当于他通过吞噬能量 快速成长 现在的能量强度 已经堪比正常的千年蟒蛇了 而实际情况 也可能是他营养太好了 也许只花费了数百年 就完成了其他蛇 千年才能完成的结果 哦 还有一种可能 也许他早就是超过千年的焦 因为被困在这里 能量流逝 能量强度 早已不是巅峰时期 已经下滑到现在的程度 所以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你们不能够将他当作是蟒蛇来看待 要不然 肯定会吃大亏的 袁刚望着一脸热忱的捕蛇者 他担心地提醒道 这是一条接近千年的蟒蛇 看着很厉害 其实啊 它已经很虚弱了 这可是我们成名的好机会 哇哦 标形大汉听闻袁刚的介绍 一脸兴奋地朝着身后的人群说道 愿 你们靠后 这件事就交个专业捕蛇人来完成吧 这毕竟是你们华夏中的神话存在 你们畏惧的话 就躲在后面就行 看着兴奋的人群 杰森一脸客气地朝着袁刚说道 看到这一幕 袁刚二话不说 直接朝着螺旋楼梯走去 静止走到了最后方 刚哥 你真的就这样认怂了 不给他们点厉害看看 王多多一脸奇怪地朝着袁刚问道 他知道的袁刚无所不能 怎么可能会向着这些老外低头呢 待会儿别出声 只管看戏就行 我让你跑的时候 我们就赶紧往上跑 可千万不能跨进去 听见没有 袁刚看着被喜悦冲昏头脑的人群 他脸色凝重地向着王多多说道 在机器的撞击下 杰森安排的人很快便在土层中开凿出了直径一米的空洞 之前扫描到的空间已经暴露在了众人眼中 射灯 随着杰森开口 一盏盏早已准备好的高强度射灯 直接照亮了蛇形风物所在的空间 真漂亮啊 哦 fuck 这东西要是拿到外面 我们都发财了 这蛇窝可真奢侈啊 居然铺满了这么多闪亮的晶体 透过孔洞 人群中爆发出了惊奇的议论声 很快便有人举着射灯穿过了孔洞 独留下袁刚和王多多在最后 诶 刚哥 他们刚才看到什么了 居然那副见鬼的表情 诶 诶 诶 让我也看一下 卧槽 王多多急不可待地 伸头朝着对面的空间望去 顿时口吐芬芳 直接卧槽起来 袁刚顺着射灯望去 他早已准备的平静心情 不争气地激动了一下 只见一条体型巨大的蟒蛇 盘旋在了蛇皮堆中 之前一气探测到的能量成像 居然只是这巨蟒身旁 褪下的蛇皮 蛇皮在射灯的照射下 栩栩生辉 如同纯银打造一般 难怪刚才的人群会激动 这蛇皮拿出去 那简直就是天价呀 反观那盘踞着的巨蛇 蛇林有黑 蛇灯照在上面 居然没有光线折射出来 兄弟们 这是一条刚退皮的猛蛇 现在可是它最虚弱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发财了 标形大汉 触摸着荧光闪闪的蛇林 双眼盯着沉睡中的巨蟒 一脸贪婪地朝着众人说道 杰森 先取蛇血 看到这群捕蛇人 已经陷入了狂热状态 袁刚连忙朝着不远处的杰森说道 Jack 避免这时候 待会儿会被你们弄死 现在先抽血 杰森 朝着袁刚 比了一个OK的手势 他出声朝着 标形大汉命令道 哈哈哈哈 杰森啊 放心 我们记着呢 蛇血是任务目标 活捉这蛇以后 我们利益平分 标形大汉 哈哈大笑 说完 直接朝着身旁的助手挥手 准备工具 一支特制的超大型注射器 出现在了他手中 看好了 这巨猛现在刚退皮 蛇皮是最虚弱的时候 我们现在哪怕是用刀切它 它也苏醒不过来 杰森毫不在意地说道 手上的动作分外迅速 手臂大小的注射器 很轻易地就刺破了蛇皮 看到注射器中 不断翻涌的鲜红蛇血 袁刚看得眉毛直跳 多多 快退后 情况不太对 胶不可能这么虚弱 这里肯定有问题 哎 杰森 给我一盏射灯 袁刚大声朝着杰森说道 冥冥之中 他感觉不妥 但是又说不上来 他打算用射灯打量下周围 看一下这里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而眼前的胶就像一头猪 居然任人宰割 这在袁刚看来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呢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门残卷 作者抽烟的老鬼 演播三壶茶 第140集 结果探照射灯 袁刚向着四周黑暗的地方照去 结果 入眼的景象不禁让他倒抽了一口冷气 照明度极高的射灯 居然照射不到远处的墙壁 在不远处的空气中 就像弥漫着冬天里的浓雾一般 能见度极低 刚哥 这地方好像就只是一个平台啊 你看那边 下方就是一条巨大的裂缝 这要是不注意 掉进去了 恐怕连尸体都找不回来 王多多站在袁刚身后 指着另外一边的景象 向着袁刚说道 袁刚闻言 连忙扭转他手中的射灯 他能看到 近乎实质的气流 从地缝里不断向上涌来 这正是他们所在的地点 空气湿润的原因 这幅景象 若是放在地面或者山上 那绝对是仙家宝地啊 可是在这里 恐怕就是险地 你看那边 这蛟龙 恐怕是被封印在这里的 所以他数百年都未能动的 我们若是不踏进这封印阵法之中 他再折腾也伤害不了我们 可是现在就不好说了 哎 你看见地面上那些纹路了吗 这地方并非天然生成的 这个断层 好像和我之前在山谷中看到的 残风相匹配 也许这就是倒置的残风上部啊 袁刚不断地照射着巨蟒周围的平台 他发现了一幅幅阵图 互相交织在一起 有黑一片 要不是他专门用射灯照射着地面 根本看不出来这些凹凸不平的符号 啊 刚哥 这恐怕只是巧合吧 这不是人力可以办得到的呀 这里距地面上百米深啊 几百年前的古人怎么做得到啊 王多多诧异地望着袁刚说道 不是他不相信袁刚 而是这种事情太过玄幻了 接受了义务教育这么多年 他分得清历史故事是否属实 大部分内容都是为了鞭策后人而进行修饰的 结果现在袁刚告诉他 这里面的事情更加神秘 这不是要打破他的世界观吗 灵气化物 这应该是通过某种能量转换 灵气化为了这封印大阵的动力 数百年来一直维持着阵法运转 所以这蛟龙才能够一直沉睡 可是现在他们贸然闯进去 一旦打破了封印 恐怕 袁刚一脸担心地望着兴奋的捕蛇人说道 这群国际顶尖的捕蛇人 已经忘乎所以了 特别是看着注射器中翻滚着的鲜红血液 他们只差开香槟庆祝了 对于GM组织和这群人的合作 袁刚也知道了一些细节 捕蛇团队帮助GM组织取到蟒蛇血液 这是任务的基础目标 这部分收益全部归GM组织 取完蛇血以后 不管是猎杀百年蟒蛇也好 还是活捉也好 收获的利润 GM组织和捕蛇团队五五分 看到他们这么快就取完蛇血 剩下的收益自然就是赚来的 对于他们的捕蛇经验来说 这比他们在亚马逊捕捉森燃还要容易 连陷阱都不用布置 直接就可以抽取到蟒蛇血液 袁 这一瓶百年居蟒蛇血 你先收好 这也是GM组织答应你们的 就在袁刚还在四处观望时 杰森已经提着保温箱过来了 一脸诚恳地朝着袁刚和王多多说道 杰森 取到蟒蛇鲜血 任务就算完成了 现在还不打算撤退吗 袁刚示意王多多 接过杰森手上的保温箱 他一脸担心地朝着杰森问道 他看到了保温箱中 开水壶大小的保温瓶中 满满的一瓶子鲜血 足够王有余使用了 甚至还能分出一部分 给GM组织作为科研使用 袁 我们GM组织善于探索 你可能不知道这条蟒蛇 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这里的成果一旦公布出去 那就是世纪新闻 接近千年的生物 我们不仅要抽取它的血液 还要活捉它 等我们将它运回到M国 M国的生命科学家 一定会和我们合作的 到时肯定能解开寿命枷锁 这是造福全人类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要撤退呢 这条蛇你不用担心 刚才你们也看到了 它经过数次褪皮 早已变得虚弱不堪 连我们用大号针筒抽血 它都没反应 活捉它 也就是顺手而为的事情 我们干嘛要浪费机会呢 杰森看到袁刚脸上的担心神色 直接拍了拍袁刚的肩膀 示意它不用担心 杰森 真的不能当作蟒蛇来看待啊 它是胶 实力强大的胶 它现在这个状态 是极其不正常的 我们抽血的过程 已经在刺激它复苏了 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要是一旦这种沉睡状态被打破 那么它肯定就会复苏的 到时候我们所有人 都有可能逃不出去啊 袁刚看到杰森 一点也不重视他的提醒 再次力声说道 袁 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 但是 这胶也好 蟒蛇也好 这对于我们的专业团队来说 它就是长得比较大的蛇 活得久一些而已 我们这里这么多人 一人一条绳子 也能将它捆住 更何况 它还在沉睡中 你们先上去吧 这毕竟 是你们传说中的神物 你们不敢冒犯 也正常 杰森看到袁刚 反复谈及安全问题 他心里已经默认为 袁刚怕了 出于照顾袁刚的目的 他提出了 让两人回去地面的建议 毕竟 两人又不是专业捕蛇团队 留在这里 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随着急促的警报声响起 三人寻声望去 只见 之前挂在土层上的扫描仪 红灯闪烁 不停地发出警报声 该死 这蛇要苏醒了 这能量强度上升得很快 杰森钻进孔洞 直接按停了警报 一脸懊恼地骂道 袁安 这是正常情况 要是我们这么剧烈地抽血 他还没反应 那我都要怀疑 他一定是死了 我们有专业的团队在 这种局面 很快就能控制住的 杰森一脸自信地 朝着袁刚和王多多说道 说完 他连忙转身 钻进了孔洞 直接朝着 正在抽取蛇血的杰克 大声吼了起来 杰克 打麻醉剂 这蛇体内能量强度 正在快速上升 应该是我们的抽血动作 刺激到他了 你们都轻一点 这可是宝贝 多多 快提好保温瓶 你爹能不能续命成功 就看这一瓶蛇血了 现在我们最好 以最快的速度赶快往上爬 这里距离地面 足有一百多米 希望时间还来得及 袁刚放下射灯 一脸严肃地 朝着王多多说道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一百四十一集 耿哥 真的有这么夸张吗 会不会是你看错了呀 这杰森看了都不紧张呢 王多多双手互助保温箱 满脸疑惑地 向着袁刚问道 他大学几年 都是混过来的 对于纯英文操作界面的探测器 他根本就看不懂 只能看到 之前轻微波动的能量团 在快速地变化颜色 由一开始的浅红色 逐渐向着深红色转变 旁边的曲线图 如同直线一般向上飙去 根本不知道极限在哪里 杰森 仪器上已经显示 三S机提醒了 这能量完全激活后的极限 至少是人体能量的百倍以上 赶紧逃吧 这胶可不是一般的生物 它通过吸食空气中的 灵气能量存活 你们的麻醉剂 很可能起不了多大作用的 反而会让它凶性大发的 袁刚看到鲜红色的界面 陡然变色 通过孔洞朝着杰森喊道 说完根本不再停留 直接向着螺旋阶梯上方跑去 东东 加快速度 保护和保温箱啊 你老爹的命可就交在你手上了 百年巨蛇 可以称为蟒 而千年的 极为骄了 骄的攻击方式 已经超脱了蟒蛇 它不仅会吞 撕咬 缠绕等等 它可能已经掌握了一些精神力的攻击方式 能在灵气温运之地存在上百年 哪怕石头柱也会变得通人性的 更何况 这种灵气浸泡出来的胶 它距离苏醒已经不远了 我不知道 它的攻击范围是多大 现在下面的人 要是跟着我们一起跑 那还有机会活命 但是他们要是铁了心 要活捉那个胶 那就没办法了 杰森要是听劝的话 就应该收手 袁刚气喘吁吁地向着王多多解释道 虽然累 但是他们不敢停歇 两人手脚并用 只求尽快能够逃到地面上 一旦蛟龙发动特殊攻击 这区区百米的距离 不足以给袁刚 带来任何的安全感 Boss 这灵片变化了 一般的针头打不进去 硬度比刚才提升了好几倍了 一名皮肤有黑的中年人 向着杰克问道 启动特质针头 将高脊量的麻醉剂 用注射的方式 直接打进这蟒蛇体内 杰克毫不慌张 抽出了注射器 他能明显感觉得到 抽出的过程中 已经有了一种阻碍感 他熟练地更换了针头 只见这特质的针头 在他的操作下 如同电钻一样 朝着蟒蛇体内钻去 翻咬的蛇血 再次喷涌而出 使用狼牙针头 功率P3 你们强行注射麻醉剂进去 杰森 你盯着这蟒蛇的能量强度 要是麻醉剂作用小 那我们只能够用钢绳网了 杰克一脚踩在 巨大的蟒蛇身上 指点江山地 朝着众人说道 杰森看到 数人熟练地 在给蟒蛇注射麻醉剂 因为这蛇 一直在沉睡中 他也看不出效果来 听到杰克的安排 他索性 再次钻出了孔洞 回到了螺旋阶梯最下方 盯着墙上的探测 一看了起来 能量强度增长过程已暂停 正在缓缓回降 麻醉剂有作用 看了一眼 显示器上平缓的数据线 杰森一脸兴奋地 朝着孔洞内喊道 嘿 兄弟们 加把劲啊 继续注射麻醉剂 争取让这条蟒蛇 睡到M过才能醒过来 哈哈哈哈 我们都将被记入史册 这就是华夏千年的蟒蛇 他被我们活捉了 杰克直接踏到了蟒蛇身上 朝着正在打麻醉剂的团队成员高呼道 几名身材健硕的黑人 朝着杰克秀了秀肌肉 满嘴兴奋地仰天乱吼着 圆的胆量实在是太小了 这蟒蛇虽然看着吓人 其实也就这样 根本经不起折腾 不过 也能理解 这毕竟是他们华夏的图腾 他也不敢冒犯 西方的龙 就是大蜥蜴 其实就是巨大的蛇 这就是文化差异造成的 最后以鹅传鹅 将他们神化了 实际呢 他们的实力不过如此 杰森看着已经稳定的仪器面板 又抬头看了看 螺旋阶梯上早已消失的身影 最终忍不住自我吐槽起来 愿是风水师 在华夏文化中 风水师能趋机避凶 他既然选择躲避这条巨马 难道是提前知道什么 他屡次提醒我 难道 就是风水文化的天机不可泄露 我是不是该注意一下 杰森看着孔洞另外一边 已经成为欢月海洋的捕蛇人 他脑海中又浮现出了 袁刚刚才几次劝说的场景 算了 我就不进去了 反正也没多远 有什么事情 直接说就行了 杰森打定主意 他要留在孔洞外面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短时间内 他不想暴露在蟒蛇附近 在通道中 至少有厚厚的土层隔着 蟒蛇哪怕苏醒过来 也没有办法撞碎墙壁 攻击到他 更何况 他并不是没有任何准备 他背包中 可是还带着重武器呢 一块能将激战 移为平地的TNT定时炸弹 这是他为了以防万一 而悄悄带进来的 连圆刚都不知道 他随身背着一块TNT呢 这是什么情况 能量强度不是开始下降了吗 为何会剧烈波动起来 杰森收回思绪 当他的目光再次放到探测仪上时 他瞬间蒙圈了 这是麻醉剂不起作用 还是蟒蛇的能量强度太大了 高剂量的麻醉剂 居然都不能将蟒蛇 拉入深层次的睡眠中 杰森 采用B计划 蟒蛇体内的能量强度 停止下降了 似乎在和麻醉剂一起反应了 这对于我们来说 不是好消息 赶快使用钢声捆绑 杰森急切地朝着孔洞内吼道 他再次转身盯向了探测仪 结果让他惊恐的事情发生了 探测仪上剧烈波动的线条 再次发生跃迁 不断地刷新着一个个记录 熟悉仪器的杰森 已经不知道要如何表达 他内心的恐惧了 这种能量强度 已经超越了蓝鲸 蓝鲸可是重达几十吨的生物啊 它们根本不在同一个量级上 让他惊恐的事情还未停止 蟒蛇体内的能量强度 已经跃迁超越蓝鲸数倍 达到了一个 小型火力发电厂的数值 然而这一切 都是从沉睡中的巨蟒身上探测来的 这种能量强度的生物 居然还未清醒过来 那要是活动状态 该将是多么恐怖的存在啊 快 马上用钢身固定 撤退 赶紧撤退 这巨蟒要苏醒了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必须撤离 杰森惊恐地 向着专专业团队吼叫道 他早已语无伦次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42集 完了 已经超出测量极限了 杰森看着满屏幕的乱码 他无奈地叹气道 之前测试的时候 出现过一次乱码情况 那是他们用探测仪器 对着一座核电站检测 结果仪器瞬间就瘫痪了 虽然眼前的蟒蛇体内能量 远远达不到核电站的标准 但是也超越了 他们能对抗的范畴 嗯 会不会是仪器坏了 这么高的能量显示 这是TNT爆炸才能产生的效果 这蟒蛇 是怎么保存这股能量的 人呢 怎么半天还没人出来 还这么安静 慌乱中的杰森自言自语道 结果他发现 从他发出通知到现在 已经超过了将近半分钟的时间 居然没有任何一人 从低矮的孔洞中钻出来 他不得不怀疑 是不是仪器出问题了 杰森低下头 透过孔洞向着里面望去 结果 他发现了令人悚然的一目 数十名捕蛇人 居然非常有默契地 保持着之前的动作 好像是时间被定格一般 他们一动不动 有黑的肤色在探照灯的照射下 显得很是圣人 杰森 别开玩笑 赶紧出来 蛇是依靠感应人体温度来追踪猎物的 你们一动不动 并没有任何躲避效果 杰森看到捕蛇人领队杰克 刚从蟒蛇身上跳下来 此刻还屈膝在地 保持着准备站立起来的姿势 杰森以为这是对方的恶作剧 顿时大声提醒着杰克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这种地方恶作剧会死人的 后面那条蛇的能量强度 已经超过了蓝筋数倍 他的身体密度极大 我们这几人根本搬不动他 反而还会陷入到危险之中 别玩了 赶快撤退 看到没人理会他 杰森顿时咒骂起来 在杰森的咒骂声中 终于有人开始有动作了 其中一名身材瘦弱的白人 扔掉了手中的射灯 从背包中抽出了砍树用的斧头 对着空气劈砍起来 见到有人回应 杰森心中的担忧消散了一些 他决定出去以后 一定要好好地收拾一下这些人 在百米深处 这种幽暗的地下恶作剧 这是要有多大的心脏啊 搞不好能吓死人的 现在 李克给我出来 不要再考验我的耐心 你们这是不配合任务 我会抠出你们的佣金的 杰森躬身探头 朝着另外那些 还在一动不动的捕蛇人 言声说道 随着杰森发话 数十名捕蛇人瞬间动了起来 因为探照灯都被扔在了地上 倒是杰森看不到众人的面孔 以为他的威胁起了作用 看着不断从背包里拿出武器的众人 杰森大感不妙 难道这些人还想凭借冷兵器 制服这条千年大蛇不成 杰森 这现在赶快推出来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这就是一条蛇形的霸王龙 我不是在开玩笑 你们必须终止捕蛇行动 杰森不停地朝着忙碌起来的人群呼喊道 可惜 他的举动注定是徒劳的 居然没有人朝着孔洞走来 捕蛇团队的成员 自顾拿着武器 围绕在巨蟒的周围 连续喊了数声 结果没人回应他 杰森再迟钝 也知道情况不对了 他拿起了圆缸 放在阶梯上的探照灯 朝着蟒蛇周围的捕蛇人看去 结果发现 这些人双眼无神 漫无目的地 在平台上走来走去 有人已经走到了地缝边上 而不自知 在杰森茫然的眼神中 他看到蟒蛇周围的捕蛇人 居然拿着斧子 利刃 互相厮杀起来 鲜血流了一地 就不知道疼痛 这一幕 看在杰森眼中 他脸色变得 越发苍白 这 难道是华夏的刀法 还是妖法 一定是这条大蛇高的鬼 Jack Jack 杰森在洞口处大声呼唤起来 现在只有杰克 还在漫无目的地走着 其他的人 好似已经被大蛇给控制住了 都在朝着身边的人 互相打斗 杰森没有放弃 用明晃晃的探照灯 不停地扫射着杰克 希望就此唤醒杰克 似乎是他的叫喊起了作用 杰克痛苦地回过神来 半跪在地上 长舒一口气 Jack 小心背后 杰森看到 杰克背后有人扬起了 手中的斧头 他顿时吓得灵魂出窍 连忙出声朝着杰克提醒道 杰克没看身后 收到杰森的提醒 他朝着身旁的空地 就是一个翻滚 锋利的斧头 砍在了之前 他半蹲的位置上 啊 这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杰克朝着空气的平台 愤怒地喊道 他目光所及之处 他的手下 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还站着的几人 也是浑然不知地 互相伤害着 快过来 我们赶紧撤退 这里太诡异了 杰森 焦急地朝着 愤怒中的杰克问道 杰克还未来得及回答 地动山摇的感觉 迎面袭来 他身旁的巨蟒 居然 缓缓游动起来 见鬼 这是 杰克 骇然地说道 他看到 巨蟒移动过的地方 居然被压出了 一条条裂缝 好似这平台 随时都会倒塌一样 他顾不得拯救其他人 慌忙躲避着 来自头顶的弱石 一边躲闪着别人的攻击 不断地朝着 杰森所在的孔洞跑去 这是 杰森在孔洞处 对于平台上发生的事情 他尽收眼底 他看到 这巨蟒 居然像人一样 望着他 这一幕 不禁让他毛骨悚然 他还没来得及救援 就看到一条巨大的黑影扫过 如同拍苍蝇一样 将杰克拍在了平台上 杰克挣扎了几下 却没有能力再爬起来 随着蛇尾再次抽击 杰克 瞬间变成了夹心饼干 被沉重的蛇尾 压在了地面上 鲜血 鼓鼓地流淌了一大片区域 杰森吓得扔掉了手中的射灯 整个人如同傻掉一般站在那里 砰砰砰的碰撞声不绝于耳 震撼的杰森不敢乱动 都都快点 这个楼梯要塌了 就在杰森绝望的时候 螺旋阶梯上方传来了 圆刚焦急的催促声 这道声音像是一道曙光 将陷入黑暗中的杰森 拉回了光明之中 哦 上帝 我得跑路了 杰森身有余悸地 望了一眼不远处的平台 抓起放置在孔洞处的录像机 急忙朝着螺旋阶梯上跑去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43集 听着下方不断传来的撞击声 杰森已经只剩下一个念头 那就是逃出去 在这条巨蟒撞破土层 爬进螺旋阶梯前 他必须冲出到地面 要不然 他的速度根本没有 蟒蛇爬行的速度快 早晚难逃一死 忽然间 杰森停下了脚步 从背后的装备包中 拿出了备用的定时TNT炸弹 将时间设置成三分钟 直接朝着螺旋阶梯最下层扔去 三分钟的时间 冲出到地面 不管这条大蛇是否撞墙 进入基站 时间一到 这炸药在地底深处爆炸 足以将整个基站震塌 只要他逃到地面上 哪管基站是否完好 能将蟒蛇炸死 就是最好的结果 他刚才看得分明 这条蟒蛇体型巨大 重量也不轻 他们的越野车 哪怕是再坚固 也经不起这条巨蟒碰撞 杰森再次朝着上方阶梯跑去 这一刻 他深深地后悔了 为何不随着 袁刚两人一起撤离 他的自大 将他陷入到了 这危险的境地之中 明知风水师 有趋吉避凶的能力 结果他硬是不信 白白错过了 逃生的大好时机 他现在才往上 跑了十余米 而袁刚他们呢 现在恐怕 已经冲到地面上了 杰森顺着螺旋阶梯 朝楼上奔跑的时候 他根本来不及想 蟒蛇的不对劲之处 若是袁刚看到刚才那一幕 他一定会知道 这就是蟒蛇发动的幻境 将捕蛇人陷入到 一个个幻境中 然后操控着捕蛇人 互相残杀 袁刚之前观察到的 地面符文 此刻被鲜血不断浸染 一枚枚古朴的符文 变得鲜红 整个平台也变得 越来越不稳定 随着十几名捕蛇人丧生 蟒蛇休息的大部分地区 已经被鲜血覆盖 蟒蛇的活动区域 也越来越大了 奈何没人发现 蟒蛇并非无所不能 长拿数米的尾巴 抽到空中时 好似会被什么阻拦住一样 无形的力量 反而将蛇尾弹回到了地面上 随着蛇尾和无形力量碰撞的次数越多 这种沉闷的碰撞声 就像恶鬼索命一般 震慑着螺旋阶梯上的杰森 无形的力量 就是封印大阵的一角 每一次沉重的碰撞 都会引来 小空间中的土石不断跌落 承载蟒蛇的平台 已经变得支离破碎 等到蟒蛇碾碎了最后一名捕蛇者的身体 整个平台上超过九成的符纹 已经变成了鲜红色 巨蟒每一次撞击 带动的碎石也越来越多 本就狭小的承载平台不堪重负 已经有巨大的石块炸裂开来 朝着下方深不见底的地缝落去 而巨蟒人性化地瞄准了杰森他们钻出来的孔洞 一个劲地往里钻去 奈何这个孔洞直径只有一米左右 庞大的蛇身一时半会儿还未能钻进去 巨蟒只能不断地用坚硬的头颅撞击着土层 想要扩大着孔洞的面积 刚哥 这 这什么声音啊 有点像是底下打雷了 他们 他们还能不能活着上来啊 这也太恐怖了 你看这地面居然是颤动着的 王多多推开了激战的大门 朝前跑了几步 一屁股坐在了草地上 一动不动地朝着身旁的袁刚说道 打雷倒是不至于 但是 这个影响程度不亚于打雷啊 百米深的土层 震动居然能传到地面上 这力道得有多大呀 哎呀 不会是那网蛇沉睡的平台 要倒塌了吧 袁刚盯着地面 一脸凝重地朝着王多多说道 其实 根本就不用他伸手 去触摸地面感受 随着每一次闷雷声音响起 地面上的碎石子 都会跟着不断跳动起来 来 先别休息呢 咱们慢慢走 先坐到车上去 我们呀 得跑出这山谷去 这里太危险了 袁刚满脸担心地 朝着王多多说道 同时伸出了右手 一把将王多多给拉了起来 哎哟 刚哥啊 他们打得再厉害 也是在底下百米深处的事情啊 这楼梯这么窄 那巨猛应该是上不来的吧 他再这样撞击下去 难道不怕 把他自己给活埋了呀 哎 就是有点可惜 这么几十号人 居然没人愿意听我们的建议 这要是抽完蛇血 直接就撤离了 根本就不会发生 这么危险的事情了 王多多不解地问道 他虽然不知道 下方是否能波及到地面 他还是跟着袁刚 慢腾腾地朝着不远处的越野车走去 既然袁刚担心发生意外 那就远离这山谷 哪怕巨猛脱困出来 那他们早已走远了 安全问题自然不用再考虑 刚哥 要不然这车还是你来开吧 我腿有点使不上劲 越野车旁 王多多一脸尴尬地 朝着袁刚说道 刚才的生死逃亡 早已将他缺乏锻炼的身体掏空 现在 他双腿都是颤抖着的 根本就开不了车 好 快上车 我怎么感觉 这震动的声音越来越大了 袁刚一脸不安地向后看了看 他们已经远离了激战 结果 这地面震动的强度 居然比刚才还强烈 袁刚生怕蛟龙破土而出 他连忙坐进了驾驶室 发动起车子 朝着来时的道路 向着山谷外冲去 就在袁刚他们的车 消失在了拐弯处时 杰森劳累地冲出了基站 还没等他回头 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强大的气流 从基站大门口涌出 直接将杰森掀翻到了十余米开外 等杰森回过神来 他看到数十米高的天文观测站 缓缓地下落 很快便整个地沉到了土里 紧接着 土坑之中扬起了漫天灰尘 杰森根本看不清路面 只能凭着印象摸爬着 朝停车的位置赶去 啊 刚哥 你快看那边 王多多听到那沉闷的爆炸声 透过后视镜 他看到之前的基站 已经消失不见了 后方十余米高的灰尘 正在向着他们赶来 还有其他声音 你有没有听到嘶吼声啊 应该是龙吟声 原刚皱眉 心中的不安之感 越来越强烈 他刚才听得分明 沉闷的龙龙声中 还伴随着蛟龙的龙吟之声 似乎是有一种 同归于尽的韵味在其中 原刚话音刚落 不远处的禁区地带 那一条裸露在地表的裂缝中 龙吟声再次传来 惊久不绝 王多多张大了嘴巴 看着原刚 多多 我们后面有东西 原刚望着惊诧的王多多 冷声说道 黄多多回头 在漫天灰尘中 一辆越野车开着大灯 冲出了重重阻碍 出现在了他们的后方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一百四十四集 原 终于遇到你们了 这实在是太好了 我差点就被埋在下面了 看到原刚和王多多 杰森心有余悸地说道 原 我们下一步怎么做 哪条蟒蛇 不 你们花下的脚 也不知道有没有被扎死 还好你有仙剑之名 提醒了我 我一直没敢在 进去那空间中 要不然 你现在就见不到我了 杰森好像是找到了 主心骨一般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 朝着原刚痛哭 可就在杰森哭诉的瞬间 一声悲惨的龙吟声 响彻天地 朕的三人双耳发聩 整个峡谷 好像天翻地覆一般 围绕着山谷的五座山峰上 均有石块滚落下来 持续震动了半分钟 山谷才再次恢复了宁静 一条细长的地缝 出现在了众人前方 他们的车子 完全失去了作用 根本就不可能跨越这道地方 宁安 这是 坦县日志记载的地龙翻身 这真的是那条胶造成的 不是小心地震 杰森咽了咽口水 难以置信地向着原刚问道 杰森 你刚才说的炸死那条礁是什么意思啊 你们在下面都用重型武器了 那剩下的人岂不是 原刚语气沉重地向着杰森问道 这瞬间就葬送了十余条人命 他们身上的因果关系可就大了 虽然他们已经提醒过 但是多少对于自身气韵 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你们走了没多久 那条巨蟒 不 那条蛟龙就苏醒了 然后他控制了剩下的捕蛇人 让捕蛇人互相残杀 我没敢待下去 我也担心 让这蛟龙给控制了 所以我直接就跑了上来 我跑的时候 在通道底安放了一枚TNT炸药 刚才那爆炸声 就是TNT爆炸发出的 这种剧烈的爆炸声 居然没有炸死蛟龙 我太佩服你们华下的这些生物了 你果真没有骗我们 这确实不能按照一般生物来看待 这哪怕是来再多的人 恐怕也没法将这蛟龙给捉住 我们能抽取的蛟龙血 已经是万幸了 杰森一脸崇拜地看向圆刚 蛟龙和蟒蛇的区别 圆刚其实很早之前就告诉他了 然而他不信啊 他觉得毕竟只是一种生物嘛 只不过是活得久一些 长得大一些而已 体型上的变化 不会引起生命质变 结果呢 他被啪啪打脸了 这蛟龙明显已经发生了 生命上的质变 要不然生命检测仪器上 这蛟龙的生命能量 为何会是蓝鲸的数倍呢 愿 只是我上来的时候拍下的蛟龙杀人事件 我不知道这些影响到底该不该留着 我生怕有些好奇的人 看到过录像以后 以为我是假冒的 影要过来探险 那么我们就成为罪人了 杰森难以抉择地说道 同时将布满灰尘的摄像机递给了圆刚 他刚才已经被蛟龙吓破了胆 实在是没有勇气再看第二遍 而且听着地缝中不时传来的龙吼声 他整个人如同筛糠一般 只等着圆刚做决定 诶 刚哥 我们怕是不能再待下去了 这地方会不会裂开呀 王多多惊恐地看着不远处的巨大裂缝 他甚至能看到灰蒙蒙的气体 从地缝之中冲销而上 人人都有趋吉避凶的本能 王多多只想尽快远离这里 跑 不解决了我们招惹出来的麻烦 我们根本都走不了 你们过来看 这礁现在所在的位置 这些地面上都有阵符存在 可惜这些阵符已经被血液污染了 失去了他们原有的封印作用 这空间内的阵法越来越松动了 而且随着刚才的爆炸 也不知道有没有将这封印蛟龙的平台给炸塌 要是蛟龙死在了这爆炸下 那么我们倒也算是为民除害了 但是你们也听到了 爆炸声早已经平息 而现在地缝中还能传来龙吼之声 恐怕炸药爆炸也没有将这胶给炸死 我们必须善后 要不然麻烦就大了 原刚指着摄像机中拍摄到的画面 朝着王多多和杰森说道 原 那可是TNT 连几十米高的基站都被炸塌了 这蛟龙很难存活下来吧 这地方中传来的声音会不会是回声 或者是其他原因造成的音响 杰森害怕地朝着原刚问道 这事件由不得他不害怕呀 TNT的威力他可是知道的 爆炸瞬间产生的能量能撕碎坦克 这种情况下还有生物能存活下来 真要有这种情况 他们最好是有多远跑多远 之前数十名专业捕蛇人都对付不了这蛟龙 他们三人能起到什么作用 这是封印阵法在起作用 阵法封印蛟龙的同时也是在保护他 TNT爆炸的瞬间 只要他没有冲出封印阵法 那么阵法就会为他抵消掉很大一部分冲击 剩下的人如果能够及时撤退的话 其实他们是能够安全撤离的 那你们看视频中的这里 你们仔细看 这蛟龙尾巴数次拍击到这里 就被反弹了 说明这里是有阵法存在的 而阵法范围很可能刚好贴着 我们挖掘出来的孔洞 短时间内 它其实是很难脱离封印出来的 现在的问题是 杰森你引爆的TNT 爆炸后是否会破坏了封印阵法 袁刚看完了视频 用无奈的眼神看着杰森 遗憾地说道 这封印阵法 他虽然看出了具体的布置 但是能够存在上百年的阵法 这种手笔 也不是他这种 出入风水师的年轻人 能够掌握的 也许 要是没有他们人为干扰 这封印阵法 还会一直存在下去 唉 别纠结了 我们跑了不代表就安全了 这蛟龙一旦逃出到外界 那么就是我们的原因造成的 他的危害你们也看到了 人数再多 在他的面前都不够塞牙缝的 我们要么继续困住这蛟龙 要么就得把他杀死 是我们的到来 打破了现有的平衡 这已经是结下了大因果了 他继续沉睡 那我们就相安无事 若是他外出为祸 那么我们自身的气韵 就会被抵消 就会造成霉韵连连 最简单的说法 就是喝水都会被呛着这种 霉韵凝聚越多 那么还会出现更大的影响的 走吧 现在灰尘散开了 我下去看一下 我们自己惹出来的麻烦 难道还指望别人来帮忙不成 看着两人一脸不情愿的表情 袁刚立声说道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45集 若是不想一辈子没运连连 你们就好别出去 不敢跟我过去的话 你们就在这里待着 犯了错 就要接受应有的惩罚 袁刚 袁刚朝着两人说道 说完直接步行着 朝激战的位置走去 按照他的理解 蛟龙的叫声 现在都还在断断续续地传来 那么这条蛟龙肯定没有被炸死 估计还在原有的位置 他只有先过去弄懂了 这是什么类别的封印 才可能谋划着破解之道 袁 这简直就是一场地震 我们没有违背花下的法律 这惩罚不到我们头上吧 杰森看着袁刚离去的动作 他连忙着急地向着袁刚问道 刚从底下逃出来 现在又要让他去龙穴冒险 明明知道蛟龙不是人力可以战胜的 为何还要去送死呢 他实在理解不透袁刚的想法 只有他们出去了 也就安全了 我们华夏有一句古话 人在做天在看 你犯下的错误 因为没有任何直接证据 华夏的法律不会惩罚你 因为GM组织有钱 哪怕是死了十几个人 也没有人能惩罚你 但是你要记住 举头三尺有神明 人不管的事情 老天会管 所以好自为之吧 袁刚头也不回地朝前走去 沉稳地劝戒声 震得两人耳中发聩 刚哥 你等一下我 我陪你过去 王多多提起车中的保温瓶 大声朝着袁刚说道 说完 一路小跑地向前奔去 该死 你们这是去送死 要是被那条大蛇发现我们 我们会死的 杰森看着两人渐行渐远的身影 他不满地朝着袁刚和王多多吼道 在他的印象中 这两人是第一批撤离的 他们根本不知道大蛇的厉害 正所谓是出声牛犊不怕虎 他们已经看过了摄像机中的记录 结果两人还是一意孤行 这事情很让他懊恼 原本他想通过GM手机联系组织 通过卫星给予他们一些支持 结果他发现 整个山谷的磁场似乎混乱了 指南针像个螺旋桨一样转个不停 而手机信号直接就是没有 杰森咒骂个不停 最终还是挪步向前 朝着袁刚他们离去的方向跟去 现场深不见底的地缝实在是太多了 在他看来就像是地狱张开的獠牙 随时会将他吞噬下去 唯有和袁刚在一起 他心中的不安感才会消散 袁刚和王多多 此刻已经来到了天文观测站的位置 结果陷入眼帘的景象 让他们大吃一惊 除了几十米高的基站 整个没入到土层中以外 连带着周围数百米范围内的土层 竟然全部下陷了数米 感觉就像是被人硬生生地 刨了厚厚的一层 刚哥 这 这是那头蛟龙造成的 还是TNT爆炸导致的呀 我靠 这场景也太恐怖了吧 这里消失的土方 少说也有上千方了吧 若是按照重量来计算的话 那是将近上万吨的土石啊 就这样被消失了 王多多震撼地看着眼前的平底锅地 他茫然地朝着袁刚问道 我带着那那一块TNT 威力不大 超过十米 威力就周见了 根本达不到这个效果 这个情况 就在袁刚和王多多 观望着眼前的场景时 杰森气喘吁吁地 朝着王多多解释道 要是他携带的炸药有这个威力 那早就被军方限制住了 哪里还会被他悄悄带出来 虽然他很羡慕这种破坏力 但是他可不敢背这锅 鬼知道上方的天空中 有没有卫星盯着这里 一旦被M国的人知道 这是他引起的 恐怕他解释的时间 至少也要长达数年之久啊 嗯 我估计TNT就是一个引子 之前的地坑空间内 你们也注意到了 蛟龙沉睡的另外一侧 那是深不见底的裂缝 爆炸也许导致了地底下 那裂缝的不稳定性 然后引起了上层土壤的变化 大量的土壤流淌到了裂缝中 所以才会导致现在这个情况吧 现在还没有看到 之前的地底空间 恐怕是我们下方的地缝被填满了 这才导致了眼前 这个大土坑的存在 那条蛟龙也许被活埋在了下面 不过对于他而言 只是回归到了之前的环境而已 袁刚盯着深坑 将他的分析向着两人说道 诶 刚哥 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安全地离去了 这上百米的土层呢 这其中的重量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啊 那蛟龙哪怕再厉害 不为压成肉酱也被固定住了吧 他应该出不来了吧 王多多听到他不需要再冒险 他一脸喜意地朝着袁刚问道 没那么简单 我们站在上面都还能听到龙音声 那就说明地缝还未完全闭合 蛟龙还有可能沿着这个地缝出来 最好的办法就是 我们再去检查一下 确定蛟龙还在封印阵法中 袁刚看着不远处的地缝 一脸担心地朝着王多多说道 啊 还要下去检查呀 这可是超过百米的距离啊 我们的绳子根本不够用啊 而且 这个山谷时刻都在震动呢 要是下去检查的时候 刚好遇到地震 那我们岂不是 王多多哭丧着脸 一脸后怕地朝着袁刚分析道 袁 下到地缝里 去检查蛟龙的状态 这事情实在是太危险了 要不我们先出去 然后我再派人过来探查 我也可以联系组织 让他们借用卫星扫描 要是发现了有强大的能量异散 那就说明这蛟龙越来越活跃 你说的封印大阵 也许很快就不起作用了 这蛟龙的能量强度 早就超过了深海蓝金 卫星一定可以检测到 要是检测不到任何能量变化 或者能量正在逐渐衰减 那就说明他正在不断地陷入沉睡 那这事情应该和我们没关系了 杰森看着袁刚 连忙出声制止了他那冒险的提议 先不说地缝中不断向上涌来的冷风 是否会将他们吹得飞出来 就这超过百米的距离 他们装备包里根本就没有这么长的安全绳 根本就下不去检查 你们想什么呢 我只是想过去地缝那里看一下 现在地缝中灵气暴动得厉害 通过观察这些气流 我就能够推断出下面的大概情况 现在灵气能量冲天而起 证明下方还在混乱不堪 所以才会导致地下温运的灵气冲出来 袁刚听着两人的劝说之意 他连忙出声解释道 他所谓的观察 不是要人深入到地下百米去观察 而是奇门残卷中记载的一种手段 望风观气 通过辨别空气中灵气的一些变化 推测出源头环境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46集 袁刚看着两人茫然的表情 他从身后的背包中拿出了一捆安全绳 将绳子的一端递给王多多 而另外一端 他则绑到了他的身上 哎 抓紧了 我去地缝边缘看一下 我也不敢进去 万一我被气流掀翻了 你可得拉紧这根绳子 袁刚一脸认真的朝着王多多说道 他实在担心王多多一时大意 如果他去地缝边缘观察 一旦发现突如其来的强风 那他被掀翻 掉入地缝中的风险是很大的 袁 你放心吧 我和王多多一起 我们将绳子捆绑在我们身上 这样就不存在尸首了 杰森看到袁刚想要去地缝边缘观察 他直接走到王多多身旁 将绳子牢牢地套在了他的身上 然后信誓旦旦地朝着袁刚说道 就在袁刚准备向前走时 随着地下沉闷的撞击声 整个山谷再次出现了之前的小型地震 残风上数吨大的山岩 直接像下雨一样滚 巨大的石块很快便滚住了出谷的道路 滚住道路的山岩足有两米多高 再厉害的越野车此刻也吃不消了 震动持续的时间更长了 随着落石滚滚 山谷内的狂风也愈发地剧烈起来 这一幕看得袁刚头皮发麻 这风是哪里来的 明显就是地底巨大的能量波动导致的 这风的威力已经让人走路都感觉吃力了 要是再继续增强下去 它恐怕真的会被放风筝了 你们两人最好找块大点的石头躲避着 这风有点诡异 我担心待会还会有其他变化 袁刚转身朝着一脸害怕的两人说道 刚哥 我们会注意的 现在最危险的反而是你 那地缝边上的风更大 你看那树枝 直接就被地缝中涌出来的风给吹断了 你可是要抓稳安全绳啊 黄多多看着地缝中不断涌出的灰尘 一脸担心地说道 袁刚点点头 现在张开嘴 他就感觉数不尽的风朝着他的嘴里灌 闭口不言还能为他节省体力 盯着山谷中狂乱的大风 袁刚足足花费了五分钟时间才走到地缝边缘 而这段路程 距离王多多的位置不过是四十余米长 那是能量反应 袁刚眯起双眼 朝着漆黑的地缝深处望去 顿时 他的注意力都被漆黑中的彩光吸引了 袁刚看到 数百米的地下深处 一道道霞光如同小型彩虹一样 不断地出现 然后又消失在了地缝深处 随之而出现的是一道道银白色的长线 银白色长线若隐若现 忽左忽右 毫无规律地在地下百米处游动 盯着看了半天 袁刚总算是看出了一点门道 锐彩霞光 那是大量灵气汇聚时产生的异象 他们被封印阵法不断地吞噬着 那银白色的线条 若是他没猜错的话 那就是封印大阵中的连锁路线 这就是一个能不断吸收外界灵气能量的阵法 将灵气作为封印阵法的动力 长期封印住这条蛟龙 哇塞 这能源源不断抽取外界能量 形成循环的阵法 这恐怕是风水大宗师的手笔啊 也对 只有风水大宗师 才有可能布置出这种天极封印阵法呀 袁刚趴在地缝边缘 一边看着不断消逝的锐彩灵气 一边忍不住地感叹起来 随着他知道的越多 他越是感觉到他的渺小 他根本就还未曾掌握 如何布置封印阵法 对于阵法医道的理解 他只是概念上的理论知识 根本就没有任何实践经验 封印阵法 根据效果分为数个等级 能保持封印状态超过上百年的 那绝对是天极阵法 天极封印阵法 除了消耗提前布置好的能量外 还能通过吸收外界的能量为己用 只要不遭到破坏 阵法能维持现有状态 持续无限远的时间 圆刚内心不停地计算着 银色线条出现的地底 他发现最终能量是在蛟龙所在的位置消失 而地下这种疯狂吞噬灵气能量的阵机 足有上百处 占据了上千平方米 这都达到一个中大型小区的面积了 圆刚不得不惊变 这风水大宗师的厉害程度 是现在的他无法想象的 圆刚看清楚地缝中的景象后 慢慢地朝着王多多的位置退去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这条蛟龙还处在封印状态 一时半会儿它是逃不出来的 不知道这封印阵法还能够持续多少时间 我们最好祈祷 蛟龙能够在封印阵法的作用下 逐渐陷入到沉睡状态 要不然每一次撞击 都会消耗阵法的能量 一旦能量消耗一空 蛟龙肯定会爬出来的 圆刚朝着紧挨着石块的王多多和杰森说道 整体而言 情况不容乐观 上百个基站不断抽取灵气能量 居然只能制止巨龙几分钟左右的时间 一旦能量减少 封印效果降低以后 这条蛟龙又会冲击风印阵 在它的每一次对抗下 整个山谷都会受到影响 山谷中的风也变得越来越暴躁 就像苏醒过来的蛟龙一样 这狂躁的风 已经刮得三人脸上有些生疼了 渊 这针法需要能量维持 不知道它需要的是什么能量 石油 电力 还是风能 要是可以的话 我们去外面求院 让人送这些物质进来 听到袁刚的详细说明 杰森一脸疑惑地问道 他已经蒙圈了 先有神话中的蛟龙出现 现在又冒出来个 封印蛟龙的阵法 要不是他亲自体验了一把 他都以为袁刚在信口开河了 这些东西都有用 但是需要转换 我们时间上来不及了 封印阵法需要的是大量的天地灵气 刚才残风上落石滚落 地风开裂 这都是封印阵法 在抽取灵气能量造成的 要是不加以制止 这山谷中的所有山峰 都会变成沙粒 没有了能量滋润的石块 其实强度和沙子差不多 到那时 封印阵法已经半废 能不能继续封印住蛟龙 都难说了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给这封印阵法提供灵气 为它充能 要不然这蛟龙早晚要成为祸害的 袁刚盯着山谷中间 不断掉落石块的残风 表情凝重地 朝着王多多和杰森说道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47集 袁刚看着不断滚落的山石 眉头越皱越深 这种阵法对于他来说 实在是太难了 他距离完全布置出这种阵法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整座山谷中 一连五座山 残风就位于最中间 就像人的手掌一样 此刻残风上山石滚落 看似摇摇欲坠 而其余四座山风 除了被狂风摇动了树木以外 一切都正常 袁刚没有观察王多多或者杰森 因为不管两人什么态度 身为风水师的他知道 这事情是他们弄出来的 要是放任不管 一旦出现大问题 对于他而言 那就是灭顶之灾 他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几枚古老铜钱 嘴中念念有词 迈着特定的步子走来走去 一次又一次地将铜钱抛向空中 然后再进行观察 就这样反复九次 袁刚结束补挂后 将铜钱捡起收藏起来 这几枚铜钱 可是他身上最值钱的东西 有钱也买不到 因为自从他知道了 气这种能量后 他就发现了 这几枚铜钱也属于气气 最适合用来补挂 袁刚的举动 早就引起了杰森的注意 看着袁刚那神秘的动作 他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一脸迷茫地 看着袁刚在那里扔铜钱 刚格啊 算出来什么结果没有啊 这条蛟龙会不会跑出来啊 王多多好奇地问道 算不出来 我要是能算出来 这条蛟龙的未来 哪里还需要这么辛苦啊 我刚才推测的 是这物作山峰 这山峰的存在 显得有些突兀 我感觉和弟弟的封印阵法 相辅相成 按理说 这五座互相依偎的山峰 他们其中 应该是有一处风水宝地的 哪怕是中间的残峰被破坏了 但是也应该存在大量的灵气才对啊 结果你们也看到了 残峰上 大都是些矮小的灌木丛 这就说明 残峰上本该富饶的灵气 另有去处 而我们在那边看到的 地底裂缝 很可能就是连同封印阵法的 现在蛟龙 在消耗着封印阵法的能量 其实就是在消耗着残峰的能量 若是残峰上的能量被汲取完了 旁边的四座山峰也就会塌陷 一旦没有了能量 那封印阵法自然会破去的 袁刚将他推测的部分结果 向着两人说道 刚哥 那你能不能更改一下这个阵法呀 让他们去更外围 汲取能量不就好了吗 外面那数十千米的大山 比这小山谷里的山峰强多了 要是能永久震慑住这蛟龙 我们此次恐怕还是会有大功德加深呢 看到袁刚说得有理有据 王多多不由得朝着袁刚问道 功德加深 哼 你还真敢想啊 这阵法 我实在没有能力布置出来 整个华夏大陆上 恐怕都没有人能复制出这一幕 这其中涵盖的能力 可不是几句话就能讲清楚的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搞懂 这封印阵法的运行原理呢 怎么去改造啊 我现在能上手的 就是再布置一道聚灵阵 把远处或者天上的星力给引导下来 希望这样能够让封印阵法生效 要不然我们从这离开以后 日子肯定难过了 哦 刚才我推算到了 这几座山峰分别代表着金木水火土 现在残风山代表的主要是水属性 为封印阵法提供大量的灵力 我的想法呢 是在这残风上通过陨石构建一座巨灵阵法 让这座残风不至于这么快地倒塌 圆刚望着王多多 一脸沉重地说道 残风虽然不高 但是直线距离也超过了百米 随着山石晃动 他想要登上残风 至少也需要半个小时 寻找着盘绕着残风的小路进行登顶 啊 不知聚灵阵啊 王多多兴奋地吼叫起来 平常他闲着没事做的时候 看的玄幻小说也不少 自然知道这巨灵阵意味着什么 多多 你回车里 找一下还有没有雨池 我们想要吸引心力下来进行转换 这可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啊 只有蕴含气能量的东西 才能够引动天上的星辰灌输下星雨力量 要不然这五座山风 按照现在的消耗趋势 顶多也就是一年的时间 这蛟龙一定要出事了 因为五座山风 其实蕴含的能量并不多 要不然这些山风 也不会紧紧挨在一起了 山脉中的能量不多 才会出现山石滚落的景象 陨石可以作为引子 要是我们再不行动 一旦任凭这残风被毁去 那就证明这封印阵法要出问题了 要是它损坏以后 我可没能力去补救 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为阵法提供能量 希望阵法能够一直存在下去 看着袁刚认真的表情 王多多二话没说 朝着越野车走去 她可是记得分明 之前正老头送的陨石 她可是一直扔在车上的 王多多离开没有多久 袁刚带着杰森开始了爬山冒险 躲避着固石滚落下来的石块 沿着根本不存在的小路 不断地朝着数百米高的山峰 攀登而上 也许是长时间的碰撞 蛟龙也有些疲惫了 山上的落石下降频率降低了下来 袁刚一路有惊无险地爬到了残锋顶上 看着光滑的横切面 袁刚内心被震撼到了 这种切面 就像是被人用巨大的斧子 一斧头切开下来似的 横切面经过百年的风吹日晒 已经露出了风化的样子 袁刚用脚轻轻蹭去 这风化的岩石已经变成了沙粒 这 袁刚倒吸一口冷气 瞬间收回了踏出去的脚步 看着这山峰如此危险 袁刚也担心 若是下面的封印阵法 抽取能量太过快速 会不会将这座山峰 给变成了沙子 到时候它可就危险了 袁 你看那边 那些地方 怎么以这里为山峰蔓延出去 这山峰 会不会忽然陷下去 杰森看着远处的景象 顿时脸色苍白地向着袁刚问道 袁刚连忙看向山谷 地面上出现了数条巨大的裂缝 以他们所在的残锋为中心 向着山谷外围蔓延而去 似乎随着能量不断地被抽取 这地缝还有不断延伸出去的趋势 钢哥 陨石 其他的陨石没装在车上 只有正老头给的这枚 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就在袁刚交集的时候 王多多的声音在不远处响起 同时朝着他挥了挥手中的袋子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48集 小心 不要碰那边的石块 袁刚转身 看到王多多一手提着麻布袋子 一手抓着身旁的矮目 正在寻找着近路 想要快速接近袁刚 这一幕 吓得袁刚连忙出声制止 他刚才可是亲身实践过的 看着坚硬的石头 其实已经如同腐朽的木材一般 要是王多多一脚踏空 王多多不以为意 直到他一脚踩上了 一块石头 原本想要当作支点的石块 瞬间如同沙粒一般粉碎 吓得王多多收起了刚才的冲动镜 越发小心翼翼地盯着路面行走 几十米的距离 王多多走到袁刚面前时 他的脸色和杰森一样 满脸苍白 哎呦 刚哥 这山峰 不会突然就 就塌了吧 看着山脚下渺小的车子 王多多双脚颤抖地说道 他现在有些腿软了 这是个别现象 不是整座山峰都被抽取完了能量的 小心一点就好了 要是真有那么严重 这山早就塌了 希望这块陨石能起一些作用吧 要不然麻烦就大了 袁刚伸手接过王多多递过来的陨石 放在了他早已找好的位置上 接着如同变戏法一样 从背包中抽出了数张早已书写好的黄色符纸 直接将符纸贴在了陨石上 多多 蛟龙血倒一点出来 我担心这陨石的能量不够用 直接倒在陨石表面上就行了 主要是激发陨石体内的气 让它能更好地吸引来星光 袁刚嘴里念念有词 朝着王多多吩咐道 而他则踏着八卦步伐 很快便确定了一个个分位 将手中古老的铜钱用符纸包裹住 直接点燃扔在了分位上 有声无 无声有 有归无 无形之道 生有形 万物生于无有 气聚为相 气宁为人 气聚成形 化气 无影 气生精 精生神 神生明 王多多将蛟龙血 浇到了陨石上 袁刚面对着陨石 再次点燃了 为数不多的符纸 燃后的灰烬 全部洒在了陨石周围 随着袁刚念完咒法 地上的符纸 全部刚好被燃尽 袁刚 则一脸凝重地 带着两人退后数米 聚精会神地 看着陨石 这也是他第一次布置 聚灵阵 不知道这阵法 是否能起到 聚灵的作用 一分钟 过去了 陨石没有任何反应 残风上 偶尔还是会有山岩 滚落下方 三分钟过去了 袁刚脸上 有些挂不住了 难道 之前的努力白费了 居然没有任何反应 就在王多多和杰森 都蒙圈的时候 让他们震撼的事情 发生了 原本已经熄灭的灰烬 居然再次复燃 古老的铜钱 沾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居中位置的陨石 已经不能用石块来形容了 它变得荧光闪闪 似乎完全被激活一般 在他们诧异的同时 他们能隐约感觉到 脚下的山峰变得沉稳了 之前还能隐约感觉到的 震动感完全消失 再也没有了 让他们胆战心惊的不安感 诶 刚哥 你看 这下面已经没有落石滚落了 这聚灵阵啊 应该是起作用了吧 王多多指着残风下面 一脸欣喜地朝着袁刚说道 嗯 我们先下去 我这次再去看一下那地方 如果灵气不再混乱 那就说明 我们这个方法暂时成功了 袁刚朝着两人示意道 暂时 意思是 一段时间以后 这山峰还会崩碎 然后那蛟龙还会出来 杰森一脸不解地 望着袁刚问道 哦 我只是利用一些特殊的方法 引动天上的星辰之力 对这里进行加固 所有的能量 都要经过这枚陨石作为中转 然而这枚陨石中杂质太多 能够坚持多长时间 我实在不好估算 要是在陨石持续激活的时间内 这蛟龙一直不沉睡 那只会加剧这枚陨石的损耗 袁刚沉声解释道 说完顺着原路 很快便返回到了地面上 诶 杠哥 你发现没有啊 这山谷里面 已经没有狂风了 之前吹沙走石的景象 已经消失了 这就是能量充足了吗 才走到地面上 王多多便惊疑不定地 朝着袁刚问道 你以为呢 要是没有效果 那我们岂不是做无用功了 袁刚对着王多多打趣道 这就是风水刀法吗 就这样摆弄下几块石头 然后点燃黄纸 这样就能平息刚才的狂风了 太神奇了 可惜我没有录下来 要不然国外绝对要掀起风水文化 杰森难以置信地感叹道 别发呆了 赶紧抓紧绳子 刚哥要去地缝那边 看风印阵法的情况了 哎呀 这风水道法博大精深呢 你们老外啊 是学不会的 你感叹一下也就行了 要是真那么容易学会了 我之前也不会连风水师 都没遇到过呀 哎 千万别认真啊 要不然比你学十级华下语还难呢 这其中一个字的变化 远远超过你之前的理解 王多多自豪地向着杰森吹嘘道 虽然不是他摆下的聚灵阵吧 但是他也为此自豪不已 十级华下语 这是什么 是不是衣服能穿多少就穿多少 到底是穿多还是穿少这种理解 杰森一脸不服气地问道 你呀 那是我们小学生玩的 我给你来个字面理解 要是能理解 那你就滑下语入门了 听好了啊 大舅去二舅家找三舅 说四舅被五舅骗去六舅家 偷七舅放在八舅柜子里面的一百块钱 请问谁是小偷 王多多看到杰森一脸不服气的表情 顿时满脸坏笑地问道 What 这是什么鬼 杰森满脸不服气 瞬间变成了绝望 他才发现 他这个华下通 原来什么都不通 行了 多多 别打击人了 杰森啊 你的华下语 说得已经很不错了 你呀 别理会王多多的调侃 那就是个烧脑问题 袁刚还没走远 看到两人争执的模样 他不禁有些好笑 生怕他们两人互掐 忘记了拉安全绳 他连忙出声提醒道 刚哥 你放心 现在啊 连风都没有 这次啊 肯定也没问题 你就放心地过去观察吧 这绳子 我们已经保在身上了 王多多听到原刚的提醒 他收起了捉弄杰森的念头 朝着原刚大声保证道 哎哟 杰森啊 别纠结了 不懂就不懂 不用非得装懂 哎 拉好你手中的绳子 王多多瞅着杰森 强忍着笑意 提醒道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奇门残卷 作者 抽烟的老鬼 演播 三壶茶 第149集 我是不懂 但你刚才说的那些舅舅 为什么去偷一百块钱 这么多人 一个人凑点也够了 翻得着去偷吗 杰森抓紧了安全绳 目送着原刚 不断朝着地缝靠近 同时 一脸不解地 向着王多多低声问道 王多多顿时凌乱了 无话可说 这老外的脑思路 难道和他结构不一样 他也很想知道 为什么去偷钱 为什么还有钱 可以被偷 不都是 媳妇捏在手里吗 这些舅舅 哪里来的钱 这个呀 你得先理解出 这个关系 风水中那是千一洞百 你连这种关系 都理不清楚呢 还学啥风水文化呀 脑细胞活着 思考点其他东西不好吗 看到杰森 还在纠结这个问题 王多多小声地安慰道 说完 不再和杰森闲聊 他已经看到 原刚走到了地缝边缘 虽说现在已经没有了 狂风干扰 但是安全无小事 在风水倒法中 关风关水 是一种非常方便的 探测风水手段 通过关风 入门的风水师 都能从这风中 得到他们想要的信息 风 始于地 至于天 通过风 可以观察到 地势走势情况 更能方便快速地 得到原刚想要的结果 风平 底下灵气 不再暴动了 供给平衡 封印阵法 已经不再抽取四周力量了 看来 这山谷 能保存下来了 原刚 趴在地缝边缘 伸手朝地缝中空的位置探去 一边感受着 轻微灵气风向走势 一边自言自语道 收回手臂 原刚探头 朝着地缝深处看去 只见地缝百米深处 原刚已经只能 依稀看到些许亮光 之前不断游动的 银白色能量线条 现在已经稳定了 不再四处游动救急 原本数米长的 银白色能量线条 或许是因为能量充足 线条顺着特定的轨迹 无限延长 很快便勾勒出来了一座 巨大的封印阵法 密密麻麻的线条 就像是一个高阶魔方一样 原刚看到这阵法 完整形态的瞬间 他已经被深深地震撼住了 这是人力可以完成的 他在学校里也研究过魔方 能非常快速地复原三阶 乃至四阶的魔方 但是九阶魔方 他看看就发出了 根本就还原不了 而现在他看到的 地底深处的封印阵法 除了显露出来的 复杂封印阵线以外 还有让人眼花缭乱的能量线 延伸到无限远的地下 似乎这阵法也在抽取着 其他矿藏的能量 之前只是没有被激活而已 现在随着原刚布置下的聚灵阵 富裕的能量被封印阵法 储存在了地下更深处 随着银白色能量线 消失在地缝深处 刚呈现出来的封印阵法上的能量 开始消散 变得虚幻起来 等原刚再次望去 已经再难看到 一丝阵法存在的痕迹 他心有所感 这封印阵法 哪怕没有他的帮助 这阵法也不会消失 只是随着束缚蟒蛇的平台被击毁 这封印阵法就像一个洋葱一样 封印的范围那是一层又一层的 之前封印范围极小 仅限于很小的范围内 随着杰森炸毁了部分平台 这阵法被激活的规模又变大了一些 蛟龙的活动范围 不仅限于之前的小平台 要是山谷能量被消耗完 袁刚估计 按照这封印阵法的规模 恐怕下一次被激活的封印阵法 范围要远超过这个山谷 每一次更大范围的阵法被激活 都意味着蛟龙活动范围的扩大 需要的封印能量也就越多 还好在他聚灵阵的辅助下 蛟龙的活动范围还没冲出山谷范围 现在还能将蛟龙封印在地下百米深处 袁刚趴在地缝边缘 足足看了十余分钟 最终确定蛟龙的活动位置比之前略大 他能感受到偶尔还有轻微的灵气能量波动 这是蛟龙不想被束缚住不断撞击阵法导致的 而且范围已经从之前的数十米换成了现在的数百米 唯一让袁刚安心的是 哪怕蛟龙再嘶吼撞击封印阵法 隐匿在虚空中的封印阵法都没有出现二次波动 这就意味着蛟龙现在的撞击 还在封印阵法的承受范围之内 袁刚起身 很快便走回了王多多和杰森身旁 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虽然蛟龙被封印阵法束缚住了 但是袁刚没有丝毫高兴的神色 一脸严肃地向着两人说道 刚哥 那先来换消息 好消息啊 我一般都是留在后面冲洗用的 先苦后甜嘛 王多多伸手 示意袁刚说道 坏消息就是 那条蛟龙并没有陷入到沉睡中 反而因为之前爆炸的缘故 它的活动范围被扩大了 现在我们脚底下都是它的活动范围了 所以我们才能通过地缝听到它不同强度的吼叫声 袁刚看着王多多和杰森语气凝重地说道 什么 那条蛟龙就在我们脚下活动 这会不会破土而出 杰森听到袁刚的话语顿时原地跳了起来 一脸惊恐地向着袁刚问道 对于蛟龙的厉害 他可是亲身经历过 此刻蛟龙就在他们下方游动 说不心慌 那是不可能的 哎 杰森 淡定点 要想学风水术 就你这心态还真是不合格 一惊一乍的 最容易自己把自己给吓死了 知道不 这不是还没说好消息呢吗 要是情况恶劣的话 刚哥还会这么平淡地和我们说话吗 王多多拍了拍杰森的肩膀 如同老师说教一般朝着杰森教导道 杰森 不用担心 好消息就是 这封印阵法并未损坏 虽然消耗的能量比之前多一些 但是阵法已经将蛟龙给困死在了地底深处 哪怕是他活动范围扩大 但是短时间内 他也冲不出到地面上了 这个短时间呢 估计就是三到五年的时间 若是蛟龙沉睡了 那时间也许会更长 最坏的打算 我们三到五年内 要是想不到解决的办法 那就必须再次更换 残风上面的陨石 要不然 蛟龙一旦冲出地面 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发生伤人性命的事情 不过呢 我们想要更换阵机的陨石 也是困难重重啊 袁刚看着两人沉声说道 虽然说是好消息 但这只是暂时性的好消息 未来 他们还得彻底解决 蛟龙的隐患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